小石姑 张仪 萧勇敢 以及我的导师张老师 一脸担忧的 看着擂台上的我 他们四个生怕我出一点闪失 太上老君 积极如律 还没等我念完咒语 甩出手里的符咒 林峰挥起手里的长剑 对着我的右肩就拍了下去 我赶紧向左迈了一步 躲过林峰的这次攻击 此时 我的后背都惊出了一层冷汗 林峰见我躲闪开他的剑机 他飞身一脚 就向我的腹部踹 这一次 我没有躲闪得了 我的身子 再一次的被林峰向后踹飞出去 砰的一声 我的身子 撞在了擂台边上的一根石柱子上 滑落了下来 我忍不住 再一次的从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此时的我精神变得 谎哭了起来 我努力的让自己保持清醒的状态 不要晕过去 我的后背靠着石柱子坐在擂台上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的林峰 柳手 你还是放弃吧 小石柱 哽咽着声音 冲我喊道 我对小石柱摇了摇头 什么话都没说 就从地上 又爬了起来 不是我不想跟小石柱说话 而是因为我现在身子疼得 说不出一句话 咕咚一声 就在我爬起来的时候 我裤兜里的紫童葫芦掉了出来 发出了一声脆响 我把精神都放在了我前方的选手林峰身上 根本就没注意到掉出来的紫童葫芦 看来你还是不认输 刘道友 那我只好得罪了 林峰说完这话就向我奔了过来 当我想要把手里的符咒甩向他的时候 一道红色的影子从我的身边向前划过 直接那道红色的影子撞在了林峰的身上 直接将林峰的身子狠狠地撞飞出去 林峰的身子重重地落在擂台外面的地上 头一歪 两眼一闭 就晕了过去 当我站住身子看向前方红色影子的时候 我突然愣住了 将林峰撞飞出去的不是别人 正是女鬼夏晚婷 装死 夏晚婷指着晕过去的林峰愤怒地说 夏晚婷 我惊讶地喊了一声夏晚婷的名字 大胆 就在这个时候 任天会长从擂台下的评委席站起来 飞身向夏晚婷冲了过去 任天会长的手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把 闪着黄色弹光的清风长颈 当任天会长一箭劈向夏晚婷的时候 我奋不顾身地冲上前 将手里的两张降妖触摸符咒 对着任天会长 鬼使神差地就甩了过去 碰碰 两声响过后 任天会长用手里的清风长剑 将我甩出去的降妖触摸符咒 瞬间披散 任天会长的速度快如闪电 当任天会长将我甩出去的降妖触摸符咒 披散继续向夏晚婷攻过去的时候 我张开双臂挡在了夏晚婷的身前 不让任天会长伤害她 留手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犯我到家大计 任天会长挥着手里的清风长剑 一脸愤怒地向我指了过来 当任天会长说完这话的时候 擂台下那些参赛选手 全部拔出自己的佩剑 冲上了擂台 用剑指着我 和我身后的夏晚婷 你们休要伤害我失职 就在这时 小尸姑挥着碧玉长剑 飞身跃起 在我身前用手里的碧玉长剑 一脸威武地指着任天会长 小哥哥 我们该怎么办 张仪一脸凝重地望向我身边的骁勇感问 刘兄弟 他现在是我的朋友 这个时候我不能看他热闹 我要上去帮他 骁勇感说完这话 就站起身子向我的身边走了过来 张仪则是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小尸姑 骁勇感 还有我身后的那个女鬼夏晚婷 她此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刘兄弟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张仪说完这话 就提着自己手里那把清风长剑 就向我的身边奔了过来 此时小尸姑骁勇感张仪 全都帮着我 护着我身后的夏晚婷 刘兄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 夏晚婷望着周围那些参赛选手 还有我面前的任天会长问向我 夏晚婷 你什么都没做错 我转过身一脸微笑地对夏晚婷说 我此时的笑是发自内心的 这件事真的怪不上夏晚婷 她以为林峰是要伤害我 所以她才会对林峰出手的 你们好大的胆子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这是在助纣为虐 任天会长用手里的长剑指着小尸姑 还有骁勇感 以及张仪红着脸怒喝着 想要伤害我失职 你得嫌过我这关 小尸姑咬着牙 对任天会长说 她身为道家人 私下养鬼 犯我道家大忌 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 铲除这叛道这人 你们三个识相的赶紧让开 要不然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任天会长 大义凛然的对小尸姑他们三个说 而小尸姑他们三个站在我的身前 护着我都一步步移 任会长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我相信刘兄弟不是那样的人 你是不是应该给刘兄弟 一个解释的机会 肖勇感一脸慎重的 对任天会长说 我刘哥哥为人善良 我们在燕山山脉团队比赛的时候 他还亲手救过一条蛇精 任会长 你应该给我刘哥哥一个解释的机会 不应该盲目下评论 张仪也站出来为我说情 张仪 刚才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看见了 你的身份 不应该替着他说话 你还是赶紧站到我的身边吧 站在任天会长身边的孙斌 对张仪说 看着孙斌那副嘴脸 就让我从心里的讨厌 这还真不怪尤之培烦这个孙斌 萧兄弟 张妹妹 这件事跟你们两个没关系 你们还是退下吧 为了我不知道 我一脸冷漠地望着 站在我前方的孙斌 对肖勇敢还有张仪说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 托他们这两个无辜的人下水 针对我的参赛选手也不是全部 其中有不少人站在擂台下 看着我们的热闹 张老师跟攀掌教 也在擂台下 一脸茫然地望着我们 刘兄弟 别忘记我之前说的话 我们是好朋友 你有事 我肖勇敢不会坐视不理 肖勇敢回过头 望着我一眼 对我笑着说 听了肖勇敢的话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 我强忍着 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 这个刘哥哥 我张仪忽定了 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毫芒 我就告诉我爷爷收拾你们 张仪大声地对周围的那些人说 张仪说完这番话的时候 周围的人开始议论了起来 有的人知道张仪的爷爷就是当今龙虎山郑仪教的张天使 有的则是一无所知 张仪 你爷爷是我的好友 你现在的身份不该出现在这里任性 我卖你爷爷一个面子 你现在赶紧退下去吧 任天会长挥着脸子对张仪说 我今天就任性了 我就不退下去 你们有本事 就要我打倒 张仪倔强地对任天会长说 孙斌 你把这个小丫头给我拿下 千万不要伤害到她分号 要不然的话 我无法向他爷爷交代 任天会长对他身边的孙斌吩咐 是 任会长 孙斌对任天回了一句 就向张仪的身边走了过去 孙斌 你给我站住 你再靠前一步 别说我对你不客气 张仪用手里的清风长剑指向向他走过来的孙斌 张仪也是越来越讨厌这个自以为是的孙斌了 张仪 你别再胡闹了 你帮着这个邪道 就不怕坏了你爷爷张天师的名声吗 当孙斌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周围的那些参赛选手才知道 这个张仪是现今龙虎山正一叫张天师的孙爷 孙兄弟 想要欺负张仪 那你得先过我这关 骁勇敢提着长剑 一脸无味的就向孙斌的身边走了过去 骁勇敢知道孙斌的实力不弱 要是让孙斌对上张仪的话 张仪肯定会吃亏的 好了 你们都别吵了 就在我们几个剑拔弩张的时候 张老师飞身而起跳到了我们的中间 张老会长 你是不是也想护着这小子 你别忘记了我们道教协会的使命 降妖除魔 铲除邪道 狂服正义 这小子洋鬼就是犯我们道家大计 他现在的行为已经证明了他就是邪道 我现在必须要铲除掉他 以防他日后做出丧天害理之事 任天会长用剑指着我对张老师说 任天会长 要杀要挂随你便 我留守不是邪道 请你不要把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 我大声的冲任天会长喊着 此时我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但是我一点都不害怕 对不起 刘少 夏婉婷一脸抱歉的在我身后对我说 夏婉婷此时已经知道了 刚刚自己的举动惹了重怒 你做的没错 我抓住夏婉婷的手对他说 这件事情你们要怪的话就怪我 你们不要伤害留守 他是一个好人 就在这个时候 夏婉婷绕过我向任天会长走去 好 那我就先把你除掉 然后再收拾这个孽畜 任天会长说完这话 就向夏婉婷攻了过来 夏婉婷面对着任天会长来势汹汹的攻击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就将眼睛给闭上了 你敢 我大喊一声就向任天会长的身边冲了过去 同时我对着任天会长再一次的甩出了两张 降妖出摸符咒 任天会长根本就没把我的符咒攻击放在眼里 他这次没有用手里的轻锋长剑将我甩出去的符咒披散 而是用他体内的道家蒸气控制着我甩向他的那两张符咒 只见那两张符咒化为的火球转过方向就向夏婉婷的身上砸了过去 这任天会长的实力不知道要高我多少倍 我在他面前只能算是一个龙椅 他随便一根手指都能轻松的捏死我 不 我一脸惊恐的望着那两个火球攻向夏婉婷 我大喊了一声 然后我就向夏婉婷的身边奔了过去 我坚决不允许任天会长伤害夏婉婷 就在那两个火球即将击中夏婉婷的时候 张老师抬起右手对着那两个火球就挥了过去 只见那两个火球变成指挥飘飘荡荡的就落在了地上 张老师的这个举动惊待了在场的所有人 大家则是一脸崇拜的看着张老师 任会长 你实在是有点太冲动了 这个年轻人是我的学生 他道德品行不差 你应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 张老师指着我对任天会长淡淡的说 老张说的没错 任会长 你应该给这个年轻人解释的机会 如果他存心不良的话 你可以随意处置他 我个人觉得这其中好像有些误会 是邪道 我们不能放过是好人 我们也不能冤枉啊 说这话的是全真教的潘长教 听了潘长教和张老师的话 我一脸感激的向这两个人的身上看了过去 师祖 你为什么要替他说话 孙斌一脸不高兴的质问向潘长教 你不要乱掺和 赶紧给我退下 潘长教指着孙斌一脸严肃的说 孙斌听了潘长教的话后 他瞪了我一眼 就向擂台下走去 我也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得罪了孙斌 这个孙斌现在故意要针对我 好吧 那就让他解释吧 如果他的解释 不达到我心里的满意 我今天不会放过他的 到时候 你们谁都别想为他求情 我心里清楚 任天会长的这句话 是对我张老师说的 我眯着眼睛 一脸愤怒的望着任天会长 我现在真的是懒得向任天会长解释 因为我行的正站的直 跟他解释 就是在浪费我的口水 留手啊 你也别傻站着了 机会我给你争取了 赶紧说吧 张老师回过身 皱着眉头对我说 张老师知道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年轻人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命才是最重要的 你小子 就别倔强了 潘长教走到我的身边 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脸慈祥的对我说 这个潘长教的年龄 应该跟任会长差不多大 他顶着一头白发 就连长长的胡须也都是白色的 潘长教布满皱纹的脸上 始终挂着微笑 从表面上看 这个潘长教 有些平易近人 但我也从他身上 看出一丝危眼 这个潘长教 是个残疾 他只有一只右臂 我对潘长教 用了一声后 就开始讲述着 我与夏晚婷之间的事 他不是我养的鬼 他是我的好朋友 要不是他多次救我 我现在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们的认识 要从一场冥婚说起 我将我与夏晚婷之间的事情 详详细细的讲了一遍 给周围的人听 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今天将领导游打下台 也都是为了救我 你们偏要追究责任的话 就来追究我的 放过夏晚婷 这件事跟他毫无关系 我指着夏晚婷 对周围那些人说 任会长 你也都听见了 这只是一场误会而已 我看 这件事就算了吧 张老师在一旁 对任天会长说 谁知道他是不是在说谎啊 任天会长 有些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对天发誓 我师侄刚刚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如果他欺骗了大家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小尸姑举起右手 对天发誓 我相信刘兄弟说的话 骁勇敢向前站了一步 对任天会长说 我也相信我刘哥哥说的话 张仪紧随着骁勇敢 向前一步说道 这年轻人 说话的时候眼神坚定 语气沉着 他应该没有撒谎 我也选择 相信这个年轻人 这样吧任天会长 我以我的人格向你担保 这个年轻人不是个邪道 如果他今后做出什么过格的事 我一定会第一个站出来惩罚他 张老师指着我对任天会长说 好 有你张老会长这句话 那我就不再追究了 咱们继续开始比赛 任天会长说完这话 就走下了擂台 留守与林峰的对决 林峰声 任天会长下了擂台后 大声的宣布着 我与林峰的比赛成绩 这个结果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先是捡起擂台上的铜钱剑 然后又捡起紫铜葫芦 将夏婉婷收了进去 就向医疗室走了过去 林峰被夏婉婷打下擂台后 就被两个参赛选手 抬到了衣物室 老先生 他没事吧 我指着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林峰 一脸自责的向那个老先生问了过去 他没事 只是昏迷不醒而已 老先生一脸微笑的对我说 谁在我背后吓得黑手 就在这时候 油脂培苏醒的过来 大声的嚷着 骁勇敢听了油脂培的话后 他不由的将身子转向门外 不好意思面对油脂培 老四 你能不能小声点说话 我指着衣物室受伤的那些参赛选手 对油脂培没好气的说 二哥 你快告诉我 到底是谁在我背后吓得黑手啊 油脂培摸着有些酸痛的脖子问向我 你自己晕过去的 谁也没在你背后下黑手 我对油脂培回了一声 就向外走去 我刚走出医疗室 眼睛一闭 就晕了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看到师父 何师叔 小石姑 张仪 骁勇敢 还有油脂培 都站在我的身边 我现在躺在黄涛别墅的沙发上 我是怎么回来的 我摸着有些昏沉沉的头 向围着我的众人问了过去 你受了重伤 刚走出医疗室 就昏迷过去了 是我开车送你回来的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小石姑俯下身子摸着我的额头 一脸关心的问我 我感觉还好 我笑着对小石姑说 我现在的身子就像散了架似的 浑身酸痛无理 我不敢如实地告诉小石姑 因为我不想让她担忧 哎 萧兄弟 张仪 你们两个怎么也在 你们不参加比赛了吗 我转过头望向 萧勇敢 还有张仪问道 我们也是刚来没多久 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萧勇敢笑着对我说 怎么样 入选了吗 我赶紧向萧勇敢问了过去 萧哥哥入选了 我这个死胖子被淘汰了 张仪指着油脂培对我说 油脂培被淘汰这事 在我预料之中 这并没什么稀奇的 听到张仪也被淘汰 这让我感到很是惋惜 张仪 我有名字 我叫油脂培 请不要叫我死胖子 OK 油脂培听见张仪叫他死胖子 他很是不开心 你这个丢人的家伙 刚上场就放弃比赛 你这是好样的 张仪指着油脂培讥讽着他 我这叫识实物者为俊杰 算不上丢人 难道被人揍下台就不丢人了吗 油脂培一脸无所谓的对张仪说 好了 你们俩就别斗嘴了 我望着这两个冤家一脸无奈的说 恭喜萧兄弟成功入选 我艰难的从沙发上爬起来 对萧勇敢说 我已经放弃了成为中国道教协会的会员 萧勇敢笑着对我说 为什么 我一脸不解地问向萧勇敢 这个萧勇敢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 我来参加这次的选拔比赛 一是为了开开眼界 二是为了想要证实自己一下 三是想交些朋友 至于成为道教协会的一员 我从来没想过 虽然成为中国道教协会的会员 有很多优势 但是也太过拘束 这不是我想要的 萧勇敢淡淡地对我笑道 有你这样想法的年轻人可不多了 师父一脸赞赏地望着萧勇敢说 多谢前辈夸奖 萧勇敢笑着看向师父回应 不如这样吧 反正这次比赛已经结束了 张爷 你跟萧兄弟 跟我们去弟弟玩几天吧 游直培笑着向萧勇敢 还有张仪提议 好 我心里也有这个打算 那就去你们弟弟玩几天 萧勇敢一口答应了游直培这个提议 张仪眉头紧皱 思索着到底要不要去 张妹妹 你就跟着我一起去吧 咱们俩还是个伴 萧勇敢转过身向张仪说 好吧 那我和萧哥哥一起 跟你们去弟弟 张仪点着头回道 听到张仪要跟我们回弟弟 游直培呀 高兴得差点蹦了起来 这样吧 咱们明天在北京待一天 我订下后天早上的机票 小石姑在一旁对我们大家说 大家则是点头同意小石姑说的话 晚上我们七个人在饭店吃完饭后 萧勇敢跟张仪提前离开 回他们住的酒店了 小石姑开着车载着我们四个人 回到了别墅 小石姑 今天发生的事 您没跟师父说 我跟在小石姑的身后 轻声地跟她嘀咕着 关于夏婉婷的事 我没有跟你师父说 小石姑摇着头对我说 小石姑 您千万别跟我师父说 要是我师父知道的话 他一定会上火的 我对小石姑督促着 嗯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跟你师父说的 你们俩 在背后嘀咕啥呢 师父转过身 问向我和小石姑 没嘀咕啥 我要上楼休息了 师父 晚安 我对师父 回了一声 就向二楼跑去 这小子怎么鬼鬼祟祟的 师父望着我 跑上楼的背影 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 小石妹 刚刚留手 跟你嘀咕啥呢 说来 我听听 师父刨根问底的 又问向小石姑 他觉得 我和小石姑 有事瞒着他 二师兄 四师兄 我实在是太困了 我要上楼休息了 小石姑 说完这话 也向二楼走去 游师侄 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 师父 又转脸 向游直培 问了过去 发生了 江师伯 您不提 我还给忘了 游直培 脸色难看的 对我师父说 什么事 你说来听听 何师叔回过身 一脸好奇地 问向游直培 今天 不知道哪个乌龟 王八蛋 在我背后 下黑手 给我打晕了 问我二哥 我二哥还不告诉我 真气人 游直培一脸愤怒地 对师父 还有何师叔说 难道 再没有别的事情 发生了吗 师父继续问向游直培 再就没有了 游直培摇着头 那我也上楼睡觉了 你们聊吧 师父坚没有在游直培身上得到答案 他转身就往楼上走去 要是让我知道 是谁在我背后下的黑手 我一定会让他好看 游直培紧握着他那两个小肉拳头 愤怒地说 你还是早点洗洗睡吧 何师叔说完这话 就往楼上走去 何师叔心里明白 我之所以不告诉游直培 是谁把他打晕的 就是有意要袒护那个人 何师叔也清楚 一定是自己的徒弟犯二了 才被人家给打晕 第二天早上游直培六点就起床了 他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张仪打电话 喂 张仪 咱们几点约会 是你开车还是我开车 游直培在电话里问向张仪 八点你开车 来我住的酒店接我 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处理 就先不跟你说了 张仪扔下这么一句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张仪啊 根本就没事 她就是不想跟游直培再多说 哎 老四 平时我可没见你起得这么早 我走到游直培的身边打去着他 哎呀 今天不是日子特殊吗 二哥 我不跟你说了 我得好好的收拾收拾自己 今天跟张仪约会去 游直培一脸兴奋的对我说完这话 就回到自己的屋子开始收拾自己 我对这小子感到十分的无奈 二哥 我走了 七点左右 游直培开着黄涛家那台劳斯莱斯 就驶出了小区 赶去跟张仪约会了 这家伙还挺积极的 哎 师者 我徒弟这大早上的开车去哪儿的 何师叔从楼上走下来问我 您徒弟 他跟人家姑娘约会去了 我笑着对何师叔说 我给这小子算过挂 他命中不犯桃花呀 何师叔皱着眉头嘟囔了一句 这事啊 说来话就成了 总而言之 是他的运气太好 我笑着对何师叔说 大约八点多钟 小师姑还有师父他们两个 全都从楼上有说有笑的走了下来 也不知道这师兄妹俩在说什么高兴的事 留守 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 师父走下楼一脸关心的问向我 师父 我身上的伤已经好多了 嗯 这就是年轻的好处啊 哎呀 这要是换做是我的话 得几天才能恢复好 人呐 不服劳还真是不行啊 哈哈哈哈 师父望着我笑着说 哎 师父 您可一点都不劳啊 哎 你小子可别怕我马屁了啊 我可不吃你这套 师父故意冷着脸子对我说 其实啊 我师父的心里是高兴的 今天咱们要在北京待最后一天 明天就回弟弟了 是指 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没有 小师姑走下楼就向我问了过来 呃 天安门去过了 长城也去过了 唯独只有故宫我没去过 哎 小师姑 我想去故宫 我望着小师姑说 好 那他们今天就去故宫 明天打刀回府 小师姑点着头对我说 啊 故宫以前我去过 没什么意思 我今天就不陪你们去了 你们三个去吧 我留在别墅收拾东西 师父张嘴对我们说 师父 我们还是一起去 我们还是一起去吧 反正我们带的东西也不多 我一脸欺望的对我师父说 东西带的虽然不多 但是也挺麻烦的 我还要把铜钱剑 以及你的那个子铜葫芦 送到快递公司拖运回去 哦 那好吧 我一脸失望的说 在小师姑的带领下 我和何师叔 我们三个人来到了中国最大的皇宫 故宫 这也是以前明朝和清朝两朝皇帝住的地方 小师姑给我们大家抱了一个旅游团 要是没有旅游团带我们进去的话 我们自己进去很容易迷路 这皇宫实在是太大了 小师姑 我觉得东面那个院子里 运气好像很重 我说完这话 就身不由己的向东边那个院子走去 哎 那位游客 前面那个院子 不对游客开放 我们领团的年轻女导游 大声的对我喊着 我根本就不去理会 那个领团女导游说的话 而是充满好奇的 就向那个院子走去 当我走到那个院子门口的时候 门口的两扇木门 被一把生锈的铜锁 紧紧的锁住 我透过门缝 就向里面的院子看了过去 我看到院子的正门口的两侧 站着两个少女 这两个少女身穿淡绿色的旗袍 脚上穿着高约十厘米左右的高低平鞋 他们俩的脸色苍白 嘴唇发紫 他们俩所守的那间屋子的怨气很重 这两个少女应该是清朝宫女的鬼魂 就在我透过门缝往里仔细打亮时 门缝里突然出现了一只纯黑色的眼眸 同样也在打亮着我 我被这只纯黑色的眼眸吓了一大跳 右手捂着胸口 不由的向后退了两大步 这地方不是你该来的 门的后面发出一声低沉而沧桑的声音后 那只纯黑色的眼眸就消失不见了 此时我的后背被吓出了一层冷汗 这个游客替你遵守我们队友的纪律可以吗 我们旅游团的那个年轻女导游 走到我的身边一脸不高兴的对我说 不好意思 我就是一时好奇而言 我对女导游一脸抱歉的说完这话 就向我们的团走过去 是指 你看见什么了 我归队后 小尸姑向我问了过来 啊 那个 那个院子里有鬼 我指着东面的那个院子 对小尸姑小声的说 像这样的院子 这故宫里多的是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小尸姑笑着对我说 事情正如小尸姑说的那样 故宫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对游客开放的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是对游客开放的 而其余的是不对游客开放的 而且那些不开放的庭院都散发着 永远的阴气 这皇宫的阴气还有院气 真重啊 我望着那些不开放的庭院 对我身边的小尸姑还有何时叔说 哎呀 这很正常 凡是遗留下来的大宅子 哪有不闹鬼的 更别说这皇宫大院的 这皇宫是明朝永乐十八年建成的 至今已经有六百多年了 这六百年里还换了一个大清朝 死在这皇宫里的人是无法估计的 而且死在皇宫里那些人 大多数都不是好死的 有的是受迫害而死的 有的是压力过大 自杀死的 还有的是犯错被处死的 等等等等 何时叔在一旁跟我解释 何时叔说完这些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电视里演的那些工具 何时叔说完这些话 我就看到前方排队走来一群宫女 大约有七八人 这群宫女身穿白色粉花的旗袍 有的手里拿着扇子 有的手里拿着手绢 还有的手里提着方形的木盒 这木盒应该是用来装糕点的 他们苍白的脸上都画着两朵腮红 嘴唇是紫黑色的 看着就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毛骨悚然 当这群宫女路过我们这群游客身边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感到一阵发浪 你这当做什么都没看见 继续向前走 小石姑在我身后对我低谷的 如果小石姑不说这话 我肯定会转过头再多看那群宫女基业 接下来的这个小石里 你们可以自由活动 大家都不要走远 一个小时后来我这集合 女导游说完这话就离开了 于是我们这个团的人开始随意的四处走动 当我们团队解散的那一刻 我想都没想的就向之前我路过的那个院子的方向走去 小石姑跟何师叔心里清楚我想干什么 他们紧随在我的身后向前走着 这小子好奇心可真重啊 何师叔跟在我的后头对身边的小石姑说 我们跟师父学道的那会儿不也都和他一样吗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的好奇心比我们那时候还重 小石姑一脸微笑地望着我跟何师叔说 我也是真心地羡慕江老二那头绝驴啊 能收到这么好的徒弟 何师叔打亮着我的背影对小石姑说 你的徒弟也不错呀 除了话多点也没什么毛病 小石姑笑着打趣着何师叔 哎呀 何师叔叹了一口粗气 再就什么都没说 过了二十多分钟 我们来到了那个院子前 当我透过门缝 再次看向那个院子里的时候 守在门口那两个鬼魂宫女已经不见了 小石姑 何师叔 我想进去看看 我回过身望着小石姑还有何师叔 一脸好奇地说 你要是想进去就进去吧 小石姑对我点着头说 啊 我先是对小石姑应了一声 然后向周围打亮了一番 我见周围没什么人后 我一个起身就向院子里跳了进去 这个院子的墙高在两米左右 这个高度对我来说 根本就不算个什么 碰碰碰 我和小石姑还有何师叔 我们三个相继地跳进了院子里 这间院子的屋子里 依然散发着浓浓的怨气 我们三个轻轻地挪着脚步 就向那间屋子里走去 还没等我们走进那间屋子 这嘎一声 门主动地打开了 在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一股阴冷的寒气 从屋子里向我们扑面而来 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好重的阴气啊 小石姑瞇着眼睛 看着前方的屋子 喃喃地说 这个地方太邪门了 我们还是走吧 何师叔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 对我和小石姑说 院子左侧的一处水井发出了两声异响 我赶紧向那口水井走了过去 当我探着头望向那口水井的时候 我发现水井里有两个人泡在里面 那两个人正是我之前看到的 那两个宫女 来呀 来呀 那两个宫女抬起头挥着手 对我召唤着 而我却鬼使神差地 想要往水井里面跳 结果被我身后的小石姑 还有何师叔一把给拽住了 世侄 你想要干嘛 何师叔上前问我 当我再次向井里望过去的时候 井里那两个宫女消失不见了 而且这口井还是口枯井 里面除了一些荒草 再就什么都没有了 小石姑 何师叔 我想下去看看 我回过身对何师叔 还有小石姑说 我想下去的预感很强烈 我觉得下面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下去 你把这个拿着防身 小石姑将他头上的玉簪子变成了碧玉长剑交给了我 谢谢小石姑 我接过小石姑手里那把碧玉长剑 对它应了一声后就跳进了枯井里 这口枯井离地面大约有五米深 当我跳进去的时候 我好像被一个很硬的石头割了一下脚 当我用小石姑手里的碧玉长剑划开枯井里的荒草时 我看到了一个白色的骷髅头 这个骷髅头有一半被掩埋在泥土里 当我将枯井里的框草清理完后 我在井底发现了三个骷髅头 同时我还发现了不少碎骨 这三个骷髅头的头顶有钝器敲过的痕迹 估计他们三个是被钝器打死后才抛进这水井里的 在这口水井里 我发现了零散的铜钱 花瓶还有一个银元宝 这些东西我都没拿 毕竟这些东西都不属于我 侍侍有什么发现 何师叔在枯井上的问我 啊发现了三具尸骨 我对何师叔应了一声后 就准备向枯井上的爬 当我刚要爬的时候 一只白骨手从泥土里伸出来 紧紧的拽住了我的裤腿 将我拽了下来 我一屁股坐在井底 跌了一个亮墙 卧槽 吓死我了 我坐在井底 吓出了一身冷汗 六手 小心 小师姑刚对我喊完这话 我的身前就出现了之前我看到的那两个宫女的鬼魂 那两个宫女的身边还站着一个身穿蓝色长袍 头戴原帽的太监鬼魂 当我抬起头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吓得差点尿了裤子 是只我来帮你 何师叔说完这话就从上面跳了下来 吐通一声 何师叔跳下来没站稳 摔了一个大屁堆 当何师叔站起来的那一瞬间 站在我面前那三个鬼魂 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 这是不是有点太诡异了 我抹了一下额头出的冷汗 对何师叔说 大白天的见鬼 能不诡异吗 何师叔在对我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眼睛大亮着枯颈的四周 你们两个还是赶紧上来吧 小师姑在上面招呼着我们 我跟何师叔应了一声后 就像枯井口爬了上去 当我和何师叔爬上去的时候 枯井底传来了三个人的笑声 当我回过头望向枯井的时候 我再次看到了那个太监 还有那两个宫女 他们露出一副诡异的笑容 在看着我 这个地方不是九六之地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何师叔挥着脸子 看着那口枯井对我说 我 我还想进到屋子看看 我说完这话 就像那间屋子走了过去 哎呀 这小子还真是倔强 何师叔一脸无奈地 摇着头对我说 我也想进去看看 小师姑说完这话 紧随在我的身后 向那间屋子走去 当我走进那间屋子门口的时候 屋子里的浓浓怨气 将我瞬间向后推了出去 为何要打扰挨家休息 屋子里传来了一个女人 游远的声音 我们还是离开吧 小师姑拽着我的胳膊 对我慎重地说 好吧 我对小师姑答应了一声 就转身往墙边走 准备从墙边跳出去 离开这儿 哀家的地方 可不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便走的 当屋子里的那个女人 说完这话的时候 一股阴冷的黑气 从屋子里飘出来 化为一个身穿粉色旗袍 披散着长发的女鬼 站在我们三个的面前 这个女鬼的头发无风自动 女鬼的眼睛为纯红色 她的脸为青紫色 嘴唇是乌黑色的 脖子处有一道红印 长长的舌头从嘴里伸出来 一直垂在胸前 这个女鬼的嘴里还长着死磕 长长的刁牙 她的身上还缠绕着很重的黑色怨气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女鬼是个吊死鬼 对不起 我们三个是无意打扰您的 我们现在就走 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扯着我和何师叔的胳膊要走 叶哀家挡住他们 那个自称哀家的女鬼说完这话好 枯井里出现的那三个鬼魂 瞬间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挡住了我们三个的去路 从我身后那个女鬼的着装 还有打扮 以及自称哀家 我能判断出 她应该是皇帝的嫔妃 清朝嫔妃是有等级排分的 后宫里有皇后一名 皇贵妃一名 贵妃两名 妃子四名 嫔妃六名 至于贵人常在 答应等人 数目就不定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转过头 问向那个嫔妃 爱家这地方 平日冷清 很久也没个人来 既然你们三个来了 那就多坐一会儿吧 鬼嫔妃对我们挽留的 啊 不了 我们还有事要做 等改日再来拜访 何师叔说完这话 就拉着我和小石姑 准备绕过 我们前方那两个宫女 还有太监 想要离开 大胆奴才 居然不把我们得废的话 放在眼里 挡在我们前头 那个太监鬼 说完这话 就伸出手掌 向何师叔的脸上扇了过去 给老子滚蛋 何师叔抬起右脚 对着太监鬼的胸口 就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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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师叔一脚 将那个太监鬼踹得倒飞出去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哎哟哎呀 摔死脑奴了 得飞娘娘 您可要给我做主啊 太监鬼用着娘娘腔的语气 对我们身后那个鬼嫔妃 大声地喊着 你们这是好大的胆子 说这话的是 挡在我们面前 那两位宫女鬼 他们说完这话 就向我们三个人冲了过来 我来拖住他们两个 你们赶紧走 何师叔对我和小石姑说完这话 就向那两个宫女鬼冲了过去 我们走 小石姑拉着我的手 就要带着我离开 我们还没到墙边 一股强大的阴气 就从我们的身后 向我和小石姑冲了过来 小石姑甩开我的手 把我推到一边 他伸出一场 就向后击去 吹的一声 小石姑的身子 就向后倒飞出去 小石姑向后击的那一掌 非但没有击中身后 那个鬼嫔妃 反而 他被那个鬼嫔妃 一掌打飞了出去 小石姑 我喊了一声 就向小石姑的身边 跑了过去 你们真是敬酒不吃 吃法酒 那个鬼嫔妃 站在离我和小石姑的不远处 看着我们两个 恶狠狠地说 那两个宫女 根本就不是 何石叔的对手 他们俩被何石叔 三拳两脚 就打趴在地 化为阴气 消散不见了 我看你是找死 那个鬼嫔妃 手里多出一条白绫 对着何石叔 就甩了过去 嗖的一声 那条白绫 飞到何石叔的身边 还没等何石叔反应过来 那条白绫 紧紧地将何石叔的身子缠住 那条缠着何石叔的白绫 是越缠越紧 何石叔的脸色由白转青 然后由青转紫 何石叔张大嘴巴喘不上气 脸上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 史之 给我剑 小石姑伸手 对我要那把碧玉长剑 哦 我应了一声 就将手里的碧玉长剑递给了小石姑 小石姑接过我手里的长剑 就向何石叔冲了过去 小石姑冲到何石叔的面前 挥着手里的长剑 就对着缠在何石叔身上那条白绫就滑了过去 撑一声 小石姑用手里的长剑将缠在何石叔身上的白绫滑开 何石叔先是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又缓缓地吐了出来 憋死我了 何石叔回过身 望着站在我们身后 脸上挂着一丝诡异笑容的鬼嫔妃 四石兄 你和刘士芝 你们两千出去 我留在这里挡住他们 小石姑手持碧玉长剑 望着前方那个女鬼 对我和何石叔嘱咐 我不走 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 我一脸固执地对小石姑说 对 我们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 何石叔也在一旁插了一句 你们三个全都给我留在这 一个都别想走 那个鬼嫔妃说完这话后 就快速地向我们三个冲了过去 你们退后 让我来 小石姑踏着天罡七星步 挥着碧玉长剑 就向那个女鬼冲了过去 我和何石叔站在小石姑的身后 一脸担忧地望着小石姑 何石叔 这个女鬼的道号好像不浅呢 我望着那个女鬼问向何石叔 嗯 这个女鬼应该是鬼将后期级别 很难对付 何石叔望着那个鬼嫔妃对我说 何石叔 我们该怎么帮小石姑啊 咱们俩身上也没带个福啊 只能用拳脚了 何石叔说完这话后 就挥着拳头 向那个鬼嫔妃冲了过去 拼了 我挥着拳头 跟在何石叔的身后 就向那个女鬼冲了过去 我跟何石叔还没冲到那个女鬼的面前 那个女鬼甩出手里的白铃 就向我和何石叔的胸口 激了过 砰 我和何石叔被那个鬼嫔妃手里的白铃撞的向后倒飞出去 要是我们手里有符咒就好了 我摸着胸口疼得呲牙咧嘴 对身边的何石叔说 咱们今天是来玩的 谁曾想他妈今天会遇见鬼呀 何石叔也是疼得呲牙咧嘴 抚摸着自己的胸口对我说 这件事算起来也怪我 要不是我主张来这里的话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这人也挺欠的 小石姑冲到那个女鬼身边时 那个女鬼挥舞着手里的白铃 就向小石姑甩了过去 鬼嫔妃试图用手里的白铃将小石姑缠住 小石姑挥着手里的碧玉长剑 就将缠向她的白铃 积成一块块碎朵 那个鬼嫔妃手里的白铃 无穷无尽的向小石姑甩了过去 小石姑挥着手里的碧玉长剑 一边抵挡着 攻向她的白铃 一边向后退着 鬼嫔妃的攻势很猛 小石姑被打的是手足无措 四师兄 六世之 你们俩快走 你们留下来 不但不会帮到我 还会让我分心 小石姑皱着眉头 望着她前方那个鬼嫔妃 对我和何师叔说 四只 你小石姑说得对 我们俩还是快走吧 何师叔站起身子 将我从地上扶起来 可 可小石姑他 我指着小石姑一脸不放心地说 哎 小石妹他会有办法的 何师叔说完这话 也不管我同不同意 拽着我的脖领子 一个用力将我扔了出去 小石妹 你自己小心哪 何师叔说完这话 纵身一跃 跳了出来 何师叔 我们不能不管小石姑 我站在高墙外 对何师叔焦急地说 我们出来玩 身上也没带符咒和武器 我现在能想到的办法 只有一个了 何师叔一脸慎重地对我说 何师叔 您赶紧说 有什么办法 我一脸焦急地 向何师叔问了过去 酒地取财 用你的童子尿 对付那个女鬼 何师叔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听了何师叔的话后 我感到一个头两个大 那 那事不宜迟 何师叔 您快帮我找瓶子 我对何师叔说完这话 就向不远处的垃圾桶跑去 那间闹鬼的院子 十分的诡异 当我和何师叔 从院子里出来后 我和何师叔 完全听不到里面的小师姑 与那个鬼嫔妃的任何打斗声 哎 你们俩干什么呢 就在我和何师叔翻垃圾桶 找瓶子的时候 一位故宫的工作人员 走到我和何师叔的面前 询问道 我们俩找空瓶子呢 何师叔头也不抬的 对那个工作人员说 哎呦哎 我说你们俩还真是有点畜想啊 捡破烂都捡到故宫来了 你们两个啊 哪来的给我回哪去 那位故宫的工作人员上前 制止我和何师叔 你才是捡破烂的 你们全家都是捡破烂的 何师叔张嘴就骂那个工作人员 哟 我看你压的是找抽啊 那个故宫的工作人员说完这话 挥起手掌 对着何师叔的脸就打了过去 啪的一声 那个故宫的工作人员的手 没打在何师叔的脸上 何师叔倒是先伸出一巴掌 打在了那个工作人员的脸上 咦 你压得敢打老子 你们俩 给我等着 那个故宫的工作人员 看何师叔长得飙肥体壮的 他怕自己一个人吃亏 就跑去找外员了 哎 找到了 找到了 我从垃圾箱里 终于翻出了一个矿泉水瓶子 是只 那你赶紧尿啊 何师叔指着空矿泉水瓶子 对我喊着 何师叔 我尿不出来怎么办 我苦着脸子对何师叔说 之前我还有些尿意 但现在却一点都尿不出来 尿不出来你也得尿 你别忘了 你小师姑还在前面那个院子里跟那女鬼缠斗呢 何师叔指着东面闹鬼那间院子对我说 我应了一声就掏出小水鸟准备尿尿 可我越是想尿 越是尿不出来 还没等我尿出来 刚刚被何师叔掌锅那个故宫工作人员身后带着四个人手里拿着木棒就向我和何师叔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 就是他们两个刚才打着我 那个被掌锅的故宫工作人员指着我和何师叔对他身后那四个人说 那四个人话也没说 那四个人话也没说挥起手里的木棒就向我和何师叔冲了过来 刚刚我还有一些尿意 他们的出现让我更是一点都尿不出来了 我也是醉了 你待在这老实的尿尿 我去对付他们 何师叔说完这话就向那几个人冲了过去 何师叔虽然是个大胖子 但是他的动作比猴子都要敏捷 何师叔先是闪躲过一个工作人员的当头一望 冲到另一个工作人员的身前 先是躲过那个工作人员手里的木棒扔在地上 然后他又伸手抓着那位工作人员的脖子 就扔了起来向那几个工作人员砸去 那几个工作人员提着手里的棒子停在原地 不敢向何师叔的身边冲 他们怕误伤到自己的同事 面对着凶猛的何师叔 他们四个人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兄弟 咱们有话好好说 你快把你手里的人先放下 那个之前被何师叔掌握的故宫工作人员 对何师叔商议道 你们将手里的木棒扔在地上 全都给我退后 我就放了他 何师叔对他身前那四个人说 此时何师叔抓的那个人 已经被何师叔几下子给轮晕了 何师叔也没曾想伤害这些人分好 毕竟我们毛山派有规定 不能拿自己学来的本事 害人 你 好好好 我们退后 哎 我们退后 那四个人 怕何师叔伤害他们的同事 对何师叔应了一声 就妥协的将手里的木棒扔在地上 然后同时向后退了五大步 何师叔点了点头 满意地将手里那个工作人员 轻轻地放在了地上 哎 你小子快尿啊 何师叔回过身冲我喊 哦 我知道了 我一脸为难地回了何师叔一声后 就转过身 掏出自己的小水鸟 对着瓶子尿尿 呦呦呸 真是不要脸啊 居然随地大小便 那几个工作人员 见我转过身 对着瓶子尿尿 他们一脸愤怒地望着我唾弃着 听了他们的话后 我也感觉自己真他妈的丢人啊 我最终还是尿了出来 不过我只尿了半瓶子 哎 何师叔 我尿出来了 我将我的小水鸟塞回去 一脸兴奋地望着何师叔说 你快去给你的小师姑解围 何师叔回过头对我喊了一声 由于何师叔跟那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对峙着 他无法抽身去帮小师姑 好的 我应了一声 向那间闹鬼的东院就跑了过去 当我飞身跃起爬到墙头的时候 我看到小师姑的碧玉长剑掉在他的脚底下 小师姑的身上 缠着厚厚一层白绫 小师姑脸色发紫 眼球上翻 处于窒息的状态中 如果我再晚来一步的话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你去死吧 我说完这话 就将手里的半瓶尿 对着那个鬼瓶飞 就甩了过去 我的童子尿 大多数的都甩在了那个鬼瓶飞的脸上 我的尿泼在那个鬼瓶飞的身上后 他的身子发出呲啦呲啦的响声 还散发着白色的烟气 鬼瓶飞捂着自己的脸痛苦地吼叫了起来 就在此时 小师姑身上的白绫 瞬间掉落在地上 小师姑深吸了一口气 脸色由子转轻 小师姑捡起地上的碧玉长剑 对着那个女鬼的胸口就刺了过去 小师姑这一剑若是刺下去的话 那个鬼瓶飞必定魂飞扑色 当小师姑手里那把碧玉长剑 即将要刺到那个鬼瓶飞的胸口时 小师姑的身子 一下子就停了下来 我还是饶你一命吧 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收起手里的碧玉长剑 从院子里跳了出来 何师叔见小师姑出来 他悬着的心一下子就落了下来 卧槽 他们还有同伙 这三个人一定是来偷文物的 我们快去报奖 那些故宫的工作人员 看小师姑从闹鬼的院子里跳出来 他们一脸慌张的向四周跑去 我们赶紧走吧 小师姑对我和何师叔说完这话后 我们三个就向故宫的门口方向跑去 当我们走出故宫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半了 走出故宫的那一刻 我和小师姑还有何师叔一同喘了一口粗气 小师姑 您没受伤吧 我转过身 关心地问向小师姑 没有受伤 谢谢你了 刚刚如果不是你及时出现救我的话 我可能就要和这美好的世界说拜拜了 小师姑一脸微笑地对我说 小师姑这个人的心态啊 永远是这么的乐观 小师姑 何时说真是对不起 这件事要怪我 要不是我好奇心重 也不会连累到你们两个 我一脸愧疚地对小师姑还有何师叔说 哎呀 你小子也别内疚了 我们这不是没事吗 哎呀 这时间不早了 我们赶紧回去吧 何师叔说完这话 我们三个就向地铁方向走去 当我们回到别墅的时候 师父跟油脂培正坐在沙发上 喝着茶聊着天 从油脂培的脸上 我能看到他有些苦闷 哎 老四 你这是几点回来的 我走进别墅望向油脂培 中午跟张义吃完饭 我就回来了 油脂培一脸难堪地对我说 好不容易跟自己心爱的姑娘约会一次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这也不是你的性格呀 我笑着问向油脂培 哎呦 你可别提了二哥 我们那根本就不叫约会 张义带着我逛了一上午的女人内衣超市 你都不知道啊 那些卖女人内衣和买女人内衣的人是怎么看我的 当时我真想找个耗泽洞钻进去 中午吃完饭啊 我提我们俩喝咖啡 谈着新 或者看看电影 可张义呢 却执意的还要去挂女人的内衣超市 哎呀 所以我就回来了 油脂培说到这儿的时候 他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们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 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 老四啊 你这个人平时挺不要脸的 这次怎么还要脸了呢 我一边笑着 一边问向油脂培 廖手 你才不要脸呢 油脂培没好气的对我喊着 哎 你们这里好热闹呀 就在这个时候 萧勇敢带着张义 推开别墅的门走进来 望着我们大家说 哎 萧兄弟 张妹妹 你们俩怎么来了 我一脸微笑的走向前 跟萧勇敢 还有张姨问了过去 当油脂培 看到张姨出现在她面前的时候 她的心里 没有感到一丝的高兴 反而油脂培的脸 则是越来越黑了 一想起上午 他们俩一起逛女人内衣超市 她就有点气不打一处来 我和张姨我们俩 把酒店客房给退了 今天晚上 打算到你们这儿来凑合一宿 可以吗 萧勇敢 也是一脸微笑地问向我 当然可以了 今天晚上 你跟我一个屋子 张姨啊 跟我小师姑一个屋子 我说完这话 就去接萧勇敢 还有张姨手里的旅行箱子 老四 快过来帮忙拿箱子 我冲着坐在沙发上 黑着脸的油脂培喊道 知道了 油脂培不耐烦地 应了我一声后 就走过来 帮着我提着一个箱子 向二楼走去 有 油兄弟 好像不太欢迎我呀 萧勇敢望着油脂培的背影 一脸难堪地问向我 这件事啊 你得问你身边的这个张妹妹 我说完这话 就提着另一个箱子 向二楼走去 张姨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萧勇敢一脸迷惑地 问向身边的张姨 我今天 不是跟这个油脂培约会吗 我带她逛了一项 我的女人那一超市 当张姨对萧勇敢 说完事情的经过时 萧勇敢也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哼 真是太过分了 油脂培走下楼望了张姨一眼 没好气地说 哎呀 徒弟 你这心态可不行啊 我们道家人很注重自己的心态 你必须要保持一颗宽容向上的心 何师叔在一旁认真地教育着油脂培 喂师父 这事摊在谁头上谁都受不了 哪有情侣约会去女人那一超市的 油脂培望着张姨黑着脸对何师叔说 油脂培 你给我打住 不要胡说八道 我和你可不是情侣 我们两个连普通朋友的关系都不是 我们充其量就是认识而已 张姨向前一步对油脂培划清了界限说 张姨 你 油脂培指着张姨 气得都说不出来话了 三位前辈 我还有个好朋友在外面 不知道可不可以挺他进来 张姨望向我师父 何师叔 还有小师姑 不好意思地问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很好客的 你可以让你的朋友进来 说这话的是我的师父 可我这朋友他不是人 是一条蛇精 张姨一脸为难地对师父回道 这 师父听张姨说这位朋友是蛇精的时候 他感到十分的为难 也不知道该不该让外面的蛇精进来 是樊青吗 我激动地问向张姨 张姨冲着我点了点头 师父 在团队赛的时候 那条蛇精帮过我 如果不是他的帮忙 我们很难取得团队晋级比赛 您就让他进来吧 我站在一旁 跟我的师父求情 嗯 好吧 那就让他进来吧 师父听了我的话后 点点头 同意让那条蛇精 樊青进来 谢谢前卫了 张姨对师父回了一句话 就冲到外面 将蛇精樊青带了进来 樊青被张姨带进别墅的那一刻 他一脸紧张地看着我师父 何师叔 以及小石姑 他内心里惧怕师父 他们三个人 樊青 谢谢你那天的相叫 我走到樊青的面前 对他感激的 不用谢 之前你救过我 那天我救你 也是应该的 樊青客气地对我说 蛇精樊青在望着我师父 他们三个的时候 时刻保持着警惕 你也不用害怕我们三个 我们三个乃是毛山正派人士 如果你没作恶多端的话 我们是不会伤害你的 师父望着那条蛇精说 师父看出来 这条蛇精面对我们的时候 有些警惕之意 当师父说完这话后 那条蛇精紧张的情绪 瞬间放松了下来 好了 接下来你们几个年轻人聊吧 我们三个老家伙出去走走 现在时间还早 等吃饭的时候 我给你们打个电话 你们过去就行了 小师姑从沙发上站起来 对我们几个人说 小师姑觉得 他们三个待在这里 会让我们这些年轻人 聊天受到拘束 于是小师姑带着师父 还有何师叔 就向别墅外走去 刘哥哥 你这小师姑还真甚至人意 张仪望着小师姑远去的背影 对小师姑夸奖着 那当然了 我小师姑 那可是刘过阳的人 还没等我说话 刘芝培在一旁 一脸傲娇的插上了一句 我小师姑这个人 特别的有素质 而且做什么事 都会想在前头 为人正义 对我们这两个师职啊 就像自己孩子似的 很照顾 我笑着对张仪说 还是刘哥哥说话重听 刘胖子 你待在一旁 什么都不要再说了 一听你说话 我就浑身难受 张仪没好气的对刘芝培说 张仪 我刘芝培怎么把你得罪了 我对你做啥了 我抱你孩子下枯井了吗 刘芝培一脸委屈的对张仪说 刘胖子 我就是讨厌你 不爱听你说话 张仪仰着头冲刘芝培喊着 好了 你们两个都少说两句吧 咱们聚在一起 是为了开心 而不是吵架的 一个个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萧勇敢插了一句 对张仪还有游职陪说 他们俩听了萧勇敢的话后 都安静了下来 不再争吵了 哎 萧兄弟 你真的放弃中国道教协会 会员的身份了 我坐在一旁 问向萧勇敢 啊 是的 昨天比赛结束后 我就跟那个任天会长说了 任天会长也很痛快的就答应了 萧勇敢笑着对我说 是不是因为我昨天的事 把你给连累了 我一脸抱歉的跟萧勇敢说 这跟你不发生关系 就算没有昨天的事 我也不会加入中国道教协会的 人与人的向往不通 我所向往的是自由 无拘无束的生活 萧勇敢很洒脱的对我说完这话后 就不客气的坐在了游职陪的身边 梵青 我们明天就要去地地市了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张仪转身向旁边的蛇精问了过去 此时梵青正一脸好奇地打量着这栋别墅的内景 地地是哪里 梵青一脸疑惑地望向张仪问 这个问题得让我刘哥哥向你解答 我也没有去过那 张仪转过身看向我对蛇精凡青说 我们所居住的那个城市叫地地市 我们那里是中国最大的边境城市 我们那里有山有水有江有海 一年四季分明是一个很不错的城市 我很热情地对蛇精凡青介绍着我们那里 那我真的可以去吗 梵青对我嘴里所说的充满了好奇心 当然可以了 你明天就可以跟我们去地地 我爽朗地对蛇精梵青说 他一个蛇精连个身份证都没有 怎么坐火车 怎么坐飞机啊 油脂培在一旁插了一句说 哎呀这个确实是挺大的问题 我望着张仪身边的蛇精凡青点点头说 如果我的紫童葫芦没被师父回忌的话 我倒是可以拿紫童葫芦将凡青收进去 这可如何是好 张仪望着凡青一脸为难地说 我看这样吧 你们几个明天坐飞机先走 我跟樊青坐火车去 我觉得就算没有身份证 我也能带他混上火车 肖勇敢一脸自信地对我们打架说 那可不行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坐火车 我也陪你一起坐吧 我笑着对肖勇敢说 哎也带我一个 咱们三个正好可以斗地主 油脂培在一旁插了一句 我也要跟你们坐火车 张仪一见我们都要坐火车 他也吵着要跟我们一起 于是我们四人一腰商定好 一起坐火车回弟弟 第二天早上 师父跟小师姑还有何师叔 先坐着飞机走了 我们四个人一个腰 带着行李箱来到了火车站 我们先是买票 然后在火车站 后车大厅里等着车 张仪 我还想吃这个东西 蛇精凡青将第十八个汉堡 塞进嘴里 对身边的张仪说 我的妈呀 你也太能吃了吧 这没到十分钟 十八个汉堡吃没了 油脂培看着摆放在蛇精身边的 十八个汉堡纸盒 一脸惊讶的望着樊青说 这些东西都不够我塞牙缝的 蛇精樊青说完这话后 我们大家都无语了 最后张仪将后车厅一家KFC店里的汉堡 全部都买了下来给樊青吃 一个汉堡 樊青只用两口就把它给吃掉了 樊青 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别噎到了 我望着樊青的凶残的吃相对他说 你们人类的东西还真是好吃 比山上野鸡野兔 还有野猪肉好吃多了 我以后也留在你们人类的世界里生活 但也不会那个阉山了 樊青说完这话 就掏出手机对着自己自拍了一张 然后一边吃着汉堡包 一边欣赏着自己的相片 这些都是张仪交给他的 哎 两位姑娘 能留个微信号吗 就在这个时候 两位染着小黄毛的年轻小伙 吊儿郎当的 走到我们面前 要着张仪还有樊青的微信号 你们两个给我滚蛋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游直培站起身子 指着那两个染着黄毛的年轻小伙子 没好气的说 我们也没跟你要微信号 你装个什么呀 那两个染着黄毛 其中一个小伙子 一脸不愤的对游直培说 我看你们两个就是想找揍 游直培撸起袖子 就要上去揍那两个黄毛 游直培上大学的时候 性格很温和 跟曾璐那小子接触一段时间后 脾气变得是越来越暴躁了 尤其有黄涛给他撑腰 他在学校也是天不怕地不怕 两位小兄弟 趁我们还没发火前 你们赶紧走吧 骁勇敢从座位上站起来 冷言冷语地对那两个小伙子说 那两个染着黄毛的小伙子 看了骁勇敢一眼 二话没说就离开了 游胖子 没想到你还挺爷们的 张仪在一旁望着游直培夸奖着 那当然了 我们东北男人都这么爷们 游直培坐在椅子上 一脸高傲地对张仪说 我们所坐的这趟车下午四点半开 检票的时候需要出示我们身份证 还有车票 只要我们带着凡青过了这一关 那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你们不用担心我 我自己能搞定 凡青一脸自信地对我们说 四点十分 车站的喇叭喊着开始检票 游直培跟张仪他们俩走在前面 凡青在中间 我和骁勇敢则是在最后面 此时我们四个人心里有一些忐忑不安 凡是检票的人都要出示自己的身份证 还有车票 自从昆明车站恐怖事件后 全国各地的火车站增加了许多的警察 也加强了治安的管理 当游直培跟张仪顺利通过检票口轮到凡青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脸担忧地向凡青看了过去 只见凡青空着手对着检票的那个男子就伸了过去 凡青在伸手的时候 眼睛对着那个年轻男子射出一道金光 那个检票的年轻男子的眼神瞬间变得呆滞无神 通过 检票的那个男子对蛇精凡青说完这话 就伸手向我们要票和身份证 凡青走过那个检票男子的身边 对他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只见那个年轻男子打了一个机灵 然后转过头迷茫地向蛇精凡青看了过去 我们快走吧 张仪怕出意外 他挽着凡青的胳膊就跟着人流向站台的方向走去 兄弟快检票啊 后面的人还在排队等着呢 骁勇敢一脸不耐烦地对着那个 看向凡青的检票年轻男子说 啊 检票的那个年轻男子回过神应了一声后 又开始继续检票 看到凡青成功地混了过去 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 就这样 我们五个人成功地上了火车 由于现在已经不是春运的高峰期了 火车上闲置的座位很多 即使凡青没有火车票 他依然有座位 张爷爷 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火车 我好紧张啊 想想以后 可以在你们人类的世界生存 可以吃到好吃的 我真是开心 凡青一脸激动地对张姨说 你要在人类世界生存 必须要搞到身份证 没有身份证 这很麻烦的 张姨望着凡青叹了一口气说 那 我怎么能搞到身份证 凡青望着张姨一脸的迷惑 这件事 可以去找我师父 我师父认识弟弟是公安局的局长 让他出面 应该很轻松就能搞定了 我在一旁插了一句 对凡青还有张姨说 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 刘哥哥 张姨一脸感激地对我说 张姨跟凡青现在的感情 就像一对亲姐妹 凡青这条蛇精 刚从大山里走出来 没有接触过这世间的人类 所以 他的性格是非常单纯善良的 我也希望 我们人类的世界 不要玷污了凡青善良的心灵 哎 凡青 你真的打算 要在我们人类的世界生存吗 我望向凡青轻声地问 嗯 凡青点着头 一脸向往地对我回答 嗯 那我得先跟你声明一点 在我们人类的世界生存 你必须要遵守我们人类的规矩 我郑重其事地对蛇精凡青说 你说说 你们人类都有什么规矩 凡青一脸疑惑地问向我 你们妖啊 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 而我们人类是有法律约束我们的 在我们人类的世界 你不能随便抢夺别人的东西 买东西是要花钱的 不能随便地伤害别人 不能破坏国家公共设施 不能 我将一条条规矩 讲述给蛇精凡青天 我说的这些啊 你都要记在心里 如果你违背了其中一条 你就要接手人类法律的制裁 我一脸严肃地对蛇精说 哎 做人还真是麻烦 居然有那么多规矩 听得我脑子都乱了 蛇精说这话的时候 用手将他自己的头发 抓得捧乱 其实啊 这也不是很麻烦 只要你约束住自己 这些规矩就变成了一种 你想要遵守的习惯 肖勇敢在一旁笑着 对樊青说 好吧 我尽量去遵守 你们人类的规矩 蛇精樊青点着头 苦着脸子对我们说 到了四点半 开往我们市的火车启动了 火车急速地向前行驶着 路旁的树木 快速地向后倒退着 我的天哪 这火车躺着都跑这么快 但有时站起来跑的话 那一定跑得更快了 蛇精樊青望着窗户 一脸惊讶地呼喊着 他说完这话 坐在我们车厢里的那些乘客 全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真是个山炮 油脂培瞪了樊青一眼 骂着他 山炮是什么意思啊 樊青望着油脂培 一脸不解地问 山炮啊 就是你很聪明的意思 我在表扬你呢 油脂培竖起大拇指 对樊青说 谢谢你的表扬 其实你也是山炮 樊青笑着对油脂培回道 油脂培听了这句话后 他的脸瞬间变黑 我跟骁勇敢还有张仪 则是笑得有些直不起药 骁勇敢跟张仪他们俩 都知道山炮是我们东北人骂人的话 是傻的意思 自作你也不可活啊 老四 你真是活该 我笑着对油脂培说 油脂培则是紧闭着嘴 什么话都不再说了 就这样 我们四人一腰在火车上是又说又笑 一直到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 我们大家才安静下来 开始睡觉 张仪跟樊青靠在了一起 我和骁勇敢还有油脂培 我们三个靠在一起 大约凌晨一点左右 我的肚子莫名其妙的疼了起来 我站起身子就向车厢里的厕所跑去 也不知道是哪个货 霸着厕所不出来 我站在门口 能听见里面有男人的喘息声 还有女人的声音声 我心想这两个人还真是饥渴 于是我捂着肚子 就向前面车厢的厕所跑去 当我方便完 推开厕所门走出来的时候 我感受到这一节车厢有一股死气 我站住身子就向这节车厢的乘客望了过去 大部分乘客不是趴在桌子上睡觉 就是靠在车座靠背上睡觉 车厢里很是安静 当我的眼睛扫向这节车厢最右面的一个角落时 我看见一个奇怪的中年男子 瞪着两个眼珠子 无神的望着车窗外 这大晚上 他不睡觉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这个中年男子穿着一件灰泥子大衣 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礼帽 双手戴着一副白色的线手套放在桌子上 这个男人的脸比一般的人要黑很多 坐在这个奇怪中年男子身边 是一个年约六七十岁的老者 这个老者的个子不高 花白的头发有些秃顶 眼睛不大 长着一个红肿的酒糟鼻 老者正闷着头 吃着花生米 喝着北京二锅头 可能是乘客扛不住他喝白酒的味道 所以他对面的位置一直是空的 当我走进老者身边的时候 我发现那个奇怪男人的身上 飘着一股死气 我可以在这坐会儿吗 我指着那个老者对面的空座位说 车厢里那么多空位置 你为什么坐我对面呢 老者抬起头望了我一眼 没好气地说 我只是有些好奇 你身边的那个人 我眯着眼睛 望着老者身边那个中年人 那个中年人 依然是用他无神的眼睛 望着车窗外 一动也不动 小伙子 我还是劝你赶紧离开吧 有些事啊 你还是少知道为好 老者对我说完这话后 又开始喝起了酒 我一眼就看出了 这个老者有些不简单 我干脆一屁股就坐在了那个老者的对面 那个老者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说 然后继续喝着酒 老先生 您身边的这个人 他应该是个死 我把话说到一半 就不再说了 年轻人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那个老者抬起头 目露凶慌的看着我 在下乃是毛山派弟子 请问老先生您是 我先是表明身份 然后向我对面的那个老先生问了过去 哦 原来是毛山派的 我说你怎么会看出来我身边这个人是个死人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赶尸 老者一听 我是毛山派弟子 他紧张的情绪瞬间放松了下来 并将他自己的身份也告诉了我 哎 老先生 您是湘西赶尸人 我一脸好奇的 问向了老先生 这个我该怎么跟你说呢 不是所有的赶尸人 都是湘西人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 啊 我的师祖是 湘西人 老先生说完这话就从兜里掏出一个酒杯放在了我的面前 然后给我倒了一杯酒 小伙子 陪我这个老人家 陪我这个老人家喝点啊 一个人喝酒啊 太闷了 老先生指着我面前那杯白酒说 然后老者又将他面前的花生米送到了我的面前 让我吃 谢谢 我不客气的就拿起老先生给我倒的白酒喝的半杯 然后抓起一把花生米就吃了起来 哎 老先生 您干这行多少年了 我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问向老先生 我十二岁开始就跟着我师父赶尸 我今年六十三了 我呀 已经赶了五十多年了 老先生先是打量了一下周围 然后他对我小声的说 哎 老先生 您可不可以给我讲讲你们赶尸人的故事 我特别的好奇 我瞪着两个眼睛继续问向老先生 其实这也没什么好奇的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种活法的话 我宁可不当着赶尸人 老先生说到这儿的时候 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喝进了肚子里 其实我真的很向往普通人的生活 有家人 有亲戚 有朋友 而我们赶尸人 什么都没有 没家人 没亲戚 也没朋友 常年到头跟死人打交道 吃跟死人在一起 睡也跟死人在一起 老先生 哀声叹气的对我讲述着 此时 我从老先生的身上 感受到一丝浓浓的悲伤之情 老先生 这年月交通这么发达 你们赶尸的生意一定不好做吧 我一脸同情的问向老先生 哎呀 是啊 现在交通发达了 我们赶尸的生意 确实没有以前好做了 但也不至于饿死 现在的人很少崇尚迷信 当他们的亲人 克死他乡后啊 他们会将亲人的尸体 先火化 然后带回家乡安子 很少有人会花大价钱 把死人的遗体运回去 我这次接的这个活 抛出来回的路费吃喝 也只能赚到五千块 老先生看了一眼 身旁那个中年男子 对我说 当我望向那个中年男子的时候 那个中年男子突然转过头 对我笑了一下 哎呦 我吓得差点从座位上蹦了起来 我一脸惊恐的 看着那个中年男子 哎呀 不用害怕 是我在操纵他对你笑呢 老先生笑着对我说 哎呀 老先生 您还真是顽皮 刚刚吓我一跳啊 我拍着胸口一脸苦笑的 对老先生说 哎呀 你这也别一口 一个老先生的叫了 我姓李 叫我老李就行了 老先生一脸随和的 对我说 叫老李就太不尊重人了 您这年岁啊 比我爸爸那年岁大 我还是叫您李伯伯吧 这样还能亲切的 我笑着向老先生说 嘿嘿 你小子嘴还挺甜的 李伯伯一脸微笑的夸奖着我 我跟这个李伯伯一边喝着小酒 一边聊着天 这个李伯伯很能说 我们聊天呢 几乎都是他在讲述着这些年赶尸的故事 我呢 则是安静的坐在他对面听 这个李伯伯表面上看起来有些怪异 但是人真的很不错 李伯伯从十二岁开始跟他师父赶尸 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 李伯伯接了他师父的担子 开始一个人赶尸 一直到现在 已经有五十多个年头了 李伯伯还讲述了中国对越反击战的时候 他曾接到政府通知去越南战场 将战死的部分烈士尸体赶送回国 哎哟 一个月的时间 咱们中国当兵的在越南战场上 死了将近三万人呢 哎哟 看着那些战死的年轻人 我这心哪 说不出的疼啊 哎呀 电视里演的那些抗日战争片都太假了 如果你置身真正的战场上 你这辈子都不会忘却 满地的残肢断地 没有头颅的尸体 红的血 白色的脑浆啊 遍地都是啊 李伯伯说到这儿的时候 他又举起酒杯 一口饮尽 我和李伯伯一直聊到下半夜三点半的时候 李伯伯喝醉酒 一头栽倒在桌子上就睡着了 我将自己的棉服脱下来 盖在李伯伯的身上就离开了 哎 刘兄弟 你去哪了 当我回到自己的座位时 骁勇敢睁开眼睛询问我 我刚刚啊 上厕所的时候 在前面车厢 遇见一个赶尸人 我们俩就多聊了两句 我如实地对骁勇敢说 哎呀 没想到啊 现在还有赶尸人 这可真是稀奇啊 骁勇敢一脸惊讶地对我说 哎 很稀奇吗 我不解的问向肖勇敢 赶尸啊 是湘西地区苗族的民俗 属于乌文化 湘西赶尸流传最广的时候 是在清末时期 因为那个时候 全国各地处于动荡战乱的时期 各地军阀四起 克子异乡的人很多 于是就有了赶尸人 将克子异乡的人赶回到他们的家乡 入土为安 清朝有秋决的惯例 各州府县衙门 每年秋分时节 都会奉刑部的批文 处决死牢中的死囚 本地的死囚处决后 自有其家属收尸埋葬 而欲将被处决的克级死囚呢 则需搬运回顾里 通常一具尸体 需要请四人台运花费较大 请赶尸人返乡 则相对费用少 并且可以保证中途不府不冲 因为被台之事 一天以后就可能腐烂 赶尸一般都发生在湖南 还有四川等地 传言呢 抗战期间 在崇敬大通街 一个住家屋檐下 在门框上还贴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代办运尸还乡 随着现在的交通发达 人们的乡土观念也淡化了 赶尸这行业 已经逐渐地被淘汰了 所以 我说稀奇 萧勇敢对我详细地阐述着 萧兄弟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我平时喜欢看这些书 我跟你说的 也都是书里介绍的 萧勇敢 勉腆地对我笑着 哎 哎呀 你们俩能不能小点声说话 油之陪睁开眼睛 不耐烦地 对我和萧勇敢说了一声后 又打着呼噜睡着了 张仪跟梵青 靠在一起 睡得特别的像 到了早上八点 火车停在了地地火车站 我们这一行四人一腰 从火车上走了下来 当我站住身子 看向前方的时候 我看到李伯伯的左手 牵着那个中年男子的右手 向前走去 我隐约地看见 李伯伯的右手 拿着一个铜铃的 他没走两步 就会摇一下 那个中年男子 行走的动作 有些木讷 哎 李伯伯 需要我帮你吗 我快步地走到 李伯伯的身边 对他说 不用 我自己可以 昨天哪 谢谢你陪我聊天 我呀 已经很多年 没跟活人这么聊天了 哎 也谢谢你 昨天晚上给我 披了一件衣服 李伯伯一脸微笑地 对我说完这话 就将我的棉服还给了我 好了 年轻人 你去忙你的吧 我们后会有期 李伯伯对我说完这话 他牵着那个中年男子的手 快步地向前走去 没一会儿 李伯伯便和那个中年男子的身影 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哎 那个老头 就是赶尸人吧 肖勇敢提着个行李 走到我的身边问我 是的 我转过身 对肖勇敢 硬道 我们几个刚走出站台 小石姑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柳石志 你们现在到哪了 小石姑在电话里问我 小石姑 我们五个现在已经出站台了 马上就要走出出站口了 我在电话里对小石姑说 我的车停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里 你们出来直接来广场找我就行 哦 哦 好的 小石姑 我知道了 我对小石姑应了一声 就把电话挂断了 于是我带着肖勇敢 油脂培 以及张仪 还有蛇精 樊青 走出火车站 就向前面的广场走去 柳石志 你体格胖 坐在前面的副驾驶 你们四个呀 在后面挤挤吧 小石姑降下车窗 对我们几个人说 啊 好的 好的 好嘞 好 我们大家应了一声 就上了小石姑的车 小石姑 我的车还停在机场 您先送我去趟机场吧 我爷爷这两天 老是催着我要车呢 油脂培坐在副驾驶上 对小石姑说 好 那咱们就先去机场 小石姑对油脂培说完这话 就开着车向机场的方向向去 我掏出手机 看了一下日历 今天是杨丽的三月七号 离我们开学 已经过去七天了 这几天 黄涛还有曾璐 一直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这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于是我掏出电话 就给黄涛打了过去 结果 黄涛的电话处于关机状态 老大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呢 我望着手里的电话 嘟囔了一句 咱们老大应该是在上课吧 油脂培回过头问我 即使上课他也是打振动 从来不关机的 我对油脂培说完这话 又给曾璐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通了 喂 老三 老大的电话怎么关机了 他人呢 我在电话里询问着曾璐 老大 他现在就在我身边 我们俩在寝室呢 二哥 你赶紧回来吧 老大已经三天没吃没喝了 曾璐带着哭音 在电话里对我说 老大他怎么了 我焦急的在电话里询问曾璐 哎 佳琪姐出事了 曾璐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一切都明白了 好 你等我 我现在马上赶回学校 我说完这话 就把手里的电话给挂断了 小师姑 我请示一个兄弟出事了 麻烦您送我回趟学校 我对着正在开车的小师姑说 好 小师姑应了一声 调转车头 就向我们学校的方向拾去 啊 对不起了 小兄弟 张妹妹 樊江 我呢 有点急事要去处理 今天恐怕陪不了你们了 我一脸不好意思的 对他们三个说 哎 刘兄弟 你说这话就客气了 你有急事就去忙你的 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 你就知一声 我们能帮你的 就绝对不会推辞 骁勇敢说的这番话 让我很感动 刘师之 你安心的去忙你的事吧 他们三个 我来安排就行 小师姑一边开着车 一边对我说 啊 那谢谢您了 小师姑 我一脸感激的对小师姑说 二哥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急啊 游直培转过头 莫名其妙的问我 一会儿我下车 再跟你说是什么事情 大约过了十分钟左右 小师姑开着车 将我和游直培送到学校门口后 他开着车 载着骁勇敢张仪 他们三个 离开了 我则是带着游直培 向男生宿舍走去 二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在咱们放寒假的第二天 佳琪姐坐着回家的客车 在帮路 我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讲了一遍给游直培 包括黄涛跟于佳琪 冤魂在一起的那些事 全都讲给了游直培 我觉得这件事 没有必要跟游直培隐藏 二哥 你是不是逗我玩呢 佳琪姐那么好个人 怎么会死呢 我不相信 游直培在说这话的时候 身子是颤抖的 我看到游直培的眼圈里 含着眼泪 游直培不敢相信 我说的这一切 都是真的 唉 我叹了一口粗气 摇了摇头 什么都没说 就向男生宿舍楼小跑回去 我现在最担忧的还是黄涛 听到曾璐说 黄涛三天没吃没喝 我的心瞬间疼了起来 当我推开寝室门走进去的时候 我看见黄涛满脸胡须 一脸沧桑的躺在床上 瞪着两个眼珠子 无神的望着寝室的棚顶 二哥 老四 你们可回来了 你们劝劝老大吧 曾璐从黄涛的床上站起来 对我们俩说 我们看到曾璐两个眼圈发黑 估计曾璐这两天陪在黄涛的身边 也没怎么睡 二哥 佳佳琪姐 曾璐开口要告诉我 余佳琪的事情 被我挥手打断了 老三 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 我早就已经知道了 我无力的对曾璐说 二哥 平时你跟老大的关系比较好 你赶紧劝劝咱们老大吧 他已经三天没吃没喝了 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他 他会死的 曾璐说到这儿的时候 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平时嘴欠的油脂培 在这个时候也沉默了 他很想上前劝说黄涛两句 但是他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老大 其实 佳琪姐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这件事我一直瞒着你 没跟你说 就是怕你这样 我走到黄涛的床前 蹲下身子 对他说 这 这都不是真的 余佳琪的父母一定是在骗我 我们两年前的时候还在一起 他父母说 我们放寒假的第二天 他们女儿就出车祸死了 他们 他们一定是在骗我 不让我跟他女儿接触 老二 老二 我说的对不对 黄涛突然从床上爬起来 双手紧紧地抓着我的两只胳膊 都由我说 老大 这一切都是真的 佳琪姐在放寒假的第二天 出车祸死了 年前跟你在一起的 是佳琪姐的魂魄 我一脸认真的对黄涛说 老二啊 连你都来骗我 这有意思吗 啊 这有意思吗 黄涛大笑着对我说 可他笑着笑着就哭了 望着黄涛这个样子 我跟曾璐还有游直培的心里 很是难受 就像无数个小针 扎在我们的胸口上 二哥 这可怎么办呀 游直培转过身望着我 哎 机灵还需洗灵人 得让佳琪姐出来 跟老大谈谈 才能解决问题 我望着黄涛一脸沉重的 对曾璐还有游直培 说完这话 就向外面走去 二哥 你这是要去哪啊 游直培跟曾璐 从寝室里追出来 对我喊着 我要回去找我师父帮忙 你们俩在这陪着老大 好好地劝劝他 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说完这话 就快步地走出男生宿舍楼 往学校大门口跑去 我在学校门口 打了一辆出租车 便往山上街八十八号胡同看去 当我推开一道堂门的时候 我没看到师父的身影 当我急匆匆跑到二楼时 我看见师父正在二楼仓库 给那些封印的鬼上着香呢 师父 我有事 要请您帮忙 我跑到二楼仓库门口 对师父喊着 你先下去吧 有什么事 等我上完香再说 师父转过头 没好气地对我说完这话 他又继续地给那些鬼上香 我对师父点点头 就往楼下走去 我在楼下的沙发上 坐了大约半个小时 师父才从二楼走了出来 你去给我泡杯茶 还没等我开口对师父说话 他倒先吩咐我给他泡茶 我点点头 对师父应了一下 就开始给他泡茶 师父 我有件事 想要请您帮忙 我一边给师父泡着茶 一边望向师父说 说吧 什么事 师父打开放在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 问向我 您 能不能帮我招一个死去人的魂魄啊 当我说完这话的时候 师父皱着眉头 就向我看了过来 好端端的 你招死人魂魄干什么 师父一脸不解的问我 之前帮过我们那个同学 就是开挖掘机的那个人 您还记得吗 哦 当然记得了 你那个同学为人不错 怎么了 啊 事情是这样的 我这个同学的女朋友 在我们放寒假 坐车回家的途中 出车祸死了 我同学听到这个消息后 对他的打击特别的打 他现在窝在自己的床上 三天不吃不喝 我怕他再这样下去的话 会出意外 我希望师父您能帮帮忙 将他死去那个女朋友的魂魄 招出来劝劝他 现在我那个同学 谁去劝都不好使 我眼睛直勾勾的望着师父说 我心里很害怕师父拒绝我 嗯 好吧 这件事我可以帮忙 你先把那个女孩子的性命 还有出生年月日给我 师父放下手里的鼠标 对我说 啊 姓名叫于佳琪 至于出生年月日 我就不知道了 哎 我打个电话 让油脂培帮我去查查 我对师父说完这话 就给油脂培打了一个电话 喂 老四 给你一个任务 你去佳琪姐的班机 问问他们班同学 佳琪姐的生日是多少 我有急用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 我直截了当的对油脂培说 哎哎 好嘞二哥 我这就去给你问 一会儿给你打电话 油脂培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油手 你去纸扎店买点白纸回来 我一会儿要扎招魂饭 我还要一只红罐大公鸡 师父坐在椅子上对我吩咐 哎 好的师父 我这就去买 我对师父应了一声 就向门外跑去 我走出八十八号胡同 就向附近的那个农贸市场跑去 当我从农贸市场买完大公鸡 回来的路上 我感觉我的后面好像有人在跟踪我 当我回过头时 我的身后又什么都没有 此时我的心有些忐忑不安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个跟踪我的肯定是大年三十将我击伤的那只狐狸鸡 出来吧 我知道你一直在跟着我 我在原地眯着眼睛打亮着四周 一脸无惧的说 臭小子 我们之间的仇 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 这句话是从我后面传出来的 当我回过头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长相妖艳的女子 身穿一套黑色紧身的皮衣皮裤 一脸愤怒地看着我 我们之间的距离保持在五米左右 即使站得这么远 我也能从她的身上 闻到一股淡淡的骚味 咱们之间的仇会有了结的 但不是今天 我说完这话 转过身 撒腿就往八十八号胡同跑去 你给我站住 我身后那个狐狸精 见我拔腿就跑 迈着大步就向我追了过来 当我跑进八十八号胡同时 那个狐狸精一脸愤怒地看了我一眼 转过身 就向远处跑去 砰 我推开一道堂的门 走进去坐在沙发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咋的了 偷人家的鸡背狗拈了 师父坐在椅子上 看我满头是汗 疑惑地问向我 师父 您徒弟 我是那种小偷小摸的人吗 我抬起头 没好气地对师父 说完这话后 我拿起桌子上的茶水 就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 人这个东西啊 还真是没得说 变好难 变坏可快 师父还打趣我 我这是让之前打伤我的那个狐狸精碾的 幸好我跑得快 我要是跑得慢 肯定又会遭那狐狸精的毒手 他怎么就跟我过不去了呢 我喘着粗气 对师父说 这只狐狸精也不傻 他知道你实力弱 所以就认定找你报仇了 以你目前的实力 打是肯定打不过他了 但逃跑对你来说 应该没问题 以后你出门的时候注意点 可别被那只狐狸精给暗算了 师父一脸慎重地对我说 我知道了 师父 我跑得急 白纸还没买呢 我这就去买白纸去 我对师父说完这话 就跑到八十八号胡同口的纸扎店 去买白纸 现在是上午九点半 纸扎店的生意 已经没有早上五六点钟那么红火了 此时纸扎店里只有两个伙计在忙着 纸扎店的老板坐在前匣子面前 一脸微笑地在数着钱呢 老板 我师父让我来买点白纸 我走到纸扎店老板的身边对他说 二大 给小兄弟拿一捆白纸 纸扎店老板抬起头 就对他们店的伙计吩咐道 小兄弟啊 我这好久没看见你和你师父了 你们俩最近上哪儿去了 纸扎店老板将手里的一摞钱放到柜台上 问向我 这些日子 我跟我师父去北京旅游了 今天才回来 我笑着对纸扎店的老板说 哎呀好 我说你们这小日子过得还真是悠闲呢 等我有时间 也去北京玩几天 长这么大 我呀 还没出过咱们试呢 嘿嘿嘿 纸扎店老板一脸羡慕地对我说 哎 小兄弟 你的白纸 那个叫二旦的伙计 提着一捆白纸递给了我 哎 老板 这白纸多少钱啊 我指着手里一捆白纸 问向纸扎店的老板 哈哈哈哈 拿走吧 这捆白纸啊 不要钱 纸扎店老板大方地说 他突然这么大方 让我感到不可思议 他这个人呢 平时还挺小气的 哎 这怎么行啊 您这白纸啊 也是有本钱的 我不好意思地对纸扎店老板说 好了 你就别磨叽了 哎 我说不要钱 就不要钱 纸扎店老板固执地对我说 哦 那谢谢您了老板 我对纸扎店老板道了一声谢 就提着手里那捆白纸 向一道堂走去 哎 师父 您要这白纸做什么 我走进一道堂 将手里的白纸 放在他的桌子上问他 哼 当然是用来扎招魂用的招魂番了 师父从桌子的抽屉里 拿出剪刀 边剪边对我说 哎 纸扎店不是有卖现成的招魂番吗 您怎么还费事亲自扎呢 买的招魂番 没有手扎的招魂番有灵性 再说了 你要招的那个人的魂魄死了这么久 买的那个招魂番 未必能将他的魂魄招过来 师父说完这话就用手里的剪刀剪我买回来的白纸 师父他动作娴熟的就扎好了两个招魂番 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 游直培把电话打了过来 二哥 我将佳琪姐的资料从档案库调出来 发到你的微信里了 上面有他的出生年月日 游直培在电话里对我说 啊 好了老四 我知道了 我这边忙 就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对游直培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挂断了 然后 我将微信打开 查看着游直培给我发过来的信息 我微信有一段时间没上了 当我登陆微信的时候 看到江薇薇给我发了二十多条微信 沈月给我发了四十多条 再就是黄涛和曾璐的微信消息也很多 我拿起师父放在桌子上的圆珠笔 就将于家琪的姓名 包括出生年月日 写在了一张纸上 推到了师父的面前 师父 这就是他的姓名 还有出生年月日 我指着刚写好的纸 对师父说 师父拿起我推过去的那张纸 看了一眼 就开始扒了着左手的五根手指 掐算了起来 哎呀 红颜薄命呀 这女的其实不应该死 她是做了别人的替死鬼了 师父叹了一口粗气说 师父 什么是替死鬼 我不懂 这替死鬼 就是死于非命者的魂魄 守在他死去的地方 抓新来的魂 替代自己 方可超度冤害 师父低声地对我解释着 听了师父的话后 我瞬间沉默了 招魂要在晚上进行 你晚上将你的同学 带到我这里来就行了 师父说完这话 就拿起鼠标 开始盗起了地主 哦 我知道了师父 那我先回学校了 等我晚上再过来 我对师父回了一声 就推开门向外走去 此时我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也不知道 我做的这些到底对不对 我走出八十八号胡同 刚坐上出租车 小师姑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刘师直 小勇敢他们三个 已经被我安排在酒店里了 你放心就是了 小师姑在电话里对我说 哦 真是麻烦您了 小师姑 你有什么需要 小师姑帮忙的地方 你就直说 不用不好意思 哎 我知道了 小师姑 我要是有事啊 肯定会找您的 好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捷克的公司 处理点事情 你有什么事 可以给我打电话 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坐在出租车上 我皱着眉头 心里在想着黄涛的事情 我是越想心越乱 现在这样的结果 不是我们大家所希望 所想看到的 我能预想到黄涛会很伤心 但是我没想到 黄涛会伤心到这个程度 看来黄涛对于家琪的爱 是刻骨铭心的 当我推开宿舍门 再次望向黄涛的时候 他依然是躺在床上 眼睛无神的 望着寝室的棚顶 看到黄涛这样 我这心里 说不出来的难受 老大 吃点饭吧 你再这样下去的话 身子会垮掉的 我走到黄涛的床边 俯下身子 对黄涛说 黄涛呢 躺在床上 一句话都不说 我们大家 都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唉 二哥 没用的 我和老四 从你走一直劝到现在 唉 老大就像丢了魂似的 根本就不理会我们的话 曾璐望着躺在床上的黄涛 唉声叹气的对我说 二哥 江师伯答应帮忙了吗 油脂培问着我 啊 师父答应了 我对油脂培点了一下头 老大 我向你保障 只要你现在起床去吃饭 我晚上 就让你见到假期间 我凝重的对黄涛说 当我说完这话的时候 黄涛转过头 一脸兴奋的 向我看了过来 老二 你小子不会是骗我吧 黄涛一脸质疑的问向我 虽然我平时经常骗你们 但是我能拿这事骗你们 我挤出一丝微笑 对黄涛说 我此时的笑 比哭都难堪 老大 二哥他是不会骗你的 你赶紧起来吃饭吧 油脂培站在一旁 跟着敷衍着 好 我吃饭 黄涛像个孩子似的 用了一声 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黄涛站在地上 身子摇晃着 随时都有晕倒在地上的可能 他三天没吃饭 现在的身子已经虚脱了 我跟曾璐赶紧上前把黄涛扶住 黄涛的身子比过年前我看到他的时候销售了整整一圈 于佳琪的事对他的打击很大 就在我们哥四个想要往外走的时候 张老师推开我们寝室的门走了进来 我看到张老师的脸色有些难看 你们四个混小子 是越来越过分了 待在寝室里不去上课 现在你们的认可老师 集体向我反映这件事 你们几个是想要被处分吗 张老师一脸严肃的对我们四个说 张老师 我跟我二哥今天才从北京回来 这你也是知道的 游职培一脸不好意思的跟张老师解释 张老师 这件事我私下里跟你说吧 我说完这话就把黄涛交给了游职培 然后对张老师使的个眼神 拉着张老师的胳膊就向寝室外走去 张老师 事情是这样的 黄涛的女朋友在放寒假的时候出车祸死了 她得知这个消息后 躺在寝室三天没吃没喝 曾璐呢怕黄涛出事就在寝室陪了她三天 我和游职培也是今天早上才坐火车赶回来的 等黄涛这件事处理完了 我们马上就去上课 我站在寝室走廊里对张老师解释着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好好地劝劝黄涛 让黄涛把心态调整好 你们学习上的事也不能耽误了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你们四个小子有点分寸 别闹得太过分了 张老师说完这话 转身就向宿舍楼外走去 啊 给您添麻烦了张老师 我望着张老师的背影喊着 张老师冲着我摆摆手 什么都没说 中午我们四个在学校附近的小饭店吃的饭 游职培提议我们哥四个喝点酒 最后被我和曾璐给否决了 这种场合我们哪有心思喝酒啊 老二 你假期节晚上什么时候来找我 黄涛的这句话已经问了我许多遍了 我被黄涛问得头都大了 老大 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晚上你就能见到佳琪姐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吃饱肚子 然后养足精神去见佳琪姐 我说完这话后就往黄涛的碗里夹肉 好 我听你的 黄涛应了一声就将我夹给他的肉塞到嘴里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这顿饭黄涛可没少吃 中午吃完饭后 黄涛回到寝室里 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我站在一旁无奈地看着黄涛 我现在的心里很乱 我怕黄涛看见余佳琪的魂魄石会崩溃 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二哥 我们下午干嘛呀 曾禄走到我身边一脸迷惑地问我 啊 老大现在的情绪已经稳定了 我们三个下午赶紧去上课 再这样耽误下去 可就说不过去了 我对曾禄还有油脂培说 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 哎 对了 二哥 老四 你们两个这些日子去哪儿了 给你们打电话 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 发微信你们两个也不回 曾禄疑惑地望着我和油脂培 这些日子我跟老四我们俩去北京 参加中国道教协会组织的大会 今天才赶回来 我走出寝室对曾禄粗略地说 哎 三哥呀 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姑娘 哎呦 长得老带劲了 那么模样啊 比电视里的明星都漂亮 就像那仙女下饭似的 嘿 你要是看见她的话 你魂都能让她勾走了 哎呦 那小模样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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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油脂培有滋有味儿地对曾禄说着 嘿 老四啊 我觉得你小子比以前还能吹牛逼了 曾禄一脸鄙视地对油脂培说 他根本就不相信油脂培嘴里说的话 这怪不得曾禄不相信她 因为油脂培平时说话 水分就比较大 哎 老三 你居然不信我说的话 你问咱二哥 我有没有吹牛逼 油脂培见曾禄不信他说的 他指着我对曾禄说 哼 我才没有那么无聊问二哥呢 曾禄摇着头对油脂培说 二哥 老三不相信我的话 你赶紧帮我证实一下 我说的话都是真的呀 油脂培缠着我 老四 你小子还真是无聊 有这时间 你想想怎么安慰安慰老大吧 我对油脂培说完这话就加快脚步向教学楼走去 哎 曾禄望着油脂培先是摇了摇头 然后叹了一口粗气就向前走去 这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油脂培苦着脸子看着我和曾禄的背影 嘟囔了一句 二哥 你之前说让老大晚上见佳琪姐 难道佳琪姐她没死啊 曾禄跟在我的身边一脸疑惑地问向我 佳琪姐 她是真死了 我沉重地回复她 二哥 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老大好 但咱们老大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 你这么骗老大 老大肯定会跟你恼怒的 曾禄皱着眉头一脸担忧地对我说 哎 这件事我说的你也不明白 等日后我再跟你解释吧 我说完这话 推开教室的门就走了进去 当我走进教室的那一刻 原本喧闹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同学们抬起头一同向我看了过来 我则是愣在教室门口看着他们 当我的眼睛扫到姜薇薇身上的时候 姜薇薇一脸忧怨地在看着我 哈哈 欢迎 欢迎 热烈 欢迎 就在这时候 二货油脂培自己拍着巴着喊着口号 从我身后走了进来 哎 同学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 看到我们回来很惊讶吗 哎 嘿嘿嘿 油脂培咧着个大嘴 嬉皮笑脸地问向大家 歇 大家听了油脂培的话后 同时发出了一声唏嘘 我对大家笑了一下 就向自己的座位走了过去 当我走到姜薇薇身边的时候 我露出一副尴尬的微笑 对着她点了一下头 姜薇薇呢 则是对着我冷哼了一声 油脂培这家伙走进教室 就跟班级的同学砍成一片 我在火车上 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诫过油脂培 不能将自己的身份告诉大家 油脂培这小子还算靠谱 她跟同学们胡乱地吹着牛逼 也没有将自己的道士身份 告诉班级里的同学 看来我之前的担忧也都是多余的了 二哥 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曾露坐在我的旁边 转过身对我说 什么事儿 一年级那个新生沈月 来咱们班找过你几次 每次来都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你是不是把人家姑娘给睡了 然后又给甩了啊 曾露眯着眼睛望着我 一脸猥琐地问 老三 你这真是让老四给带坏了 我跟那个新生沈月什么事都没有 别胡说八道啊 我一脸不高兴地对曾露说 你说你们俩没事儿 我可不相信 曾露摇着头对我说 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 我现在懒得跟你解释 我对曾露说完这话 就拿起自己的书翻看了起来 二哥 我说你能不能走点心呢 你把书挣过来看行不行啊 曾露指着我手里 放倒的书说 哦 我红着脸应了一声 就把书挣了过来 刚刚我脑子里正在想着黄涛的事 根本就没注意 我手里那本书是倒着的 坐了一晚上的火车 也没睡几个小时的觉 我坐在椅子上 有点昏昏欲睡 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才上课 我把书放倒 趴在桌子上就要准备睡觉 我刚睡着 曾露就用他的胳膊肘轻轻地碰了我一下 二哥 别睡了 曹操来了 曾露轻声地在我耳边对我说 谁来了 曹操来了 曾露指着站在我们教室门口的沈月对我说 这还真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 我望向沈月的时候 沈月也看到了我 刘师兄 你出来一下 我找你有点事 沈月站在班级门口大声地对我喊着 此时班级里的同学先是看向沈月 然后看向我 最后又向江薇薇看了过去 江薇薇红着脸低着头 看着手里的书 当我从江薇薇身边走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江薇薇皱着眉头 撅着嘴露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沈月 你来找我什么事吗 我走出教室 皱着眉头问向沈月 刘师兄 放寒假的时候 你答应过我什么 你还记得吗 沈月一脸不高兴地问我 我答应你什么了 我怎么不记得了 我挠着后脑勺继续问向沈月 我当然记得自己答应过沈月什么 这个时候 我必须得装糊涂 年前放寒假的时候 我让你送我上车 你说你没时间 你告诉我说年后开学 会去车展接我 结果我到了车展打电话给你 你也不接 发微信也不回 你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沈月泪眼蒙蒙地望着我说 他现在的样子就像个小怨妇似的 原来是这事 沈月真是对不起 我这段时间处理了一点事情 手机关机也没开 我也是今天才回来的 我一脸抱歉地对沈月说 你说吧 这件事你该怎么弥补我 沈月撅着小嘴气呼呼地问我 那你说吧 这件事我该怎么弥补你啊 我一脸无奈地问向沈月 这个我暂时还没有想好 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 到时候你别耍赖就行 沈月说完这话的时候 眼睛鸡里咕噜地转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觉得现在的女孩子 一个比一个狡猾 我们男人稍不注意 就会掉进他们的陷阱里 只要你提出的事情 不违背我的道德底线就行 我一脸尴尬地对沈月说 放心吧 杀人放火 坚鸣裸裂的事 我是不会让你干的 先就这样了 回去上课了 等我有空再来找你 以后我要是给你发微信 你不回的话 我就到你班级来闹你 沈月说完这话 就蹦蹦答答地离开了 我则是在原地 一脸汗颜地看着沈月远去的背影 无奈地摇了摇头 当我回到教室的时候 同学们用一种异样的眼光在看着我 我被他们看得有些发懵 大多数男同学用一种很羡慕的眼神在看着我 而班级里的女同学们则是用一种很鄙夷的眼神在看着我 同时他们用一种同情的眼神看着不自然的江巍巍 此时班级里的气氛有一些尴尬 二哥 你跟那个沈月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怎么蒙圈了 当我回到座位上的时候 曾禄挪到我身边很八卦地问向我 哎 我们俩 就是师兄和师妹的关系 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你蒙什么圈 我瞪了一眼 曾禄没好气地说 他心里怎么想的 其实我很清楚 虽然沈月长得比江巍巍能好看那么一点点 但我个人觉得江巍巍更适合做老婆 一是江巍巍的家庭条件好 二是江巍巍这个姑娘性格稳重 我们认识这一年半 虽然有很多人追求过江巍巍 但是人家一个都看不上 而且还没闹过什么绯闻 唯一闹出的那些绯闻就是和你 你在人家睡了那么多天 也不认账 真没你这样的 曾禄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听了曾禄的话后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当然 曾禄说的话也有那么几分道理 江巍巍确实适合做老婆 现在让我考虑这件事 可有点太早了 哎 你们俩聊啥呢 这个时候 油脂培嘚嘚瑟瑟地 走到我和曾禄的面前问我们 哼 我们俩在谈 你什么时候能改掉吹牛逼的毛表 我抬起头望向油脂培笑着说 嘿嘿 恐怕呀 这辈子是改不了了 大男人 要是不会吹个牛逼 哎呀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油脂培说完这话 就坐在了我的身边 我跟曾禄听了他的话 则是无言以对 留守 油脂培 这都开学一个多星期了 你们俩怎么才来 我们的主修课李老师走进来 对我和油脂培没好气地说 对不起李老师 我们俩家里有点事 所以耽误了 我站起来一脸抱歉地对李老师说 之前的课唱 你们俩一定要想办法补上 一旦挂课 你们就得留急了 李老师说完这话 就开始点名上课 黄涛 黄涛 李老师连续点了黄涛两次名 也没得到应答 李老师 黄涛他生病了 在寝室里休息 像黄涛这样 不遵守纪律的人 也能当班长 真是华天下之大吉 谢峰一脸冷笑地插了一嘴 谢峰说这话的声音很大 全班同学都听起来 谢峰 这个班谁当班长都比你当班长强 你别以为你爸是校长 你就了不起了 你在我眼里 狗屁都不是 以后说话请注意点 曾禄站起来 一脸愤怒地指着谢峰 大声地呼喊着 班级里的同学 一脸佩服地看着曾禄 他们没想到 曾禄居然会这么大胆地 在李老师的面前骂谢峰 李老师 曾禄他骂人 您管不管 谢峰从椅子上站起来 指着曾禄 就向李老师告状 操你奶奶的腿的 我今天不再骂你了 我还要揍你 曾禄说完这话 撸起袖子 就向谢峰身边冲了过去 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 把曾禄给拦住了 因为老大的事压着曾禄是 一肚子的火 没地方撒 谢峰这多嘴的一句话 彻底地把曾禄给激怒了 老三 你冷静点 千万别冲动 我挡在曾禄的面前 如果曾禄 当着李老师的面 把谢峰给揍了 他所面临的 肯定是被学校开出学籍 二哥 你让开 我今天非要给这个王八蛋一点颜色看看 曾禄不听我的劝告 就要往前冲 老四 你傻伤着干嘛 拦住你三哥 我拉着愤怒的曾禄 对坐在椅子上 正在看热闹的游直培大声的喊着 游直培听了我的话后 他赶紧站起身子 走到我的身边 帮忙一起拦着曾禄 哎呦三哥 打那样的败类 你就不怕脏了你的手 我看还是算了吧 游直培拉着曾禄的胳膊 对他劝说着 谢峰听了游直培的话后 气得脸都绿了 谢峰可不敢再多嘴了 他心里也怕曾禄会冲到他面前揍他 你们闹够了没有 不爱上课 你给我滚出去 李老师拍着讲台 大声的对我们嚷着 随着李老师这声嚷叫 教室里瞬间变得安静了下来 好了 老三 回去坐着吧 可那样的人 一般简直不值得 我将曾禄推回到他的座位上 曾禄眯着眼睛 愤怒的望着坐在前方的谢峰 什么都没说 如果谢峰他再敢再次激怒曾禄的话 我可不能保证自己能再次拉住曾禄了 以后你们私下里有什么事自己解决 谁要敢在我的课堂闹事 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李老师说完这话就开始给我们大家讲课 李老师讲的那些东西我是一句没听在心里 我脑子里想的都是黄涛的事情 时间过得很快 一黄眼就到了下午四点半放学 当我刚要起身离开的时候 江薇薇卖着大步黑着脸走到了我的面前 刘首 我有事要跟你说 你跟我出来一趟 江薇薇对我说完这话 也不管我同不同意 转身就向外走去 二哥呀 好好的对待江薇薇 那姑娘真心不错 有些东西啊 别等失去了才去珍惜 那样的话就完了 曾禄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 别胡说八道了 你们两个赶紧回宿舍去看着老大 我去跟江薇薇说完话 马上就回去 我对曾禄还有油脂培说完这话 就跟在江薇薇的身后 向教室外走去 江薇薇一直向前走着 也不说话 我就在江薇薇的后面紧紧的跟着 直到我们俩走到教学楼前的一所凉亭前 才停下了脚步 刘首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江薇薇转过头就向我问了过来 江薇薇 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真傻假傻的 你难道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喜欢你吗 江薇薇说这话的时候 脸蛋羞的痛苦 而我则是一脸尴尬的看着她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为什么不回我的话 难道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江薇薇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含着泪 江薇薇 我 我好像跟你说过 我曾经告绩过自己 上大学的这四年不跟任何女生谈恋爱 我想把我自己的精力放在学习上 像我们这样的穷孩子 只能靠命运来改变自己 我真的不想伤害任何一个女生 我也伤不起 我一脸认真的跟江薇薇说 那个新生沈月是怎么一回事 她为什么三番五次的来咱们搬找你 你跟她不是在谈恋爱吗 江薇薇说这话的时候 透着浓浓的醋意 我跟她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就是师兄妹关系 至于她为什么三番五次来找我 这个我也说不清楚 总而言之 沈月这个姑娘有点奇葩 我在心里一直把她当做妹妹来看待 我皱着眉头跟江薇薇解释 如果我等你到大学毕业 你会选择逛在一起吗 江薇薇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认真地问 不知道为什么 她在问我这话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不经意地想起了夏婉婷 江薇薇 我不能向你做出什么承诺 毕竟有很多事情是瞬息万变的 我还有事要去处理 先不跟你说了 我对江薇薇说完这话 就向我们的启示跑去 我这也是在逃避江薇薇 留手 你就是个王八蛋 你气死我了 江薇薇跺着脚在我的身后 冲我大声喊着 我听到江薇薇的骂声 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前跑 当我回到寝室的时候 黄涛他还在睡觉 二哥 要不要把老大给叫醒啊 油脂培指着 躺在床上熟睡中的黄涛 向我问道 他这几天啊 实在是太累了 现在时间还早 让他再多睡会儿吧 我对油脂培说完这话 就掏出电话 给师父打了过去 喂 师父 我什么时候带着我同学到你那儿 我在电话里询问师父 啊 你们晚上八点之前过来就可以了 八点 我要准时招魂 现在我这里已经准备妥当了 师父在电话里对我说 师父说话的语气缓和 比平时要平易近人 哦 好的师父 那我八点之前带着我同学过去 我对师父应了一声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啊 我师父让我晚上八点之前 带着老大去他那儿 让他多睡会儿吧 我们跟仨去吃饭 回来的时候 给他带点 我望着躺在床上的黄涛 对曾璐还有油脂培说 黄涛睡觉的时候 眉头紧锁 显得特别的可怜 二哥 晚上我也跟你一起去吧 油脂培在食堂一边吃饭 一边对我说 啊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曾璐抬起头望着我说 哎 你们俩就别去了 我自己带老大去我师父那儿就行了 你们俩去了 也帮不上什么忙 还显得比较乱 我一脸沉重的对他们哥儿俩说 哦 那好吧 那好吧 曾璐跟油脂培一同点着头对我说 到了晚上七点钟 黄涛还没有醒过来 看着黄涛睡得这么香 我实在是不忍心把他叫起来 但是我不得不把他叫起来 老大 老大 快醒醒 已经晚上七点了 我走到黄涛的床前轻轻的推了黄涛一下 黄涛应了一声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卧槽 已经七点了 老二 你怎么才把我叫醒啊 黄涛看了一眼 手表上的时间 一脸埋怨的对我说 我看你睡得那么香 没舍得叫你 现在叫你时间来得及 我挤出一丝微笑 对黄涛说 好了 别说废话了 赶紧带我去见佳琪吧 黄涛对我说完这话 就迫不及待的爬起来穿上鞋子 还有棉服 就向寝室外走去 哎 老大 我们给你买了饭 你吃完饭再走吧 游直培追出寝室对黄涛说 我不饿 黄涛回了游直培一声 继续向前走去 而我则是一脸无奈的跟在黄涛的身后向外走 二哥 有什么事记得给我们打电话 曾禄一脸担忧的在我身后喊着 哎 我回过头应了一声 就跟黄涛向宿舍楼外走去 老二 我现在这个样子 是不是很狼狈呀 黄涛一边向前走着 一边摸着自己的脸问我 是啊 你现在是有那么点狼狈 我 我我要不要先洗个澡 然后再去见佳琪啊 黄涛转过头询问我 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必须在八点之前赶到我师父那儿 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挺好的 我一脸苦笑的对黄涛说 嗯 余佳琪他应该是不会嫌弃我的 黄涛嘟囔了一句 我跟黄涛走出学校拦了一辆出租车 便往八十八号胡同赶去 而老二 我们为什么要去山上街那鸟不拉屎的地方 黄涛坐在后面 像坐在副驾室的我问了过来 啊 我约了佳琪姐到我师父那儿 我头也没回的对黄涛说 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的我有些不敢面对他 老二 你小子是怎么联系到你佳琪姐的 我可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也没人接啊 给他父母打电话 他们父母把我电话都拉入了黑名单 黄涛继续问向我 这个我也没法跟你说 到时候让佳琪姐跟你说吧 搞得还挺神秘的 等我一会儿见到余佳琪 我好好的问问他 黄涛说完这话就变得安静下来 他一脸兴奋的望着车窗外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七点半 出租车停在了八十八号胡同 我付完钱下了车 就带着黄涛向胡同里的一道堂走去 黄涛眯着眼睛 打亮着周围的店铺 感到浑身发冷 哎呦 老二啊 以前白天来这个地方没觉得怎么样 晚上来这地方 让我感觉有点神人呢 黄涛打了一个冷战对我说 老大 一会儿去我师父那儿 你只要安静地坐着就行 什么话都不要说 也不要问 你要做好最坏的心理打算 走到一道堂门口时 我回过身对黄涛嘱咐 老二 你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最坏的心理打算 啊 难道你佳琪姐不来了 我有点没听懂 黄涛一脸疑惑的问向我 哎 这个 我也跟你解释不明白 你如果想要再次见到佳琪姐的话 你在我师父面前就不要说话 也不要问就行了 我慎重地对黄涛再次嘱咐 啊 我知道了 老二 放心吧 黄涛对我点了一下头 黄涛现在心里想的是 只要我将于佳琪叫到他面前就行 至于其他的 他是一点也不在乎 那我们现在进去吧 我对黄涛点了一下头 就推开一道堂的门 带着黄涛走了进去 当我走进一道堂的时候 我看到一道堂的地中央 放置着一张方桌 在方桌的上面 铺着一块黄色的八卦布 八卦布的上方摆着两只白蜡烛 一个香炉 一把桃木剑 一枚桃木令牌 还有一个三清灵 师傅布置的这个法坛 朝着一道堂的正门 你们俩来了 师傅放下手里的鼠标 向我和黄涛问了过来 啊 啊 黄涛跟我一同向师傅 点了一下头 应了一声 现在还不是时候 等八点准时开始 你们俩先到沙发上先坐会儿 师傅说完这话 又拿起鼠标 开始继续斗起了地主 黄涛一脸迷惑的 看了我师傅一眼 然后他又看向我 老二 你这啥情况啊 你加起解人呢 黄涛焦急的向我质问他 不是跟你说过吗 你现在什么都不要问 到时候你自然而然的 就见到他了 我转过头对黄涛敷衍着 黄涛听了我这话 没再说什么 待到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师傅从他的椅子上站起来 就向他事先摆好的法坛走去 师傅掏出一张符咒 嘴里默默的念着咒语 呼的一声 师傅手里的符咒 一下子燃烧了起来 师傅手里燃烧的那张符咒 将法坛上的那两个白蜡烛点燃 然后师傅将烧到一半的符咒 甩进了法坛上的香炉里 接着他又拿起了三根香 用白蜡烛的火苗将其点燃 插在了香炉里 然后师傅又点燃了三炷香 插在了三清祖师爷画像前的香炉里 并恭敬地鞠了三个宫 我要开始做法了 在我做法的时候 希望你能保持安静 不要打扰到我 师傅回过身 向黄涛嘱咐着 好的 黄涛点着头对师傅应道 他现在有点发懵 他不知道我师傅这是要做什么 留手 你把那只大公鸡拿给我 师傅指着地上那只大公鸡 对我吩咐 好的师傅 我应了一声 就将我之前买的那只大公鸡提起来 交到了师傅的手里 我现在还需要一只空碗 以赶画符用的毛笔 师傅继续吩咐着我 我这就去给你拿 我说完这话 就往二楼跑去 我先是从厨房拿下了一只碗 然后将师傅画符用的毛笔连同碗一起放在了法坛上 师傅见东西都放齐了 他拿起放在法坛上的陶木剑 对着手里的公鸡脖子一箭抹了过去 然后师傅放下木剑 双手紧紧的抓住那只大公鸡 让公鸡流出来的鲜血 滴在法坛上那只空碗里 师傅手里的那只大公鸡挣扎了两下 就一命呜呼了 师傅只接了半碗鸡血 就将那只已经断了气的大公鸡扔到了地上 接着掏出一张灵符 嘴里默念着咒语 只见那张灵符呼的一下 在师傅的手里燃烧了起来 师傅将燃烧的灵符扔进了装鸡血的碗里 当灵符燃烧完后 那碗鲜红的鸡血变成了墨黑色 留手 把招魂帆给我拿来 师傅指着放在西墙边的招魂帆对我喊着 我赶紧小跑过去将招魂帆拿给师傅 师傅接过我手里的招魂帆后 放在了法坛上 师傅一共扎了两只招魂帆 用毛笔沾了一下墨黑色的鸡血 在两只招魂帆的正面写着瑜伽旗的名字 以及生辰八字 当师傅将瑜伽旗的名字 还有生辰八字写完后又在招魂帆的背面画了两道拒魂帆 黄涛则是坐在沙发上一脸蒙圈的看着我和师傅 他不知道我们这是在做什么 这件事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吧 师傅将画好的招魂帆递给我 师傅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对师傅重重的点了一下头 你拿着这两只招魂帆 等我做完法 念完咒语 你就可以开始了 好的师傅 我接过师傅手里的招魂帆答应着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师傅说完这话 拿起桌子上的陶木剑 还有三清灵 就念起了拒魂咒 荡荡游魂合住留存 三魂藻江七魄来临 河边路野 庙宇庄村 宫廷牢狱 坟墓山林 虚惊怪异 失落真魂 金晴武道 游鹿将军 当庄土地 家宅造军 山神河破 六甲黄金 无金岔辱 着意搜寻 筑齐精神 搜魂人于家齐 天门开地门开 千里童子送魂来 南斗六星 北斗七星 无缝太上老金 急急如履令 师傅念完咒语后 他将放在桌子上的陶木令台 粘了一下碗里的鸡鞋 便扔到了一道堂的门口处 然后师傅对我使了一个眼神 于家齐魂归来 于家齐魂归来 我摇晃着我手里的两只招魂帆 不停地念叨着 黄涛仍然是一脸发懵地在看着我 当我念了十几遍 于家齐魂归来后 一道堂的门口 刮起了阵阵阴风 一道堂里的温度瞬间降了下来 我跟黄涛都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冷战 只见于家齐身穿白衣长袍 从外面挑到了一道堂里 好了 接下来也没我的事了 我先上去了 师傅说完这话 就将手里的陶木剑 还有三清灵放到桌子上 就往楼上走去 于家齐站在黄涛的面前 一脸舍不得地看着黄涛 由于黄涛的天眼没被打开 所以他根本就看不见眼前的于家齐 老二 你和你师傅这是闹的啥呀 你家齐姐她人呢 黄涛见我师傅走上楼 他迫不及待地问我 老大 你现在先把眼睛闭上 等我让你睁开眼睛的时候 你再睁开 我走到师傅桌子前 拿了两片柳液 走到黄涛的身边说 神神秘秘的 黄涛说完这话 就把眼睛给闭上了 我用手里的柳液 对着黄涛的眼皮 就抹了过去 同时我的嘴里 还念着毛山鬼眼术的咒语 好了 你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 我退到于家齐的身边 对黄涛说 当黄涛睁开眼睛 看到于家齐的那一刻 他的眼睛瞬间湿润了 于家齐 你这些日子跑到哪儿去了 打电话你也不接 给你爸妈打电话 他们居然过分地说 你出车祸死了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很想你啊 黄涛说完这话 站起来就向于家齐扑了过去 当黄涛伸手向于家齐 拥过去的时候 他的双手一下子 从于家齐的身上穿过去 扑了个空 这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黄涛一脸惊叹地 看向于家齐 家齐姐 这件事还是你来解释吧 我们老大知道你出事了 他连续三天不吃不喝也不睡 我们寝室哥仨 谁都劝过 谁都劝过都没有 这件事 还是你来劝劝他吧 我叹了一口粗气 对站在我身旁的于家齐的魂魄说 黄涛 我确实是已经死了 你现在所看见的 是我的魂魄 于家齐望着黄涛淡淡地笑着 于家齐脸上的笑很痛苦 看着让人感到心酸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黄涛根本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他再次伸出手 向于家齐抓过去的时候 结果跟刚才一样 他的双手 一下子就穿透了于家齐的身子 无法触碰到于家齐分毫 黄涛 先是望着自己的双手 然后他望向站在他对面的于家齐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着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的眼泪 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黄涛 你也别哭了 这一切都是我的命数 于家齐说完这话 就伸出他那冰冷的手 向黄涛的脸上抚摸过去 于家齐的手穿过黄涛的脸 也无法抚摸黄涛 黄涛 你瘦了 你苍苍了很多 看着你这个样子 我的心很痛 于家齐略带哭音说着这番话 这都不是真的 这一切都不是真的 你怎么可能会死 你答应过我 你答应过我 要嫁给我的 你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啊 黄涛精神崩溃地望着眼前的于家齐 摇着头说 他根本就不愿意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黄涛 我爱你 很爱很爱 我爱你 甚至生过我自己 我曾经梦想着你毕业的那天 我穿上白色的婚纱 站在学校门口等你娶我 只不过这一切 都是难可以梦了 老天注定让我在你的人生中 扮演一次过客的身份 即使这样我也很满足了 黄涛 你要答应我 没有我的日子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每天要按时吃饭 于家齐一脸微笑地对黄涛说着 于家齐脸上虽然在微笑 但是我从她身上 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悲伤之情 于家齐望着黄涛也想哭 但是她不敢哭 她把自己哭出来 会让黄涛更伤心 黄涛 我相信你会找到更好的女孩 替我照顾你 替我去爱你 你还是忘了我吧 于家齐见黄涛流着泪不说话 她望着黄涛继续说着 黄涛听了于家齐的这番话后 她眼前一黑 两眼一闭 就晕了过去 黄涛 黄涛 于家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她望着晕倒在地的黄涛 放声地哭了起来 我赶紧上前将黄涛扶到了沙发上 这一幕 也不是任何人想看到的 刘涛 我该怎么办呀 于家齐望着躺在沙发上 晕过去的黄涛 一脸无助地问向我 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接下来 就要看她自己的了 我叹了一口气 心疼地望着黄涛对于家齐说 于家齐 你身上的怨气消散 你现在跟我们回地府登记一下 准备投胎吧 此时黑白无常出现在一道堂里 指着于家齐说 黑白无常的突然出现 让我愣了一下 能不能让我再待一会儿 于家齐回过头 看着黑白无常两位鬼差 跟他们商议着 我们可没有时间在这里等你 你如果不想跟我们回地府投胎的话 就在这世间做孤魂野鬼吧 黑无常范无旧 板着脸子不留情面地对于家齐说 家齐姐 你还是赶紧走吧 投胎这事耽误不得 我对身旁的于家齐叮嘱的 可是黄涛他 于家齐一脸不舍地望着躺在沙发上的黄涛 话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你放心吧 我跟曾陆还有油脂陪我们三个 会照顾他的 我望着于家齐跟他承诺道 那就拜托你们三个了 于家齐一脸感激地望着我 什么拜托不拜托的 我们是他的兄弟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了 你们俩别没完没了的默契了 赶紧跟我们走吧 此时黑无常范无旧 没好气地对于家齐喊着 有时候 那我走了 如果有下辈子的话 我们再见 于家齐对我说完这话 就向黑白无常两位差老爷的身边走了过去 于家齐每走一步都会回过头 不舍地看着躺在沙发上的黄涛 当于家齐走到黑白无常身边的时候 白无常谢彼安 拿出一件白马甲套在了于家齐的身上 而黑无常则是拿出一副铁链 拴在了于家齐的两只手上 两位老爷 麻烦你们好好照顾我这位朋友 我走向前对黑白无常恭敬地说 小伙子 你放心吧 咱们也算是老相识了 我会好好地照顾你的朋友的 白无常谢彼安说完这话 就带着于家齐离开了 荒唐 如果有来世 我还要遇见你 嫁给你 于家齐临走的时候 扔下的这句话一直回荡在一道堂里 我回过身望着躺在沙发上的黄涛陷入了沉默之中 我在想着黄涛醒过来 我该怎么跟他解释这一切 这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问题 现在我的心里很是纠结 黑白无常带着于家齐刚走没多久 师父他老人家就从楼上走了下来 楼下发生的事师父心里也都清楚 他怎么样了 师父指着晕过去的黄涛问我 哎 被伤过多 晕过去了 我叹了一口粗气 对师父说 嗯 看他的样子 一时半会儿的也醒不过来 今天晚上你们俩留在这 我去朋友家睡吧 师父望着躺在沙发上的黄涛对我说 谢谢您了师父 我回过身 一脸感动的望着师父 我也不跟你废话了 你小子 别忘记把法坛给我收拾了 师父扔下这么一句话 就走出一道堂 骑着电动车离开了 一道堂里只剩下我跟黄涛两个人 此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喂 邮直培 你跟曾陆 你们俩来一趟我师父这 我掏出电话给邮直培打了过去 我之所以叫邮直培和曾陆过来 我是怕黄涛醒过来 做出什么冲动的事 我控制不住的 哎 好了二哥 我现在就跟三哥赶过去 你等我 邮直培回了一声 就把手里的电话挂断了 我们寝室四个兄弟的感情很好 虽然平时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个没一个正经 互相打去 但是一到关键的时候 大家的心都会聚集在一起 挂断邮直培的电话后 我又给萧勇敢打了过去 大家来弟弟是冲着我来的 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不愉快的事 喂 萧兄弟 你跟张仪现在在哪 啊 我跟张妹妹还有樊青 我们三个在你小师父安排的宾馆里 哎 六兄弟 你的事忙完了吗 萧勇敢在电话里询问着我 哎 还没呢 萧兄弟 真是对不起 大老远的让你们跟我们过来 结果我这 哎 我抱歉的在电话里对萧勇敢说 哎 刘兄弟 你说这话就客气了 我们几个又不是三岁孩子 需要你带着我们玩 你有事就先忙你的事 等你忙完了再来找我们 我跟张仪啊 准备在这里住个十天半个月的 萧勇敢在电话里笑着对我说 啊 好的 萧兄弟 等我忙完啊 我就去找你们 呃 那就先这样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休息了 我笑着对萧勇敢说 哎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就给我打电话 那就这样了 萧勇敢说到这儿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我趁着油脂培跟曾璐他们哥儿俩还没有来 我赶紧将摆在地中央的法坛给收拾了起来 然后将用过的招魂帆拿出去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 一切收拾完后 我上楼拿了一条厚厚的毛毯盖在了黄涛的身上 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 油脂培跟曾璐他们俩打着一辆出租车 急匆匆的赶到了一道堂 二哥 老大他这是怎么了 曾璐指着躺在沙发上的黄涛皱着眉头问我 哎 被伤过多 晕过去了 我一脸无奈的对曾璐说 二哥 老大他看到佳琪姐的魂魄了吗 油脂培疑惑的问我 哎 见到了 要是没见到 他也不会悲伤的晕过去 我叹了一口粗气 对油脂培说 哎 那佳琪姐呢 他现在在哪呢 油脂培打量着一道堂周围 寻找着于佳琪的身影 佳琪姐 被黑白无常两位差老爷 带到地府投胎了 我继续对油脂培说 油脂培听到这个消息后 木讷的站在原地 说不出一句话来 按理说 人死投胎 这是一件好事 油脂培听到我说 瑜伽旗下地府投胎 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我现在的心情 跟油脂培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三个人 默默地守在黄涛的身边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到黄涛这个样子 我们三个的心很疼 可是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大约凌晨三点钟的时候 黄涛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 余佳琪的 余佳琪的去哪儿了 黄涛一睁开眼睛 就从沙发上蹦起来 情绪激动地寻找着 余佳琪的身影 老大 你先冷静一下好吗 我站起身子 对情绪激动的黄涛安慰着 老二 你佳琪姐呢 你佳琪姐呢 黄涛顿着两个眼珠子 你快帮我找到余佳琪啊 黄涛流着眼泪 紧紧地抓着我的两只胳膊 对我苦苦地求着 老大 佳琪姐她已经死了 即使你再悲伤 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 你何必这样折磨自己啊 我望着黄涛大声地说 怎么会这个样子 怎么会这个样子 黄涛听了我的话 他身子软软地倒在了沙发上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着 曾璐跟游直陪他们两个 大眼瞪小眼的 也不知道怎么安慰黄涛 他们俩坐在黄涛对面的沙发上 默默地看着他 老大 世人就会经历死亡 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 佳琪姐的离开 是她命中注定的 你不要这个样子了 我望着哭泣的黄涛安慰着她 老大 这世界上好女人多的是 以你家的条件 就算你想找个明星那都不成问题 你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游直陪插了一句 对黄涛劝说着 当游直陪说完这话的时候 我跟曾璐一同转过头 瞪了游直陪一眼 那我 我是不是 又说错什么话了 游直陪一脸尴尬地问向我们 老四 你现在站在一旁什么都不要说 我拜托你了 我一脸恳求地对游直陪说着 这小子 他根本就不是在安慰黄涛 而是在给黄涛添堵 哦 游直陪应了一声 就老老实实地站在我们身后 一句话都没说 老二 你佳琪姐哪儿去了 我想见她 黄涛根本听不进去我和曾璐的劝书 他脑子一根筋的 要找于佳琪 就在你晕过去的时候 地府的黑白无常两位差老爷来了 他们将佳琪姐带去地府投胎了 我如实地对黄涛说 如果我不这样说 黄涛他是不会死心的 我知道了 黄涛站起来抹了一把眼泪 就向一岛堂外走去 老大 你这要去哪儿啊 我跟曾璐还有游直陪我们三个 跟在黄涛的身后追问着 我哪儿也不想去 我现在就想回家 黄涛一脸失落地走在我们面前说 那 那我们送你回去吧 我不放心地对黄涛说 黄涛点点头 什么都没说 我很怕黄涛他会想不开 于是我们四个打了一辆出租车 给黄涛送回了他家 我就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们哥仨不用担心我 这时间也不早了 你们赶紧回去睡觉吧 黄涛下了车 对我们三个说完这话 就向他们家的别墅里走去 二哥 咱们要不要跟进去啊 曾璐转过头问我 此时我成了曾璐 还有油脂培的主心果 咱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接下来就看他自己了 他要是能想明白 那就最好 他要是想不明白 我们也没办法 时间不早了 我们还是回学校吧 我望着黄涛家别墅 说完这话 就向小区门口走去 当我们三个回到学校的时候 已经凌晨四点多了 我十分不好意思的 将王叔叫醒 给我们三个 把宿舍大门打开 真不好意思啊 王叔 打扰您睡觉了 我一脸抱歉的 对开着宿舍门的王叔说 我还说你们几个干嘛去了 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哎哟天哪 王叔打着哈起问我们三个 啊 黄涛他生病了 我们哥几个陪伴他刚回来 我笑着对王叔说 哎哟 黄涛那小子没什么事吧 王叔一听 黄涛生病了 他一脸焦急的向我们问了过来 虽然王叔比我们大很多 但是他一直把我们当朋友 我们有点什么事 王叔也是从心里的着急 啊 没事 就是感冒发烧 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 王叔 我们几个先上去休息了 我对王叔说完这话 就带着油脂培 还有增禄 往我们的寝室走去 从北京回地地这三天两夜 我就睡了几个小时 此时我困得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 推开寝室门 我衣服都没来得及脱 倒在床上 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我实在是太累了 油脂培跟增禄一样 他们爬到自己的床上 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你们三个都给我起来 就在我们睡得正香的时候 张老师推开我们寝室的门走进来 把我们三个挨个叫醒 哎呦别闹 让我们再睡会儿吧 哎呦我实在是太困了 油脂培闭着眼睛对张老师说 这都快九点了 你们三个要再不去上课的话 学校领导会给你们大锅出饭 你们三个好自为之吧 当张老师说完这话后 我们几个蹭的一下 就从床上爬了起来 张老师 黄涛这几天恐怕不能来了 我替他向您请个假 我穿好衣服 站在张老师的身边陪着一副笑脸对他说 啊黄涛的妹妹早上给我打电话请假了 你们就不要关心他的事了 赶紧都去给我上课去 张老师指着寝室门口 拉着个脸子对我们三个喊道 是 我们三个应了一声 就向寝室外跑去 这三个臭小子 一天天的就给我添乱子 张老师摇了摇头 一脸无奈的说完这话 就走出了我们的寝室 当我们三个来到教室的时候 是休息时间 第一节课已经结束了 再有不到五分钟 就开始上第二节课了 你们几个怎么才来 当我经过江薇薇身边的时候 江薇薇抬起头向我问了过来 睡觉睡过了 刚被张老师叫起来 我挠着头 不好意思的对江薇薇说 你们寝室那四个人 可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你们再这样下去的话 一定会被留级的 江薇薇一脸慎重的对我说 我以后会注意的 对了江薇薇 今天上午是谁的课 我疑惑的问向江薇薇 我今天上午前两节课 是咱们张老师的历史课 后两节课 是王老师的主修课 下午没课放假 谢谢你了 我回了江薇薇一声 就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刚刚还在想 张老师是怎么知道 我们三个没来上课的 原来啊 今天上午的前两节课 是他的历史课 早上睡那三个小时的觉 根本就不结困 张老师给我们上历史课的时候 我强忍着不让自己睡着 而油脂培跟曾禄这两个小子呢 用书挡在头上 趴在桌子上就呼呼打睡 看到他们两个睡得那么香 我简直是羡慕 嫉妒恨 我不敢在张老师的课上睡觉 是因为张老师平时对我很照顾 在他的课堂上睡觉 是对他的不尊重 好不容易挨过上午的所有课程 我冲出教学楼 就向我们的寝室跑去 今天值得庆幸的是 我们班就是一上午的课 下午休息 我准备好好的睡上一觉 养足精神去找萧兄弟 总不能把人家晾在那不管吧 我回到寝室后 掏出电话给黄涛打了过去 黄涛的电话已经关机 此时我心里有那么点担忧 我只好拨打着黄涛家的坐机电话 电话响了大约三声左右 就被接通了 喂 您好 请问您找谁 电话里传来黄涛母亲的声音 哦 阿姨 我是您儿子的同学刘少 我给黄涛打电话 他电话关机 我挺不放心他的 他现在在家吗 我在电话里问向黄涛的母亲 黄涛早上四点钟回来后 就将自己锁在屋子里了 不管我们怎么叫 他都不开门 我们家黄涛这是怎么了 六手 你知道吗 黄涛的母亲反过来问我 哦 是这样的阿姨 黄涛在学校处了一个女朋友 年前的时候 出车祸去世了 他前几天才知道这事 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 所以他才 我在电话里跟黄涛的母亲解释着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必要告诉黄涛的母亲 好了 我知道了 一会儿我去劝劝他吧 谢谢你了 刘少 黄涛的母亲在电话里客气地对我说 哎 阿姨啊 要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的 您就给我打电话 我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我在电话里对黄涛的母亲说 嗯 你这孩子还真不错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来我们家做客呀 黄涛的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 哎 好了阿姨 我这边有事 就不跟你说了 再见 我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坐在床上 心里还在惦记着黄涛 我真心的希望 他能从于家琪的那件事里走出来 我刚要躺在床上睡觉时 我师父的老人家 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我现在真有种想要把手机 又及时找你 师父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他根本就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我无力的从床上爬起来 就向寝室外走去 当我走到宿舍楼前时 我看到游直培跟曾璐 有说有笑的向我走了过来 二哥 你不睡觉 这是要去哪儿啊 曾璐走到我的面前问我 我师父他老人家找我有事 我得到他那里去他 我一脸无奈的对曾璐说 二哥啊 咱们什么时候去找张仪 还有萧兄弟啊 游直培瞪着两个小眼睛问向我 等这段时间忙完了 咱们再去找萧兄弟和张仪 我先不跟你们俩说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对他们俩说完这话 就迈着大步向学校大门口走去 我一边走着 一边心里想着 师父他老人家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走出学校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 便往八十八号胡同赶去 坐在出租车上 没一分钟我就睡着了 我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现在我最大的奢望 就是身边能有一张床 我跳到床上盖上被子 安安静静的睡上一觉 小兄弟 醒一醒 咱们到地方了 到了八十八号胡同 出租车司机轻声的呼唤着我 而我则是好不容易的睁开眼睛 掏出钱递给了他 然后下车往一道堂走去 师父 您这么急 找我干什么 我推开一道堂的门 一脸不高兴的问向师父 啊 我今天叫你来 是要把你在我这里打工的账给算算 扣除你请假一天 扣的三天工资 你一共在我这里工作了一个半月 也就是四十五天 每天按一百五计算 那就是六千七百五 你的钱 我都装在这个纸袋里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师父将桌子上的纸袋 推向前对我说 师父就算是不给我这个钱 我也不会挑的 自从放寒假开始 我的吃 住 穿 全都是师父的 而且平时的时候 还特别的悠闲 比我在饭店打工刷盘子 轻松多了 谢谢您了 师父 我一脸微笑的迎上前 拿起桌子上装的钱的纸袋 对师父道谢 哎哟 刚才你小子进来的时候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就像谁欠你钱似的 这下你一看到钱你就乐了 你是傻鸟变的 有本事 你别要啊 师父没好气的瞪着我一眼说 人跟谁都可以有仇 但是不能跟钱有仇 我将手里的钱揣进裤兜里 对师父说 嗯 说的没错 人确实不能跟钱有仇 但你得仔细的想想 你这点钱够不够请你的那个肖兄弟 还有张妹妹 蛇精他们三个吃饭的 当师父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是一个头两个大 我赚的这些钱对我来说确实不少 可如果说要请肖勇敢他们三个吃饭的话 估计吃个两三顿这些钱就花没了 现在赚钱不容易 花钱倒是挺容易的 下午我接了个活 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去一趟啊 师父喝了一口茶问向我 我就不去了 我这几天都没怎么好好睡觉 我想回学校补个觉 我说这话的时候 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 你要是跟我去的话 我给你三百块的公钱 你要是不愿意去 那你就回去睡觉吧 不勉强 师父翘着个二郎腿对我说 他是打算用金钱来诱惑我 我不得不承认呢 这姜还是老的辣 我去 师父 我跟您去 我一脸兴奋的说 哎哟 你小子不是要回学校睡觉吗 怎么不睡了 师父一脸微笑的打趣着我 我不睡了 等晚上再睡 师父一时 我们赶紧出发吧 我一脸焦急的对师父说 嗯 你上楼把我的皮箱子拿下来 我们这就出发 师父站起身子对我吩咐 好嘞 我应了一声 就往楼上跑去 当我将师父的老式皮箱提下来时 师父已经穿戴整齐 在楼下等着我呢 我们走吧 师父见我从楼上走下来 他转身向一道堂外走去 师父骑着他的电动车载着我 就向市里赶去 哎 师父 您这次接的傻伙 有没有危险呢 我坐在师父的身后问他 别问那么多废话了 去了你就知道了 师父对我说完这话 就扯着嗓子 开始唱起了歌 2002年的第一场雪 比以往时候来的更晚一些 师父的老人家刚唱完这一句 天空中就飘起了小雪 我心想师父这嘴肯定是开过光啊 在我们弟弟时 三月份下雪是很少见的 师父骑着电动车载着我 就来到了江薇薇家的小区门口 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师父将电动车停在小区门口 掏出电话就打了起来 没过一会儿 从小区里走出来一个中年男子 向我和师父迎了过来 这个中年男子的年纪 在四五十岁左右 长得很胖 个子不高 而且还秃点 他脖子上戴着小拇指粗的金项链 除了大拇指跟小拇指没带戒指 其余的六根手指都带有戒指 这个中年啊 就像个爆发火 哎呦江道长 哎呀还真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那个中年男子 一脸热情的走到师父的身边 伸出右手对师父说 啊哈哈 也没有久等 我也是刚到 师父伸出右手 跟那个中年男子 象征性的握了一下 哎呦 这这这外面天冷 咱们赶紧进屋说 中年男子对我们说完这话 就带着我和师父 向小区里面走 走在我们前面 这个中年男子 姓高 叫高君 是一家医药公司的老板 他年轻的时候 是开三轮车 倒腾药的 后来自己开了 一家医药公司 买卖 也是越干越大 哎呦江道长啊 这自从我请了财神回家 我这公司的买卖是一天不如一天 要压在仓库的一点销路都没有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高君回过头问向师父 嗯 现在我还不能发表定论 这一切呀 要等到了你家看了以后才知道 师父一脸慎重的对高君回复 高君听了师父的话后 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我走在师父的身边 像个贼似的 不停的向四处张望着 我在心里默默的祈祷着 千万不要碰到姜薇薇 留守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心里刚祈祷完 姜薇薇推开他们家二楼的窗户 就向我喊了过来 哎呦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哦 我跟师父来这办点事 我抬起头 一脸苦笑的对姜薇薇说 你等我一下 我这就下楼 姜薇薇关上窗户 就往他们家楼下跑 这姑娘一脸发家想 适合给你当媳妇 师父在我身边笑着对我说 哎呀 师父 您可别闹了 我们俩就是同学关系 充其量啊 算是朋友 我皱着眉对师父说 叔叔 我可以跟着你们吗 姜薇薇跑到我和师父的身边 一脸微笑的 先向我师父问了过去 哈哈 当然可以了 师父笑着对姜薇薇说 姜薇薇 你是怎么看见我的 刚刚我在二楼阳台浇花 无意之间就看到了你 你说咱们俩 这算不算是缘分 姜薇薇笑嘻嘻地问我 呃 是挺有缘分的 我尴尬地对姜薇薇说 这个高军家住的也是一栋别墅 他们家别墅的格局跟姜薇薇家一样 内部装修也是十分的豪华 哎哎 江道长啊 我请的财神在这儿呢 您帮我看看 高军指着靠在他们家一楼客厅左墙上的财神 对我师父说 你请财神的时候 有没有找人给你看过 师父望了一眼财神 问向高军 哎 我请咱们市里很有名的赵道长 过来给我看过呀 高军说起这个赵道长的时候 师父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江道长 您笑什么呀 高军一脸疑惑地问向师父 傻子都知道 供奉财神最佳的位置是坐东朝西 而你这尊财神却是坐北朝南 位置上就是错的 师父指着财神对高军说 哎呀 当初我问过那个赵道长 财神放置的位置不是坐东朝西吗 他说我们家北面是财神位 就让我把财神放置在这儿了 高军愁眉苦脸地 对师父讲述这事情经过 还有啊 你这鱼缸为什么要摆放在财神旁边呢 师父指着财神右面的大鱼缸 问向高军 高军家的这个鱼缸很大 高一米 宽半米 长两米 里面养了不少价值不菲的锦理 啊 这个鱼缸摆放在这儿 也是赵道长对我说的 他说水是财 将这个鱼缸放在财神旁边 会给我带来财运呢 高军指着鱼缸对师父继续说 水确实代表财运 但是将水放在财神的身边 会让你的财运流失 这是很大的忌讳 师父指着财神旁边的大鱼缸 跟高军说 哎呀 江道长啊 那您说 我这个财神该怎么供奉 我听您的 高军苦着脸问向师父 听了师父刚才说的那番话 让高军的心里感到十分的窝火 本来请财神回家 是一件很高兴的事 结果却闹得十分的不愉快 首先要将你请的财神位置摆对 刚刚我已经跟你说了 财神位置是坐东朝西 你也应该知道财神为大 所以必须放置在你们家的东面 而你摆的那个地方是破财位 师父指着东面的墙对高军说 啊 江道长 您继续往下说 还有什么忌讳的地方 高军点着头恭敬的 让师父继续说 这财神在供奉的时候 面一定不可以向门外 只可以向室内 财神是送财 他若是面向室内 就是送财给室内宅内之人 相反呢 面向门外 财就送给宅外之人了 宅主就要破财遭灾了 财神下面不能养金鱼 不能有水 对面的墙上不能挂流水的话 因为财见水则散 财神周围的环境一定要整洁 这是供奉财神最基本的要求 财神一定要远离你们家里的卫生间 因为卫生间是家中的污秽之源 离得太近 也会破财 财神爷的后背一定要靠在墙上 寓意着你们家的财友靠山 财友靠山越聚越多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这些去做就可以了 既然你接了财神回家 就要诚心的去供奉他 正所谓 请神容易 送神难 你一定要记得我说的话呀 师父对高君一一嘱咐着 没想到 供奉财神 居然这么讲究 江薇薇在一旁插了一句 师父呢 则是对江薇薇笑了一下 点了点头 哎哟 那就麻烦江道长 给我找个财神位吧 高君指着东面的墙 问向师父 嗯 这个没问题 师父向高君应了一声 就把手向我伸了过来 哎 师父 您这是想跟我要啥 哎呀 跟了我这么长时间 居然不知道我要啥 你这脑子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要罗盘 师父没好气的数落着我 您不说 我怎么知道啊 我不好意思的点点头 将手里的老师皮箱打开 将罗盘掏出来递给师父 我心想啊 这师父还真是不给我面子 当着我同学的面 居然这样数了我 师父接过我手里的罗盘 就向高君家客厅的东墙走了过去 师父一边打量这四周的环境 一边慎重的望着罗盘里 寻找着方向 就是这里了 这里供奉财神是最佳的位置 你得把这里没用的东西全部搬走 然后把财神搬过来 师父指着东墙靠北的方向对高君说 哎 好的江道长 那那我什么时候把财神搬到这财神位上 高君继续问向师父 高君对这方面是一无所知 师父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虽然他不懂 但是他觉得我师父说的这些很在理 在咱们中国农历的三六九 十三十六十九 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 都是财神日 你选择哪一天搬都没事 师父对高君说 哎呀 好的 真是谢谢您的江道长 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 哎 请您收下 高君说完这话 就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了师父 高君给师父的红包很厚 估计里面的钱至少在一万以上 嗯 那我就不客气了 啊 哈哈 师父说完这话 就把高君手里的那个红包收了下来 高先生 这时间不早了 我们得回去了 你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师父一脸微笑的对高君说 哎哎 好的江道长 要是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啊 我一定会给您打电话的 哎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高先生恭敬的对师父说 师父对高先生点了一下头 就带着我和江薇薇向外走去 干我们这一行是很受人爱戴的 大家不敢得罪我们 是怕我们用自己的本事 在背后算计他们 当然了 背后算计人的那种人 都是心胸狭隘之人 我知道 我师父那人是肯定做不出来的 因为他根本就不屑的去做 叔叔 上次你帮了我 我还没有感谢你呢 既然你路过我们家 就上我们家喝口水吧 我们走出高君的家 江薇薇热情的邀请着我和师父 哦 不了 我们还着急回去呢 师父没说话 我先插嘴对江薇薇说 你还别说 哎呀 正好我有些口渴了 那就去这位姑娘家 喝口水吧 师父说完这话 就向江薇薇家的方向走去 我则是一脸不耐烦的 看着这个老家伙 也不知道他这是想要干嘛 来到江薇薇的家后 江薇薇给我和师父 递了两瓶矿泉水 师父一边喝着水 一边打量着江薇薇家别墅内部的环境 姑娘啊 这栋别墅应该就你一个人住吧 师父放下手里的矿泉水瓶 问向江薇薇 没错 这栋别墅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住 我爸妈他们有自己的房子 没跟我住在一起 这房子的地理位置 风水都不错 但你一个女孩子自己住在这里 就不是太好了 师父淡淡地对江薇薇说 叔叔 你说说看哪里不好了 江薇薇疑惑地问向师父 他心里清楚 我师父是个有本事的人 他可不是外面摆地摊的那些江湖老骗子 你这栋别墅之前死过人 加上你是女孩子属阴 所以你这栋别墅的阴气很重 现在看起来你这房子还不错 再过一段时间的话 恐怕会照进来一些孤魂野鬼 跟你一起居住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你最近这一段时间里 睡觉容易失眠 身体还有些无力 精神也不是太好 师父问向江薇薇 她听了师父的这番话后 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惊恐 没错 最近这段时间里 晚上睡得晚 早上起得早 身体确实有些乏力 在学校听课的时候 也无法集中精神 江薇薇点着头对师父说 嗯 你这屋子啊 风水格局不错 就是太缺少阳气了 师父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向我看了过来 我不明白 师父的看着我是几个意思 叔叔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破解吗 江薇薇眉头紧皱地问向师父 嗯 白天的时候 你把别墅的窗帘全部都打开 让你这屋子多照些太阳的光 这样可以聚集阳气 师父指着客厅挡着的窗帘 对江薇薇说 因为这栋别墅 一直是我一个人住 我挡着窗帘 就是怕别人看见我一个人住 叔叔 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江薇薇继续问师父 要是你这里再多个男人就好了 嗯 男人属羊 一男一女属于阴阳调和 这样的话 就能改变你这栋别墅的风水了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没啥人气 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如果两个人住在这里的话 会给房子增添人气 这就好比是一缸静止死水 如果你在缸里养上鱼的话 那死水就会变成活水 这是一样的道理啊 师父说这话的时候 依然是在盯着我看 我被师父看得心里有些发懵 我父亲他做生意 常年不回家 他也不能来我这住 而我也没有个男朋友 我总不能随随便便 找个男人回来吧 江薇薇一脸凝重地问向师父 当他想到师父之前说的那句话后 他就有些害怕 他可不想自己住的地方 招来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进来 你没男朋友 还没有男同学吗 师父指着坐在一旁的我 对江薇薇说 此时我瞪着两个大眼珠子 就向师父看了过去 我没想到啊 师父他就 这么就把我给卖了 右手 那你就住在我这里吧 全当是在帮帮我了 我这里的环境 比你们寝室的环境 也好很多 江薇薇苦求着我 江薇薇 咱们俩孤男寡女的住在一起 这样不太好吧 会惹闲话的 我皱着眉头 一脸为难地对江薇薇说 我是一点也不想在江薇薇的家里住 这有什么 你也不是没在我这住过 我都没在乎那么多 你怕个什么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你可别忘记了 我曾经可是帮过你的 江薇薇一脸不高兴地对我说 听了江薇薇的话后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她了 留手 做人不能太无情无义 况且这是你的同学 你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师父在一旁还给我添油加醋的数落着我 听了师父这一句话 我感觉这里好像有些欲谋我 我也后悔跟师父来江薇薇家这喝水 我万万没想到 这喝水的功夫 就把自己给喝进去了 留手 你给我个痛快话 到底能不能在这里陪着我住 江薇薇在一旁焦急地问我 江薇薇 我倒是愿意帮你 但是我也不能老住在你家呀 这不是长远的办法 我一脸纠结地对江薇薇说 你也不用常住在这里 一个月 你来这里住上十天就可以了 因为你是童男之身 你身上的阳气足以改变这里的风水格局呀 师父对我淡淡地笑着 我看到师父脸上的笑容有些诡异 那好吧 我只好对江薇薇点头答应 那你今天就别走了 晚上就住我这儿吧 我这里牙刷牙膏毛巾什么的也都有 不需要你回去拿 江薇薇露出一脸的微笑对我说 江薇薇 我还是明天来你这儿住吧 我得回寝室 拿两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我一脸郁闷地对江薇薇说 那好吧 你明天过来也行 谢谢姑娘的热情款待 我们呢 得回去了 师父站起身子 对江薇薇道谢 叔叔你再坐一会儿吧 晚上我请你跟刘首吃个饭 江薇薇站起身子挽留着我们俩 此时的我 哎是一刻也不想多待了 谢谢姑娘的好意 等改天有时间再说吧 师父对江薇薇说完这话 就向别墅外走去 叔叔你们慢走 有时间再来 江薇薇把我们送到门口 并大声地对我和师父喊着 哦 好的 有时间我一定会来的 师父还对江薇薇摆着手 师父走在前面 我提着他那口破皮箱 走在师父的身后 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 师父在江薇薇家说的那番话 我是越想越不对劲 我觉得师父是故意要卖我 真是一个好姑娘 我是越看越喜欢 师父一边向前走着 一边轻声地嘀咕着 师父 您刚刚有些过分了 您怎么能出卖我呢 我走到师父的身旁 一脸没好气地质问师父 你小子别胡说八道 我可没有出卖你啊 我只是对他提了一个小建议而已 再说了 你小子有什么值得我出卖的 要钱没钱 要长相没长相 也就心眼能好点 我说的对不对 师父背着手 一边向前走 一边对我没好气地说 我为师父说的是哑口无言 我确实是要钱没钱 要长相 也没长相 回去的路上 师父依然是放声地歌唱着 周围路过的行人 则是用一种很怪异的眼神 在看着我和师父 而我呢 已经彻底的习惯了 回到一道堂 师父打开高君给他的红包 数了一下里面的钱 一共是一万八千八百八十八 很吉利的数字 看到这个钱数 我也是惊了一下 师父随便地跟那个高君扒扒两句 然后再用罗盘找个财神费 就轻松地赚了将近两万块钱 这真是让我有些羡慕嫉妒恨啊 这是你下午的工钱 三百块 你拿好了 师父抽出三百地给了我 然后他将剩余的那些钱 全部扔进了抽屉里 师父这个人很奇怪 有时候啊 拿钱看得很重 有时候却拿钱不当个东西 我是搞不懂我这个师父 谢谢师父 我接过师父手里的三百块钱 对师父道谢 虽然我很羡慕师父能赚到那些钱 但是我一点也不贪 师父能给我这三百块钱 我已经很满足了 哦 对了 你小师姑今天中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你小师姑让我转告你 让你星期天来我这一趟 他要带你去看房子 他说给你买的房子 已经装修好了 师父指着桌子上的空茶杯对我说 哦 我对师父应了一声 就去给他泡茶 师父告诉我这个消息 让我心里有点小小的激动 我以后也算是个有家的人了 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放假 没地方去了 现在时间还早 等你回去的时候 去家电城还有家具城看看 我答应过你 你家的电器还有家具 我负责给你买 到时候你把钱数报给我就行了 师父喃喃的对我说 谢谢您了师父 我一脸感激的对师父说 如果师父不给我买家电和家具的话 我那房子只能空放在那 不能住人了 以我现在的经济实力 我只能凑合的养活着自己 谢谢就不必了 我这里也没什么事 泡好茶 你就回去吧 师父对我说完这话 就打开电脑 开始斗起了地主 哦 师父 那那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 您给我打电话 我泡完茶后 给师父倒了一杯 对师父说 嗯 路上一定要小心 那个狐狐狸精不会轻易地放过你的 师父点了下头 对我嘱咐道 哎 我知道了师父 说完这话 我就走出了一道堂 我很庆幸 自己能遇见师父 小石姑 还有何时书这三个好人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报答 他们三个对我的恩情 我走出八十八号胡同 掏出电话 就给我二叔家的凤娇姐打了过去 我很长时间没联系她了 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我心里有那么点担心她 喂 凤娇姐 你现在在哪儿 接通凤娇姐的电话后 我听到里面有男男女女的吵闹声 留守弟弟 我在KTV了 你有 有什么事吗 凤娇姐说话 磕磕巴巴的 有些大舌头 看样子 应该是喝多了 这个凤娇姐 就太不省心了 你在哪个KTV 我去找你 我压着心里的火问她 我在百度KTV 二楼二零五 你过来陪姐喝点 姐心里不舒服 凤娇姐在电话里对我说 好 你等我 我马上到 我说完这话 挂断手里的电话 打着一辆出租车 便往市里的百度KTV赶去 坐在出租车上 我望着车窗外 有些感到迷茫 没用到十五分钟 我就来到了百度KTV 我刚走进大厅 迎面就碰上了 宋佳佳 宋佳佳看到我的那一刻 显得很惊讶 宋佳佳热情地迎上来问我 我笑着对宋佳佳说 一看到这个宋佳佳 就让我想到了 那个民国女鬼 也不知道 那件事 她知不知道 宋佳佳继续问我 我对宋佳佳说 宋佳佳对我说完这话 就带着我往二楼走去 当我被宋佳佳带到二楼二零五房间的时候 我看到我凤娇姐正被两个年轻男子围着灌酒 有一个男子用手不停地在我凤娇姐的身上乱摸 你不要摸我 你给我走开 凤娇姐无力地用手推嗓着她右面那个对她动手动脚的年轻男子 那个男子则是无动于衷地继续用手摸着我凤娇姐 坐在左面那个男子则是不停地拿起酒灌着我凤娇姐喝酒 看到这一幕我是十分的气愤 我不生别人的气 我生我凤娇姐的气 她这也太不爱惜自己了 凤娇姐 你喝多了 我带你回家 我走到她的面前 推开那两个对凤娇姐动手动脚的男人 拉着她就要往外走 你晓得谁啊 坐在凤娇姐右面 那个站着凤娇姐便宜的男子 站起来就把我推到了一边 她还是我弟弟 我得跟她回家了 凤娇姐捂着晕沉沉的脑袋 从沙发上站起来就要跟我走 走什么走 我们还没玩够呢 那个站着凤娇姐便宜的男子 一把把凤娇姐推到了沙发上 小子 我会照顾你姐姐的 你还是赶紧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 站我凤娇姐便宜的年轻男子 说完这话 就把他身上穿的衬衫脱掉 露出一身纹身 这个男子的身高在一米八五 体格健壮的像头熊 而我在他面前就像一只瘦猴子 你这个人挺有意思 我要带我表姐走 关你什么事 你有什么资格做我姐的拙 我仰着头 看着那个健壮的男子 一脸嘲笑的说 我要回家 我要跟我弟弟回家 凤娇姐躺在沙发上 闭着眼睛喊着 此时凤娇姐已经喝得不省人事了 如果我不将这个凤娇姐带走 那后果无法想象 你姐她在喝酒前答应我了 今天晚上要跟我过夜 你小子识相的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蛋 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这个健壮的男子握着抖大的拳头 在我面前晃了一下 面对这个健壮的男子 我没有一丝惧怕之意 鬼和僵尸我都不怕 更何况他这是个人 哎小伙子 我大哥让你走 你就赶紧走吧 别留下来自找苦吃了 这个时候 坐在我凤娇姐左面的那个男人 站起来对我劝说着 这个男子身高跟我差不多 身材有些干瘦 面相长得有几分猥琐 一看就不像个好玩意儿 此时这间包房里的男男女女 停止地吵闹 眼睛全都向我看了过来 我打量了一下 这间包房里一共有十六个人 男的有十个 一个个全都光着膀子 身上也都是刺龙画虎的 女的家我凤娇姐十六个人 其余的那五个女人 画着很重的烟熏妆 染着各种颜色的头发 她们的一身打扮都没有那鬼好看 东哥 大家出来玩的也别伤了和气 既然这个姑娘要跟我这个朋友走 你们就网开一面 放了这姑娘吧 一会儿啊 我让服务生给你们多上两个果盘 两箱啤酒 你看怎么样 宋家家从我的身后走出来 对站在我面前的那个健壮的男子说 他见着满屋子的男人一脸愤怒地看向我 他怕我吃亏 就站出来缓解一下气氛 这里没你什么事 你赶紧出去吧 我身前那个健壮的男人指着包房门对宋家家大声地嚷着 这 宋家家一脸为难地不知道如何去做 此时他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我今天必须要带走我姐 你们无权干涉 我固执地对我身前的那个健壮男子说完这话就像躺在沙发上的凤娇姐走去 那个健壮的男子他好不容易地把我凤娇姐灌倒 很不甘心让我将这条已经属于他的鱼带走 我看你他妈是欠揍 那个健壮的男人说完这话挥起斗大的拳头就向我的脑袋狠狠地砸了过来 宋家家惊得大声尖叫了一声 此时我的心里压着一把怒火 我无所畏惧地伸出右手紧握拳头 用尽全力对着那个健壮男人的拳头便积了过去 哼的一声 我的小拳头撞在了他的大拳头上 我们俩一同向后倒退了三步 此时我的整条右臂都麻了 那个健壮的男子也好不到哪去 他的右臂被我一拳给打脱臼了 都他妈看个屁啊 给我狠狠地收拾这个臭小子 给我打死他 那个健壮的男子对身边那些男人说完这话后 其余那九个男人一同从沙发上站起来 就向我冲了过来 我站在原地一动也没动 宋家家转过身就向包房外跑去 虽然我会到法 但是面对这么多人的围攻 我只有挨打的份 我躺在地上 双手紧紧地抱着头缩成一团 挨着那九个男人的拳打脚踢 我被打了大约五分钟左右 宋家家带着大约十五六个服务生就冲了进来 服务生的手里不是提着酒瓶子 就是拿着塑料凳子 你们都给我住手 宋家家大声地对围着我打的那些男人喊着 那些男人一见宋家家带来十五六个人 他们立即停下了手 宋教理 我不但是你们老板的朋友 也是你们这里的常客 你为了这个小子得罪我 就不怕被你们老板开除你吗 那个健壮的男子指着躺在地上 浑身是血的我向宋家家指责道 东哥 他是我朋友 也救过我的命 就算是我被老板开除 这件事我也得管 所人不能忘恩负义 我劝你现在还是赶紧离开吧 宋家家望着躺在地上浑身是血的我 对那个健壮的男子说 好 那你就等着被开除吧 我们走 那个健壮的男子对宋家家说完这话 就带着他的人走出了报件 吴伟 许斌 你们两个把躺在沙发上的姑娘 扶到我值班室的床上 宋家家 指着躺在沙发上的凤娇姐对他身后的两个服务生吩咐道 哎 好的 佳佳姐 叫吴伟和徐斌的服务生对宋家家应了一声后就将凤娇姐搀扶出去了 王彦斌 将云 你们两个帮我把这个朋友送到医院 宋家家又对着他带来的两个服务生吩咐 于是我在这两个服务生的搀扶下 对宋家家送到了我们市的中心医院 宋家家 我没事 你不用送我去医院 我坐在出租车上 睁开眼睛 笑着对宋家家说 都被打成这样了 还说自己没事 还能笑出来 真是有点傻 宋家家瞪了我一眼 没好气地说 两个服务生帮宋家家把我送到医院后就离开了 宋家家陪着我在医院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我身上的骨头没什么大碍 瘦的都是些皮外伤 我的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眼睛被肿起来的颧骨挤成了一条缝 此时的我看起来有些滑稽 来医院这一趟啊 足足花了我一千块钱 哎 宋家家 我姐呢 我摸着红肿的脸 一脸担忧地问向宋家家 在那个二零五包间里 我被那些人打晕了过去 当我睁开眼的那一刻 我是在出租车里 我凤娇姐的情况 我是一点也不知道 你放心吧 你姐已经被我安排人送到我的值班室了 你现在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宋家家一脸苦笑地对我说 真是谢谢你了宋家家 这样我就放心了 我喘了一口粗气 笑着对宋家家道歉 我也将我悬着的心 放在了肚子里 小师傅 我一直有件事想要问你 宋家家 紧皱着眉头望向我 那你说吧 什么事 有一次 我晕倒在我们KTV门口 然后被KTV的服务生 送到了医院 当我出院看监控录像的时候 我发现那天晚上 是你把我给带走的 而那段时间发生的事 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 宋家家眯着眼睛问向我 听到宋家家问我这些话 我额头上的冷汗瞬间流了下来 我这次见到他 很怕他问我这个问题 可最终 我还是没有逃脱的了 好吧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全都告诉你 那段时间 你被一个民国时期的女鬼上了身 你之所以什么都不记得 是因为那个女鬼控制了你的身子 控制了你的思想 那一天 我来找你 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了宋家家 宋家家听了我的讲述后 她原本粉嫩的脸蛋 瞬间变得苍白 她还觉得自己后脊两骨 直冒冷风 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也不用害怕 那个女鬼 已经被我和我的师父除掉了 我对宋家家安慰着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不是被鬼跟踪 就是被鬼上身 这也太灰气了 宋家家说完这话后 就向我身边紧紧的靠了过来 我能看出来 她现在有些害怕 我在医院里打了两个消炎掉瓶后 就跟着宋家家又回到了百度KTV 凤娇姐她躺在KTV值班室的床上 呼呼大睡着 看着那不争气的凤娇姐 我是气不打一处来 我真想上去给她两个大耳光子 把她给打醒了 今天的事 真是谢谢你了 宋家家 我转过身 一脸感激的 对宋家家道谢 小师傅 客气的话你就别说了 你帮我爹也不少 咱就当扯平了 以后有什么事的话 你就给我打电话 我能帮上忙的话 我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我发自内心的 对宋家家说着这番话 好 我要有事的话 一定会麻烦你的 我对宋家家告别后 扶着我那不省心的凤娇姐 就离开了百度KTV 我带着凤娇姐 在附近的一家旅店 花了三十块 开了一间房 凤娇姐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不能把她送回我二叔家 三十块钱的旅馆 真是不咋地 杂乱的地面上 不是瓜子皮 就是用过的避孕套 已经发了黄的被子上 有股说不出来的味道 我都有点后悔来这个旅店了 我轻轻地把凤娇姐扶到床上 将她的鞋子脱掉 然后又把被子盖在了她身上 我要喝水 想喝水 我刚要转身离开 凤娇姐躺在床上 闭着眼睛就对我喊 看着她这个样子 我又不放心 把她一个人扔在这里 老板 给我来两瓶矿泉水 我走到一楼吧台 指着货架上的矿泉水 对老板说 小兄弟 要不要来盒避孕套 这年头的女人可不准上 一旦染上病了 就不好了 旅店老板 一脸猥琐的指着 吧台上的一盒避孕套 对我说 听了旅店老板的话 我的脸 瞬间黑了起来 我不需要那个 我只要矿泉水 我拉着个脸子 对旅店老板说 啊 两瓶矿泉水 一共六块钱 旅店老板 没好气地对我说 她没赚到我避孕套的钱 有些不高兴了 我给旅店老板六块钱 拿着两瓶矿泉水 就回到了 我为凤娇姐开的那间房里 走到凤娇姐身边 把她轻轻地扶起 然后将手里的一瓶矿泉水 给她灌到肚子里一半后 她又继续睡了起来 我躺在凤娇姐的身边 苦笑了一声 当初我将身上的一口洋气 给了夏婉婷 师傅说我会倒霉一年 当时我还有些不相信 现在我是真的相信了 自从那以后 我确实挺倒霉的 三番五次的受伤 就在我刚要睡着的时候 我的电话突然就响了起来 给我打电话的是曾璐 二哥 这都快十点了 你回不回来睡觉了 曾璐在电话里一脸担忧地问我 我二叔家的姐姐出了点事 我现在在陪她呢 我今天晚上不回去睡觉了 你妈不用等我了 我无力地对着电话说 曾璐说完这话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望着电话叹了一口气 转过身 又睡了 我这一觉一直睡到早上七点才醒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凤娇姐她还在继续睡觉 看来她昨天没少喝呀 看她睡得那么香 我也不好意思叫醒她 当我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 我全身上下就没有不疼的地方 我对着房间的镜子照了一下 我看到我的脸肿得就跟猪头似的 而且还青一块紫一块的 这个样子去上学 肯定会被班级里的同学们笑话 不管那么多了 被人家笑话 也比被张老师批评强 我自言自语地说完这话 就走出旅店 打了一辆出租车 便往学校赶去 我回到学校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七点半了 我看时间还来得及 赶紧往男生宿舍跑去 这一路有不少学生 用好奇的眼光向我看来 有的还对我指指点点的 而我呢 则是无视着一切 我推开寝室的门 没见到曾璐和尤之培 估计这两个小子 已经去教室了 我走到我的书桌前 将抽屉打开 拿出师父给我的毛笔珠纱 还有黄符纸 就画起了治疗外伤的符筹 当我将符筹画完后 我将自己身上的脏衣服脱了下来 然后把治疗外伤的符筹 贴在了我的胸口处 接着我又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向学校的教学楼跑去 当我走进我们班教室的那一刻 我再一次成功的将我们班同学的眼睛 全部吸引到了我的身上 谢峰看到我红肿的脸露出一副嘲笑的表情 哎 刘首 你脸怎么了 对呀 你脸怎么了 班级里的同学一同问向我 二哥 谁把你揍成这样的 你快告诉我 曾露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 跑到我面前问我 我这是自己不小心 滑倒 才摔成这样的 不是被人打的 我对曾露还有班级同学挤出一丝微笑 做出了解释 如果我把事情如实的告诉曾露 以这小子的脾气 他肯定会拿着刀去找人家拼命的 你可别骗我了 你这脸上的伤可不像是摔的 你快告诉我 到底是谁打的 我要了他的狗命 曾露撸起袖子一脸愤怒的问我 我没骗你 我这真是摔的 我固执的说 二哥 我也不相信你这脸上的伤势摔的 你就说是谁打的 我们去给你报仇 游之陪也不相信我说的话 好了 别纠结我这个问题了 老师进来上课了 你们俩赶紧坐好 我走到我的座位上坐下 对曾露还有游之陪说 我抬起头望向前面的讲台的时候 我看到江薇薇回过头 一脸担忧的在看着我 我呢 则是对江薇薇笑着点了一下头 有了治疗外伤的符咒贴在身上 我红肿的脸很快就笑了下去 身上发紫发青的地方 开始慢慢的变淡 我心想 这道家符咒还真是神奇 只是昨天去医院检查 花的那一千块 有点太冤枉了 原本是宋家家想要给我掏钱看病 当时我兜里有钱 怎么可能让他掏钱 于是我咬着牙掏出一千块钱给了医院 这一千块钱死的有点太惨了 一想到这一千块钱 我这心里就痛了 上课的时候 曾璐油脂培还有江薇薇 时不时的向我的脸看过来 我让他们三个看得 我这心里十分的别扭 到了中午放学的时候 曾璐拦着我还要刨根问底的问我 这身上的伤是哪来的 我绕过曾璐就向教学楼外跑去 我怎么觉得 这二哥的脑子好像有点问题啊 油脂培望着我远去的背影 对身边的曾璐嘟囔着 二哥会不会是被人家给打傻了 曾璐点着头对油脂培说 我跑出教学楼掏出电话 就给我那不省心的凤娇姐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好几声 才被凤娇姐接听 啊 刘萱 你找我有事吗 凤娇姐在电话里打着哈欠 低声地问我 凤娇姐 你现在回家了吗 没呢 那你现在在哪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 我刚醒 头好疼啊 凤娇姐在电话里对我说 听到她说这话 她现在应该还在旅店里 那昨天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昨天我喝端片了 什么都不记得了 听了凤娇姐这话 我都快要抓狂了 你现在在旅店里 是我昨天送你过去的 你在旅店里老实地待着 哪儿也别走 我下午放学后就去找你 我无奈地对我那不省心的凤娇姐说 留守弟弟 来的时候别放在锅买点吃的 我身上没带钱 好饿呀 凤娇姐在电话那头 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我知道了 就先这样了 说完这话 我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我现在对我这个凤娇姐是又气又恨 她年龄虽然比我大 但是她的心智就像个小孩似的 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中午我也没去食堂吃饭 直接回到寝室睡觉 这几天发生的事让我身心疲惫 我准备养足精神 晚上去找萧勇敢 还有张仪他们 曾路跟游志培吃完午饭回来 还想继续盘问我 他们哥俩看到我睡着了 也没忍心打扰我 而是安静地坐在电脑前玩起了英雄联盟 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四十 他们哥俩才把我叫醒 二哥 你就如实地交代吧 你这身上的伤到底是哪来的 如果是别人打的 我曾路帮你报仇 曾路继续向我纠缠着 老三 我身上的伤真是摔的 你小子能不能别像老四那样 没完没了的磨叽 我扶着你还不行吗 我苦着脸子说 二哥 你这真是狗咬吕洞宾 哎 不是好人心啊 人家三哥 这是在关心你 你这样说话也太伤人了吧 游志培挺着个大肚子 还数落着我 从北京回来这两天 游志培又回到了以前的体重 我就知道他减不了费 我是真没事 你们不用担心我了 哦 对了 你们俩给没给老大打电话 我转移话题 问向曾路还有游志培 如果我不转移话题的话 这哥俩会没完没了的问我 我给老大发微信了 老大说他在家静心的休养 几天再来上学 然后他就不再理会我了 曾路一脸苦闷的对我说 哎呀 佳琪姐去世这件事 给老大的打击太大了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世界的好人就不偿命呢 游志培一脸感慨的说 谈起黄涛 我们哥仨这心里都有些不适滋味 于佳琪的叙事 不是我们大家所想看到的 我们三个希望黄涛 能从这件事里尽快地走出来 哎 对了 老四 我晚上要去找萧兄弟他们 你要不要一起过去 我转过身 问向游志培 哎 那我必须得去啊 哎 我可不可以带上三哥呀 老大不在 把三哥一个人扔起世里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游志培指着曾路 曾路呢 则是可怜巴巴的向我看了过来 嗯 好 那咱们晚上 三个人一起过去找萧兄弟 我点头答应 虽然曾路不认识萧兄弟他们 但这曾路也不是外人呢 晚上放学的时候 我得先去找我二叔家的姐说点事 你们两个先去找萧兄弟他们 等我跟我二叔家的姐说完事后 我就去找你们 我转过身 嘱咐游志培 好的 二哥 一切就按你说的做 曾路和游志培一同跟我应道 我们今天下午就有两节课 然后不到三点我们就放学了 我正要急匆匆的往外走时 江薇薇从座位上站起来 把我给拦住了 你昨天答应我的事 你还记得吗 江薇薇眼睛直勾勾的望着我 江薇薇要是不提的话 我还真把昨天答应她的事 给忘了个干干净净 我当然记得 江薇薇 我还有点事 急着要去处理 等我忙完了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对她说完这话 就向教室外跑去 江薇薇 我二哥他昨天答应你什么了 游志培很八卦的 走到她的身边问她 关你什么事 莫名其妙 江薇薇对游志培 没好气的说完这一句 就离开了 江薇薇这脾气 真是越来越差了 游志培望着江薇薇的背影 摇了摇头 跟身边的曾璐嘟囔着 遇见你这样的人 再好脾气的老娘们 也都让你给气拉拉尿了 曾璐对游志培说完这话 也向教室外跑去 曾璐 你说这话有意思吗 你给我站住 游志培加快脚步 就向曾璐追了过去 这两个家伙 就是我们寝室的一对奇葩 我走出学校打了一辆出租车 就向凤娇姐住的那间旅店赶去 路上我还给她买了些零食 以及水果 当我推开旅店门的时候 凤娇姐坐在床上 一边抽着烟 一边聊着微信 可能是聊得太过投入了吧 她根本就没发现我的到来 我走到凤娇姐的身边 伸出手 将她放在嘴里的香烟抽出来 就扔在地上 踩灭了 哎呀 留守弟弟 你可终于来了 我都要饿死了 哎 赶紧给我东西吃 凤娇姐没心没肺地 指着我手里的东西 我则是没好气地 将手里的东西 都扔到了她的身边 一句话都没说 凤娇姐拿起我买的零食 就葫芦吞枣地往嘴里塞 看来她真的饿了 昨天下午发生的事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当凤娇姐吃完东西后 我坐在床边皱着眉头 向她问了过去 昨天中午我在家睡午觉 后来我闺蜜过打电话 让我去KTV唱歌 我只记得我被两个男人 灌了很多酒 剩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凤娇姐抬起头望着我说 你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 我接着问她 没有 凤娇姐低着头摸着自己的肚子 一脸伤感地对我说 既然你肚子里的孩子还在 那你为什么要喝那么多酒 为什么还要抽烟呢 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这很容易导致你肚子里的孩子 长成畸形 或者生下来的时候 带有先天性的疾病 你现在这个样子 不仅仅是在害你自己 你是在害你肚子里 那无辜的孩子 你不觉得 你为所欲为的行为很自私吗 你难道 想成为我父母那样的人吗 把我生下来 不问不问 我 我真的很希望他们两个 当初不要生下我 我一脸激愤地 对坐在床上的凤娇姐喊着 留手 我错了 我又再也不会这样了 凤娇姐听了我的话后 气不成声地 对我承诺着 你那些所谓的朋友 把你灌醉 就是为了想强奸你 你知不知道 我昨天为了把你 从你那些狐朋狗友的身边救出来 我挨了多少遭 你这样做真的很过分 我对你很失望 我指着我脸上的伤 对凤娇姐吼着 我控制不住心里的怒火 向凤娇姐全部发泄了出来 我错了 我又再也不这样了 作为一个女人 你要懂得自爱 而不是自暴自弃 你都不把自己当成人 谁还会把你当成人 你现在这个样子很讨厌 你知不知道 我之所以这样不留情面地说凤娇姐 我是想把她给说醒 我不想让她再这样 没心没肺地继续活下去 我以后会懂得自爱的 不会自暴自弃的 我想你保证 凤娇姐一边哭着 一边跟我保证 她现在的样子 就像是做错事的孩子 我的房子 已经装修很好了 等买完家电和家具 就可以住进去了 这段时间 你先老老实实地住在家里 如果你还跟从前一样任性的话 我再也不会管你了 我叹了一口粗气 对凤娇姐说 不会的 我不会再任性了 凤娇姐摇着头 对我说 这是五百块钱 你省着点话 我从兜里掏出五百块钱 扔到了凤娇姐的面前 我原本想给她一千的 我怕她拿了一千块 还会乱化 我就给她捡了个半 给她五百 等她没钱的时候 我再给她 毕竟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现在养一个孩子 可不是那么容易 不用了 你一个学生也不富裕 凤娇姐看着那五百块钱 有些不好意思呢 给你 你就拿着吧 只要你好好的就行 我也不跟你说了 我还有事有吗 你赶紧起床回家吧 嗯 我现在就起床回家 凤娇姐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 对我点头答应 回家 给我发个微信 我说完这话 就推开门 向外走去 当我走出旅店的时候 我先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然后 又缓缓的吐了出来 我真的不希望 凤娇姐肚子里的孩子 变成我这样 凤娇姐肚子里的孩子 现在已经没有父爱了 如果让她再没有母爱的话 那她活着 就是最大的痛苦 这不是我想看到的 也只有从小失去父爱母爱的人 会想这么多 喂 萧兄弟 你们现在在哪 我拨通萧勇敢的电话 向她问了过去 好 我跟张妹妹还要翻清 我们三个在江边散步呢 刚刚萧兄弟给我打电话了 他们一会儿就到 萧兄弟在电话里跟我说 哎 你们几个在江边等我 我马上就过去 我对萧勇敢说完这话后 就打了一辆出租车 向江边赶去 当我赶到江边的时候 油脂培跟曾路他们哥儿俩 已经到了 萧兄弟 这两天有点忙 没时间照顾到你们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下了出租车 跑到萧勇敢的面前 一脸抱歉的对他说 哎 刘兄弟 你说这话就客气了 咱们大家都是朋友 什么照顾不照顾的 这几天呢 我们三个玩的 也挺开心的 萧勇敢善解人意的 笑着对我说 三哥 你现在该相信 我说的话了吧 嘿 这姑娘 美得像不像仙女下凡呢 油脂培指着张仪 对曾路说 曾路呢 眼睛直勾勾的望着张仪 没说话 而是对油脂培点了点头 曾路被张仪的美貌 深深的吸引住了 老三 你口水都流下来了 赶紧擦擦 我笑着打去曾路 曾路赶紧伸出右手 向他的下巴擦了过去 又是个流氓痞子呢 真让人讨厌 张仪看了眼曾路 没好气的说 哎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请你们吃饭吧 我指着江边一家 很不错的烧烤店 对萧勇敢他们提议 好 我们也都饿了 萧勇敢点头答应 于是我们这一行五个人 一个腰 就向烧烤店走去 哎 范青 你还习惯我们这儿的生活吗 我坐在烧烤店里 问范青 嗯 我真是太喜欢你们这儿的生活了 尤其是你们这里吃的东西 都很好吃 我决定也留在这里不走了 范青笑着对我说 范青笑的时候 露出两颗尖尖的小虎牙 显得特别的可爱 刘哥哥你们这里确实不错 有山有水 空气也新鲜 我个人认为 你们这里比北京还要好 张仪也跟着附和 哼 我也开始喜欢这个地方了 萧勇敢插了一句 笑着对我说 那 你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这里的房价也不是很贵 我跟萧勇敢他们提议 嘿 还别说 我正有这个打算 萧勇敢点着头对我说 就此话题啊 我们大家聊了将近半个多小时 我心里清楚 范青他很能吃 我向服务员点了十盘肉 还有不少海鲜 满满一桌子的东西 都够十个人吃了 二哥 你最近是不是发大财了 曾璐看着满桌子的肉和海鲜 问我 没有啊 我摇着头对曾璐说 那 那你 是不是彩票中大奖了 曾璐继续问我 也没有啊 你干嘛问我这个 那 咱们六个人吃饭 你点这么多东西 不觉得有些浪费吗 曾璐指着满桌的肉和海鲜问我 到时候啊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点这么多了 怎么 赶紧吃饭吧 我对曾璐说完这话 就召唤着大家吃饭 我们这桌有两个烤炉 将生肉放在炉子上烤熟 要逮那么一会儿时间 樊青呢 早已经等不及了 他也不用筷子 直接伸着两只手 就抓盘子里的生肉 生海鲜往嘴里塞 我的娘啊 这姑娘也太生气了吧 曾璐看到樊青的吃香 他咽了一口唾沫 哎呀 其实这都不算什么 你没看见他生吞野猪 哎呦 那才叫一个生性啊 游直培点着头对曾璐说 生吞野猪 老四 你小子逗我玩呢吗 曾璐根本就不相信游直培说的话 你不信的话 可以问二哥 二哥他也看到过 游直培加了一块烤熟的牛肉 塞进嘴里 指着我说 曾璐则是一脸疑惑的向我看了过来 别听老四胡说八道 赶紧吃饭 我对曾璐回了一句 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少让曾璐知道为好 毕竟他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不想拖他下水 将游直培介绍给何师叔 我都有些后悔了 而三哥 我对灯发誓 我是真没说谎啊 游直培红着脸子 我举起右手向曾璐肯定的说 老四 你吃东西也堵不住你的嘴啊 我瞪了游直培一眼 没好气的说 游直培见我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闭上嘴巴 不再说话了 这顿饭 我们大家吃了将近两个小时 我们在座的人没吃多少 满桌子的东西啊 都让蛇精繁清自己吃了 曾璐呢 一脸不可思议的望着蛇精的肚子 姑娘 这桌子的东西差不多都让你吃了 可我为什么不见你肚子鼓起来呢 曾璐打亮着蛇精繁清的肚子 一脸惊讶地问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再有这些我也能全部吃了 繁清舔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对曾璐笑着说 曾璐听了繁清的话 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三哥 这繁清姑娘给你做媳妇 你要不要 游直培指着繁清 打趣着曾璐 不要 我可不要 曾璐说这话的时候 这头啊 摇得就跟波浪鼓似的 为啥不要啊 我笑着问曾璐 此时我们大家都已经吃完 坐在椅子上愉快地聊着天 像他这样的吃法 我就算是卖肾也养不起啊 曾璐一脸苦笑地对我说 确实如曾璐说的 蛇精这样的吃法 普通的家庭啊 根本就承担不起 对了刘哥 你不是说你师父认识公安局的局长吗 你能不能想办法 给繁清办个身份证 现在出门没有身份证 实在是太麻烦了 张仪指着繁清向我问了过来 这几天呢 实在太忙 等我抽出时间 我找我师父谈谈这事 让我师父去找那个公安局长 这件事应该没多大问题 我点着头对张仪说 当我们大家聊得正起兴的时候 我兜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给我打电话的是江薇薇 看到江薇薇的来电 我心里有点打触 我心里也清楚 江薇薇给我打这个电话 做什么 二哥 谁给你打电话呢 你怎么不接呀 游职培探着头 渐渐的望着我的手机问我 是江薇薇 我随口对他回答 对他们 我没什么好避讳的 那你赶紧接电话呀 人家可能找你有急事 游职培表现的比我还着急呢 他这真是皇上不急 太监急 啊 我先接个电话 你们几个先聊着 我一脸尴尬的站起身子 对在座的众人说完这话 就向外走去 喂 怎么了江薇薇 我划开电话问江薇薇 你今天晚上什么时候来我这儿 江薇薇在电话里轻声细语地问向我 啊 我在外面和朋友吃饭呢 等我吃完饭后 我就打车去你那儿 可以吗 我无奈地对他说 那好吧 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来 我等着你 江薇薇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当我转身 向烧烤店走进去的时候 我感觉 我的身后 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你感觉十分的熟悉 我头也不回 加快脚步 就向骁勇赶他们几个 走了过去 哎 六兄弟 你这脸色不是太好 出什么事了 我回到座位后 骁勇赶打量了我一番 问向我 洛斯 你跟老三你们俩先回去吧 我没有回骁勇赶的话 而是对身旁的游之培 还有曾璐说 二哥 我们俩还没待够呢 游之培可怜巴巴地望着张仪 一脸不情愿地对我说 你们俩听我的 赶紧回去吧 我一脸慎重地对曾璐 还有游之培说 走吧 老四 二哥让咱们俩回去 肯定有什么事要处理 曾璐站起身子 对游之培说 我对曾璐投取赞赏的目光 还是曾璐这小子了解我 那好吧 那我们走了 游之培叹了一口粗气 站起身子 就跟曾璐向外走去 刘兄弟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肖勇敢见游之培跟曾璐离开 他眯着眼睛问我 这件事说来话长 年前的时候 我跟师父接了一个活 找寻一个失踪的孩子 我将我和师父除掉那只狐妖的经过 详细地讲给了肖勇敢 张仪还有樊青他们三个听 我之所以让游之培跟曾璐离开 就是怕连累他们两个 这个妖狐还真是丧尽天良 他也该死 张仪在一旁气愤地说 我看这样吧 让樊青留在你身边保护你 你现在在明处 那只母狐妖在暗处 你稍微一个不注意 就会被他置于死地 骁勇敢指着樊青对我说 嗯 还是让我来保护你吧 樊青跟着点头对我说 算了吧 你的饭量实在太吓人了 我一个穷苦学生 可根本就供养不起你 我一脸苦笑地对樊青说 其实我也没那么能吃 我吃这一顿饭可以十天不吃 你不用害怕 樊青不好意思地说 就按我说的做 让樊青留在你身边保护你 要是有什么麻烦呢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和张仪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骁勇敢认真的对我说 萧兄弟 张妹妹 认识你们两个 还真是我的福气 我一脸感动地望着 骁勇敢还有张仪说 刘哥哥 你这话就客气了 我们之间相识就是一种缘分 既然现在我们是朋友 那就应该互相帮助 张仪豪爽地对我说 不但游之陪喜欢这个张仪 我也是从心里的喜欢这个姑娘 我的喜欢也仅限于兄妹的那种 当我们聊完天 我去前台算账的时候 前台的收音员告诉我 我那桌被一个小胖子给买单了 听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心里也都清楚是谁买单了 刘志培这个人还真是不错 居然偷偷地把单给买了 走出烧烤店 张仪笑着说 我那个兄弟啊 除了馋点 蓝点 嘴不好 其他方面还不错 为人呐 钟情义 讲义气 我在张仪面前 夸奖着游之陪 要是游兄弟 能改掉他那贫嘴的毛病 那可就好了 萧勇敢在一旁插了一句 让他少说两句 你还不如杀了他呢 当我说完这话的时候 萧勇敢跟张仪一同笑了起来 游之陪这个人就是个话牢 而且说话根本不经过大脑 有什么说什么 他那嘴在班级里 没少得罪人 好了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和张妹妹得回宾馆休息了 凡青 刘兄弟就交给你了 萧勇敢望着我 笑着对凡青嘱咐着 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保护好他的 凡青点着头 对萧勇敢承诺着 跟萧勇敢张仪告别后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 带着凡青 向江薇薇家的小区赶去 凡青坐在出租车上 摆弄着手里的电话 对着自己就是一顿疯狂的姿态 出租车司机不时地透过倒车镜 看向坐在后面的凡青 蛇经凡青化为的人身不但妖艳 而且还十分的美丽 我坐在副驾驶上 在想着江薇薇看到凡青的时候 我该怎么跟江薇薇解释 是实话实说还是编造一个谎言欺骗的 此时的我陷入了纠结之中 我还没有想到 怎么跟江薇薇解释 出租车就给我和凡青 送到了江薇薇家的小区门口 顺其自然吧 我嘟囔了一句 就带着凡青 向江薇薇家的别墅走去 走到江薇薇家的别墅门口 我摁响了他家的门铃 来了来了 屋子里传来江薇薇的声音 当江薇薇打开门看到我 和站在我身边的凡青时 她一下子愣住了 留守 她是谁 江薇薇瞪着两个圆溜溜的大眼睛 不高兴的指着我身边的凡青 没好气的问我 她是我的好朋友 我笑着对江薇薇说 你好 我叫凡青 凡青很有礼貌地伸出右手 主动地跟江薇薇打着招呼 你们两个进来吧 江薇薇没伸手跟凡青握手 而是转过身 就向别墅里走去 凡青则是很尴尬地 将手又缩了回来 留守 你跟我上来一趟 我有事要问你 江薇薇对我说完这话 就向二楼的卧室走去 自从江薇薇看到凡青那一刻 江薇薇就没个好脸色 我估计啊 她是把凡青当做我的女朋友了 啊 我应了一声就跟江薇薇往二楼去 凡青则是寸步不离地跟在我的身后 你就别跟着上去了 我也没有叫你 江薇薇回过头 冷言冷语地对凡青说 我看得出来 江薇薇十分不欢迎凡青 凡青没有理会江薇薇 而是向我看了过来 凡青 你在一楼沙发上等着我 我一会儿就下来 我回过身 对凡青说 那好吧 凡青应了一声 就向一楼客厅的沙发走了过去 当我跟着江薇薇走进她的卧室后 江薇薇转过头 黑脸地向我看了过来 我则是一脸疑惑地 看向了江薇薇 江薇薇 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 我见江薇薇没开口 我先开口问她 楼下的那个女人是谁 啊 楼下那个姑娘是我的好朋友 我对江薇薇说 同时我在脑子里想着 该怎么跟她解释凡青这件事 应该是你女朋友吧 你带着她来 是故意来伤我的是不是 江薇薇说这话的时候 眼泪刷的一下 从眼眶里滑落了下来 江薇薇 她不是我女朋友 我带她来也不是来伤害你的 这其中的事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我一脸为难地 对江薇薇说 那你带她来我这儿是什么意思 你给我解释清楚 江薇薇说这话的时候 抽气了起来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有人想要伤害我 她跟在我身边 是来保护我的 我半真半假地跟江薇薇解释着 至于梵青的真实身份 我可不打算告诉她 刘首 我可不是个傻子 你这花片片三岁孩子还好 你就想来骗我 谁知道江薇薇根本就不相信我所说的话 别说江薇薇不相信了 就连我自己都有点不信我刚刚说的那番话 但我说的也都是事实 江薇薇 我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 我一脸无奈地问向江薇薇 我不想看见她 你让她赶紧离开我的家 江薇薇此刻任性地对我说 江薇薇 如果你坚持让我的朋友离开的话 我也不会在你这里多待 那我走了 我说完这话 转身就向楼下走去 刘首 你给我站住 江薇薇在我身后大声地对我喊 听到江薇薇的喊声 我顿时顿住身子 头也不回地站在原地 你可不可以别走 江薇薇走上前一步哭着对我说 如果你不撵我那个朋友走 我愿意留下来陪你 我回过身 对江薇薇说 可是我 如果你很为难的话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我挤出一丝微笑 对江薇薇说 樊青是为了保护我才留在我身边的 我不能因为江薇薇不喜欢 不喜欢樊青就将她赶走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就有点太不是人了 那就让她留下来吧 江薇薇想了一会儿 点着头对我说 可能你还不了解樊青 樊青她天性善良 等你们相处时间长了 你就知道了 我们下楼吧 我对江薇薇说完这话 就向一楼走去 江薇薇则是愣在原地 擦着她眼角处的泪水 我对江薇薇能说的也就这么多了 至于多余的话 我也没法再说了 当我来到一楼客厅的时候 我看到樊青坐在沙发上 眼睛直勾勾的 看着茶几上的零食 还有水果直流口水 樊青 你想吃的话就吃吧 我坐在樊青的身边 指着茶几上那些吃的 对樊青说 那可不行 张一告诉过我 不经过人家同意 不能乱拿人家的东西 樊青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依然直勾勾的 盯着茶几上的水果 还有零食看 没关系 你吃吧 这个时候 江薇薇从楼上走下来 对坐在沙发上的樊青说 江薇薇的眼圈有些红 说话的声音有些沙哑 谢谢 蛇精樊青抬起头 对江薇薇道了一声谢 拿起桌子上的水果 就开始吃了起来 拳头大的苹果 她是一口一个往嘴里塞 江薇薇看到樊青的吃相 她惊得两个眼珠子 都快从眼眶里飞出来了 没过两分钟 一篮子的水果被樊青吃了个精光 我可以吃你的零食吗 樊青用用手指着茶几上的零食 客气地问江薇薇 江薇薇没说话 而是向樊青点了点头 那意思是说可以吃 谢谢你了 樊青对江薇薇又倒了一声谢 然后抓起茶几上的零食 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你慢点吃 别噎着了 江薇薇从茶几下面拿出一瓶矿泉水 递给樊青对她说 樊青倒不出嘴来 跟江薇薇说话 而是对江薇薇微笑地点点头 你们俩现在这坐着 厨房里还有水果 我再去洗点过来 江薇薇对我和樊青说完这话 就向一楼的厨房走了进去 这个姑娘真是个好人 樊青将嘴里的零食咽进肚子里 开心地对我说 你是谁给你好吃的 你就说谁好 我笑着对樊青说 樊青刚进入我们人类的世界 她没有经历过 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 所以性格上 有一些单纯和善良 樊青 你也是个好人 樊青咧着嘴对我笑 听了樊青的话 我这心里啊 还有点美滋滋的 我不是那种俗人 听了别人赞美的话 就会很高兴 我之所以高兴 是因为樊青刚刚对我说的 那番话是发自内心的 我也希望樊青 能这么一直的单纯下去 不要被我们人类的大染缸 给染成黑色 江薇薇将洗好的水果 又送到了樊青的面前 虽然江薇薇心里 有那么点不喜欢樊青 但是对待吃的这方面 江薇薇是一点都不在乎 可以说女人对待感情方面 都是很小气的 对待其他方面 还是很大方的 谢谢 樊青对江薇薇说了声谢谢 不客气的拿起了 江薇薇洗好的水果 就吃了起来 没一会儿功夫 樊青就将江薇薇 刚洗好的水果 全部都吃进了肚子里 我和江薇薇 我们俩一口都没吃 江薇薇一脸吃惊的 看着樊青 眼睛都直了 吃饱了 我要睡觉了 樊青说完这话 倒在沙发上 就要睡觉 樊青 你别在这儿睡 楼上有卧室 你到楼上卧室睡吧 我将樊青 从沙发上拽起来说 好吧 樊青点点头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我把樊青带到了 二楼的卧室休息 然后又往一楼客厅走去 那个女孩子 好能吃啊 我坐在沙发上 江薇薇惊讶地问我 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 我挠着后脑勺一脸尴尬地对她说 我要是跟江薇薇说 樊青一口能吞下去一头野猪 她能更吃惊 江薇薇见我不愿意说那个樊青的事 她知趣的也没有再问下去 虽然她很好奇 随后我们俩又简单地聊了两句后 就上楼休息了 就在我晚上睡得正香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我的手心有些冰凉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看到一条巨大的尾巴搭在了我的床上 吓得我从床上蹦了起来 搭在我床上的尾巴正是樊青的 我明明给她送到我旁边的卧室里了 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 跑到了我的房间里 我被她吓出了一身的冷汗 樊青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你吓死我了 我站在床上 对盘在地中央的樊青 化为的巨蛇说 樊青的身上 先是散发出青色的烟气 然后她化为人参就站在了我的身边 我不留在你身边 我怎么保护你 樊青打了一个哈欠 一脸执着地对我说 樊青 我睡觉的时候 你就不用留在我身边保护我了 我一脸尴尬地对樊青说 这可不行 要是你出了事 我可没法跟小勇敢还有张仪交代 我也不跟你说了 我得睡觉了 实在是太困了 樊青对我说完这话后 她不客气地躺在了我的床上 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我站在床上望着樊青 有点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 这一夜 我几乎就没怎么合眼 樊青躺在我身边 睡得那叫一个香 嘴角的口水都流了出来 而我则是坐在樊青的身边 苦着脸子 看着樊青睡觉 一直到天亮 留守 起床吃饭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左右 江薇薇轻轻地敲着我的房间门 对我喊道 好的 我这就穿衣服 江薇薇 你到楼下等我吧 我在屋子里对她说 要是让江薇薇知道 我昨天晚上跟樊青睡在一起 她肯定会误会我们 好 那我在楼下等你 江薇薇对我说完这话 就往楼下走去 樊青 起床了 我推了一下 我身边睡得正香的樊青 六神 那我再睡会儿吧 我哭啊 樊青对我说完这话 转过身又睡了起来 哎呀 别睡了 赶紧起床 我说完这话 也不管樊青愿不愿意 就把她从我的床上拉了下来 真是讨厌 樊青睁开眼睛 不耐烦地对我说 既然你要在我们人类的世界生活 那你就得按照我们人类的生活规律来 你这样由着性子懒惰可不行啊 我对樊青说完这话 就向卫生间跑了进去 我和樊青洗漱完后 我们俩一同往楼下走去 我不得不承认 江薇薇 她确实是个好姑娘 当我们来到厨房的时候 她已经将早餐给我们准备好了 快去吧 吃完我们好上学 江薇薇指着桌子上的早餐 对我和樊青说 我应了一声就坐在椅子上吃了起来 樊青对桌子上的面包 煎蛋以及牛奶 不是很感兴趣 我不饿 你们吃吧 樊青说完这话 就回到客厅的沙发上 坐着摆弄手里的电话 跟张姨聊危险 我感觉她有点奇怪 江薇薇指着坐在沙发上的樊青对我说 她是有那么点奇葩 但是人不错 就像一个孩子似的 我笑着对江薇薇说 对了 黄涛她最近怎么不来上课 出了什么事了 江薇薇疑惑地向我问起了黄涛 至于黄涛的事情 班级里也就我们寝室那三个兄弟知道 其他的同学都不知道 我也嘱咐过游之陪 不准把黄涛的事情告诉同学 无论同学们怎么问游之陪 游之陪都没说 这一点让我感到挺欣慰的 黄涛的女朋友出车祸去世了 这件事对她打击很大 所以她这段时间就没来上课 这件事啊 你也别跟咱们班同学说 要是传出去的话 有些不太好 我如实地对江薇薇说 我觉得这件事 没有必要跟江薇薇撒谎 原来是这样 没想到这个黄涛还挺痴情的 江薇薇淡淡地对我说 哎 三青 我白天要去上学 你就别跟着我去了 你就留在我这个同学家里吧 吃完饭后 我走到樊涛的面前对她嘱咐道 我要是把樊涛带到我们教室上课的话 那可就炸了天 班级里的那些色狼 肯定会打樊涛的主意 可是我答应过小勇敢 要留在你的身边保护你的 樊涛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站起来对我说 哎 你放心吧 白天我们学校人多 他不敢出现的 我不会有事 那好吧 要是你有什么事 可以给我打电话 樊涛对我说完这话 就把她的手机号告诉了我 对了 厨房的冰箱里有吃的 你要是饿了的话 自己去拿着吃 晚上我回来的时候 给你带水果 临走的时候 江薇薇对樊涛嘱咐 谢谢你 江薇薇 樊涛笑嘻嘻地对江薇薇说 于是我跟江薇薇我们俩 走出他们家的小区门口 打了一辆出租车 便往学校赶去 当我和江薇薇一同进入教室的那一刻 班级里的同学们 再一次的向我俩看了过来 有的同学 甚至将手指放进嘴里 吹起了响亮的口哨 我发现 我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班的焦点 班级里也就只有谢峰 看我的眼神不太友善 谢峰自从被罢免班长的职位后 班级里的同学们根本就不搭理他 谢峰完全被孤立了起来 我说你昨天晚上怎么着急 捏我和三哥走啊 原来你昨天跟二嫂 东方花烛夜了 油之培望着江薇薇的背影 一脸猥琐的对我说 小子别胡说八道 我跟江薇薇啥事都没有 我瞪着一眼多事的油之培 二哥 你说这话 我可真就不信了 曾禄在一旁跟着附和 我现在懒得搭理你们两个 轻着自相 你们俩爱信不信 我说完这话 就不再理会曾禄和油之培了 曾禄刚上大学的时候 性格跟我差不多 有些内向不爱说话 自从他跟油之培接触后 曾禄的画慢慢的变多了 而且还变贫了 一张纯洁的白纸 哎呀 就这样被油之培给染黑了 大学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也是枯燥无味的 上午上课 中午吃饭 午休 下午继续上课 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个学期 无论老师在讲台上面 讲的多么精彩 我在下面 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 肯定会挂科 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江维维家 待着这段时间 我觉得过得很漫长 我盼星星 盼月亮的 终于盼到了星期天 我原本打算 早上多睡一会儿 嘿 可老天就不会让我睡个安稳觉 大早上五点半 我师父的老人家 就把电话给打了过来 哎呦 师父 您这大早上 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我滑开电话 心情崩溃的问向师父 我就是想提醒你一下 你小师姑早上七点来我这 带你去看房子 你小子 可别来晚了 师父在电话里提醒我 哦 好了 我知道了 我七点一定到 我说完这话 就把手里的电话挂断 继续躺在床上睡觉 可是我怎么睡也睡不着 于是我爬起来 冲到卫生间里 简单的洗漱一翻后 就向樊青所住的那间卧室走去 我准备叫醒樊青 跟我一起去我师父那 自从第一天在江薇薇家睡觉 樊青把我吓到后 我就没让樊青再来我的卧室睡过 我自己睡一张床还行 忽然多了一个樊青睡在我身边 让我十分的不习惯 所以第二天晚上 我就把樊青赶到了他的卧室里 早上樊青跟我离开别墅的时候 江薇薇她还在睡觉 我就没打扰她 当我带着樊青推开一道堂的门 走进去的时候 师父抬起头 看见樊青跟我进来 他愣了一下 师父 我想求您办点事 我嬉皮笑脸的走到师父面前对他说 没时间 师父的老人家不留情面的对我说 师父这三个字把我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你这孩子这以后真是一点活都看不上了 没看见我的茶杯空了吗 师父指着桌子上的空茶杯对我说 哦 哦 我这就去给您老人家泡茶 我应了一声就去烧水给师父泡茶 说吧 有什么事求我 师父抬起头问我 是这样的师父 樊青啊 想在咱们人类的世界生活 您跟咱们市里的公安局长关系比较好 您能不能帮他办个身份证 现在没有身份证 走到哪都麻烦 我指着站在我一旁的樊青对师父说 师父听了我的话后 什么都没说 而是一脸严肃的向樊青看了过去 樊青被师父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把头低了下来 你真的想留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吗 师父眼睛直勾勾的望向了樊青 嗯 樊青抬起头看着师父 点头硬道 你得认真的考虑好 你既然想在我们人类的地方生活 那你就要遵守我们人类的规矩 自古以来人腰疏突 而且你们腰类的性格都是善变的 有些话 咱们得摆在前面说 如果你敢用自己的修为 去残害无辜百姓的话 我就算是追你到天涯海角 也会让你受到应有的惩罚 师父说完这话 就从抽屉里将我们之前杀死的那只狐妖的内丹 拿出来放在了桌子上 师父之所以拿出这个狐妖的内丹 就是想震慑蛇惊 樊青看到桌子上那颗狐妖内丹 身子突然颤抖了一下 他也清楚 我师父刚刚说的那番话 不是在开玩笑 这件事 还是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樊青望着桌子上那颗狐妖内丹 对师父说 他现在有点不确定 自己到底要不要留在我们人类生活的地方 在烟山山脉 他可以无拘无束的生活着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人管 可要生活在人类的世界 他就得被人类的规矩所拘束着 嗯 你认真的考虑考虑吧 你要是考虑清楚了 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找我 我让我朋友 给你办一张身份证 师父对蛇精淡淡地说 谢谢你了 樊青客气地对师父说 大约在七点十分左右 小师姑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来到了一道堂 小师姑他每次来我师父这儿都不空手 樊青 樊青你也在这里啊 小师姑一脸微笑地跟蛇精樊青打着招呼 是啊 樊青也是露出一脸微笑对小师姑说 师父这包东西是给你和师叔买的 你先帮忙拿过去 我先跟你师父聊会儿天 然后去你和师叔那儿 小师姑将左手里的东西递给我 并对我嘱咐 好的小师姑 我接过小师姑手里的东西 就向对面的红扇堂走去 樊青则是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寸步不离 从北京回来后 我就没有再见过和师叔 我这心里啊 还有点想念他 和师叔 我都想死你了 我推开红扇堂的门笑着 对坐在桌子前正在画幅的和师叔喊 你小子来就来呗 拿什么东西 和师叔看着我手里的东西 没好气地说 我被和师叔这句话说得有些脸红了 和师叔 这东西不是我买的 这是小师姑让我给您送过来的 我一脸尴尬地对和师叔说 那你小师姑他人哪 和师叔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就向外看 我小师姑跟我师父在说话呢 他说啊 一会儿就过来 我对和师叔说完这话 就将手里的东西放在茶几上 不客气地坐在了沙发上 哎 他叫啥名来着 和师叔指着站在我身边的樊青问我 他叫樊青 我指着樊青跟和师叔介绍 哎呀 樊青啊 来我这儿就是客 你也别站着了 请随便坐啊 和师叔一脸热情地对樊青说 樊青对和师叔点了一下头 就坐在了沙发上 哎 油脂培那臭小子 怎么没跟你来啊 和师叔走到我身边 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您不问我这事 我还给忘了 油脂培啊 今天回家了 他说他下个礼拜过来找你 我拿起和师叔倒的茶 喝了一口 哼 油脂培这臭小子就太能得瑟了 他要是有你一半省心呢 我死也能闭上眼了 和师叔叹了一口气 他嘴上 我能这么说 但是我能看出来 和师叔是从心里面 喜欢他的徒弟的 跟和师叔我们俩 聊了大约半个多小时 小师姑推开红扇堂的门 走了进来 你们师叔直 聊什么聊得这么开心呢 小师姑走到我和和师叔的身边 坐下来 一脸微笑地问 聊我那个不争气的徒弟啊 和师叔转过身 对小师姑说 有师之这个人哪 哪都好 就是嘴有点碎的 要是他能把这个毛病改了 那这个人就真完美了 小师姑跟着附和了一句 恐怕他这辈子都改不了 你们也别指望他改了 我对和师叔还有小师姑笑着说 我跟小师姑还有和师叔坐在一起 高兴地聊着天 樊青则是在一旁低着头 沉思着师父之前对他说的话 他想留在人类的世界生活 但他又怕自己遵守不了 人类世界规矩的约束 所以他现在陷入了纠结之中 这事件也不早了 我得带刘师直先去看房子 然后还得带他去看家电和家具 小师姑从沙发上站起来 对我和师叔说 啊 要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的 你们俩尽管开口 反正我现在也是闲着 和师叔也从沙发上站起来 对我和小师姑说 好 有事情我们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小师姑说完这话就向外走去 和师叔 等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我先跟我小师姑走了 临走的时候 我客气的对和师叔说 哈哈哈哈 好的 和师叔一脸微笑的 把我们送出了红山堂 于是小师姑开着车 载着我和樊青 就向适离赶去 小师姑一边开着车 一边打量着坐在后座的 射近樊青 樊青啊 你在那想什么呢 小师姑问向一脸纠结的樊青 我现在在想 要不要在你们人类的地方生活 樊青抬起头叹了一口气 对小师姑说 樊青被我师父刚刚说的那番话 有些吓到了 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生活的地方 那你就留下来呗 小师姑笑着对樊青说 我是喜欢你们人类生活的地方 但是我又怕自己遵守不了 你们人类的规矩 樊青对小师姑说 你也不用想那么多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你有点不适应 等跟我们人类相处时间长了 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遵守我们人类的规矩 小师姑安慰着樊青 樊青 其实你现在这样表现的就很好 我在一旁跟着掺和了一件 来这儿的时候 张仪教了我很多 说喜欢的东西不能随便拿 也不能随便偷 要花钱买 别人犯了错误 我不能出手惩罚 更不能出手杀人 又维持人类秩序的警察 会帮忙处理的 樊青嘟嘟囊囊囊的说了一堆 张仪教给她的规矩 张仪说的那些话 我听到脑子都乱了 樊青拍着自己的头 对我和小师姑痛苦的说 只要你用心去遵守 你会满满习惯的 在人类世界生活的要有不少 他们都能遵守 我相信你也能遵守的 小师姑对樊青鼓励道 晚上好考虑考虑吧 樊青撅着小嘴嘟囔着 过了十多分钟 小师姑的车停到了一个中档的小区里 这个小区的环境 虽然比不上人家江威未住的地方 但是差不到哪去 像这样的小区房价 在我们这里一平米都在四千五以上 也就是说 小师姑给我买房子加装修 最少能花上六十多万 如果让我自己奋斗的话 给我十年的时间 我也买不起这里的房子 我们走吧 小师姑招呼了我和樊青一声 就像一栋高层楼走得过去 我和樊青紧紧地跟在小师姑的身后 小师姑给我买的这栋房子 在七楼 数字七意味着向上的意思 当小师姑打开门带我走进去的那一刻 我站在门口一下子愣住了 小师姑给我买的这栋房子很大 内部装修也很豪华 这栋房子的客厅有个大阳台 东边卧室还有一个阳台 这栋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是按照两室一厅的格局装修的 装修是我选的 你喜欢吗 小师姑指着房子内部的装修问我 喜欢 很喜欢 我对小师姑狠狠地点着头 此时 我有些热泪盈眶 这栋房子对我的意义很大 它对我来说 不仅仅是一栋房子 而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家 从此以后 我不再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了 小师姑对待我的恩情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那就好 我就怕你不喜欢呢 小师姑笑着对我说 小师姑 我可以参观一下吗 我红着眼睛问向小师姑 当然可以了 这儿现在是你的家 随便看 小师姑点着头笑着对我说 小师姑给我买的这栋房子 一共一百多平 东西两个卧室 靠东的那间卧室里 有独立的卫生间 在客厅的北面 有厨房和卫生间 东面的大卧室 是留给你将来结婚用的 西面的小卧室 是留给你家孩子住的 客厅所占的空间 能稍微大点 方便你以后有了孩子 可以随便乱跑 小师姑跟在我的身后 对我一一介绍着 这女人的心思 就是比男人细腻 小师姑 我看得出来您很喜欢孩子 您为什么不跟杰克小姑父 你们两个生个孩子呢 你现在还这么凝强 我一脸疑惑地问向小师姑 其实我们俩也想要给我们自己的孩子 可惜杰克他 当小师姑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明白了 杰克曾经想过去镜子苦挑一份 最后被我给拒绝了 我觉得那样生出的孩子不是我和杰克的 我怕我们俩以后会因为孩子而吵架 后来杰克提议要领养一个孩子 可是我们两个都要忙于工作 没办法照顾孩子 如果是那样的话 领养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得到幸福 那是在害他 小师姑一脸苦笑地对我说 听了小师姑的话后 我没再说什么 我感觉这件事对他来说挺痛苦的 好了 不说那么沉重的话题了 你的两间卧室里少两张床 客厅里少个电视 沙发 茶几 厨房里少的东西就更多了 冰箱 刀具 盘碗 卫生间里少个热水器 还有窗帘空调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俩今天呀 得把东西全都买齐了 九条好的买 反正都由你师父来报销 小师姑指着空荡荡的屋子对我说 幸好啊 有我师父的老人家给我报销 如果让我自己掏钱买的话 我可买不起 我现在身上的钱加上银行卡的钱也就在一万五左右 我笑着对小师姑说 我和小师姑我们离开我的房子后就向市里的家具城赶去 小师姑挑选家具的时候还真是挑那些好的贵的买 一张床的价格在一万左右 一套沙发也在七八千 小师姑挑选完家具后 又带着我去隔壁挑选家电 电视 冰箱 洗衣机 空调 吸尘器 以及一些生活上的小家电等等 小师姑所挑选好的家具 还有家电加在一起七万左右 看到这个数字 我的心都跟着颤抖 这个数字 恐怕也会把我那师傅给吓到的 走 咱们俩回去 跟你师傅要钱去 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向外走去 小师姑 您挑选的东西实在太贵了 咱们没必要买那么好的 一般的家具家电就可以了 我坐在小师姑的车上 皱着眉头看着小师姑 七万块钱买家具和家电 先不说师傅拿着钱心不心疼 我现在听着就挺心疼的 我感觉买个一般的就行了 咱们买一样就当一样 好东西就是耐用 反正都是你师傅拿钱 剩下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不理会我了 没一会儿 小师姑就带着我回到了一道堂 师傅跟平时一样 坐在椅子上 津津有味的玩着斗地主 师兄啊 六手的家具家电 我都帮忙挑完了 就差你的钱了 小师姑坐在师傅对面的椅子上 对师傅说 嗯 多少钱 师傅眼睛看着电脑 随口问向小师姑 不贵 才七万多 什么 七万多 师傅惊得扔下手里的鼠标 从椅子上站起来 瞪着两个眼珠子 问向小师姑 没错 是七万多 你赶紧拿钱吧 小师姑一脸认真地点着头 对师傅说 你们的家具家电都是相近边的吗 啊 怎么这么贵啊 师傅拉着个脸子 问向小师姑 这个时候 我站在一旁 也插不上话 好东西当然贵了 你别说废话了 赶紧拿钱 我一会儿啊 还要赶紧过去交钱呢 小师姑对师傅说 哎呀 真是个败家娘们 我这一年算是白干了 师傅说完这话 就将桌子的抽屉打开 然后从里面拿出八捆钱 扔在了桌子上 这是八万块钱 要是剩了的话 再买点别的东西 要是不够的话 你就给你试之添吧 师傅将桌子上的八万块钱 推到小师姑的面前说 那没问题 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将桌子上的八万块钱 全部装进了包里 师傅看着桌子上的钱 被小师姑装进包里 她那心都在低血 师侄 我去家具城和家电城交款 你就不用跟着去了 剩下的事就交给我了 等一切完事了 我给你打电话 小师姑拿了师傅的钱后 走到我的面前对我说 麻烦您了小师姑 我一脸不好意思的 对小师姑说 你说这话就客气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你在你师傅这儿坐 我先走了 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 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推开一道堂的门 向外走去 小师姑这个人 做事雷厉风行 想到哪儿 坐到哪儿 如果我以后 能娶到像小师姑 这样的女人 做媳妇 我就心满意足了 有手 你下午还有事吗 小师姑刚走出去 师傅就向我问了过来 啊 下午应该没什么事 下午陪我去一趟 我朋友那儿 看看能不能 讨点好东西回来 这时间也不早了 你去买点吃的回来 师傅说完这话 就从抽屉里 掏出二百块钱给我 师傅 这顿饭钱 还是我来拿吧 刚刚让您破费那么多 我怎么好意思 让您再破费啊 我挠着后脑勺 不好意思的对师傅说 那你赶紧去吧 我都饿了 师傅一脸苦笑的 对我说 哎 我对师傅 应了一声 就向外跑去 我刚跑出去 师傅就从抽屉里 将和石书 给我的那个紫童葫芦 拿了出来 出来吧 师傅拔出葫芦 堵栽 对着紫童葫芦说 只见一股红色的气体 从紫童葫芦里 飘了出来 最后 红色的气体 变成了夏婉婷的身影 站在了师傅的面前 我有件事 想要跟你谈谈 师傅一脸严肃的 望着夏婉婷 你说 夏婉婷一脸疑惑的 望着师傅 师傅跟夏婉婷 聊了大约十多分钟 夏婉婷冲着师傅 点点头 带着一脸失落的表情 就离开了一道堂 哎呀 留手啊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你好 希望你不要怪我呀 师傅望着夏婉婷 离去的背影 感叹了一声 中午吃完饭后 师傅将樊青 留在一道堂的楼上睡觉 她骑着电动车 载着我 就向市里的方向赶去 也不知道 师傅 这是带我去哪儿 过了二十多分钟 师傅带着我来到了一个 名为古坊斋的店铺门口 这个古坊斋 是一个收受古董的店铺 老师的装修门脸 显得格外雅气 我对古董也有些研究 当然了 我所知道的那些 都是皮毛而已 跟人家真正的行家比起来 我那点本事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走进古坊斋 我望着店铺里摆放的 琳琅满目的古董 眼睛都不够看了 摆放在明面的古董 有真有假 即便是真古董 也不值多少钱 贵重的古董 老板也不会摆放在明面上 哎呀 老江啊 好久不见了 当我们推开门 走进去的那一刻 古董店的老板 一脸热情的迎了过来 跟师傅打了个招呼 这个古董店老板的年纪 大约在五十岁左右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留着一头披肩长发 个子呢 能比我高那么一点点 长得有些干瘦 穿着一套黑色的中山装 脚上穿的皮鞋 也是擦得油光赠亮 师傅要是跟这个古董店的老板比起来 那可就有点太邋遢了 从相貌上看 这个古董店的老板 就像个搞艺术的 是啊 咱们俩快有小一年没见了 老孟啊 你最近可好啊 师傅露出一副笑脸 跟叫老孟的古董店老板打着招呼 跟平时一样 都快他们的闲出屁来了 老孟说话的语气比较风趣 嗯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去年收的徒弟 他叫刘首 师傅指着我 跟古董店的老板介绍着 你好 孟叔叔 我走到师傅身边 一脸恭敬的 跟老孟打着招呼 这年轻小伙子不错 很懂礼貌 你老江收的徒弟 肯定不会差的 老孟打量了我一番 拍拍我的肩膀 笑着对师傅说 那倒是我看上的人肯定不会差 对了 你有没有收到我能用的好宝贝 师傅开门见山的问向老孟 呦 这个还真没有 要是有的话 我早就给你打电话了 老孟说到这儿的时候 师傅有些失望 就在师傅跟老孟闲聊时 一个年约四十多岁的男子 推开古坊斋的门走了进来 这个男人个子不是很高 在一米六左右 皮肤有黑 小眼睛 嘴巴上面留着八字胡 他身上穿着一套八十年代蓝色的中学生运动服 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板鞋 两只板鞋的前段露着两个窟窿眼 黑色的大母脚趾从两个窟窿眼里钻出来 一看他的打扮就知道他是从农村来的 老板 我想买点东西 那个男子走到老孟的面前 咧着个大嘴对老孟说 那个男子张开嘴说话的时候 我看到他满嘴的大黄牙上 沾着两片韭菜叶 他在说话时 还喷出一股浓浓的口臭味 哎哟 这个邋遢的男人 不但嘴臭 他身上的味道也是非常的刺鼻 一股霉味 还夹杂着一股臭脚鸭子的气味 即使我跟师傅站着离他有一米多远 我们俩也能闻到 他身上的那味道 也差点把我和师傅给熏吐了 我屏住呼吸向后退了一大步 把你的东西拿出来 给我看看吧 老孟跟那个邋遢的男子说这话的时候 几乎也是屏住呼吸不敢喘气 他也怕自己会被那个邋遢男子身上的味道给熏吐了 那个男子从怀里拿出一块红布包裹的东西 小心翼翼的打开 此时老孟 我还有师傅我们三个的眼睛 全部望向那个男子手里红布包裹的东西 当男子打开红布时 一双红色的绣花鞋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这双红色的绣花鞋只有三寸长 绣花鞋的上面用金丝线绣着两只鸳鸯细水 这双红花鞋的做工十分的漂亮 品相也是没得说 但年代不是很久远 应该在民国初期的时候 老板 您看我这绣花鞋能买多少钱 那个拉他的男子将手里的红色绣花鞋递到孟老板的面前问 老孟望着那双递到他面前的绣花鞋 眉头皱得不由向后退了一步 不好意思 你这个东西我不收 你赶紧走吧 老孟拉着脸子对那个拉他的男人说 老板 我找人看过这个东西 像我手里这样的金丝绣花鞋能卖上两千多呢 您只要给我一千 我就卖给您 您看怎么样啊 那个拉他的男子走上前 不甘心的跟老孟说 这个 你这个东西我是真不收啊 你还是到别的古董店 看看吧 老孟固执的对那个拉他的男人说 如果你先签高的话 那我这绣花鞋就卖你五百 不能再低了 那个拉他的男人继续对孟老板说 你好像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对你的东西不感兴趣 你这双绣花鞋我多少钱都不收 快走吧 老孟不耐烦的对拉他的男子说 哦 那好吧 既然你不要就算了 那个拉他的男人应了一声后 一脸失望的向古坊斋门外走去 哎 孟叔叔 那双绣花鞋应该是民国出气的 他做工品项都不错 即便是两千块钱收到手里 您导手卖出去也能赚个七八千 甚至更多 您为什么不要呢 我一脸不解的望向老孟 哎呦 没想到你小子懂得还不少呀 老孟转过身 一脸微笑的看着我 啊 我喜欢咱们国家的历史 平时也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我笑着对老孟说 刚刚那个男人拿的那双绣花鞋 不干净 即便是白送给老孟 老孟都不会要的 师父在一旁插了一句嘴 挺干净的呀 看着就跟新的一样 像刚才保存的那么好的绣花鞋 这市面上是很少有的 我在一旁一脸迷惑的嘟囔着 刚刚那双鞋呀 一看就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谁要谁倒霉 我可不想为了那万八块钱 走那霉运呢 老孟摇着头对我说 嗯 那个男的应该还没走远 你可以出去看看他 师父指着古坊斋的门口对我说 我听了师父的话 点点头迈着大步 就向那个邋遢男子撵了过去 当我追出去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邋遢男子的后面 跟着一个身穿红色凤冠侠配的女鬼 那个女鬼的光着三寸小脚 飘行在那个邋遢男子的后面 就在我注视那个身穿红色凤冠侠配的女鬼时 那个女鬼喘过身 诡异的对我笑了一下 这个女鬼脸色十分的苍白 两只纯黑色的眼眸发出忧怨的蓝光 而且这个女鬼身上缠绕着很重的怨气 看着那女鬼的回眸一笑 我吓得浑身一击凉 一点冷汗从我的额头滑落了下来 师父 我们要不要帮帮那个男人 我跑进古坊斋问向师父 不该你管的事 你就别管了 师父摇着头对我说 可是我们不管的话 那个男人 我皱着眉头对师父说 这就是他的因果报应 挖人家祖坟是要付出代价的 师父说完这话 就不再理会我 继续跟那个老孟闲聊了起来 我站在一旁 脑子里一直想着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下午三点钟 我跟师父回到一道堂 没多久 公安局的张局长 开着车来到了一道堂 看到张局长的到来 我跟师父是一个脑袋两个大呀 这个张局长 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他一来我师父这 肯定是有事 老张啊 你怎么又来了 师父皱着眉头 望着刚走进来的张局长 不耐烦的说 哎呀 老江啊 我有那么讨厌吗 张局长一脸尴尬的问向师父 绝对有 关键你一来我这 肯定是没什么好事 我劝你还是哪来回哪去吧 我什么都帮不了你 即便是能帮你 我也不想帮 师父没好气的对张局长下了逐客令 哎呀 我这人哪 要脸要了一辈子 哎呀 唯独在你这儿我挺没皮没脸的 张局长对师父笑着说完这话后 就不客气的坐在了沙发上 张局长请您喝茶 我拿起茶壶将刚泡好的茶给张局长倒了一杯 虽然我心里也有点不喜欢这个张局长 但最起码的礼数咱还是懂的 人家上门来这就是客 况且我还只是一个小辈 有些话师父的老人家可以随便说 可我这个当小辈的可不能乱说 哎呀 谢谢你了小伙子 张局长客气的对我说 老张啊 还是那句老话 你到我这儿喝茶可以 你要是有事麻烦我的话 请出门左拐 我可不想在你身上再干赔本的买卖了 师父喝了一口茶 没好气的对张局长说 哎呀 老张啊 咱们哥俩怎么说 也认识二十多年了 你跟我说话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 张局长喝了一口茶 对师父尴尬的说 关键你这个人呢 我给你面子你蹬鼻子上脸呢 跟你越客气 你越不当自己是外人 我这也是没办法呀 师父摊开双手 一脸无奈的对张局长说 我我有那么赖皮吗 张局长笑着问师父 把那个骂字去掉 你真有那么赖皮 师父不留情面的对张局长说 哎呀 老江啊 史里又发生了一起命案 那个死者死的样子很诡异 不像他杀 也不像自杀 市里的领导 对这件命案很重视 我也是没办法的 所以才来找你 你可不可以跟我去现场看看 啊 给我指点指点 张局长一脸不好意思的跟师父说 嗯 哎呀 这件事我可以帮忙 但是 你也要帮我一个忙 师父对张局长提出了一个要求 哎 老江啊 你说 哎 只要不违背个人原则就行 张局长迫不及待的就问向师父 我有一个侄女 一生出来就是黑户 你能不能帮他上个户口 再办理个身份证啊 师父对张局长提出要求 师父说这话我心里明白 他这是要帮樊青落上户口 办理身份证 老江啊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聊过 你是个孤儿 你这哪来的侄女啊 张局长随口就问下师父 这可能也是张局长的职业病 嘿 我哪来的侄女你就别管了啊 我就问你 能不能帮忙上个户口 再给他办理个身份证 师父拉着个脸子就问向张局长 哎 哎 这个 这个恐怕有点难度啊 张局长一脸为难的对师父说 哦 既然有难度 那我也不麻烦你了 你的忙我也帮不了了啊 你还是去找别人吧 师父指着一道堂的门 就对张局长没了好气的说 哎呀 这 我说这个有难度 我 我也没说不帮你办呀 老江 你的脾气 真的要改改了 张局长红着脸子 对师父说 哼 你认识我二十多年了 我这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 改不了了 这样吧 你让你那个侄女 明天到公安局来找我 我亲自去给她办理 这样行了吧 张局长苦着脸 对师父说 这样还差不多 哎呀 那我们走吧 师父从椅子上站起来 露出一副笑脸 对张局长说 哼 你这师父啊 真是输狗的 他高兴了怎么都行 他要是一不高兴 就乱咬人 张局长站起来望着师父 对站在一旁的我说 我呢 则是对张局长笑了笑 什么都没说 我总不能跟张局长说 你说的话没错 那样的话 师父肯定能给我两个大嘴巴子 我和师父我们俩把一道堂的门锁上后 张局长开着车载着我和师父 就向案发现场赶去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张局长的车停到了地地南面郊区的一条河边 我们面前的这条河有二十米宽 深度大约在两米左右 河水也是刚刚化洞 那具尸体啊 就在前面不远处 张局长指着前方被一群警察封锁的地方 对我和师父说 前方除了有警察在封锁现场 还有不少老百姓围观在案发现场周围看着热闹 甚至还有多事的人拿出手机在旁边录像 我看这些人也都是吃饱了撑的 案发现场地中央那具尸体被一块白布盖着 张局长戴了一副白色的胶皮手套走上前 就将盖着尸体的白布揭开 看到尸体的那一刻 我和师父我们俩一下子愣住了 发现这具尸体的时候是今天下午一点半 经过法医的鉴定 死者为难行 身份不明 年龄大约在四十岁左右 是溺水身亡的 死亡时间应该在三个月前 这具尸体啊 是河水化洞后 从水里飘出来 被周围的老百姓发现的 由于之前尸体是被河水冻住的 所以尸体的腐烂程度不是很大 只是有一点浮肿 张局长指着地上那具男性尸体 对我和师父做着介绍 张局长指着的那具尸体 身穿一套蓝色的中学生运动服 右手中紧紧地握着一只绣花鞋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和师父在古董店看到的 那个要卖给老孟绣花鞋的 邋遢男子 不对啊 我们中午的时候还看见过他 我指着地上那具尸体 对一旁的张局长说 小兄弟啊 你应该是看错人了吧 这人呢 已经死了三个多月了 你怎么可能在中午的时候看到过他呢 张局长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徒弟说的没错 我们的确在中午的时候看见过他 师父在一旁跟着附和 不可能 这这这绝对不可能啊 我干了二十多年的法医 我是不会看走眼的 就算他不是死在三个月 也不会是死在这一两个时辰 要是死在这一两个时辰的话 他身上是不会出现浮肿的 吕法医指着地上的尸体 对张局长 我以及我师父说 你别忘记了 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 都是无法用科学解释的 当师父说到这的时候 吕法医乖乖地把嘴 给毕上了 老江啊 你说你们中午的时候见过他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张局长一脸迷茫地 向师父问了过来 这件事 还是让我徒弟给你们解释吧 师父指着站在一旁的我 对张局长说 啊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中午啊 我跟师父我们俩吃完饭 就去市里的一家 名为古坊斋的古董店 掏东西 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讲了一遍给张局听 吕法医听到我的讲述后 他还是有点难以相信 小罗 你去那个名为古坊斋的附近 走访看看 有没有视频可以调出来 张局长听了我的叙述后 他转过身 对身后的一名警察吩咐他 是 张局 我这就去走访看看 那个叫小罗的警察 痛快地回了一声 就开着车 向市里方向驶去 老吕啊 你留在这里 处理一下尸体 我先回局子里去 张局长转过身 对法医老吕说 哎 好的张局长 吕法医对张局长 应了一声 老姜啊 也麻烦你 跟我回局里一趟吧 张局长对吕法医 嘱咐完 转过身 又对我师父说 嗯 我们走吧 坐在张局长的车上 我脑子里一直在想着 今天所发生的事 当我想到 那个身穿红色 凤冠侠配的女鬼时 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回到张局长的办公室 没多久 那个叫小罗的年轻警察 气喘吁吁地 从外面推门而拢 张局长 有线索 小罗指着手里的U盘 对张局长说 快 拿过来 我看看 张局长迫不及待地 对小罗说 小罗应了一声 就走到张局长的身边 将手里的U盘 插在了张局长电脑的USB接口上 师父和我一起站起身子 向张局长的身边走去 我们四个人聚在电脑前 看着小罗弄来的监控视频 在视频里 我们看到了 那个身穿蓝色运动服的男子 在他的身后 跟着一个身穿红色凤冠侠配的女子 当那个身穿蓝色运动服的男子 走进古坊斋古董店后 那个身穿红色凤冠侠配的女子 站在古董店门口 徘徊地等扣着 那个身穿蓝色运动服的男子出现 当那个男子从古董店走出来的时候 那个身穿凤冠侠配的女子 赶紧就跟到了那个男子的身后 张局长 这个视频有些诡异啊 这个女子走起路来 怎么像在飘啊 年轻警察小罗 指着视频上 那个身穿凤冠侠配的女子 问向张局长 她就是在飘啊 师傅看着监控画面里的女子 插了一句 什么意思 小罗有些不明白 师傅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个女的 她根本就不是个人 是个鬼 当师傅说完这话后 那个小罗的额头上 瞬间就冒出了一层冷汗 大叔 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的吗 小罗擦了一下额头处流下来的冷汗 问向师傅 师傅呢 对小罗笑了笑 再就什么都没说 小罗啊 你去找刑警队的方副队长 把视频里的这个人的信息 给我查出来 张局长指着视频里 那个身穿蓝色运动服的男子 对小罗吩咐 好的 张局长 小罗对张局长应了一声 扒出U盘 就向外跑去 那个男人的手里 应该有两只羞花鞋呀 怎么就剩下了一只呢 师傅捏着下巴 男男的说 应该是被河水冲掉了吧 我站在一旁插了一句 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师傅摇着头对我说完这话后 陷入了沉思之中 到了下午五点半的时候 小罗再一次推开张局长的门 满头大汗的走了进来 他走到张局长的面前 不客气的拿起桌子上的凉白开 咕咚咕咚的就喝了起来 张局长 我们已经查到 那个男子的信息了 小罗气喘吁吁的 向张局长 禀告着情况 赶紧说 张局长一脸焦急的问向小罗 死的那个中年男子姓赵 名字叫赵宝刚 今年四十五岁 家住前阳镇 榆树村 五祖 是一个老光棍 平时好喝酒 而且手脚还不老实 有过入室盗窃的案底 小罗对张局长一一讲述着 他在家你们去过吗 张局长继续问向小罗 我们还没去 方队长在下面组织 我们打算现在过去 听了小罗的话后 张局长点了点头 老江啊 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 张局长望向师父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师父对张局长点头回应 这一次前去赵宝刚家的人不少 刑警队去了三辆面包车 一共二十几个人 张局长自己开着车 载着我和师父 跟在刑警队那些车的后面 路上我们三个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我感觉车里的空气都变得凝重了起来 来到榆树村五祖 经过多方打听 我们找到了赵宝刚的家 赵宝刚的家是一座三间的小瓦房 这是他父母临死的时候留给他的 他们家的院子不大 长满了枯黄的杂草 木质的窗户上早已经没有了玻璃 而是用破纸壳和塑料布挡着 我看到右边的屋子的房顶上 露了一个脸盆大小的窟窿 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的男人 在这世上也是少有的 赵宝刚他是不是又犯什么事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年约七十多岁 满头白发的老者 走到我们面前 一脸气愤的问向张局长 我们就来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张局长对那个老者说 关于赵宝刚的死 这个榆树村无阻的人都不知晓 我是赵宝刚的大败 你有什么事啊 也可以问我 那个老伯热情地对张局长说 那您就来说说赵宝刚的事情吧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局长问向那个老伯 哎哟 我这个侄子 年轻的时候就有手好闲 不务正业 不是出去跟人家赌博 就是出去喝酒 家里的人啊 给他介绍了不少对象 结果一个都没成 人家姑娘倒是不嫌弃 他家的条件不好 而是嫌弃我这侄子不真干 油班不上 油地不重 他一直到现在也没娶上个媳妇 就连我侄子三十岁的那年 他在外面赌博 拉了一堆饥荒 我二弟跟我二弟媳妇 也就是赵宝刚的父母忍受不了 他这个没出息的儿子 哎呀 双双服毒子杀了 一提到这儿啊 我都想拿刀活 披了那个败家子啊 赵宝刚大伯 说到这儿的时候 他忍不住地掉下了两滴眼泪 大伯擦擦眼泪吧 我从兜里掏出纸巾 递给赵宝刚的大伯 听了赵宝刚大伯的叙述后 大家的心里也都是十分的气愤 没想到啊 这个赵宝刚 他还真不是个东西 啊 大叔 您继续说 张局长继续问向赵宝刚的大伯 哎呀 这些年我那侄子 一直靠着他父母 给他留下的那八亩地 维持着生活 他这个人呢 好吃懒做 什么活都不干 他把那八亩地 包给重粮大户 一年能收个四五千的佣金 村里还给他办了低保 每个月也能领上个三四百块钱 这样算起来他每年也能有个万八千的 可能是懒人有懒福啊 就在去年呢 一个大型的制药厂搬到了我们村 并占了我侄子家的地 那个制药厂 一每亩地五万块钱的价格 收了他家的八亩地 这小子 哎 一下子有了四十万 我到我侄子家 苦口婆心地劝他 用这个钱把房子翻修一下 然后再娶个媳妇 嘿 可是他根本就听不进去呀 完全把我说的话当成了放屁 这四十万到他手里还没到一个月 嘿 就被他全部给输光了 钱全输光了不要紧呢 他还在外面签了不少计划 人家三番两头开着车 把他堵在家门口就是一顿揍 这小王八蛋 活着都还不如死了算了 赵宝刚的大伯说到这儿的时候 有点气不大意出来 我心想 这样的人真是活着浪费空气 死了还浪费土地 大叔啊 赵宝刚他们现在 还有什么直系亲属吗 张局长又继续地问向了赵宝刚的大伯 了解这情况 我侄子上头还有一个姐姐 也是我的大侄女 就家在戈壁村 自从我二弟跟我二弟媳妇 服毒自杀以后啊 他们姐弟俩就断绝了关系 也再也没走动过 我那侄子去过她姐那几次 跟她姐姐钱买酒 结果都被她姐给撵出来了 我大侄女现在已经不认她这个弟弟了 赵宝刚的大伯继续对张局长说着 要是我有这个弟弟的话 我也不会认 这个赵宝刚就不是个东西 啊 大叔啊 那您有没有赵宝刚姐姐的联系电话 我们找他有些事啊 张局长问向赵宝刚的大伯 哎呀 有是有啊 但是在我们家的电话本上呢 赵宝刚的大伯如实地说 这个赵宝刚的大伯 是个实在人 张局长问他什么 他就答什么 啊 麻烦你老人家 回去给我们找一下 啊 我有用啊 张局长一脸微笑地对赵宝刚的大伯说 哎呀 好的 警察同志 我这就回去给你们拿 啊 你们 在这等着啊 赵宝刚的大伯说完这话 就向他家的方向跑去 屋子里什么情况 张局长问向刑警队的方副队长 啊 因为屋子的窗户啊 是被纸壳和塑料部挡着的 所以里面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 我们身上没有搜查令 也不敢 私自把门打开 方队长指着赵宝刚家的三间瓦房 对张局长禀告着 你带着人 现在就把这门给我打开 出事我担着 张局长指着赵宝刚家的门上的锁头 对副队长吩咐 是 方副队长对张局长应了一声 就带着手下的人去砸赵宝刚家的门锁头 有了张局长的话 他们即便没有搜查令 也不害怕了 即使天塌了 也有个高的人顶着 没用两下 方副队长就将赵宝刚家的门锁头给砸开了 然后方副队长带着他的手下就向屋子里走去 我跟张局长还有师傅 我们三个站在门外没进去 过了大约五分钟左右 方队长皱着眉头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看到方队长脸上的这表情 这屋子里应该是有情况 张局长 屋子里有一具女尸 你快进去看看吧 方副队长走到张局长的面前 一脸沉重的禀告 我进去看看 张局长听了方副队长的话后 感到一阵头疼 他抬起腿就向赵宝刚家的屋子里走去 我跟师傅紧紧的跟在张局长的身后 向屋子里走去 刚迈进赵宝刚家的屋子 我就被一股浓浓的臭脚鸭子味给熏了出来 师傅呢 则是一脸淡定的跟着张局长走了进去 我在门外深吸了一口气 屏住呼吸 也向屋子里走 赵宝刚家的屋子十分的杂乱 原本是白色涂料的墙壁 已经变成了黑黄色 靠着东墙灶台里的大铁锅 早就已经不见了 估计啊 是被那个赵宝刚拿出去换酒喝了 靠在卧室的门边 有一口大瓷刚 大瓷刚的肚子呢 破了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刚里面早已经没有水了 在水缸里我看到了两个十斤装的白色空酒壶 当我走进屋里的时候 我看到赵宝刚家杂乱的炕上 躺着一个浑身赤裸的女子 这个女子的相貌 跟我中午看到的那个披着凤冠侠配的女子 长得一样 女子的右脚上还穿着一只 绣着金丝鸳鸯的绣花鞋 另一只脚则是赤裸的 什么都没穿 哎呀 这都什么年代了 居然还有裹小脚的 方副队长捏着鼻子 指着炕上那个已经死去的裸体女人 嘟囔了一句 这个女人的三寸小脚 看起来有点像猪的脚 古人都说 女人三寸金莲小脚 长得十分的漂亮 可我却没觉得哪里漂亮 反而觉得有些丑 有些恶心 方副队长 你马上打电话给法医老吕 让他赶过来处理一下 这具女人的尸体 张局长回过身 对方副队长吩咐着 好的张局 我这就给吕哥打电话 方副队长应了一声 掏出电话走出去 就给那个法医老吕打了过去 师父打亮了一番 躺在炕上 那个浑身赤辱的女子一眼后 就走了出去 我则是紧紧地跟在师父的身后 向外走去 师父 屋子里那个女人的脚上 穿着一只绣花鞋 而另一只 却在那个死去的赵宝刚的手里 而且 我今天从古董店追出去的时候 跟那个赵宝刚身后那个 就是屋子里那个女人的鬼魂 我一脸慎重地对师父说 不知道为什么一提起那个身穿凤冠侠配的女鬼 我就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这个赵宝刚真是死有余辜 居然对一具死了一百多年的女尸 师父一脸愤怒地对我说 这件事我也算是看明白了 赵宝刚应该是没钱喝酒了 然后他就想起了去盗墓 结果赵宝刚就把这个女人的墓给盗了 赵宝刚发现 这个已经死去百年的女子 相貌有几分娇美 于是他就偷偷地把这个女子给背回了家 后来的事 即便我不说 大家心里也都清楚 这个赵宝刚干了一件人神共愤的事 那就是监尸 过了没一会儿 赵宝刚的大伯急匆匆地从外面赶了过去 他刚想要进他侄子家 就被我给拦在了门外 我可不想让赵宝刚的大伯 进去看到那具女士 小伙子你别拦着我 我要进去给那个警察 送我侄女的电话号 赵宝刚大伯从兜里掏出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小纸 条对我说 大伯 您还是在这里等一下吧 我进去给你叫那个张局长出来 我对赵宝刚的大伯说完这话就向屋子里走去 张局长 赵宝刚的大伯在外面找你 我走过去对张局长说 张局长听了我的话 点了点头就跟着我向外走去 哎呀 这个是我大侄女的电话号 赵宝刚的大伯将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递给了张局长 啊 谢谢你了大叔 这里啊 也不需要你帮忙了 你还是快回家吧 张局长笑着对赵宝刚的大伯说 哎呀 我刚刚听这个小伙子说你是局长 你能不能如实的告诉我 我那个不争气的侄子是不是犯了什么案子了 赵宝刚的大伯一脸紧张的问向张局长 虽然这个老头心里挺恨他这个侄子的 但是他的心里还是有些担忧赵宝刚 毕竟他们之间有着血浓于水的清醒 啊 这个我暂时还不能向你透露太多 我现在唯独能告诉你的 是你的侄子没有犯案 大叔 你也别再问了 你问再多 我也不会跟你说的 啊 张局长一脸微笑的对赵宝刚的大伯说 赵宝刚的大伯一听 自己的侄子没有犯案 他悬着的心 一下子就放了下来 哎呀 好 好了好了 那你们忙吧 晚晚回家吃饭了 赵宝刚的大伯对张局长说完这话 就向外走去 老江啊 这件事你怎么看 张局长一脸迷茫的走到师傅的身边问他 屋子里那个赤罗女人 天理不容 他有今天真是活该 师傅在一旁没好气的说 哎呀 张局长 张局长叹了一口粗气 什么都没说 过了大约二十多分钟 赵宝刚家的门前来了两辆车 吕法医提着白色的箱子从第一辆轿车里走了出来 轿车后面跟的是那辆殡仪馆的灵车 应该是过来拉屋子里那个女人尸体的 老吕 这么晚让你过来 真是麻烦你了 张局长走到吕法医面前不好意思的说 张局长 你说这话就客气了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一点都不麻烦 吕法医在对张局长说这话的时候 他望着我的师傅点了点头 我师傅也对吕法医点了一下头 江道长啊 我有事 想要请教你 吕法医走到我师傅面前恭敬地问 自从经历殡仪馆打赌那件事后 这个吕法医对我师傅是刮目相看 吕法医也是从心里尊重我师傅 嗯 你有什么事就问吧 师傅点点头 对吕法医说 哎呀 还是今天中午那具死尸 我下午的时候对那具尸体进行了解剖 从医学解剖理论上来看 那具尸体的各项特征啊 都符合三个月的死亡时间 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也看了小罗带回来的视频 事情如你说的一样啊 那个男子中午的时候还活着 仅仅两个小时的死亡时间 根本不可能让他的身体里在水里变得浮肿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吕法医一脸纠结地问向师傅 吕法医问的这个问题 我听了以后也有些迷茫 哈哈哈哈 你想听实话吗 师傅笑着问吕法医 哎呀 当然了 吕法医认真地回答 其实啊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师傅摇着头认真地对吕法医说 吕法医听了师傅的话后 他的脸瞬间变黑了 哈哈哈哈 有些事你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地去纠结 我跟你说过 这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无法用科学去证明的 你现在进去看看那句女事 会让你感到更惊讶 师傅笑着对吕法医说 哎 我进去看看 吕法医说完这话就提着箱子走了进去 对了 老张 你打算怎么处理屋子里那句老师啊 师傅向一脸凝重的张局长问了过去 哎呀 当然是按老规矩办了 先拉到殡仪馆冷藏 然后 安排时间 把那具尸体给火化了 张局长 简单明了地对师傅说 你要是这样做的话 我向你保证 不出两天 那个女鬼就会找到你家折腾你 师傅笑着对张局长说 张局长听了师傅的话后 吓得浑身直气鸡皮疙瘩 而且他感到自己的后背直冒凉风 哎 老江啊 你 你这是在吓唬我吧 张局长挥着脸子问向师傅 老张啊 我什么时候拿这事吓唬过你啊 师傅一脸严肃的对张局长说 哎呀 那那你说这件事我该怎么办呢 张局长一脸为难地问向师傅 你必须得找到屋子里 那个女人的安葬之地 将她葬回原位 只有这样 她的魂魄才能得到安息 现在你已经沾染了这件事的因果 所以这件事你必须得好好处理 不然的话 师傅话说到一半就没再继续说下去 张局长也明白我师傅说这番话的意思 哼 这个赵宝刚 自己不得好死 还连累我 真是可恨啊 张局长黑着脸在一旁嘟囔着 我跟师傅看着张局长 姿势什么话都没说 哎呀 我还是先给那个赵宝刚的姐姐打个电话吧 让他给赵宝刚收拾 张局长说完这话 就拿出手机给赵宝刚的姐姐打了过去 喂 你找谁啊 赵宝刚的姐姐接听了张局长的电话 哎 请问你是赵宝刚的姐姐吗 张局长对着电话问 对方听到张局长的话后 二话不说就把张局长的电话给挂断了 张局长望着手里的电话有些发愣 咋了 碰壁了 师傅在一旁打趋着张局长 我就问了一句 你是赵宝刚的姐姐吗 嘿 对方就把我的电话给挂断了 从这些事可以看出来 这个赵宝刚啊 还真是一个老了不亲 舅舅不爱的主 张局长说完这话后 跟旁边的小罗接了一部电话 继续给赵宝刚的姐姐打了过去 他之所以不用自己的手机再打 就是怕对方不接他的电话 喂 你找谁 赵宝刚姐姐这次接电话的语气有些重 你好 我是弟弟市公安局的 这次张局长赶紧把自己的身份 向赵宝刚的姐姐说明了 我没犯事 你们公安局的给我打电话干嘛 赵宝刚的姐姐在电话里 疑惑地问向张局长 我希望你能认真的听我把话说完 可以吗 张局长在电话里问向赵宝刚的姐姐 他怕自己刚说个头 对方就又把电话挂断了 那你说吧 我们今天在河里发现了一具男性的尸体 警察明那具男尸就是你的弟弟赵宝刚 现在我们在你弟弟的家 如果你现在有时间的话 请你过来一趟 可以吗 张局长在电话里对赵宝刚的姐姐说 当张局长说完这话 赵宝刚的姐姐再一次把张局长的电话给挂断了 什么玩意儿 又把我电话给挂断了 张局长一脸愤怒地说 过了没一会儿 吕法医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她先是将自己脸上的口罩摘下 然后又把手上戴的一次性手套也摘了下来 哎呀 那个女尸体 她样子死了很多年了 具体的时间我也不敢肯定 这具尸体是我见过保存最好的一具 奇怪的是居然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 吕法医走到我们面前 喃喃地说 哎呀 这具尸体 死了应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师父在一旁对吕法医补充着 吕法医听到师父的话后 他瞪着两个眼睛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向我师父看了过来 嗯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屋子里那具女尸 确实已经死了一百多年 师父一脸认真的对吕法医说 死了一百多年的尸体 就像刚死了似的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吕法医一脸惊讶地说 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只要装尸体的棺材密封好 地理位置悬得好 尸体就算经历千年也不会腐烂的 师父给吕法医解释 吕法医觉得自己干了二十多年的法医 什么样的奇怪事情都见过 可他在我师父面前跟师父这么一比 自己就什么都不是了 到了晚上七点左右 一个将近五十岁的妇女骑着电动车 来到了赵宝刚家的门口 当那个妇女想要往院子里走的时候 她被站在门口的两个警察给拦住了 警察同志 我是赵宝刚的姐姐 当那个五十多岁的妇女说完这话的时候 张局长对着门口那两个警察摆了摆手 意思是让赵宝刚的姐姐进来 啊 刚刚是我给你打的电话 我是咱们市局的局长 我姓张 张局长走到赵宝刚姐姐的面前介绍着自己 我在一旁打量了一番这个赵宝刚的姐姐 她个子长得不高 大约在一米五五左右 皮肤有些有黑 长相跟赵宝刚有几分相像 这个赵宝刚姐姐的眼睛有些红肿 一看就是刚哭过 张局长 我弟他 赵宝刚的姐姐哽咽地问向张局长 啊 你弟弟应该是喝醉酒没沾纹 从桥上掉进河里淹死了 我们在你弟弟的家里 还发现了一句身份不明的女尸 经过我们的侦查 那句身份不明的女尸 应该是你弟弟盗墓的时候挖出来的 张局长隐瞒了一些事实 对赵宝刚的姐姐说着 赵宝刚的姐姐听了张局长的话后 情绪有些激动 这个挨前刀的赵宝刚 害死了自己的爹妈不说 居然去挖人家坟 他上天海里死有余辜啊 赵宝刚的姐姐跺着脚气愤地骂着 啊 现在赵宝刚的尸体 就在市里的殡仪馆 明天上午可能要进行火化 你是赵宝刚的知习亲属 所以这件事我们得跟你说明一声 你明天上午去火葬场 见你弟弟最后一面 顺便将他的骨灰处理一下 张局长对赵宝刚的姐姐嘱咐着 好 我明天会过去的 赵宝刚的姐姐一脸沉重地 对张局长说完这话就向外走去 张局长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留在这儿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我们得回去了 师父指着已经变黑的天 对张局长说 哎哟 老江啊 今天这事啊 真是不好意思 麻烦你这么长时间 改天 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 张局长一脸抱歉地 对师父说 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这话都跟我说了二十年了 我至今都没吃上你请我吃的一顿饭呢 师父一脸冷笑着对张局长挖哭着 张局长听了师父的话后 哈哈大笑也没生气 小罗 你先开车 送我这两位朋友回去 张局长掏出车钥匙 对身旁那个年轻的小警察吩咐着 哎 好的张局 小罗对张局应了一声后 就带着我和师父 就向张局长的车走去 路上 我和师父坐在车上一句话也没说 师父他望着车窗外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也没敢打扰他 我的脑海里 一直回放着今天发生的那一幕幕 那个女鬼害死赵宝刚 为什么不把绣花鞋全部拿走 而是留了一只给赵宝刚呢 我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 当我和师父回到医道堂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我们俩跟着张局长忙活的小半天 到现在连口饭都没吃 我刚坐在医道堂沙发上 屁股还没坐热 姜薇薇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六首 你跟范青 你们两个几点回来 现在已经八点多了 姜薇薇在电话里询问我 我跟范青在我师父这儿 我们等会儿去你呢 我在电话里对姜薇薇说 那好吧 我在家里等你们两个回来 姜薇薇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挂断了 一想起一会儿要去姜薇薇的家 我这心里就有点生我师父的气 如果不是她当初在姜薇薇面前胡说八道的话 我也不用天天往姜薇薇的家里跑 姜薇薇家的环境是比学校寝室好 可我在姜薇薇家住着总是感到不习惯 通过短暂的相处 姜薇薇从一开始对范青的厌烦到现在变成了喜欢 范青这个蛇精的性格单纯也很好相处 只要给她好吃的就行 其余的那些她根本就不在乎 最重要的是姜薇薇发现 我跟范青我们俩只是朋友关系 而不是情侣 这样也解除了姜薇薇的后顾之忧 我有点饿了 你出去买点吃的回来吧 师父坐在椅子上伸了一个懒腰对我说 这个点出去也买不到什么吃的了 年前我跟小师姑在逛超市的时候 买了几袋方便面在冰箱里 我上去给您下点面吃吧 师父 我询问师父 也好 我这个人有吃的就行 不挑剔 师父点头答应 于是我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到二楼厨房 给师父下面 当我经过师父卧室的时候 我看到范青这个家伙还在床上躺着睡觉 而且睡的是口水滞流 我从中午和师父出去到现在 范青已经睡了整整八个多小时 我和师父我们俩吃完面 范青还没有苏醒过来 我对这个家伙也是醉了 这段时间 萧勇敢跟张仪在弟弟市转了个遍 他们俩觉得弟弟也没啥可玩的 于是这两个家伙私下里决定 到弟弟岗坐着船去韩国了 过去要等个十天八天才能回来 范青 你快醒醒 我们得走了 我吃完面走到二楼推了一下 正在熟睡的范青 范青 范青应了一声 一脸不情愿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师父 我跟范青去我同学那儿了 你这里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我跟范青从楼上走下来 对坐在椅子上的师父说 嗯 你们俩路上小心 师父对我淡淡地说 我对师父点了一下头 就跟着范青走了出去 我跟范青走出八十八号胡同 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八十八号胡同这个地方 白天都不是很好打车 更别说是晚上了 我和范青 我们俩肩并肩向前走着 准备找一个繁华地方 打车去江薇薇呢 范青 你这一天天的也太能睡了吧 我对着走在我身边的范青说 我们俩从师父的医道堂走出来 也就十分钟的时间 这范青至少打了六个哈欠 唉 一般这个季节 都是我们舌类冬眠的季节 所以不管我们睡多少觉 我都会感觉困 到了春天就好了 范青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对我说 哦 难怪你会这么困 原来是这样的 听了范青的解释后 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的身后 好像有妖子跟着我们 范青顿住身子 转过脸 一脸严肃的对我说 蛇精 我跟这个人有些恩怨要解决 这里没你的事 你还是赶紧离开吧 就在这时 我们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妖艳的女子 这个女子 正是曾经伤害过我的那只狐妖 我则是转过身一脸 愤怒地看着那只狐妖 有了范青在我身边 我也不用再选择逃跑了 她救过我一命 所以她的事就是我的事 如果你今天想伤害她 就先过我这关 蛇精梵青挡在我面前 对对面不远处的那只狐妖说 你真是太可笑了 别忘了 我们才是同类 你应该站在我这边 而不是站在那个人类的那边 狐妖对蛇精梵青开始了策反 我跟你说过 她曾经救过我一命 对我有恩 我不能让你伤害她 梵青不听狐妖的挑拨 而是一脸固执地对狐妖说 听了梵青这番话 我这心里很是感动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咱们之间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狐妖说完这番话后 她眼睛冒着绿色的幽光 就向我和梵青走了过来 狐妖的身后 突然多出了五条白色的尾巴 在不停地摆动着 这只狐妖倒行不前 鸟少 你先走 蛇精眯着眼睛 望着前方向我们走过来的那只狐妖对我说 我不走 我不能把你自己留下来 我从兜里套出两张降妖虫模符筹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的那只狐妖对我身边的梵青说 你留下来不但帮不了我 还会成为我的累赘 你快走 梵青对我说完这话 就向狐妖走了过去 梵青 你自己小心点 我去找我师父帮忙 我对梵青说完这话 就要往八十八号胡同跑 让梵青自己对付狐妖 我有些不放心 所以我打算去找我的师父过来帮忙 臭小子哪里跑 狐妖见我要去找外援 他一个箭步就向我冲了过来 只见狐妖挥动着身后的五条尾巴就向我攻了过来 那五条尾巴每条都有三米长 狐妖尾巴带着进风就向我的胸口撞了过来 就在狐妖的尾巴快要击中我胸口的时候 蛇精梵青甩着她那水桶般粗的尾巴 就向狐妖狠狠地拍了过去 狐妖不得不放弃攻击我 用自己的尾巴向蛇精梵青的尾巴挡去 哄的一声响 蛇精梵青跟狐妖他们两个的尾巴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他们俩的尾巴撞在一起所产生的气流 将我吹的向后倒退了两步 他们俩也各自的向后倒退了十几步 樊青面对狐妖不敢大意 他这一击也使出了自己的权力 狐妖刚刚抵挡樊青那一击 也使出了自己的权力 海少老军 急急如律令 我趁着那个狐妖没站稳 我将手里的两张降妖触摸符咒 对着那个狐妖就甩了过去 降妖触摸符咒化为两个篮球大小的火球 狠狠地向狐妖的身上撞击了过去 砰 砰 两声响 降妖触摸符咒化为的火球 刚要击中狐妖 那个狐妖挥着身后的两条长尾巴 就将我甩出去的那两道降妖触摸符咒 瞬间积散了 还是让我来对付他吧 你找机会逃跑 樊青对我说完这个话后 他半人半腰的身子 划为了一条长达十多米的巨蟒 甩着他那水桶粗的尾巴 就像狐妖狠狠地拍了过去 面对樊青猛烈的攻击 狐妖不甘有丝毫的大意 这次狐妖也没敢应接樊青的攻击 他向左一个闪身 躲过了蛇精樊青的攻击 轰的眼睛 蛇精樊青的尾巴 狠狠地将摆由地面 拍出一条半米长的深沟 如果樊青这一击拍在我的身上的话 就算不把我拍死 也得把我给拍残废了 找死 狐妖说完这两个字 他一个箭步就向蛇精樊青的身边冲了过去 狐妖的速度很快 樊青还没有反应过来 狐妖就冲到樊青的面前 狐妖紧握拳头 狠狠地向蛇精樊青的脑袋上 就砸了过去 小心 我大声对蛇精樊青提醒着 可我这一句话 最终还是喊完了 轰的一声 蛇精樊青被狐妖一拳砸倒在地 樊青的巨蟒之身躺在地上是一动不动 可能是昏厥过去了 就在狐妖握紧拳头 继续向蛇精樊青的头上砸过去的时候 我踏着天纲七星步就向那只狐妖冲了过去 如果让狐妖继续出手对付樊青的话 樊青很可能会死在这只狐妖的手里 我知道我不是那只狐妖的对手 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樊青为我受死 如果我们俩必须死一个的话 我宁可死的那个是我 抬上到军 积极出力令 射 我掏出降妖除魔符咒 愤怒地向狐妖甩了过去 我这次甩出去的降妖除魔符咒 跟平时甩过去的不太一样 这次被我甩出去的降妖除魔符咒 化为一道脸盆大小的紫色火焰的火球 快速地砸向了狐妖 那只狐妖也不把我的符咒攻击放在眼里 他挥动着身后五条长尾巴 一同向我击向他的那个紫色火球撞了过去 呼的一声响 紫色火球狠狠地将那只狐妖击得向后倒飞出去 这个结果不但出乎了我的意料 也出乎了那只狐妖的意料 狐妖用手抹了一下嘴角处流出来的鲜血 露出了一副惊讶的表情 太少老军 急急助力令 热 我根本就不给那个狐妖喘息的机会 我踏着天罡七星步 冲向他继续甩着降妖除魔符咒 我这次甩出去的降妖除魔符咒 跟我平时甩出去的一样 远远不及我刚刚甩出去的那一张威力塔 狐妖刚才吃了亏 他这次不敢再应接我的符咒攻击 他见我的降妖除魔符咒即将撞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飞快的像有一个闪躲 躲过了我的符咒攻击 此时我已经冲到了梵青的身边 梵将 梵将 我大声的呼唤着晕过去的梵青 梵青紧闭着双眼躺在地上 没有丝毫的反应 上次没有一掌打死你 算你幸运 今天我不把你碎尸万段 难解我心头之恨 狐妖说完这话就向我冲了过来 面对着狐妖的攻击 我不敢退 如果我要是退的话 那梵青将会遭到狐妖的毒手 他妈的 老子跟你听了 我握紧拳头咬着牙 一脸愤怒的向狐妖冲了过去 这次我没用符咒 而是选择跟狐妖应聘 狐妖冲到我的面前 挥动着他身后毛茸茸的五条尾巴 一同向我击了过来 看到那五条尾巴一起攻向我 让我有些手慌脚乱 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还没等我伸出拳头 击中那个狐妖 那个狐妖先用尾巴 把我狠狠地击飞了出去 我落在地上 嗓子眼发甜 口吐一口鲜血 狐妖那五条毛茸茸的尾巴 击在我身上 就像五根硬木桩 撞在我身上似的 我身上的骨头都差点被狐妖 那五条尾巴给撞散架了 今天我先杀了你 日后再慢慢找你师父报仇 狐妖一边缓缓地向我走来 一边愤怒地对我说 我试着要从地上爬起来 结果我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跟你跟你有仇的是我 跟那条蛇精无关 你杀了我 放了那条蛇精啊 我指着不远处的凡青 对向我缓缓走过来的狐妖说 好 这个要求我可以答应了 狐妖对我说完这话后 我也彻底地放心了 我坐在地上把眼睛 缓缓地闭上 等待着死亡 此时我一点也不害怕 反倒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如果我变成鬼了 就可以跟夏婉婷在一起了 就能去找我的奶奶了 去死吧 狐妖走到我面前伸出右手 对着我的心脏就抓了过去 狐妖右手抓下我心脏的时候 她的指甲瞬间变长变锋利 在月光的照射下 狐妖锋利的指甲闪着多目的寒光 你找死 就在狐妖右手即将洞穿我心脏的时候 夏婉婷的身影出现在了狐妖的身后 夏婉婷两只手死死地抓住狐妖一条尾巴 将狐妖的身子狠狠地向后轮了过去 砰的一声 那个狐妖被夏婉婷轮在地上 甩了个七婚八素 夏婉婷可不想就这么简单地放过那只狐妖 夏婉婷咬着牙 双手用力再一次地将狐妖轮起来 狠狠地甩在了地上 砰 又是一人 狐妖被突如其来的夏婉婷 直接摔晕了过去 夏婉婷现在脸上的表情十分的猙獰 两只纯黑色的眼眸发出幽怨的蓝光 苍白的脸色变成了铁青色 嘴里向外伸出死磕长长的撩牙 而且夏婉婷身上还带着一股浓浓的寒气 即使我坐着离她有三米远 我也能感受到她身上寒气冰冷 即使狐妖被摔晕了 夏婉婷也没有想过要放过那只狐妖 夏婉婷身上还带着一股很强烈的杀气 她走到那只狐妖的身边 俯下身子伸出两只手将躺在地上 处于昏迷状态的狐妖脖子掐住 然后慢慢的将那只狐妖提了起来 夏婉婷的手是越掐越紧 狐妖苍白的脸色瞬间变成了降紫色 她随时都有窒息死亡的可能 夏婉婷 算了吧 你还是放了她吧 我无力的用手掌撑着我的身子 对我身前的夏婉婷说 如果我不杀了她 她还会继续伤害你的 夏婉婷转过身咬着牙 一脸愤怒的对我说 我看到夏婉婷脸上猙獰的表情 我的心突然颤抖了一下 随之又恢复了瓶颈 她修炼几百年 化为人性不易 自古以来上天就有好生之德 错的是那只公护妖而不是她 她想杀我 也是我们之间的因果报应 如果你杀了她的话 那她就是因我而死 你还是放了她吧 我望着夏婉婷淡淡的说 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对夏婉婷说完这话后 我感觉到我的灵魂 得到了很大的升华 刘少 你仔细的想好了 你确定要我放了她 夏婉婷用她那发着蓝光的眼睛 注视着我并问向我 还是放了她吧 夏婉婷 我点着头对夏婉婷再次说道 夏婉婷听了我的话后 她松开手将提起来的狐妖 没好气的甩在一旁 随后夏婉婷 猙獰的脸庞 恢复到正常的模样 狐妖躺在地上 咳嗽两声后就苏醒了过来 刚刚我和夏婉婷的对话 狐妖也全都听见了 我不想杀害你 你还是快走吧 我对躺在地上的那只狐妖说 狐妖一脸幽怨的看着我 什么话都没说 它变成一只白色的狐狸 就消失在这黑暗的夜中 望着狐妖走远后 我艰难的从地上爬了起来 还没等我爬起来 我两眼一黑 一头栽倒在地上 晕了过去 狐妖 你怎么了 夏婉婷一脸焦急的跑到我身边 把我从地上扶起来 就哭了起来 夏婉婷她嚎啕大哭的 把我紧紧的搂在怀里 当我睁开眼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六点多了 而我则是躺在一道堂的沙发上 我的身边站着樊青还有江薇薇 师父她老人家坐在椅子上 一脸悠闲的在斗着地主 六少 你醒了 江薇薇坐在我的身边 一脸柔情的问我 我对江薇薇点了点 此时我的眼睛还在四处张望着 在寻找夏婉婷的身影 结果我望了一圈 也没发现她 师父 夏婉婷她哪儿去了 我从沙发上坐起来问向师父 昨天她把你送到我这儿就离开了 至于她去了哪里 我也不知道 师父说这话的时候也不看我 眼睛盯着电脑 六少 昨天真是不好意思 是我一时大意 没能保护好你 蛇精凡青一脸自责地对我抱歉地说 凡青 昨天的事根本就不怪你 那只狐妖太厉害了 昨天的事啊 我应该谢谢你 如果不是你站出来挡在我前面的话 我和叶熙已经被那只狐妖给弄死了 当我说完这话的时候 凡青的心一下子就释然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 也是希望凡青不要太过自责 江薇薇 你是什么时候来我师父这儿的 我望着江薇薇一脸不解地问她 昨天晚上 你很晚没去我那儿 我不放心 就给你打电话 是江叔叔接的 他说你出了点事 然后我就打车赶过来了 江薇薇露出一副担忧的表情在看着我 她的眼睛有些红肿 一看就知道是哭过 昨天晚上就出了一点小事 没什么大碍的 我笑着对江薇薇说 你这人就是主厨的鸭子嘴硬 你看你胸口的血 还说自己没什么大碍 江薇薇指着我的胸口 没豪气地说 男人流点血流点汗 这根本就不算了什么 我笑着对江薇薇说 江薇薇看着我 无奈地叹了一口粗气 什么话都没说 当我从沙发上爬起来的时候 我感到我的胸口还是有那么点胀疼 我强忍着疼往一道堂的二楼走去 你这是要干嘛去 江薇薇一脸关心地问 我要上去换身衣服 我总不能穿这身带血的衣服上学吧 我回过身笑着对江薇薇说 你今天还是别去上学了 你在江叔叔这儿休息一天 我去咱们张老师那儿给你请个假 江薇薇望着我担忧地说 我没有事 我这个学期已经耽误很多天了 要是再耽误下去的话 就不太好了 我对江薇薇说完这话 就向二楼走去 我在师父这里 还有几套换洗的衣服 我将身上带血的衣服脱下来 扔进垃圾桶里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站在卫生间里洗漱 我的心里在想着 夏婉婷 她到底去哪了 按理说我昏迷过去 她应该陪在我的身边 而不是不辞而别 当我洗漱完后 已经是早上七点多了 江薇薇 你先到外面等我 我要跟樊青 还有我师父说点事 你留在这里 有点不方便 我从二楼走下来 对坐在沙发上的江薇薇说 嗯 好 江薇薇对我点点头 二话没说就走了出去 范琪 你有没有考虑好 到底要不要留在 我们人类的世界生活 我郑重其事地问向樊青 我想留在你们人类的世界生活 但是我都怕自己会 樊青一脸担忧地对我说 樊青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向我师父看了过去 自从她第一次在北京 见到我师父 她的心里就对我师父 有些忌惮 其实你现在表现得就很不错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说这话的是我的师父 我师父对樊青说这话的时候 面露微笑 语气也十分的和蔼 樊青 我师父的昨天 已经跟我们这儿的公安局长说好了 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生活 你今天就可以去办理身份证 以后安心地 在我们人类的世界生活下去 我一脸认真地对樊青说 我想留下来 樊青点着头对我说 她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有些不够坚定 这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她怕 自己有一天忍不住 犯了我们人类的规矩 樊青啊 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也清楚 如果你怕自己犯错 就先留在我这儿 生活一段时间 我来约束你 帮你改掉你身上的毛病 你看怎么样 师父跟樊青提议到 对于师父说的这句话 我也是相当地赞同 樊青啊 现在就需要一个人 来约束他身上的毛病 而这个人呢 也只有师父他老人家 最合适 嗯 我同意 樊青点着头 对师父答应道 那就这样了 留守啊 你先去上学 我一会儿带着樊青 去找老张 给他落个户口 然后办理身份证 师父转过头 对我说 听了师父的话后 我也安心了不少 当初我答应樊青 让师父找张局长 给他办理身份证的时候 我可没想到 师父会这么痛快地答应 这有点出乎我的预料 师父啊 那樊青我就交给你了 他的饭量大 您可千万别饿到他 我对师父点头说道 师父对我点点头 什么话都没说 樊青 既然你留在我师父这儿 你就要听我师父的话 我又对樊青嘱咐 我知道了 刘神 你自己也要小心点 樊青也对我叮嘱到 嗯 我知道了 有事啊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 我对樊青说完这话 就离开了 樊青则是站在一道堂门口 一脸不舍地 看着我离开 我们走吧 我离开一道堂 走到江薇薇的身边 笑着说 嗯 江薇薇对我应了一声后 我们俩肩并肩地 走出了八十八号胡同 江薇薇这个姑娘 可不像油脂赔那么三八 人家也不问我刚刚在一道堂里 跟师父还有樊青 说了什么 我和江薇薇路过一间早餐店 我们俩简单地吃了点早餐 然后打着车就来到了学校 当我们俩走进教室的时候 班级里的同学还没来几个 过了大约十分钟左右 黄涛带着一脸的疲惫 推开了教室的门走了进来 看到黄涛我有点喜出望来 哎呦 班长啊 你这些日子去哪儿了 班级里的同学们都很想你呢 我们班同学杨亮望着黄涛问他 黄涛对杨亮挤出一丝微笑 什么都没说 就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杨亮呢 则是一脸不解的望向黄涛 老大 你回来了 当黄涛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时 我笑着问向黄涛 看到黄涛那一脸疲惫的样子 作为兄弟的我 心里有些疼 啊 黄涛对我应了一声 再没多说什么 此时班级里的同学 全都向黄涛看了过来 大家不清楚 平时乐观向上的黄涛 几天不见 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当游之培跟曾璐他们二人 有说有笑的从外面走进来 看到黄涛的身影时 他们俩迫不及待的 向黄涛的身边跑了过来 哎呀 老大呀 我都想死你了 游之培上前一步抱住黄涛高兴的说 啊 我也想你们 黄涛说这话的语气很平淡 我感觉黄涛他在这些日子里 好像成熟了许多 老大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 人不能老活在以前 你要多想想以后 曾璐走到黄涛的身边 拍着黄涛的肩膀安慰他 老三说的没错 老大 你也没有必要再悲伤了 佳琪姐已经转世投胎 开始了她的新的人生生活了 你也应该放下心里的一切 开始你的生活 看到你这个样子 我们大家的心里都不舒服 我语众心长地安慰着黄涛 也不知道我说的这番话 他能不能听进心里 我这个当兄弟的 现在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谢谢你们哥仨的关心 我会慢慢地走出来的 黄涛对我和曾璐还有油脂培 点着头说 听了黄涛这句话 我们三个的心里也舒服了不少 老二 你脸色不是太好啊 是不是生病了 黄涛见我脸色苍白 嘴唇发黑 一脸关心地问向我 二哥呀 这段时间 一直住在姜薇薇家里 我这两个人好比是一堆干柴呀 只要擦出一点点火花 就能燃起熊熊大火 二哥他最近 肯定是被姜薇薇给榨干了 嘿嘿嘿 姜薇薇咧着大嘴 口无遮拦地说 姜薇薇说这话的声音很大 班级里的同学 几乎全都听见了 卧槽 班级里的同学 听到姜薇薇的话后 同时发出了一声惊呼 我他妈的想撕了 姜薇薇的心都有了 姜薇薇 你再敢胡说八道 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 姜薇薇回过头 红着脸对姜薇喊着 姜薇薇呢 听了姜薇薇的话后 赶紧把自己的嘴捂上 不敢再说什么了 老四啊 这几日不见 你嘴欠的毛病是一点也没改啊 黄涛望着游之陪哈哈的笑着 黄涛这次的笑是发自内心的 一群乌合之重 谢峰没好气的望着我们四个人说 你他妈说谁 乌合之重了 你再大声点给老子说一遍 脾气暴躁的曾禄站起来 一脸怒火的大声的质问着谢峰 这一年头有找吃找喝的 没想到居然还有找骂的 谢峰一脸冷笑的对曾禄说 谢峰 我操你牢牢 曾禄说完这话 露起袖子就向谢峰冲了过去 曾禄对谢峰的恨已经忍无可忍了 我跟黄涛我们俩从椅子上站起来 就把曾禄拉了回来 一旦让曾禄打了谢峰 那曾禄所要面对的一定是被开除学计 老三 你别冲动 狗咬你一口 你还能咬狗一口吗 黄涛将曾禄按回到他的座位 并对曾禄说道 哎 老大说的没错 像那种只会疯叫的狗 你根本没必要跟他一样 游之培一脸冷笑的望着谢峰 对曾禄劝说着 谢峰听到游之培还有黄涛的话 气得是满脸通火 班级里的同学望着谢峰 不约而同的一起笑了起来 这让谢峰觉得自己脸上很没面子 三十年何东三十年何西 咱们走着瞧 谢峰说完这话站起身子就向外走去 谢峰快上课了 你这是要上哪去 李老师走进来看到谢峰往外走 他疑惑的问向谢峰 谢峰望了李老师一眼 也没做什么解释 就走出了教室 李老师则是莫名其妙的望着谢峰离去 即使谢峰他不上课 李老师在点名簿上也给谢峰画了一个对号 毕竟人家老子是校长 李老师可不敢得罪谢峰 谢峰这个人很喜欢在他爸爸面前告学校老师的小状 这学校里的老师们都知道 所以即使大家看不上谢峰也不敢得罪他 这一年头得罪小人的后果可不好过呀 上课的时候 我时不时的向身旁的黄涛望过去 黄涛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的望着黑板 脑子里依旧在想着于家琪的事 有时候啊 我看到黄涛的眼眶里闪着泪光 真正的从心里去放下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不是那么容易的 也只有时间能冲淡这一切 我希望黄涛能够尽快的好起来 再变回从前的自己 中午我们哥几个吃完饭后就回到了寝室 油脂培和曾璐跟以前一样 他们趁着午休的一个半小时时间坐在电脑前 玩起了英雄联盟 黄涛躺在自己的床上 无聊的翻看着于家琪生前的朋友圈 每当看到于家琪的自拍照 他都会忍不住的无声落泪 我躺在床上摸着自己有些胀痛的胸口 昨天晚上那只狐妖被夏宛廷伤得可不轻 也不知道他以后还会不会来找我寻仇 自从经历了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已经把生死看平淡了 即便是狐妖前来找我寻仇 我也无所畏惧 随他的变了 不知不觉的 我就睡着了 直到中午十二点四十 我才被邮职陪叫醒 我睁开眼 迷迷糊糊地跟在他们哥仨的身后 无精打采地就向我们教学楼走去 中午这一个半小时的觉 睡得是一点都不结困 我时不时地还打着哈欠 刘师兄 我刚走到教学楼门口 沈月一脸微笑地向我迎了过来 看到这个沈月呀 我感到一阵的头疼 虽然呢 我对沈月不反感 当然 我也不是很喜欢他 二哥 你的小春天来了 尤之培嬉皮笑脸地转过头 还打趣着我 鬼边带着去 我没好气地对尤之培回头 老四 你就嘴欠吧 曾禄也是没好气地对尤之培说 二哥 你小心点 千万别让江薇薇看到了 曾禄转过身呢 一本正经的还对我嘱咐 老三 你这以后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 我也没好气地对曾禄说 曾禄跟尤之培他们俩对我呲牙一笑 就向教学楼走去了 老二 其实江薇薇才真的适合你 你别辜负了人家 黄涛扔下这么一句话后 就跟在尤之培他们的身后 向教学楼走去 自从于佳琪死了以后 黄涛跟他的另一个女朋友 彻底地不联系了 沈月你不上课吗 我走到沈月的面前问他 嗯 今天我们就一上午的课 下午放假 沈月上前热情地挽住我的胳膊说 哎 沈月别这样 会被人家误会的 我赶紧把胳膊 从沈月的怀里抽了出来 六师兄 你是不是有点讨厌我 沈月皱着眉头 撅着嘴一脸不高兴地问我 哎 这个真没有 沈月 我下午还有课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先不跟你说了啊 等有时间咱们再聊 我对沈月说完这话 转过身就向教学楼里跑去 六师兄 你是太过分了 沈月站在原地跺着脚 一脸不高兴地嘟囔着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在沈月的身上 闻到狐妖身上特有的骚味 这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 我也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下午我们班只有两节课 谢峰自从早上离开教室以后 就没有再回来过 班级里的同学 也都不在乎谢峰这个人 在与不在 毕竟他之前的作为 让同学们感到十分的反感 谢峰被拿下班长的职务 班级里的同学是大快人心 可以见得这个谢峰 到底有多么的讨厌 这几天 我就不在寝室住了 如果你们哥仨有什么事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 放学以后 黄涛从座位上站起来 对我们寝室的三个兄弟说 哎呀 老大 咱们老长时间没聚了 哎 今天晚上我请客 咱们四个撸串去吧 油脂培眉飞色舞的 对黄涛说 在我们东北 吃烤串 被称为撸串 一弹起撸串 油脂培忍不住的 咽了一口唾沫 这家伙 天生就是一个吃货 啊 不了 等改天再吃吧 最近没什么心情 我也不跟你们 跟几个说了 我得回家了 黄涛说完这话 就离开了 哎呀 看来老大 还没有从佳琪姐的死 走出来 曾璐在一旁 叹了一口粗奇 附和的依据 哎 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 估计过一段时间 他就能恢复过来了 我望着黄涛眼去的背影 淡淡的对曾璐说 哎 二哥 你今天晚上还回寝室睡觉吗 油脂培问我这话的时候 他的眼睛注视着站在门口 等我的姜薇薇 姜薇薇看到油脂培望向他 他没好气的甩了一个大白眼给油脂培 老四 请你深深的记住一句话 言多必失 你的话太多了 我说完这话 就转身向教室外走去 哎 三哥 我又说错什么话了吗 油脂培转过头 一脸莫名其妙的望向身边的曾璐 哼 老四 你倒是没说错什么话 你就是太多嘴了 曾璐对油脂培说完这话 就向教室外走去 哎 三哥 你等等我 咱们俩是先游戏 还是先去吃饭呢 油脂培跟在曾璐的身后 大声的喊着 当我跟江薇薇走出教学楼的时候 我的身子一下子顿住了 我看到了那个穿着凤冠侠配的红衣女子 披头散发的站在我前面十多米处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他看到我正在看他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副诡异的笑 看着我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根麻绳 麻绳的另一头拴着浑身是水的赵宝刚 赵宝刚脸色苍白 嘴唇发黑 身子瑟瑟发抖地跪在那个女鬼的身边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心里是惊恐万分 我不明白 这个女鬼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个身穿凤冠侠配的女鬼 抬头望着我 就笑了起来 我不由地向后倒退了一步 身子也跟着打了一个冷战 此时我的额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 我感觉我后面的脊梁骨 凉嗖嗖的 刘首 你这是怎么了 姜薇薇看我愣神地望着前方 一脸不解地问向我 姜薇薇 你先回家 今天晚上我就不去你那里了 你别问我为什么 我望着站在我前方那个女鬼 对姜薇薇慎重地说 哦 那好吧 姜薇薇看我脸上的表情慎重 她也没再问我什么 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去 当姜薇薇经过那个身穿凤冠侠配女鬼身边的时候 那个女鬼转过头向姜薇薇看了过去 当姜薇薇错过她 走在她身后时 她的头居然旋转了一百八十度 继续向姜薇薇看了过去 那个女鬼目送姜薇薇离开后 她的头又从后面又转了回来 向我继续看了过来 我这心里很好奇 我跟这个女鬼无怨无仇的 她为什么要过来找我呀 哎 留守啊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们班杨亮在我身后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 这个杨亮突然出现在我身后 吓得我差点跪在了地上 哎呦 杨亮啊 你吓死我了 我拍着胸口转过身 没好气的对杨亮说 哎 你也没做亏心事 你怕个什么 杨亮笑着对我说 我要是突然在你身后拍下你肩膀 你不害怕才怪了 我 我可不能害怕 哎呀 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食堂吃饭了 杨亮对我说完这话就离开了 当我转过头 向那个身穿凤冠侠配的女鬼看过去的时候 她已经不在了 嘿 真是奇怪 我说完这话就向学校大门口走去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自己哪里有点不对劲 我停下身子打亮了自己一番 我发现我右面的衣都有点骨 我伸出右手就向我右面的衣都掏了过去 我早上换衣服的时候 我把钱包钥匙等都放进了左面的裤兜里 我衣服的两个兜里什么都没放 当我用右手将我右衣兜里的东西掏出来的时候 我一下子惊住了 我掏出来的是一只红色的绣花鞋 这只绣花鞋的上面是用金丝线绣的鸳鸯 而且这只绣花鞋还有点湿 这是之前赵宝刚死的时候手里紧握的那只 我就不明白 这只绣花鞋 那怎么就跑到了我的手里 我赶紧将手里的绣花鞋扔进了学校大门口的一个垃圾箱里 然后我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就向山上街88号胡同赶去 我觉得这件诡异的事还得找师父说 过了二十分钟左右 我来到了一道堂 从窗户外 我看到师父和樊青坐在沙发上正在交谈 也不知道他们两个在谈些什么 当我推开门走进去的时候 师父看到我是一脸惊讶的表情 樊青看见我则是一脸高兴的表情 你小子不是上课吗 怎么有时间跑到我这来了 师父一脸不解的向我问了过来 啊 我们下午就两节课 现在已经放学了 师父 我要跟您说件事 我说完这话 拿起茶几上的茶水就喝了起来 什么事啊 一脸焦急的样子 你坐下来 慢慢说 师父指着他对面的沙发对我说 我对师父点了一下头就坐在蛇精凡青的身边 师父 是这样的 今天放学走出我们教学楼 那个身穿奉宽侠配的女鬼 站在我们学校教学楼前盯着我看 她手里还有一根麻绳 麻绳的另一头牵着赵宝刚的魂魄 赵宝刚是跪在那个女鬼旁边的 后来我同学上前跟我搭话 当我再转过头看向那个女鬼的时候 那个女鬼就不见了 后来我就发现 我这上衣的兜里有些骨呢 我伸出右手就向我右兜里掏了过去 结果 我一边对师父说着 一边用手示范着 我话还没说完 就从兜里掏出了那只湿漉漉的绣花鞋 此时师父看到我手里那只绣花鞋 瞬间就愣住了 我望着我手里那只绣花鞋 头上的冷汗 哗哗地往下滴着 这小鞋子还挺漂亮的 什么都不知道的凡青 在一旁盯着我手里那只绣花鞋说 师父 这我来的时候 明明把这绣花鞋扔进垃圾桶里了 这 我望着手里湿漉漉的绣花鞋 一脸惊恐地对坐在我对面的师父说 哎呀 我本以为那些警察会沾染上这件事的因果 可我没想到啊 居然是你沾染了这件事的因果呀 师父 他叹了一口粗气 听了师父的话后 我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我他妈什么都没做 那女鬼 居然找上我了 师父 您的意思是说 您的意思是说 那个女鬼会 会缠着我 我将绣花鞋扔到茶几上一脸担忧地问向师父 没错 他会一直缠着你 师父点点头对我说 把他尸体挖出来的是赵宝刚 又不是我 而且赵宝刚已经被他给弄死了 他还来找我干嘛呀 我跟他无怨无仇的 我一脸苦闷地委屈地跟师父说 当初你给了夏婉婷一口纯阳之气 我说过你会倒霉一年 这下你应该信了吧 师父一脸无奈地对我说 那个身穿凤冠侠配的女鬼找上我 师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师父 这 这我早就相信了 可 你先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您帮我想想 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我站起身子 坐在师父的身边问向师父 找到那个女鬼之前的安身之处 然后将她的尸体厚葬 这件事的因果应该就能化解开 师父一脸慎重地对我说 那个张局长 有没有查出来赵宝刚 是在哪把他给挖出来的 我一脸焦急地问向师父 我打个电话问问张局长 师父对我说完这话 就掏出电话 打给了张局长 并询问了起来 留守 你看我的身份证 樊青从兜里掏出一张临时身份证 递给了我 身份证的头像是樊青的 樊青身份证上面的名字 叫江樊青 跟师父一个姓 过了五分钟左右 师父将张局长的电话挂断 他望着我什么都没说 而是一脸苦闷地对我摇了摇头 哎呀 这下可完犊子了 一想到那女鬼 我这心里就莫名其妙地害怕 我捂着脑袋痛苦地说 你是个降妖除魔的毛山道士 她是一个女鬼 你怕个球啊 你看你那没出息的样 简直是丢进了我的脸面 师父望着我 没好气地数落着我 哎 对啊 我回毛山道说 我怕她干嘛 我挺直身子 仰着头对师父说 那你也要记住 她要是先对你出手的话 你可以还击 如果她没有伤害你 那你就不能对她出手 师父一脸严肃地嘱咐我 那她就这样 一直缠着我的话 我该怎么办啊 我指着茶几上的绣花鞋 问向师父 最好的解决办法 是我刚才跟你说的 找到那个女鬼之前的安身之处 这天还没黑 咱们俩去那个赵宝刚住的地方 了解一下情况 没准会找到能用的线索 师父说完这话 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看来师父对我这件事 也是很关心 我点点头 我也希望这件事 能赶紧地解决 我可不想 那个身穿凤冠霞配的女鬼 她时不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简直太他妈神人了 还没等我们走出一道堂 小师姑她开着车 风尘扑扑地来到了一道堂 你们这师徒俩是准备上哪儿啊 当小师姑走进来的时候 我和师父还有烦请我们三个 正要往外走 嗯 正好你来了 你开车拉我们去一个地方 师父抬起头 对小师姑说 到底什么情况呀 小师姑看我和师父的脸色都有些难看 小师姑 还是上车再说吧 我对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走了出去 我和师父樊青 我们三个上了小师姑的车口 我将昨天下午和今天发生的事 全部讲给了我的小师姑听 师姿啊 你可真是够倒霉的 这里也没你的事 那个女鬼怎么就找上你了 小师姑呢 一脸同情地望着我 我确实挺倒霉的 我一脸苦笑地对小师姑说 师妹啊 我们要去前阳镇榆树村五祖 了解一下情况 你快开车带我们去吧 师父对坐在主驾驶上的小师姑吩咐 好 没问题 小师姑对师父应了一声后 开着车 驶出八十八号胡同 就向前阳镇的方向逝去 师姿啊 你的家具 还有你的家电 已经买好送到你的新房子里了 再就是一些零七零八的东西还没有买 等你放假后 咱们俩去超市一下子满旗了 小师姑一边开着车一边对我说 哦 我无力地对小师姑应了一声 小师姑跟我说的这些 我本应该高兴 可现在的我却怎么也都高兴不起来 自从经历明婚事件后 我的人生真是一波三折 昨天晚上刚经历完狐妖的事 今天又被那个身穿凤冠侠配的女鬼给缠上了 我现在真是想哭的心都有了 小师姑也看出来 我现在的情绪不是很好 所以呢 他也没再跟我多说什么 而是跟师父闲聊了起来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 小师姑开着车载着我们 来到了赵宝刚所在的 榆树村 当小师姑的车停在赵宝刚家门口的时候 我看到赵宝刚家的门 已经被公安局贴上了封条 师父 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查呀 我像坐在副驾驶上的师父问了过去 现在的我是一头雾水 我们去找赵宝刚那个大伯 他应该能了解一些情况 师父说完这话 就推开车门下了车 随后我们几个也都跟着下车了 经过打听 我们几个人找到了赵宝刚的大伯家 赵宝刚的大伯家 离赵宝刚家的距离能有五十多米 不算很远 赵宝刚大伯家 是五间亮堂堂的大瓦房 大院子是干净利落 他们家院子里 右面的大铁笼子里 还养着两只漂亮的金毛犬 院子中央停着一辆二十多万的车 从明面上一看 就知道赵宝刚的大伯家 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家 请问家里有人吗 我站在大门口 大声的对着赵宝刚的大伯家喊着 你们这是要找谁啊 就在这个时候 屋子里出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 他的面相跟那个赵宝刚的大伯长得有点相像 看样子 这个男人应该是赵宝刚大伯的儿子 啊 我们是市里公安局的 我想找赵宝刚的大伯了解一下赵宝刚的情况 我冲着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撒了一个谎 我觉得说明自己是公安局的身份 会更好地了解赵宝刚的情况 我也认为自己这个谎言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爹 公安局里来人找你了解赵宝刚的事 那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冲着屋子里喊了一声 啊 你们进来吧 我爹他在家呢 那个五十多岁的男子指着屋子 对我们几个说 就这样 我们几个人向着赵宝刚大伯的家走去 当我们走进他家屋子门口的时候 赵宝刚的大伯一脸热情的迎了出来 哎呦 警察同志屋子离强 赵宝刚的大伯指着他们家东面的屋子对我们说 啊 谢谢 我应了一声谢谢 就带着我师父小石姑还有樊青向东面那间屋子走去 按理说 七十多岁的人大多数都挺邋遢的 但赵宝刚的大伯绝对是一个干净整洁的老头 这个老头身上穿的衣服干净利落 我们所在的这间东屋被这个老头收拾的是一尘不染 炕上的被子叠得也是板板蒸蒸的 哎老大呀 你去洗点水果 过来招呼一下警察同志 赵宝刚的大伯对他的儿子喊道 哎呦 你们也都别站着了 赶紧坐坐坐 哎呦 就当这是自己家 别客气啊 赵宝刚的大伯指着屋子里的炕 还有地上的两个沙发 对我们几个笑着说 哦 大叔啊 你们家这一共几口人呢 师父坐在沙发上 跟赵宝刚的大伯闲聊了起来 现在我家是三口人 我儿子 儿媳妇 还有我 我那老婆 已经去世五年多了 聊起这个话题 赵宝刚的大伯 还有些伤感 我看您老人家一脸浮想 应该是子孙满堂 你们家不应该就这三口人吧 师父笑了一下 对赵宝刚的大伯说 哎呦 住在这里的就我们三口人 哎 我还有两个儿子 两个女儿 儿子在DL当兵 一个儿子 在外地做生意 我那两个女儿啊 也都已经出嫁了 日子过得也都不错 我那两个孙子 也都已经结婚了 其余那些外孙外孙女儿 也都快结婚了 我确实 也算是子孙满堂了 嘿嘿嘿 当赵宝刚的大伯说到这儿的时候 他露出满脸幸福的微笑 哎 来 大家吃水果 就在这个时候 赵宝刚大伯的儿子 端着一盘洗干净的水果走进来 对我们大家招呼着 樊青看着那盘水果使劲的咽了一口唾沫 嘿 这个樊青啊 特爱吃水果 他一看见苹果橘子香蕉 哎 就有点把持不住自己了 樊青刚要伸手去拿苹果吃 师父就对蛇精樊青瞪了一眼 樊青吓得赶紧把手缩了回去 这个场景被坐在炕上赵宝刚的大伯给看见了 哎呦 姑娘 来吃个苹果吧 到我们家就别客气啊 赵宝刚的大伯从水果盘里挑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 递给了樊青 樊青不敢去接他手里的苹果 而是可怜巴巴的向师父看了过去 嗯 既然给你 你就拿着吧 师父对樊青点点头 经过师父的允许 樊青才敢去接赵宝刚大伯手里的那个苹果 谢谢你 樊青对赵宝刚大伯客气的说了声谢谢 哎呦 这姑娘长得还真俊 哎呦 看你年龄应该不是很大 哎 我有个小孙子在部队当连长 日志竟还没结婚 嘿嘿嘿 你干脆给我当孙媳妇吧 赵宝刚的大伯先是打量了樊青一番 然后对樊青说 樊青的心思都用在手里的苹果上 他根本就没听见赵宝刚的大伯对他说了什么 我则是觉得 嘿 这个老头还挺有意思的 赵大叔啊 这次我们来 是想跟你了解一下赵宝刚的情况 师父赶紧把话题转过来 问向赵宝刚的大伯 你应该不是警察吧 这警察一般都是不会留胡子的 赵宝刚的大伯一脸质疑的望着我师父说 没想到这老头还挺厉害 一眼就看出了我师父他不是警察 大伯 他确实不是警察 他是我们局长请的断案专家 我指着师父对赵宝刚的大伯撒了个谎 小师姑听了我的话后 他将头转向一旁 忍不住的笑了起来 哦 原来是这样的 专家 你有什么事 就尽管问吧 只要是我知道的 我全都告诉你们 赵宝刚的大伯一脸憨厚的 对我师父说 你有多久没有见到你侄子赵宝刚了 师父开始向大伯询问起赵宝刚 哎呀 我昨天早上的时候 我我我我还看见他了 我问那个小王八肚子去哪儿 他跟我说去去市里做个买卖 我当时笑了一下 你什么都没说 这小子说的话我从来就没信过 他说的十句话里能有九句都是假话 另外一句啊 还掺着一半的假话 赵宝刚大伯一脸气愤的对我师父说 哎呀 大叔啊 我跟您老人家也不瞒着了 您的侄子赵宝刚 他犯案了 师父他一脸严肃的望着赵宝刚的大伯说 哎呀 这个小王八肚子 我就知道他不会干什么好事 我们老赵家连面都让他给丢尽了 赵宝刚大伯说这话的时候 气得是满脸痛哄 哎呀 专家呀 我那不争气的侄子 他到底犯什么案子了 赵宝刚的大伯叹了一口 粗气询问起师父 哎呀 这案子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啊 他到了一座民国时期的古墓 师父凝重的对赵宝刚的大伯 如实的说道 哎呀 这个赵宝刚 挖人家祖坟 真是 真是不得好死 赵宝刚的大伯从炕上站起来 情绪激动的骂着 赵宝刚大伯的身子气得是瑟瑟发抖 正如赵宝刚大伯所说的 这个赵宝刚确实是不得好死 嗯 我今天找你啊 就是想来了解一下你们这附近有没有民国时期的古墓 师父前面跟赵宝刚的大伯聊的那么多 仅仅仅仅是铺垫 最关键的还是这句话 哎呀 我们这附近有座山叫陀陵山 从清末民处开始 前阳镇百姓的仙人死了后 就被葬在那座山上 那座山上大大小小的坟头 足有几十万座 陀陵山上都是坟包 一座挨着一座密密麻麻的 山头上那些坟呢 都是些百年老坟 民国时期的坟呢 这没一万也有八千了 还有不少无主的坟呢 赵宝刚的大伯跟我们叙述着 听了赵宝刚大伯的话后 我心中有那么点肯定 这个赵宝刚一定是在 陀陵山挖的那个女士 嗯 好了 赵大叔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情况 谢谢您老人家的配合啊 师父从沙发上站起来 一脸微笑的对赵宝刚的大伯说 哎呀 我是一个党员 配合你们警察的工作 是我应该做的 赵宝刚大伯客气的对师父说 这时间也不早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您了 我们还得回去处理这件事情 师父对赵宝刚大伯说完这话 就向外走去 这个赵宝刚的大伯呀 非常的热情 他一直把我们四个送到他们家的大门口 看着我们离开 他才回家 这个老头的为人 还真是不错 师父 我们接下来要去那个陀陵山吗 我跟在师父的后面问向师父 如果你不想去的话 我们可以不去 反正那女鬼也没缠着我 师父一脸不在乎的对我说 听了师父的话后 我瞬间感到无话可说 这件事啊 还是及早的处理为好 耽搁时间越长 对你越不利 小石姑在一旁插了一句 那我们现在就去那个陀陵山吧 我点着头说 经过我的打听 我们得知了 陀陵山离榆树村五祖 只有不到五里路的路程 小石姑开着车 载着我们几个 就往陀陵山的方向拭去 我坐在车上 眼睛无神地望着窗外 心里感到有些忐忑不安 也不知道这次去 能不能找到那个女鬼的安身之处 过了不到十分钟 我们这一行三人一妖 来到了陀陵山脚下 这个陀陵山不是很高 但是占地面积却不小 这陀陵山有两个山头 长得像骆驼后背的双风 估计陀陀陵山也是由此得名的 事情也如同赵宝刚大伯说的那样 陀陵山从山上到山下 埋着数不清的坟包 坟包的前面树立着大小不一的石碑 也有的坟包前面只砌了一个小门 没有石碑 有的坟包上面长满了枯黄的杂草 一看就知道很久没有人打理了 我们赶紧上山吧 师父扔下这么一句话就向山上走去 我跟小石姑还有樊青我们三个 则是紧紧地跟在师父的身后 刚踏入这个坟岭山 我就感到一股很强的阴气 向我们四个吹了过来 师父和小石姑还好 我跟樊青我们俩不约而同地打了一个冷战 这坟岭山上百年来埋了几十万的死人 阴气重也是必然的 我这一路不停地打量着 驼岭山坟包前树立的石碑蚊子 山下树立那些石碑 几乎都是近两年死的 越往上 石碑的年代就越久远 有八十年代的 七十年代的 五十年代的 等等等等 有的石碑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雨淋 变得有些实话了 上面的碑蚊呢 已经都看不清了 当我们几个走到半山腰时 我看到了一个头顶白发的老婆婆 左手跨着竹框 右手拄着拐棍 猫着腰 从山上缓缓地走下来 天快黑了 不干净的东西都要出来了 赶紧下山吧 天快黑了 不干净的东西都快出来了 赶紧下山吧 那个头顶白发的老婆婆 走到我们四个的身边 不停地嘟囔着这句话 我打亮了一番这个头顶白发的老婆婆 她身上穿着一套老式的灰泥子衣服 个头能比我矮上一个头 老婆婆的脸上布满了皱纹 嘴里也没有一颗牙齿 其中啊 还有一只眼睛是瞎的 这个老婆婆的年龄 应该在八十岁以上 身体还算是健壮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这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婆婆 有点奇怪 至于哪里奇怪 我也说不上 砰的一声响 我右脚踩到了一个平矮坟包上 一个不小心 我右腿一下子就陷了进去 师父和小石姑还有樊青他们三个 听到后面有响动 一同回身就向我看了过来 我刚刚脑子里就寻死 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婆婆 根本就没看到前面的路 所以一个不小心 踩到了一个坟包上 恰巧的是 这座坟包里埋的棺材早已经腐烂 也可能是我这个人太倒霉了 让我一脚就给踩塌了 你小子走路 能不能瞪大眼睛看着点路 你瞎吗 师父红着脸美好气的数落着我 我刚刚脑子里也不知道想什么了 所以就 我将腿从那个坟墓里拔出来 一脸尴尬的对师父说 哎呀 你真是没用啊 师父没好气的对我说完这话后 转过身继续向山上走去 小师姑一脸关心地向我问过来 我没事 嗯 时间不早了 我们赶紧上去吧 小师姑对我说完这话 就跟着师父往山上走去 对不起 我刚刚是真没看见 弄坏了你的家 真是不好意思 我双手合十对着被我踩他的那个墓穴道歉 小伙子 以后走路看着点 被我踩他的那个墓穴里传来了一个老者沙哑的声音 我应了一声就向师父他们追了过去 我身上冒出的冷汗 把我的衣服都给浸湿了 当我们走到山顶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天也开始渐渐地放灰 望着山头那些数不清的墓穴 我是倍感头疼 我这要找到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那个女师之前的安身之处啊 咱们四个别聚在一起找了 我们大家还是分开找吧 这样效率快点 我到东面去找 小师妹 你到南面去找 留守你跟樊青你们两个到北面找 一个小时内 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们四个立即下山 这个地方阴气太重 不适合久待 师父回过身 一脸慎重地对我们三个人说 我和小石姑樊青我们三个 对师父点头应了一声后 就开始向着自己所寻找的方向走去 留守 这里的坟简直太多了 看得我眼睛都花了 我们该怎么找啊 樊青跟在我身后一脸纠结地问我 这个简单 因为这里周围的都是老坟 根本就没有新的坟 只要我们找到有泥土刚被翻出来的坟 就很有可能 就是那个女尸的坟 慢慢找吧 我按照我的观点 对樊青说 我知道了 那我们俩也分开来找吧 这样的话 还能快点找到 樊青对我说完这话后 就跟我分开 向我的左面走去 我则是寻找右面的 天开始一点一点地放灰 我们的寻找还在继续着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 此时天已经有些放黑了 周围墓穴开始向外散发着浓浓的阴气 这时候不早了 我们几个赶紧下山吧 师父招呼着我们三个 我们三个点点头聚在了一起 就往山下走去 这驼岭一共有两个领头 而我们四个却连一个领头都没有搜索完 没有找到那个女尸的安身之处 我们大家的心里都有点失望 师父 您说那个女尸会埋在这两座山岭上吗 下山的时候 我跟在师父的后头一脸质疑地问 我感觉那个赵宝刚 应该是在这两座山岭上挖的那个女尸 昨天赵宝刚的大伯说过 他这个侄子特别的懒 所以赵宝刚不会到远地方去挖坟 而是选择离他们家不远的这个驼岭来挖坟 而且赵宝刚很穷 家里连个像样的自行车轱辱都没有 他挖出女尸后 应该是自己一个人给扛回去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那个女尸安身之处 应该就是在这两座山岭的其中一座上 他不可能自己一个人跑到更远的地方盗墓 并且将尸体给扛回家 师父跟我分析着 听了师父的话后 我感觉他老人家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 当我们走到一半的时候 鸵岭山上起了一层白雾 我们越往前走 前方的白雾越浓 最后已经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程度 我们周围的阴气也是越聚越浓 隐隐约约的 我在迷雾之中能听见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的交谈声 坏了 我们恐怕要走不出去了 师父站住身子 一脸沉重的对我们三个说 听了师父的话后 我和樊青的心里有那么点紧张 这些鬼应该是故意想把我们几个困在这里 小石姑插了一句 对师父一脸沉重的说 师父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紧紧地贴在师父的身边问他 在我心里 师父就是我的靠山 只要师父在 我就不会感到害怕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你的童子尿来破诊浓雾 师父回过身对我说 这怎么又是我的尿 我苦着脸子问向师父 不是你的尿 还是我的尿啊 你是童子之身 所以你的尿有着辟邪的作用 你抓紧尿吧 我们还有不到一百米的距离就走出去了 师父阴着脸子对我嘱咐 哎 我知道了 我叹了一口气对师父说 师父 没瓶子我怎么去尿 总不能用手接吧 我郁闷地问向师父 我这里有瓶子 师父从他的裤兜里 掏出一个矿泉水瓶子递给了我 看着这个矿泉水瓶子 我感觉师父想要我的尿 像预谋狠酒似的 我接过师父的水瓶 向前走了两步 就将裤子退了下来 这大物伸手不见五指 我根本就不敢走远 即使我离他们三个只有不到两米远 师父他们也都看不见我 你小子犹豫什么呢 快点尿 师父在我的身后催促着我 师父 您总得给我点时间酝酿一下吧 我尴尬地对师父应了一声 过了大约五分钟左右 我终于尿了出来 我将自己尿的半瓶多尿递给了师父 哎呦 你这尿还真是骚啊 师父接过我手里的尿 皱着眉头说 最近有点上火了 所以尿的尿有那么点嗓 我不好意思地对师父说 师父没有理我 他用着我的童子尿一边往前走 一边往地上浇 当我的童子尿被浇在地上的那一瞬间 我们周围方圆五米之内的地方清晰可见 师父加快脚步带着我们三个继续向前走 过了大约五分钟后 我们四个成功地来到了鸵岭山的山脚下 此时我们眼前的大雾已经全部消散 当我回过头 向我身后望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漫山遍野的都是鬼魂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有大台唱戏的 有坐在一起聊天的 此时的鸵岭很是热闹 师父你快看 我抬起手指着鸵岭山的半山腰 对我身后的师父喊着 师父小石姑 樊青他们三个听见我的喊声后 他们三个一同把头转了回来 樊青则是什么都没看见 小石姑跟师父则是清晰地看到了 那个身穿凤冠侠配的女鬼 用麻绳牵着赵宝刚的魂魄 站在半山腰一脸冷笑地看着我们四个 望着那个身穿凤冠侠配的女鬼 我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那种感觉不是怕 而是有点冷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赶紧走吧 师父说完这话 转过身就像小石姑停在路边的车走去 师父往前走的时候 他咬破左手的食指 用流出来的血在自己的右手心里 画了一道猪邪符肿 小石姑则是将头顶上 别着的那枚玉簪子拿下来 紧紧地握在手里 因为他们俩的心里 有些不祥的预感要发生 就在我们四个即将要走到小石姑停在路旁的车时 一群面目猙獰的鬼魂站在了我们面前 挡住了我们四个的去路 这群鬼大约有二十几个 为首的那个恶鬼身高在一米九 长得是榜大要远 他的脸色黑的像抹了锅底灰 两只眼睛怒目圆正 鼓出来就像两只牛眼 红色蒜头鼻子 看起来很恶心 满脸落腮糊 长长的獠牙从嘴里延伸出来 看得就让人感到恐惧 我们不认识 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师父他老人家背着手向前走了一步 向那个领头的恶鬼问了过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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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三个可以离开 但是他必须要给我留下 那个恶鬼用手先是点之师父 小石姑还有樊青他们三个 让他们离开 最后他点了我一下 让我留下 这让我感觉很费解 你为什么要让我留下 我一脸不解的望着那个比我高上一个头 像撞牛的恶鬼 因为我想要吸走你身上的阳气 那个恶鬼说完这话闭上眼睛 狠狠地对着空气吸了一下 此时我感觉 我体内的阳气居然不由自主地向那个恶鬼飘了过去 嗯 那好吧 我们三个离开 将它留给你们 师父转过头对我使了一个眼神 对那个领头的恶鬼说 师父对我使的这个眼神 小石姑跟樊青也看到了 我则是对师父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表示明白 是实物者为俊杰 兄弟们 给他们三个让条路 放他们离开 领头的那个恶鬼 向右迈出一步 给师父他们三个让出了一条路 师父点点头 缓步地向前走去 小石姑跟樊青 则是紧紧地跟在师父的后面 小石姑和樊青 一脸警惕地看着周围那些恶鬼 随时都有出手的可能 当师父走到那个领头恶鬼身边的时候 师父背着的手放在了前面 那个领头的恶鬼 根本就没注意到师父的举动 他的全部心思都在我身上 他现在已经把我当成了盘中餐 我慢慢地将左手伸进了我左面的裤兜里 身上戴符已经是我现在的习惯了 这也是与我经历的那些灵异事件有关 如果身上不带符咒 我会感到没有安全感 我将左裤兜里的降妖除魔符咒掏出来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那些鬼魂 我现在是准备见机行动 当师父走到那个领头恶鬼面前的时候 师父突然顿住身子 伸出右手掌 对着那个领头恶鬼的胸口就拍了过去 我看到师父右手心里那道符咒 发出了多么的红光 师父这迅雷一击 出乎了那个领头恶鬼的预料 师父这一掌就将那个领头恶鬼狠狠地拍飞出去 领头恶鬼在向后倒飞的时候 他的身后那两个手下也都被他撞飞出去 太上老君急急助力令 射 我念完咒语 立即将手里的两张符咒狠狠地向前甩去 同时我迈着天罡七星步就向师父的身边跑 只有站在师父身边才是最安全的 碰碰 两声响 我甩出的降妖除魔符咒 化为两道篮球大小的火球 将那两个鬼魂积的向后倒飞出去 被我积飞那两个鬼魂躺在地上 嘴里向外咳着阴气 我们突然的反击 把那些鬼魂惊得愣在原地 有点没反应过来 师父刚刚机向领头恶鬼一掌的力道不小 那个领头恶鬼的鬼魂之身被师父他老人家打的是阴气四散 如果师父这一掌打在其他的鬼魂身上足以将他们打得魂飞魄散 可以见得这个领头恶鬼的实力是很强的 给我杀了他们 一个都不留 那个领头恶鬼从地上爬起来暴跳如雷的 对着那跟随在他身边的鬼魂大声的喊着 小师妹 你快去开车 留守反清 你们也赶紧上车 我来断后 师父一脸慎重的对我们三个祝福 好 小师姑对师父应了一声就向他的车跑了过去 我跟在小师姑的身后不时的向那些围攻我们的鬼魂甩服 开始围着我们的鬼魂只有二十几个 没一会儿就达到了一百多个 我抬头望向了鸵岭山的时候 我看到鸵岭山的那些鬼魂黑压压的一片向我们这边跑了过来 那场面是十分的壮观 我相信那些鬼魂冲过来应该不会是帮我们的 如果我们四个不能及时抽身而退的话 我们肯定会被这群鬼魂给彻彻底底的压死 我发誓回去以后一定跟您老人家好好地学到 我一边甩着手里的符咒 一边对站在我前方的师父大声地喊着 你现在应该想的是我们该怎么能跑出去 师父一脸无奈地对我说 师父在说话的同时也将体内的道家真气 输入到右手掌心画的那道符咒上 然后不停地向前拍去 只见一道道符印从师父的手心里拍出来 打在冲到师父身前的那些鬼魂身上 师父右手心每次拍出一次符印 就会将四五个甚至更多的鬼魂拍翻在地 在短短的一瞬间 师父的前面变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那些鬼魂一脸忌惮地望着师父不敢上前 那个领头的恶鬼身负重伤 也是不敢上前对付师父 他没想到自己今天居然砍到了一块硬骨头 都他妈傻站着干嘛 都给我上 那个领头的恶鬼说完这话 就对他身边那些恶鬼拳打脚踢 大家畏惧那个领头的恶鬼 只好咬着牙继续向我们冲了过去 樊青的攻击要比我和师父萌很多 他甩着自己身后的尾巴 不停地向周围那些冲过去的鬼魂扫了过去 他一扫就是一片 值得庆幸的是 围着我们的这些鬼魂的实力都不是很高 唯独只有那个领头恶鬼的实力最强 而且他还受了重伤 小石姑刚跑到车旁准备掏出钥匙开门 他的身前突然跳出了一个面部猙獰的鬼魂 伸出两只手狠狠地掐住了小石姑的脖子 要将他置于死地 找死 小石姑张红着脸说出这两个字号 他提着手里的碧玉长剑 对着那个鬼魂的胸口便刺了过去 小石姑的碧玉长剑刺透那个鬼魂的胸口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只见那个掐着小石姑脖子的鬼魂 化为一缕青烟 就消散在这天地之间了 小石姑将掐着他脖子 那个鬼魂似的魂飞烟灭后 有几个想要攻向小石姑的鬼魂 瞬间停住脚步 不敢再往前走了 小石姑瞪了他们几个一眼 拉开车门跳进去 就将车子启动开了 二师兄 留手 范青 往我这边撤 小石姑说完这话 就将手里那把碧玉长剑 向前狠狠地甩了过去 是你们骑我在先 那就怪不得我对你们出手了 小石姑说完这话 也不再手下留情了 他用意念力控制着自己那把碧玉长剑 对着那些向我们围过来的鬼魂们 狠狠地积了过去 小石姑的碧玉长剑 就像一把无情的收割刀 一片片地收割着那群鬼魂的生命 小石姑的碧玉长剑所道之处 那些鬼魂被劈的是魂飞魄散 都给我上 今天绝对不能让他们四个给我跑了 领头的那个恶鬼已经红眼了 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 他也要将我们几个留下 我和师父还有樊青一边对付着前方 那些数不胜数的鬼魂 一边向后慢慢地退着 还好有小石姑那把碧玉长剑 帮我们压制前方的鬼魂 如果没有小石姑的帮忙 我们一时半会儿还退不回去 太上老君 积极如丽令 射 我将手里最后的两张符咒甩出去后 我的身上已经布满了汗水 而且我体内的道家真气已经所剩无几了 师父跟我也差不多 他后背的衣服已经被他的汗水全部浸湿了 他老人家体内的道家真气消耗的也是十分的厉害 今天发生的一切是我们所料未及的 师父那些法宝武器我们一剑都没带 哪怕师父他老人家只拿把铜钱剑来 我们也不用打得这么辛苦 师父 我没符咒了 我对挡在我身前的师父喊着 没有符咒的我变成了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你先带着凡青上车 师父头也不回地对我嘱咐 我应了一声转过身就向小石谷的车跑去 凡青我们赶紧上车 我路过凡青身边的时候 拉着凡青的胳膊对他喊 丢手你先上车 我帮江道长灯号 凡青甩开我的胳膊 此时的凡青也是满头大汗 他已经筋疲力尽的快要坚持不住了 当我来到小石谷的车旁时 我拉开车门就跳了进去 我坐在车上模仿着师父将左手的食指咬破了一个小口 哎呀 当我将左手咬破一个小口时 我疼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然后我从左手的食指中挤出一滴鲜血 就在我右手心中画了一道降妖除魔符咒 当我画完符咒后 我又从小石谷的车上跳了下来 向师父和凡青的身边奔了过去 此时师父和凡青离我只有五米远 六少 你给我回来 小石谷在车上大声的对我喊着 而我却没有时间回小石谷的话 我跑到师父身边 将体内的道家蒸气输入到我的右手心里 然后狠狠的向前拍了过去 一道巴掌大小的紫色火球 从我的手心里钻出来 向前狠狠的激了过去 蹦的一声 巴掌大小的紫色火球 将冲到我前方不远处的一个鬼魂 记得向后倒飞出去 当那个鬼魂落在地上的那一刻 他的身子化为一道青烟 随风烟消云散了 我前方那些鬼魂实在是太多了 我根本就不用刻意的去瞄准 随便一掌拍出去 就能将一个鬼魂击得魂飞破灭 他们不对我们仁慈 我们也没有必要对他们手下留情 此时我没有感到心里有一丝罪恶感 就在我们前方两米远的地方变成真空地带的时候 师父对我大喊了一声 好 我们俩转过身 就向小石姑的车跑去 不跟你们玩了 樊青说完这话 收起自己的尾巴 也向小石姑的车上跑去 此时小石姑不敢有一丝大意 他一边双手紧握方向盘 双脚踏着离合器还有油门 另一边用自己的意念力控制着自己那把避雨长剑 为我们三个断后 那个领头的恶鬼望着我们四个气得是压压直脚 当我们跳到小石姑的车上 门还没关上 小石姑一脚油门踩下去 车子瞬间向前窜了过去 同时小石姑也将那把避雨长剑给收了回来 我们四个坐在小石姑的车上喘着粗气 我们四个能逃出来 简直是万幸 如果我们在那里再耽搁个两三分钟的话 从鸵岭山上下来那群鬼魂会把我们团团围住 那时候我们四个一个都别想跑出来 哎呀 真是太惊险了 差一点就没出来 师父闭着眼睛靠在车座靠背上 喘着粗气对我们大家嘟囔着 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留下 我一脸不解地问向师父 因为你是纯阳之躯 身上的阳气比一般人身上的阳气纯 无论是妖还是鬼 吸了你的阳气都可以增加自身的修为 这个我之前好像跟你说过 师父缓缓地对我说 听了师父的话后 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突然师父他捂着嘴忍不住地咳嗽了起来 师父他咳嗽得很厉害 原本有些血色的脸瞬间变成了酱紫色 我看到师父的咳得满手都是血 而且师父手心的血还有点黑 师父 你这是怎么了 看到师父的咳得满手是血 我惊慌失措地问他 我没事 刚刚消耗体内的道家真气到了极致 才导致吐血的 回去休养个一两天就没事了 师父抬起头挤出一丝微笑对我说 可是我看到师父他眉头紧锁 看起来像是很痛苦的样子 二师兄 你的脸色很难看 我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小师姑透过倒车镜看到师父的脸色不好 小师姑一脸担忧地对师父说 我自己的事情 我心里最清楚了 你还是赶紧开车送我回医道堂吧 师父对开着车的小师姑固执地说 蛇精凡青则是坐在车上 瞪着一双大眼睛 表情凝重地向师父望了过去 他想开口跟师父说些什么 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当小师姑把车开到医道堂后 师父跳下车打开门 就向二楼的卫生间跑去 我跟小师姑还有繁星 则是无力地坐在医道堂的沙发上 只听师父的老人家 在二楼的卫生间里继续咳嗽了起来 此时我跟小师姑的心瞬间悬了起来 我们俩一脸担忧地 向二楼的卫生间看了过去 师父 您没事吧 我跑到二楼卫生间的门口 对着里面的师父喊着 我没事 就是咳嗽而已 师父在里面对我回完话 他又咳嗽了两声 就不再咳嗽了 我一脸不放心地站在卫生间门口 等着师父出来 过了大约十多分钟 师父推开卫生间的门 从里面走了出来 我看到师父的脸色 由酱紫色变成了铁青色 他的脸色比之前还要难看 师父 您的脸色太难看了 还是让小师姑开车 送你去医院看看吧 我一脸不放心地对师父说 我进屋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我的身体我有数 这年头赚点钱不容易 不能把钱冤枉地花在医院里 师父对我说完这话 就像自己的卧室走了进去 我还想跟师父说些什么 砰的一声 还没等我开口说话 师父他老人家就把自己的卧室门 给关上了 你师父他怎么样了 我从二楼走下来 小师姑从沙发上站起来 迫不及待地询问我 唉 我劝他去医院看看他不去 我师父说 他休息一会儿就没事了 我走到小师姑面前 一脸无奈地摇了摇头 对我的小师姑说 你师父他这个人就是个老顽固 师师啊 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 留在这一道堂照顾你师父 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 小师姑望着二楼 一脸不放心地对我说 即使您不说 我今天晚上也不会走的 我点着头对小师姑说 那我就先回去了 明天早上我再过来 小师姑说完这话 就拖着疲惫的身子向外走去 刚刚经历的那场大战 累得我们大家是浑身无力 我将小师姑送到车上后 我又返回了一道堂 当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樊青他躺在沙发上 呼呼地睡着了 我坐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会儿后 就向对面的红扇堂走了过去 哎 比小师姑今天开车 载着你们几个去哪儿了 我刚推开门走进 何师叔的红扇堂市 何师叔放下手里的毛笔 就向我问了过来 哎 别提了 这两天 发生在我身上一件 特别倒霉的事情 我叹了一口粗气 哭丧个脸 对何师叔说 啊 什么特别倒霉的事情啊 说来我听听 何师叔疑惑地望着我 哎 这件事啊 要从头说起 昨天我跟师父我们俩 去一个名为古坊斋的古董店 我坐在何师叔前面的椅子上 滔滔不绝地 对他讲述着这两天发生的事 何师叔 您说我倒霉不倒霉 这件事跟我就没有关系 那个女鬼居然缠上我了 我摊开双手 一脸无奈地对何师叔说 哈哈 你还真是挺倒霉的 何师叔点着头 一脸同情地看着我说 哈哈 那你怎么不过来找我帮忙呢 你把何师叔当外人呢 何师叔还埋怨我 我可从来没把您当外人 我只是没想到 事情能发生成这个样子 简直太突然了 我一脸苦闷地对何师叔说 明天呐 你也别去上学了 赶紧上那个驼岭山 找到那个女尸的安身处 将她的尸体安葬下去 只有这样 你才能摆脱那个女鬼的纠缠 要不然的话 那个女鬼还会缠着你的 何师叔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啊 我心里正有这个打算 我点着头对何师叔说 明天呐 我也陪你去一趟 毕竟人多力量大 而且还可以相互照应 何师叔对我说 听了何师叔的话后 我心里很是感动 一直以来都是我在不断地惹麻烦 我的师父小师姑 还有何师叔他们三个 一直在帮我处理麻烦 他们三个不欠我分毫 而我欠他们三个的就太多了 有时候觉得自己特不省心 谢谢您了 何师叔 我红着眼圈对何师叔道谢 虽然客气的话何师叔不太爱听 但说了就比不说强 哈哈 哎呀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何师叔笑着对我说 何师叔说的这番话 也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跟何师叔简单地说了几句后 我就又回到了一道堂 回到一道堂后 我拿起师父的毛笔 站着朱砂就在黄符纸上画起了符笔 从北京回来后 我就没有好好地练习画笔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里 自己在修道的路上变得懒惰了 我画了十几张降妖除魔笔笔 然后又画了几张五雷咒 全部塞进了我的苦斗里 当我抬起头 透过窗户望向外面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身穿凤冠狭配的女鬼 右手牵着赵宝刚 就站在一道堂的窗户前 今天晚上 这个女鬼的脸色有些发绿 看起来特别的神人 赵宝刚的魂魄 像一条狗似的 被麻绳拴着脖子 那个女鬼望着我 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听得我是十分的刺耳 我眯着眼睛注视着那个女鬼 那个女鬼露出一副诡异的微笑 也在打量着我 最后我忍无可忍地 从师父的椅子上站起来 就向外走去 我要找到这个女鬼 好好地理论一番 我想问问她 为什么缠着我不放 可当我走出一道堂的时候 那个女鬼突然不见了 我站在一道堂门口 看着孤魂野鬼 在八十八号胡同里 来来往往地穿梭着 就是看不到 那个身穿凤冠侠配女鬼的身影 当我回到一道堂的时候 我看到师父的桌子上 放着一双绣花鞋 看到桌子上那双绣花鞋 我整个人的精神都要崩溃了 我拿起桌子上的那双三寸红色绣花鞋 就向二楼的厨房走去 我打开煤气 就要将手里的绣花鞋扔上去 给烧了 住手 就在我要烧掉那双绣花鞋的时候 师父他推开卧室的门走出来 对我阻止 师父 我想把这绣花鞋给烧了 我一脸愤怒地对师父说 一想起那个身穿凤冠侠配的女鬼 我这心里就发毒 这一切都是由这双绣花鞋而起 你烧了这双绣花鞋 不但不会让这件事情化解 还会把你逼入困境之中 你自己好好地想想吧 师父他老人家对我说完这话后 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卧室里 最终 我把二楼的煤气关掉 提着那双三寸绣花鞋就往一楼走去 当我走到一楼的时候 我随手就将那双绣花鞋 扔到了师父桌子旁边的垃圾桶里 然后我躺在沙发上 就准备酝酿着睡觉 就在我迷迷糊糊即将要睡着的时候 我感觉我胸口处有东西在压着我 当我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 我看到之前被我扔进垃圾桶里的那双绣花鞋 出现在我的胸口上 我额头瞬间惊出了一层冷汗 我赶紧从沙发上站起来 就向我的四周望了过去 结果 我什么都没发现 我提着那双绣花鞋就来到了三清祖师的画像前 我将那双绣花鞋摆在了三清祖师爷的香炉旁后 我抽出三煮香点燃在了香炉里 三位祖师爷 这双绣花鞋老师自己的跑来跑去 麻烦你们三位帮弟子看着他 别让他乱动 我对三清祖师爷说完这话后 我又对着三清祖师爷恭敬地锯了三宫 然后回到了沙发上继续睡觉 请三清祖师爷看着那双绣花鞋挺好时的 从昨天晚上一直到早上我醒过来 那双绣花鞋一动不动的一直摆在三清祖师画像前面的香炉旁 看来这三清祖师也还挺管事的 这真是有求必应啊 谢谢三位祖师爷 我给三清祖师爷又上了三煮香恭敬地道谢 客气了 话里突然传出一声客气话 瞬间把我给惊呆了 我不由得上前一步打亮这话里的三清祖师爷 只见里面的那三个老头嘴角上扬冲我笑了一下后 就变成了平时正常的样子 师父 三清祖师爷显灵了 他们 他们居然冲着我笑 我仰着头冲着二楼大声地喊着 你小子 再敢在楼下乱喊 我非打你个满脸桃花开 师父在二楼的卧室里没好气地对我喊着 听了师父的话后 我也没再敢乱喊 我坐在沙发上 望着自己手里的手机 不知道该怎么跟张老师打电话请假 这一学期我耽误了很多课程 不用别人说 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过分 此时我陷入了纠结之中 迫不得已 我还是拨通了张老师的电话 电话响了还没两声 张老师就接听了 张老师 您早 我客气地跟张老师问好 哎呀 你小子这么早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又要请假呀 张老师在电话那头没好气地问我 张老师 您还真是神了 您是怎么知道我要跟您请假的 我在电话里嬉皮笑脸的 不好意思地问向张老师 哎呀 你小子每次给我打电话 除了请假 就没有别的事情 张老师对我说的这番话 让我感到一阵脸红 我确实是想要跟您请假 张老师 我遇见点麻烦事 这一时半会儿 我还跟您解释不明白 我尴尬地在电话里跟张老师说 哎呀 好吧 那你去吧 这个学期你要是挂一科的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 张老师说完这话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挂掉电话后 我给曾璐发了一个微信 告诉他我今天有事不去上学了 曾璐也没有给我回话 这个点他应该还在睡觉 樊青从昨天晚上回来后就一直躺在沙发上睡觉 直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师父他老人家呢 也是在卧室里休息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过 也不知道师父他老人家怎么样了 我心里有那么点担心的 哎 叶神 我肚子饿了 到了八点钟的时候 樊青睁开眼睛打了一个哈欠 从沙发上爬起来 摸着肚子对我喊道 啊 茶几上有水果 你先垫垫肚子 等师父他醒了 我们再出去吃饭 我指着茶几上的水果对樊青说 樊青也不挑剔 他对我点了一下头 拿起茶几上的水果就吃了起来 刘生 我要跟你说件事 也不知道这事该不该说 樊青一边吃着水果 一边对我说 啊 啥事 你就说吧 我望向樊青无力地问 你应该知道 我们腰泪的鼻子都很敏锐 我昨天在你师父身上 闻到一股死气 恐怕你师父 他命不久已 樊青抬起头瞪大眼睛 一脸认真的对我说 樊青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吃你的东西去 我没好气地对樊青说 樊青听完我说这话 再就没说什么 此时我的脑子里 一直在想着樊青 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是越想越害怕 你小师姑 他什么时候过来 大约八点半的时候 师父从二楼走下来问我 我抬起头 向师父望了过去 我发现 他的脸色苍白 眼圈发黑 而且说话的语气 还有些无理 我小师姑说他今天早上会过来 具体什么时候过来 我也不清楚 师父 您的身体怎么样了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 走到师父的面前问他 没什么大碍 就是小咳嗽而已 师父他一脸不在乎地笑着对我说 可师父越是这样说 我这心里越是觉得不对劲 师父 咱们还是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有病治病 没病 就当做体检了 也花不了多少钱 我望着师父一脸慎重地对他说 我说没事就没事 你小子 别在我这饭去 有那钱买点好吃好喝 总比送医院强 你小子啊 再给我提上医院 你就赶紧给我滚蛋 师父没好气地对我说 听了师父的话后 我也没再说什么 我知道 即使我说的再多 师父他老人家也不会听我的 这双绣花鞋是你放在祖师爷画像前的吗 师父在给三清祖师爷上香的时候 他看到了香炉旁放着一双绣花鞋 哦 是的 昨天晚上这双绣花鞋老是往我身边跑 于是我就将这双绣花鞋放在祖师爷画像前 让祖师爷把我看着 结果还挺好使的 这三清祖师爷还真管事 我笑着对师父说 你简直是胡闹 你这是对祖师爷的大不敬 师父说完这话 就将香炉旁的那双绣花鞋扔在了地上 我那傻徒弟不懂事 还请三位祖师爷见谅 弟子在这儿向你们道歉了 师父对着三清祖师爷说完这话后 就点燃手中的香插在了香炉里 然后恭敬地对着三清祖师爷拘了三宫 九点多的时候 小石姑推开一道堂的门走了进来 小石姑的后面跟着何时说 除了嘴欠的油脂培 我们这一门四个人又聚齐了 这时间不早了 咱们赶紧出发吧 师父喝了一口茶水 对我们说完这话 就从椅子上站起来 就向外走去 二师兄 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小石姑也是一脸不放心地问向师父 没事 休养几天就好了 师父挤出一脸微笑 对小石姑说 然而小石姑对师父的话是一点也不信 小石姑还想跟师父说些什么 可话到嘴边 他又说不出来了 在去鸵岭山的路上 我买了些面包还有矿泉水在车上吃 何师叔跟小石姑他们来过一道堂的时候 吃过早饭 师父他老人家也只是吃了半个面包 喝了一口水 而我则是没什么胃口吃 其余的那些面包啊 全都被樊青自己给吃了 九点半 小石姑的车停到了鸵岭山的山脚下 望着那山上密密麻麻的坟包 我就感到一阵头疼 再想到昨天晚上被这鸵岭山的群鬼围攻 我就有些浑身不自然 师父他从小石姑的车上跳下来 就静止的向鸵岭山上走去 我们几个紧紧的跟在师父的身后 这次师父上山的步伐有些盘缩 没走多远 他身上的衣服就被他流出的汗水给浸湿了 而我的脑子里一直在想着 樊青早上跟我说的话 昨天下午我和师父我们俩走了不到十五分钟 我们就来到了鸵岭山的山头 越往山头走 这鸵岭山的阴气就越重 鸵岭山的温度十分的阴冷 冷得有些刺骨 我胳膊上起了一层厚厚的鸡皮疙瘩 咱们几个分开 抓紧时间找吧 师父他老人家说完这话 就开始继续寻找了起来 我们大家点了点头 跟着寻找了起来 到了下午两点钟 我们五个人搜完一个山头 接着我们又向另一个山头走去 看着那密密麻麻的墓碑 我们几个人的眼睛都看花了 鸵岭山的两个山头离得很远 我们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 才走到另一个鸵岭山的山头 望着师父 何师叔 还有小师姑 以及樊青为我劳累 我这心里也有些不失滋味 他们对我的恩情 恐怕我这辈子都报答不完 师父 我们大家休息会儿再找吧 走到另一个山头边 我看到师父他们浑身是汗 便对师父他们几个说 别休息了 这时间不早了 我们得尽快找到那个女鬼的安身处 如果再赶上昨天晚上那个情况的话 就坏了 师父皱着眉头对我说完这话后 又继续找了起来 两个小时看似很长 过得却很快 就在天即将放灰的时候 樊青找到了线索 你们大家过来看一下 樊青挥着手对我们大家大声的喊着 我们四个人听到了樊青的呼喊声后 急步的就向樊青身边跑去 你们看这里 当我们走到樊青身边的时候 樊青指着地面上一处被挖开的空坟 对我们大家说 这处被挖开的坟 相邻的旁边还有一座坟 两座坟用的是一个墓碑 由于这两座坟年代过于久远 墓碑上雕刻的字早已经是模糊不清了 被挖开的那处坟的棺材盖半盖在棺材上 这口棺材是由红松木制成的 即使过了一百年 棺材上面刷的红漆依旧是那么的鲜艳 就像刚被刷上似的 我走上前向棺材里望去的时候 我发现棺材底铺着一条黄色的褥子 靠近棺材头的位置上 有一个青花陶瓷枕头 一看就是民国时期的 这个地方乃是一处基因之地 尸体埋在这里不容易腐烂 看起来应该是那个百年女尸的安身坟底 师父指着被挖开的坟对我们众人说 这两座坟是夫妻合葬坟 小师姑指着两座坟共用的石碑插了一句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赶紧下山吧 等回到一道堂 我们在商议接下来的事 师父望着那处坟说完这话 就带着我们往山下走 当我们几个走到山脚下的时候 我们后面的鸵岭山又泛起了大雾 我们几个再稍微晚点下山 恐怕又会被那大雾给困在山里 何老四 你身上带符咒了吗 我们走到小师姑的车前 师父问向他身后的何师叔 带了一些 怎么了 何师叔疑惑地问向师父 把你身上的符咒全部给我 师父一脸严肃地对何师叔说 何师叔点点头 将自己身前挂包里的四落降妖除魔符 全部拿出来递给了师父 哎呀 我身上就带了这么多 何师叔指着师父手里 那四落降妖除魔符说 二师兄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小师姑望着师父疑惑地问 昨天咱们几个逃得很狼狈 今天 我非要把这个面子找回来 师父望着布满大雾的驼岭山 咬着牙 一脸愤恨地说 正如师父说的那样 我们几个 昨天逃得很狼狈 这件事 怎么能让你自己出头 算我一个 小师姑将他头上的玉簪子拿了下来 师父 给我一落符 我走到师父面前 指着他手里的降妖除魔符 师父点点头 递给了我一落 哎 你给我也来一落 我替你们教训教训那些鬼魂 何师叔走到师父的面前 跟师父要符 嗯 师父对何师叔应了一声后 又递给了何师叔一落符筹 我也要帮你们收拾他们 樊青甩着他那水桶般的大尾巴 附和着我们 樊青 你先回车里待着 这是我们的事 不用你插手 师父转过身 一脸严肃地对樊青说 那好吧 樊青点着头 对师父应了一声后 他将尾巴收起来 就钻进了小师姑的车里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笼罩在鸵岭山的大雾 慢慢地散去 我们看到鸵岭山鬼火通明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聚集在一起 很是热闹 我们则是站在小师姑的车旁 眼睛直勾勾地望着 鸵岭山的那些鬼魂 师父眯着眼睛 在寻找着 昨天那个要找我们麻烦的 那个领头恶鬼 老大 你看是那几个人 他们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 今天居然又找上门了 还没等我们找到那个领头恶鬼 领头恶鬼身边的一个鬼魂 就发现了我们并对那个领头的恶鬼禀告了 昨天让这帮犊子跑了 今天坚决不能放过他们 兄弟们都给我上 领头恶鬼对他周围那些鬼魂大声地喊着 那些鬼魂望着我们几个人 有些不敢上前 因为昨天晚上被我们打得魂飞破灭的鬼魂不少 所以他们看见我们几个人站在那里 心里有些害怕 他妈的 老子说的话你们听不见吗 那个领头的恶鬼 对驼岭山上的那些鬼魂大声地喊道 那些鬼魂啊 大眼瞪小眼 站在原地 是一动也不动 今天谁他妈的在老子面前撞怂 老子就让他魂飞破灭 领头的那个恶鬼怒目圆正地对他周围那些鬼魂大声地喝着 领头恶鬼身上散发的强大烟气 将他身边的众鬼魂震得向后倒退了好几波 冲啊 那些鬼魂趋于领头恶鬼的淫威 只好咬着牙硬着头皮向我们冲了过来 冲向我们的鬼魂黑压压的一大片 足有上万之中 站在师父身旁 望着那些鬼魂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我的心里没有感到一丝恐惧 因为有师父他老人家在 所以我不害怕 去吧 碧玉 小师姑将手里的碧玉长剑 对着那些狂奔向我们的鬼魂就甩了过去 认识小师姑那么久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小师姑手里那把碧玉常见的名字 叫碧玉 师父站在原地 一脸稳重地望着那些冲向我们的鬼魂 何师叔望着那些冲过来的鬼魂 心里有那么点紧张 他时不时地将手心里冒出来的冷汗 往自己的裤子上侧 留手 修道这条路不仅很漫长 也很艰难 修道先要修心 只要你抱着一颗宽大包容仁慈的心 你才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 更扎实 师父望着前方 喃喃地对我说 师父这番话说得很有哲理 但是我听到耳朵里 却感到十分的别扭 师父我会听从您的教诲的 我站在师父的身后 对师父说 师父只是沉默地点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小师姑的碧玉常见 划过一道绿色的长光 对着那些奔向我们的鬼魂 就先扫了过去 面对着想要置我们于死地的那些鬼魂 小师姑 他没有选择手下留情 碧玉常见 无情地向他们的腰间斩去 只见那些鬼魂的身子 先是一分为二 然后化作青色的烟气 消失在天地之间 小师姑的碧玉常见 就像一台收割机 挡在我们的前面 无情地收割着那些鬼魂的尽灵 那些鬼魂望着小师姑的碧玉常见 向他们扫过去 他们转过身 就向鸵岭山跑去 违背我的命令 只有死 那个领头的恶鬼 挥着一根黑色手腕粗的铁棒 对着一个向后逃跑鬼魂的脑袋 就抡了过去 砰的一声 领头恶鬼手里的黑色铁棒 无情地砸在了那个鬼魂的头上 直接将那个鬼魂砸了个魂飞魄散 那些鬼魂看到领头恶鬼发怒 他们又硬着头皮转过身 向我们这边冲了过来 谁在逃跑 杀无赦 领头恶鬼说完这话 挥着手里的黑色大铁棒 就像小师姑的那把碧玉常见冲了过去 领头恶鬼觉得 小师姑的碧玉常见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只要将那把碧玉常见压制住 他身边的那些鬼魂会很轻松地将我们几个拿下 杀 领头恶鬼举起手里那根黑色大铁棍 对着小师姑的碧玉常见就狠狠地轮了过去 小师姑用意念力控制着他的那把碧玉常见避开领头恶鬼的攻击 砰的一声响 领头恶鬼手里的黑色铁棒没有砸到小师姑的碧玉常见落了一个空 到时将地面砸出一道深一米宽半米的大坑 这一棒子要是砸在人身上的话 准会被他砸成一滩肉泥 小师姑操纵着碧玉常见绕到那个领头恶鬼的身后 对着领头恶鬼的后心便刺了过去 领头恶鬼来不及回头 他挥着手里的黑色铁棒凭着自己的感觉 就向他的身后狠狠地轮了过去 啪的一声响 领头恶鬼手里那把黑色铁棒将小师姑的碧玉常见狠狠地砸飞出去 小师姑的身子顿了一下 一丝鲜血从小师姑的嘴角流了下来 而那个领头恶鬼只是向后退了一步 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给我拿下他们 那个领头恶鬼挥着手里的黑色铁棒 指着我们几个大声地对他身后那些鬼魂大喊着 虫啊 那些鬼魂看到领头恶鬼成功地压制住小师姑的碧玉常见 他们的士气瞬间大涨 那些鬼魂无所顾忌地就向我们几个人冲着过来 海上老君积极如礼令 射 我和何时我们俩几乎同时将手里的降妖除魔符咒 向那些冲向我们的鬼魂狠狠地甩了过去 呼呼呼 降妖除魔符咒化为红色火球 带着呼啸之风 就向那群奔向我们的鬼魂砸了过去 何时书一下子能甩出七八张降妖除魔符咒 而我最多才能甩出四张 冲在最前头的那些鬼魂被我和何时书用降妖除魔符咒狠狠地砸翻在地 实力不济的鬼魂一下子就被降妖除魔符咒砸了个魂飞魄散 那些鬼魂的身子只是顿了一下 然后嗷嗷叫的继续向我们冲了过来 他们心里清楚 如果今天不将我们四个人拿下 他们就会被那个领头恶鬼处罚的 所以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向我们冲过来 我和何时书我们俩不停地向前甩着符咒 我们根本就不用瞄准 随便向前扔出一张降妖除魔符咒 就能砸倒一个鬼魂 不是因为我们实力强 而是因为那些鬼魂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密密麻麻的一片一片 而且还望不到头 师父他背着手 眼睛注视着前方那些鬼魂没有想出手的意思 我和何时书都不明白 师父这是什么意思 蒋老二 你快出手啊 傻站着干嘛 我和刘首要支持不住了 何时书一脸紧张地对师父说完这话后继续向前甩幅 我看到何时书他的额头上都布满了汗水 嗯 好吧 师父对何时书轻轻地点了一下头 就将手就将手里的那两百张符咒全部向我们的上空甩了过去 只见那两百张符咒被师父甩上空 全部悬测在我们的头顶上 我和何时书还有小石窟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们三个不由得愣了一下 灵 兵 斗 折 结尾列在前 师父嘴里念着九字真言的同时 他的手里捏着九种道家手印 打在了悬浮在我们头顶上那些降妖除魔符咒上 只见道家真气源源不断地从师父身上输入到悬浮在我们头顶的那些符咒上面 我们头顶的那些符咒刚开始的时候散发着淡淡的黄光 没过半分钟 那二百张符咒一同散发着耀眼的金光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 我头顶上那些降妖除魔符咒上蕴含着强大的威力 小石姑依然坚持着用他的碧玉长剑攻击着那个壮实如牛的领头恶鬼 小石姑也不跟那个领头的恶鬼硬碰硬 他只用碧玉长剑牵制住那个领头恶鬼 让他无暇分身冲到我们的前面来 领头恶鬼在对付小石姑那把碧玉长剑的时候 他不时地向我们身边望了过来 看着那些鬼魂九宫而拿不下我们 他的心里开始有些焦急 当领头恶鬼看到悬浮在我们头顶 那些闪着金光的符咒时 他的心朱通地跳了一下 同时他的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你们这群小小的鬼魂 以后都给我记住了 我们毛山道士 是你们招惹不齐的 师父说完这话后 他的手对着悬在我们头顶的符咒 向前挥了一下 只见我们头顶的那两百张符咒 化为一道道脸盆大小的紫燕火球 狠狠地向我们前方的那些鬼魂砸了过去 我们头顶上空的那些降妖除魔符咒 如同一颗颗闪亮的流星 向那些鬼魂狠狠地砸了过去 每一道降妖除魔符咒 所化成的紫燕火球 都能砸倒三到四个鬼魂 并且将他们砸了个魂飞魄散 地面上的土地 也被师父用降妖除魔符咒 砸出一个个两米见深的大坑 可见的 师父他攻向那群鬼魂的 降妖除魔符咒的威力 是十分巨大的 望着那一颗颗如同流星般的紫燕火球 砸向我们前方的那些鬼魂时 我小石姑 何石叔以及坐在车上的樊青 惊得嘴巴都合不上了 师父的攻击也太变态了 樊青他知道我师父的实力不弱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 我师父的实力居然这般强悍 啊 啊 啊 救命啊 那群鬼魂被师父用降妖除魔符咒砸的是鬼哭狼嚎 他们再也不敢向前冲了 而是全部转过身向他们身后的驼岭山上跑去 那个领头的恶鬼望着上空那一颗颗紫燕火球 向他慢慢的逼近 他吓得转身就向驼岭山跑去 正所谓 鹰败如山倒 师父只用一轮攻击就将那些鬼魂打跑回驼岭山了 哎呀 这个江老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何师叔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 望着师父对他身边的小师姑说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二师兄居然这么厉害 小师姑说这话的时候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我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师父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今天师父将他的实力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 震得我们大家是一愣一愣的 念子已经找回来了 你们也别傻站着了 咱们现在回去吧 师父对我们几个说完这话 就先上了小师姑的车 我们向前望过去的时候 看到地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些大坑 师父刚刚的一击 最起码将一千多个鬼魂 砸的是魂飞魄散 相对比较起来 这些魂飞魄灭的鬼魂 只是拖岛山的一小部分 但是师父他成功地震慑了拖岛山的那群鬼魂 老大 这些人也太厉害了吧 站在领头恶鬼身边的一个鬼魂魂魂不守舍的看着我们几个对他身边的领头恶鬼说 那个领头恶鬼没有回他身边那个鬼魂的话 他一脸无奈地看着我们开着车远远的离去 师父 刚刚您是怎么做到的 一下子二百张降妖除魔符罩 全部化为紫色的火球 向那些鬼魂砸过去 我简直太牛逼了 我一脸欣喜地问向坐在副驾驶上的师父 只要你潜心修炼 早晚有一天 你也会达到我现在的实力 师父转过头淡淡地对我说 我五年前就进入了瓶颈期 到现在自身的实力还停留在原地止步步前 我没想到二师兄的实力居然突破到这个程度 真是厉害 小师姑一脸惊讶地对师父说 其实我也是在一个月前刚刚突破瓶颈 今天拿他们小试了一下牛刀 师父含蓄地对我们说 哎呀 修道真的要看一个人的资质还有领悟啊 我这辈子恐怕也就这样止步不前了 何师叔叹了一口粗气摇了摇头 无奈地对我们众人说 精诚所致 今时为开 其实你的资质不是很差 只要你肯努力地去摸索 我相信你会走得更远 师父耐心地对何师叔说 师父这一次对何师叔说话的语气很温和 这让我和小师姑还有何师叔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以前师父对何师叔说话 总是带着浓浓的火药味 啊 何师叔轻声地应了师父一声 师父他老人家突然这么温和地跟何师叔说话 这让何师叔感到十分的不适应 一时半会儿 何师叔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师父说话了 从中午到现在 咱们几个还没有吃饭 不如现在咱们先找个地方吃饭 然后再回一道堂 商议那个女士下葬的是如何 小师姑一边开着车 一边对我们大家说 嗯 正好 我也有点饿了 师父点头答应 我们可不可以去吃火锅呀 我想吃火锅 樊青插了一句向我们提议 可以 我们这就去吃火锅 小师姑对樊青应了一声 就向市里的东来顺火锅店逝去 晚上这顿饭 我们五个吃了将近两个小时 其实我们几个吃饭 根本就用不上一个小时 可樊青他没吃完 我们也不好意思走呀 看着我们桌子旁边放的一百多个空盘子 我也是醉了 樊青他一个人吃了一百多盘牛羊肉品 饭店的服务生 还有我们周围的那些吃饭的人 放下筷子 围着我们五个 看着樊青自己在那吃肉 有的人呢 甚至还拿出手机 录起了像来 我的天哪 这也太能吃了吧 看热闹的那些人 望着樊青惊呼着 樊青呢 也不管周围的人如何看他 他就是闷着头自己吃自己的 服务员 你再给我上十盘牛肉可以吗 樊青转过身 向围着我们的服务员喊道 服务员对着樊青点点头后 就向后厨跑去 没一会儿 两个服务员端着十盘肉 放在了樊青的面前 樊青将五盘牛肉倒进了火锅里煮 另外五盘肉 他用手抓着直接生吞了 哎呦 那些围观樊青吃东西的人 看得是直言唾沫 嗯 好了 我吃饱了 樊青将锅里的熟肉捞出来 吃完以后 拍着鼓囊囊的肚子 对我们说 你们几个先上车 我去算账 小师姑对我们大家说了一声 就站起身子 向前台收银处走去 这一顿饭 我们五个人花了五千多块钱 而且火锅店的老板 还给我们打了个九折 临走的时候 火锅店老板一脸微笑 亲自的将我们五个送了出来 并嘱咐我们要常来 哎呦 我的天呐 樊青啊 你这一顿饭吃了将近半头牛呢 我在车上对樊青说 现在一头成年牛 八百斤 市场价都在一万以上 其实我今天晚上也只是吃了个半饱 要是再给我一百盘肉 我还能吃下去 樊青不好意思的对我们几个说 听了樊青的话后 我是差点晕了过去 我脑子里在想 樊青要是在我们人类的世界生活 这吃饭将是他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知道 我是养不起这个樊青 出了火锅店 小石姑开着车载着我们 就往一道堂的方向驶去 半路小石姑接了 杰克小姑父的一个电话 小姑父不放心 小石姑问他在哪 当小石姑说他在一道堂后 我那杰克小姑父啊 一下子就放心了 哎 这也就是外国爷们 这要是中国爷们的话 肯定第一时间 让自己媳妇赶回家 小石姑也答应杰克 一个小时以后就回家 回到一道堂 师父他老人家掏出电话 就给张局长打了过去 老张 那句百年女尸现在在哪呢 师父在电话里开门见山的 询问张局长 啊 在殡仪馆的冷藏室里冷藏 你让我不要火化 所以啊 我就没让他们火化 张局长在电话里对师父说 当师父听到这个消息后 他悬着的心 瞬间放了下来 他很怕张局长 稀里糊涂的 把那句百年女尸 给火化了 明天早上六点 你安排殡仪馆的车 把那具女尸 拉到前阳镇 一处名叫 鸵岭山的坟山上 我们已经找到了 那个女尸的安身之处 师父在电话里 对张局长吩咐道 哎哟 老江啊 你还真是厉害 居然让你找到了 那个女尸的安身之处啊 张局长在电话里 敬佩地对师父说 哎呀 你们公安局就没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你们要是诚心想找的话 比我们找要快很多 师父在电话里 没好气地数落着张局长 哎哟 老江啊 你这就冤枉我了 我这几天 派了二十几个民警 走访调查结果 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张局长在电话那头苦笑着 好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 越跟你说我越生气 明天早上 你可别忘记了 师父对张局长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回到医道堂后 我们五个人坐在沙发上 准备商议明天给那个女鬼下葬的事 你做什么 赶紧泡茶去 这两天我们就围着你转了 师父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瞪了我一眼 没好气地说 哦 好的师父 我这就去给你们泡茶 我应了一声就站起身子去烧水泡茶 师父 何时说 小师哥 你们喝茶 我将泡好的茶给他们三个一人倒了一杯 至于樊青 他不是太爱喝茶 所以我没有给他倒 我让张局长明天早上六点将那具女尸从殡仪馆运过去 大约七点左右 能将那具女尸运到鸵岭山头 然后我掐算个时间将那具女尸下葬 师父坐在沙发上 简单地对我们大家说 师父 这听起来很简单啊 我在一旁插了一句 简单个屁 明天早上你要早点起来 到执扎店 买两对同男同女 摇钱树一棵 金山银山各一座 马车一辆 纸衣八套 万贯纸钱二十捆 师父在一旁念叨着 听到师父念的这些 我脑子瞬间就凌乱了 还简单吗 师父问向我 我没有说话 而是拼命地向师父摇着头 小师妹啊 明天你就不用过来了 你该忙你的忙你的去 啊 我们自己能搞定 师父对坐在他身旁的小石姑嘱咐道 好吧 要是明天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 你们就给我打电话 我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小石姑对师父说 明天呐 我跟你们一块去吧 往山上搬东西 也需要个人 何师叔插了一句 师父对何师叔点点头 没有拒绝 这要是放在平时的话 师父他老人家早就拒绝何师叔了 看到他们之间的恩悦环节 我这心里是十分的高兴 好了 这时间也都不早了 大家都回去睡觉吧 师父对何师叔还有小石姑嘱咐道 嗯 那我们回去了 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小石姑说完这话 跟何师叔一前一后走出了一道堂 你们俩也早点睡吧 明天早上还要早起 我先上去休息了 师父扔下这么一句话 就往二楼走去 看着师父那疲惫的背影 我心里感到一阵阵的疼 晚上我躺在沙发上 有点睡不着觉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脑海里总是回想着凡清早上跟我说的那番话 我也是越想越害怕 现在的我早已经将师父当成是我的亲人 如果他离开我的话 我想我会彻底崩溃的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闭上眼睛 呼呼地睡着了 可能是日有所资 夜有所梦 我在梦中梦见一道堂的门口 打着一座灵棚 灵棚里放着一口红漆石木棺材 当我缓缓地走上前 将那口棺材里望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师父穿着一套黑色的兽衣 一脸安详地躺在棺材里一动也不动 无论我怎么呼唤他 他也不起来 师父 您睁开眼睛 您死了 我该怎么办啊 我一边哭着 一边对躺在棺材里的师父 大声地叫喊着 小王八肚子 你望着我早死是不是 师父 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脑门 没好气地对我说 当我睁开眼睛 看到师父都活生生地 站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师父 看见您没死 真好 我喜极而泣地望着师父说 啊 再胡说八道 我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赶紧起来 跟我到纸扎店 买今天下葬用的东西 师父说完这话 就向一道堂外走去 我从沙发上爬起来 擦了一下眼角处的泪水 就跟着师父 向八十八号胡同的 那个纸扎店走去 早上五点半 八十八号胡同跟往日一样 停着大约有十几辆货车 有的货车上装着棺材 有的货车上装着纸扎等等 哎呦 江道长 哎 有什么需要的吗 纸扎店那个猪竹老板 见我和师父走进来 他一脸微笑地迎接着我们俩 我要摇钱树一棵 金山银山各一座 女纸一八套 纸扎马车一辆 童男童女两对 师父念了一堆的东西 给纸扎店的老板听 哎呦 江道长 这些东西 你什么时候要 纸扎店的猪竹老板 将师父要的东西 记录到一个本子上后 询问师父 我现在就需要 你再帮我找辆货车 把我要的东西 全部装上去 一样都不能少 等我中午回来的时候 再跟你算账 师父背着手 对纸扎店的 诸如老板吩咐着 哎呦 好的 我现在就去库房 给你准备东西 半个小时之内 就能装好车 纸扎店的 诸如老板 痛快地 答应了师父 嗯 那成 师父说完这话 转过身 就向一道堂走去 早上六点 何师叔 我 樊青 还有师父 我们四个坐着 纸扎店老板找的货车 就向鸵岭山进发 路上 张局长给师父 打了一个电话 告诉我们 殡仪馆的灵车 载着那具女尸 已经向鸵岭山出发了 当我们到 鸵岭山的山脚下时 殡仪馆的灵车 早已经到了 跟着殡仪馆灵车来的 还有四辆警车 十五六个警察 张局长也在其中 看到我们来 张局长赶紧向我们 走了过来 老江啊 那具女尸已经运来了 张局长扔掉 手中的烟头 指着殡仪馆的灵车 对我师父说 嗯 你让你的人 将那具女尸 抬到那个山头上 师父指着我们 昨天寻找到那处 被挖坟的山头 吩咐张局长 好的 这个我来安排 张局长对师父 应了一声 就吩咐他身后的 四个年轻人 将那具女尸 抬到师父所指的 那个山头上 你在吩咐上下的人 帮忙将这辆货车上的东西 往山上扛 师父说完这话 背着手 就向他刚刚所指的 那处山头走去 当我和何师叔 还有樊清我们三个 想要去搬货车上的纸扎时 师父对我们三个 跌了一个眼神 那意思是说 让那些警察拿就好了 我跟何师叔 以及樊清我们三个 示意的对师父点点头 就空着手 跟他向驼领的山头走去 我们四个紧紧的跟在台女尸 那四个警察的身后 那具百年女尸 被放在一副红色的纸棺里 哎 这尸体怎么越来越沉了 台纸棺后头的 一个年轻警察 喘着粗气 疑惑的说 哎呀 哎不行了 坚持不住了 歇会吧 前头的一个警察 他说完这话后 他们就将纸棺放在了地上 此时他们四个的脸上 是挂满了汗水 留手 那双绣花鞋 你带来了吗 师父转过身问我 当师父问我绣花鞋的时候 我当场愣住了 你这臭小子 我不提你就不知道拿 赶紧回去拿吧 师父没好气地对我嘟囔着 哎 我对师父应了一声 就往山下跑 还好我们走得还不算远 当我跑到山下 想要开口跟张局长说 开车载我回一道堂时 我发现 那双绣花鞋 出现在一辆警车的车盖上 我想也没想的 就拿起车盖上 那双绣花鞋往山上跑 当我跑到师父面前时 那四个抬尸体的警察 还在休息 你小子怎么又跑上来了 师父没好气地问我 我跑下山 看到这双绣花鞋 在一辆警车的车盖上 我挥着手里的绣花鞋 对师父说 师父望着我手里的绣花鞋 点了点头 什么都没说 你们赶紧抬着尸体上山吧 别耽误了下葬时间 师父指着地上那副红色的纸观 对那四个警察说 那四个警察听了师父的话后 俯下身子就去抬地上的红色纸观 这怎么回事 怎么抬不动呢 无论那四个警察怎么用力 他们都无法抬动那副红纸观分号 最后那四个警察一脸迷茫地望向师父 我师父走上前掏出一张珠鞋符咒 就贴在了纸观上 你们几个 现在再试试看 师父指着那副红色纸观 对那四个警察吩咐道 那四个警察对师父点了点头 俯下身子就去抬那副纸观 这一次 他们四个很轻松地 就抬起了那副红纸观 往山上走去 同时 他们四个人的心里 还有些害怕 等我们大家来到山头上 已经是早上七点四十了 师父望了一眼那坟 闭着眼睛 用左手掐算了起来 师父他好像是在算这具女尸 下葬的时辰 爬上来的那十五六个警察 将手里的东西扔在了地上 一屁股就坐在了山头上 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息了起来 一看就知道 他们警察呀 平时缺乏锻炼 要让他们去追小偷的话 肯定追不上 八点十四下葬 现在我们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张局长 你带着人将下面棺材里的泥土 清理干净 师父指着我们昨天找到那处坟地 对张局长吩咐的 张局长对师父点点头 又吩咐给了他的那些手下 师父 如果这处墓穴不是这具女尸的安身之处 那该怎么办啊 我指着眼前那一处被挖的坟问向师父 哎呀 死马当活马医了 不管这处坟地 是不是他的安身之处 我们就埋在这儿了 如果他再敢缠着你的话 我们也没有必要手下留情了 该出手时 就出手 师父说这话的时候 身上散发着强大的杀气 师父他说这话的声音很大 我听得出来 师父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我说 也是对那副纸棺里的女尸说的 八点整的时候 师父走上前 轻轻地将那副红纸棺掀开 当红纸棺掀露出一条缝隙后 我看见那具女尸 依然是一丝不挂地 躺在纸棺里 张局长啊 你们公安局做事 我是真看不上啊 你们就不能给这女尸 买套衣服拿过来吗 你们公安局很穷吗 师父指着地上那副纸棺掀 脸红脖子粗地 对张局长嚷着 周围那群警察 则是一脸疑惑地 看向我师父 他们不明白 我师父哪来的胆量 敢跟公安局局长这么说话 哎哟 这老江啊 你这也不能怪我呀 这对于这方面 我是一窍不通 张局长一脸尴尬地 对师父说 哎 我从今以后啊 你要是再有事的话 可别来求我了啊 还是你来一道堂喝茶可以 你要是有别的事就别来了 师父不留情面地对张局长说 张局长听了师父的话后 他低着头什么都没说 张局长带来的那些警察 全部都懵了 他们没想到自己的老大 堂堂的公安局一局之长 居然像一个孩子似的 被一个普通老百姓数了着 哎 我安排人 这就现在下山去买吧 张局长抬起头问向师父 不用了 现在下山买的话 时间来不及了 我买了纸衣就用纸衣代替吧 师父说这话的时候也不看张局长 他是越看张局长越觉得心烦 到了八点十四 师父吩咐四个警察扯着红布 放置在棺材的上方 挡着天上的太阳 以免尸体在下葬的时候 天上太阳照射下来的阳光 将尸体捉上 留手 你拿出一套纸衣 铺在棺材里的褥子上 师父指着放在一旁的纸衣 对我吩咐道 我对师父点点头 拿了一套粉色的纸衣 铺在了棺材里的黄褥子上 好了 你们几个将尸体抬进这口棺材里 一定要轻拿轻放 师父又对旁边那些警察嘱咐 那些警察望着地上那副纸棺 不约而同的向后倒退了一步 那些警察不想接触纸棺里的那具女尸 他们觉得台师入关是一件很晦气的事情 所以全部向后逼退着 都傻站着干嘛 江导长怎么安排 你们就怎么做 谁要是不想做 就给我滚回家去 张局长没好气地 对那些警察大声地喊着 张局长刚刚被我师父说的 有些下不来台 心里窝着一把火没处撒 正好张局长把这把火 发到了他的属下身上 那些警察看到张局长发火 他们一个个咬着牙 硬着头皮上去 将纸棺打开 然后将那具一丝不挂的女尸 抬进了棺材里 由于尸体之前是被冷藏的 尸体被抬起来 也是僵硬的 留手 你再拿一套纸衣 盖在那具女尸的身上 然后将绣花鞋穿在她的脚上 师父又对站在一旁的我吩咐道 哦 我用了一声 又拿起一套纸衣 跳进棺材里 盖在了女尸的身上 然后我将之前戴上 衫的那双绣花鞋 套在了那具女尸的三寸小脚上 当我要站起身子 从棺材里爬出来的时候 放在旁边的棺材盖 自己在空中翻了一圈 砰的一声 盖在了棺材上 我连同那具女尸一起被盖在了里面 我要让你陪葬 女尸发出银铃般的笑声对我说 听到这句话 我的身上起了一层厚厚的鸡皮疙瘩 我的腿还有些发麻 不听使唤 我伸出手 想要将棺材倾起来 结果不管我怎么用力 也无法将棺材盖倾起来 这个意外简直太突然了 快来帮忙 把棺材盖打开 外面那些警察大声地呼喊着 结果他们怎么用力 也无法将棺材盖打开 把我救出去 哎呀 还是我来吧 师父走上前伸出右手 将食指放在嘴里咬破后 他将鲜血从右手食指中挤出来 就盖在棺材盖上 画了一道珠鞋符咒 当师父画完符咒后 他大喝一声 自己一个人就将棺材盖给掀开了 这个时候 我赶紧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哼 既然你这么顽皮 那我就来镇压你十年 师父说完这话 就从兜里掏出一张符咒 贴在了那具女士的脑门上 好了 喝关吧 师父对那些警察说 刚才我被困在棺材里 诡异的那一幕 在场的警察全部都看见了 他们现在哪敢靠近那棵棺材呀 不管张局长怎么说他们 他们都是无动于衷的站在周围 止步不解 最后是我还有何师叔 樊青以及师父四个人将那个棺材盖盖上的 好了 张局长 你安排人将土填上后 再将坟前那些纸扎烧掉就可以了 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师父说完这话 迈着大步就向山下走去 师父他老人家是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 别说师父他不想在这待着 就连我也是一刻也不想待在这 可能是我们的命比较好 我们刚走下鸵岭山 就拦了一辆空出租车往地地室内赶去 现在是早上九点钟 师父 我现在打算回学校上课 就不去你那了 等我放假再去你那 我在车上对师父说 师父闭着眼睛点点头 没有回话 师父他老人家眉头紧皱 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痛苦 出租车司机先将我送回学校 然后他又将师父他们三个送回了一道堂 我回学校 快步的向我们学校的教学楼跑去 现在我赶回去的话 还能再上两节课 少耽误一节是一节呀 有时候做人可不能太过分了 我是赶着第三节课上课的时间 走进了教室 每次我走进教室 都会深深的将同学们的眼睛吸引到我的身上 我也不太明白 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我 其实我这个人平时还是很低调的 干嘛这样看着我 难道我脸上有花吗 我用手摸着我的脸 问向班级的同学 同学们忍不住的一同笑了起来 我也不知道这些同学在笑什么 自从我拜入师父毛山门下好 我感觉我内向的性格慢慢的开始变得外向 以前同学们跟我开玩笑 我只是淡淡的笑笑 不做任何回应 现在同学们跟我开玩笑 我还会跟着回他们一两句 这些也都是师父 何师叔 以及小石姑将我慢慢改变的 我心里很感激他们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会想起 梵青对我说的那句话 还有 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 一想到昨天晚上那个梦 我的心就会痛 老二 你这两天又干嘛去了 我回到座位上 黄涛一脸不放心的问向我 这两天呢 发生一件很奇葩的事情 我这一时半会儿 跟你还讲不明白 等中午休息的时候啊 我再跟你说 我对黄涛刚说完这话 我们的任客老师就走了进来 哎 留守啊 你这段时间怎么老实请假呀 我们任客的赵老师走进来 一脸不高兴的问我 对不起赵老师 最近家里发生点事 所以请假有点贫 我以后会注意的 我站起来一脸抱歉的 对赵老师说 最近呢 我讲的都是重点内容 你跟同学们借个笔记看看 把耽误的课程补上来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到办公室问我 你坐下吧 赵老师一脸严肃的对我说 他这个人平时总是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 没什么笑脸 但赵老师这个人很不错 平时同学们请假 睡觉 他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不是太过计较 班级里的同学们也都很喜欢赵老师的为人 在我们学校啊 有的老师还真不错 真心的为学生们着想 但有的老师就不怎么地了 他们总是想办法找学生的麻烦 然后从中得到一些利益 谢谢赵老师 我对赵老师点了一下头 就坐了下来 赵老师见班级里的同学来的差不多了 他也没挨个点名 直接开始讲课 赵老师讲课很生动 班级里的同学们都喜欢上他的课 很少有同学在赵老师的课上睡觉 逛课 第三次节课很快就结束了 中午我们哥四个 简单的在学校食堂吃了点饭 就向寝室走去 老二啊 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 早上七点半我给你打电话 还无法接通 黄涛走到我的身边 询问起我 这件事啊 要从头说起 有一天我陪我师父去古董店淘宝 我们在古董店里 遇见了一个十分邋遢的男人 哎呀 这个邋遢的男人手里啊 有一双精致的红色绣花鞋 我将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详细的一五一十的讲给黄涛他们三个听 游职陪他还好 没有感到害怕 曾路跟黄涛则是听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二哥 你这到底是变出来的还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啊 曾路打了一个冷战问向我 这件事啊 是我亲身经历的 没有半点虚构 我一脸平淡的对曾路说 我在说这话的时候 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女鬼 还会不会来找我 二哥 你也真是自私 这么好玩的事情 怎么就不带我一个呢 游职陪一脸不高兴的问我 得了吧 就你那点本事 你去了还不够给我们添乱的 我冷嘲热讽对游职陪说 那好吧 我无话可说 游职陪一脸无奈的说 咱们哥几个好久没聚过了 今天晚上咱们大家聚聚吧 回到寝室 黄涛对我们大家提议 好的 好的 我跟游职陪曾路一同响应了黄涛的提议 难得黄涛有兴趣 跟大家一起聚聚 我们即使有再大的事情 也要放在一旁陪陪黄涛 我们哥仨真心的希望 黄涛能从于家琪的那件事中 尽快的走出来 老三 老四 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 大家谁也不准提佳琪姐的事 趁着黄涛上厕所 我小声的对曾路 还有游职陪低估到 要是老大他提起佳琪姐的话 那该怎么办呢 游职陪瞪着两个小眼睛问我 老四啊 你还真是一头猪 老大要是提起佳琪姐的话 我们就转移话题呗 曾路在一旁对游职陪说 老三说的没错 要是老大提起佳琪姐 我们就往别的话题上转移 老四 你小子今天晚上说话有点分寸 别嘴上一点把门的都没有 我一脸慎重的对游职陪嘱咐着 游职陪这小子说话 向来是口无遮拦 我是挺怕游职陪哪句话说的不对 勾起黄涛伤心的回忆 你放心就是了 我尽量少说话 多吃饭 游职陪郑重其事的跟我保证 其实游职陪也怕自己哪句话说错了 惹得黄涛不开心 下午放学后 我们四个向学校附近一家中担烤肉店走去 我们四个屁股还没做热乎 姜薇薇就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姜薇薇进来 我还愣了一下 姜薇薇 我们在这呢 黄涛摆着手 对站在门口的姜薇薇招呼道 姜薇薇看到我们露出一脸微笑的 向我们这桌走了过来 黄涛邀请姜薇薇来吃饭 我们几个根本就不知道 老四你上我身边坐 给姜薇薇让个地方 黄涛对游职陪使了一个眼神 游职陪明白黄涛对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游职陪站起身子就向黄涛的身边走了过去 此时黄涛 增露 游职陪他们三个坐在一起 姜薇薇和我坐在了一起 黄涛他想撮合我跟姜薇薇 这我心里都清楚 哎呀 说来也巧啊 班级里五个本地的同学 我们四个本地的居然住在同一个秦室 这缘分可不浅呢 我们在座的这些都是独生子女 我希望大家以后处得跟兄弟姐妹似的 黄涛笑着对我们大家说 自从黄涛知道于家琪的死 我就没看见他再笑过 此时此刻看到他的笑 我们大家都有点释怀 哎 以后我们几个就算是毕业 也要常联系 互相帮助 游职陪拿起一瓶打开的啤酒 站起来对我们说 我心想啊 这个游职陪终于说了一句人话了 晚上这顿烤肉 我们吃了大约三个小时 我们五个聊得倒很开心 聊天过程中 黄涛没有提及到于家琪 我们也不会没事找事的提起他 反正到最后黄涛跟游职陪 还有曾禄他们三个都喝醉了 而我跟姜薇薇我们俩只喝了一瓶啤酒 老二 你负责送姜薇薇回家 我跟老三老四会去室睡觉 黄涛说完这话 就跟游职陪还有曾禄他们 相互搀扶的向学校走去 江薇薇 我送你回家吧 我站起身子对江薇薇说 江薇薇红着脸对我点点头 没有拒绝 出了烧烤店 我刚要伸手拦出租车 就被江薇薇给阻止了 这时间还早 天气也不是很冷 咱俩往前走走聊会天吧 江薇薇对我提议 我微笑地对江薇薇点点头 表示答应 最近这两天你干嘛去了 怎么老是请假 是江薇薇先开口跟我闲聊了起来 我二叔家的姐在外面出了点事情 这两天呢 一直在忙她的事 我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对江薇薇说 我要是跟她实话实说 她一定会害怕 到头来 她肯定要我上她家陪她 我可不想没事给自己找事 对了 刘首 樊青在哪儿去了 我有点想她了 江薇薇继续问向我 江薇薇跟樊青相处的短短的这几天 就已经成了好朋友 关键是樊青这妖啊 单纯善良 很好相处 谁要是给她好吃的 她就一心一意的跟谁要 就像三岁小孩似的 樊青这段时间在我师父那儿坐 你想她的话 可以给她发微信 不过她好像不识字 只会语音 我对江薇薇笑着说 即将走到江薇薇家小区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身后好像有人在跟着我 如果没猜错的话 跟在我身后的 应该还是那只像要找我麻烦的狐妖 江薇薇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前面的路 你自己走吧 我还有点事要去处理 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 我挤出一丝微笑 对江薇薇说 难道 你就差这么远的路吗 江薇薇有些不高兴的对我说 江薇薇 我的事确实有点急 咱们明天见 我对江薇薇说完这话 转过身迈着大步 就向前走去 我可不想我自己的事 连累到江薇薇 留守 你混蛋 江薇薇 江薇薇 站在我身后 跺着脚 大声地骂着我 而我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笑了笑 我的苦衷 她 是不会理解的 我快步地走在前面 我身后的那个狐妖 则是紧跟在我身后 最后 我走到一个黑漆漆的胡同 停了下来 我从兜里掏出两张五雷咒 紧紧地攥在手里 狐妖 你出来吧 我知道你一直在跟着我 我顿住身子 转过头喊 只见那只狐妖 穿了一套白色的紧身 皮衣皮裤 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和我师父杀死的那只 公狐妖 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不清楚 他为了使自己的功力大增 杀害舍无腹肌之力的孩童 他死有余辜 杀死他 我也没有后悔过 我一脸愤恨地 对那只站在黑暗中的狐妖说 那只狐妖听了我说的话 他的身子突然颤了一下 我能从狐妖的身上感受到 一股浓浓的沙气 我知道 我自己不是狐妖的对手 但是我不怕他 正义 怎么可能向邪恶低头 如果你就是想跟我过不去 我愿意跟你奉陪到底 如果你杀了我 我师父他老人家 即使追你到天涯海角 他也会杀了你为我报仇 我仰着头 对前方那只狐妖 对前方那只狐妖无惧地说 我说话后就离开了 只留我自己一个人站在风中凌乱着 当我回到寝室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到底去哪儿了 这几天看不见夏宛婷 我这心里还是有一点想念 最近这段时间我过得还算安逸 没什么事发生 每天都徘徊在寝室 教室还有学校的食堂 转眼就到了星期天 就在我睡得正香的时候 我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每个星期天 我都想好好地睡个懒觉 结果呢 每次都不能如愿以偿 我睁开眼睛看了一眼电话 给我打电话的 是我二叔家的凤娇姐 也不知道他这么早打电话 给我做什么 喂 凤娇姐 有事吗 我滑开电话问向凤娇姐 我说话的语气有些沉闷 留守弟弟 我现在肚子已经越来越大了 要是再留在家里住的话 我爸妈一定会发现的 你的新房子装修好了吗 凤娇姐在电话里 焦急地询问我 哦 我的房子已经装修好了 现在也可以住人了 八点 你来市里找我 我带你到我那个房子去 我打了一个哈欠 在电话里回复凤娇姐 嗯 那我一会儿过去给你打电话 凤娇姐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我刚把电话放到枕头边 结果又响了起来 平时电话一天也不想一死 这星期天放假 电话还响不停呢 我拿起电话看了一眼来电号码 给我打电话的是肖勇敢 喂 肖兄弟 你跟张仪回来了吗 我滑开电话 问向肖勇敢 啊 刘兄弟 我们已经回来了 不过 我和张仪我们俩 现在在飞机上准备回北京 樊青啊 就先交给你照顾了 肖勇敢 在电话里对我说 你们俩怎么走得这么急啊 我在电话里询问肖勇敢 啊 这件事啊 以后再跟你说 飞机马上起飞了 我先挂了 肖勇敢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我则是一脸疑惑的望着手里的电话 也不知道这张仪跟肖勇敢 他们俩是什么情况 那么着急回北京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寝室的哥仨还在呼呼打睡 昨天晚上黄涛跟游直培 还有曾璐他们三个 打游戏一直打到了凌晨两点 我现在是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 走进洗漱间 先是刷牙洗礼 然后将我积攒的两套衣服 两双袜子洗干净后 就向男生宿舍外走去 我打算今天安顿完凤娇节 就去我师父那 一时不去我师父那 我心里还有点想他 我呢 也有三四天没见到我师父了 这几天也没给师父打电话 须寒问暖 我觉得我这个人挺没良心的 我在学校食堂刚吃了两口早餐 凤娇姐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留手 我现在在你们学校门口呢 你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凤娇姐在电话里询问我 我现在就出去找你 你等着我啊 我挂断手里的电话 胡乱的将早餐塞到嘴里 就向学校大门跑了过去 当我出现在凤娇姐面前的时候 我看到凤娇姐穿着一件黑色紧身棉服 站在路边抽着烟 她的肚子有那么一点骨 要是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看不出来 凤娇姐画着一脸浓妆 身上的社会习气很重 我是一点也看不上她这样 但是我这个做弟弟的 也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她 该说的 我上次已经都跟她说了 关键呢 还是要看她自己的觉悟 凤娇姐 你肚子里还有孩子 你能不能为孩子考虑一下 别抽烟了 我走到凤娇姐面前 皱着眉头对她说 凤娇姐听了我的话后 她赶紧将手里的烟扔到地上 用脚踩灭 二叔她上辈子也不知道造什么孽了 娶个媳妇 蛮横不将领 这挺大个女儿 也不省心 吃饭了吗 我继续问一下凤娇姐 凤娇姐没有说话 而是对我摇了摇头 走吧 我带你吃早饭去 我叹了一口粗气 对凤娇姐说完这话 就带着她到我们学校附近的早餐店吃饭 吃完饭后 我打了一辆车 带着凤娇姐就向小石姑给我买的那套房子的小区赶去 当我拿出钥匙 打开小石姑给我买的那套房子时 我愣住了 屋子里的家具设施一应俱全 沙发 茶几 空调等应有尽有 上次小石姑带我来的时候 还什么都没有 自从小石姑给我买这套房子到现在 我就来了两次 房子装修加上家电家具的购买 都是小石姑一个人在忙活 一想到这儿 我就有些惭愧 凤娇姐 这就是我的家 你进来吧 我脱掉鞋子走进屋子 对我身后的凤娇姐说 哎 留守弟弟 你家不单大 装修的还真够豪华 凤娇姐走进屋子 惊呼的 她做梦也没想到 我们家会这般大 凤娇姐 我一般时间会在学校的寝室住 只有放寒假和放暑假能过来住 你就先在我这儿住下吧 我坐在沙发上对凤娇姐说 凤娇姐一直在打量着我的房子 她刚才根本就没有听见我在说些什么 留守 你刚才跟我说什么了 凤娇姐这才回过神询问我 我说 我平时都住在学校寝室 只有寒暑假会回来住 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 我重复了一遍 对凤娇姐说 啊 凤娇姐高兴地点着头 对我说 我家里这环境 要比她家农村环境好多了 凤娇姐当然愿意留在我这儿了 但是 咱们得约法三章 一 这房子你可以住 但是你不准带外来人住 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不行 二 你不准在这房子里抽烟喝酒 长时间抽烟会将卧室的棚顶 以及窗帘熏成黄色 我这房子是用来给我当婚房用的 我不想结婚那天变得面目全非 三 屋子里的东西你随便用 但是室内的卫生你必须保持住 丑话咱们得说在前头 我提出这三点要求不是很过分 如果以上三点你做不到的话 那我这里恐怕无法容下你 我一脸严肃地对凤娇姐说 我不是有意要为难她 我就是想改变她 想让她生活自立一点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活着 当我说完这话后 凤娇姐陷入了沉默之中 那三点简单的要求 对她来说有些困难 我没有催促她 而是给她时间考虑 如果她接受不了我提出的要求 我也没有办法 人活一生 总不能光为别人活着 我得为自己考虑啊 你提的三点要求啊 我答应 不带别人到你这儿来 不在你的房子里抽烟喝酒 我会经常说说无资卫生的 凤娇姐想了大约五分钟 抬起头对我说 希望你记住你自己刚才说的话 我把这房子钥匙给你 你现在就是这间房子的半个主人了 我将手里的钥匙扔在了茶几上 对她说 我的那些小姐妹直到我怀孕后 她们怕我会去麻烦她们 已经不联系我了 我没想到关键的时候 是你这个弟弟出现在我身边帮我 谢谢你 凤娇姐红着眼圈 一脸感动的对我说 好了 别说这些客气的话了 咱们俩可是有着血缘关系 你是我姐 帮你也是应该的 你就在我这儿安心的住吧 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就给我打电话 我对凤娇姐说完这话 就从兜里掏出三百块钱 扔到茶几上 我兜里就这么多钱 你先拿着用 以后用钱的地方多 别再像以前那样 花钱大手大脚的了 我指着桌子上的那三百块钱 对凤娇姐说 她沉默地对我点点头 没说什么 我还有事啊 就先走了 你有什么事的话 给我打电话 我对凤娇姐说完这话 站起身子就向外走去 凤娇姐也站起来 将我送到了楼下 我这么帮凤娇姐 也是在报答我二叔的恩情 我记得我上高中那一年 学费不够 奶奶跟邻居们借 邻居们都没钱借给我奶奶 于是奶奶就找到了二叔 最后二叔背着我二婶 拿出钱帮我 把学费交了上去 要不是我二叔的话 我现在可能已经辍学在家了 做人不管到了什么地步 哪怕你穷得什么都没有 或者身价千万上亿 你都不能忘记 当初帮过你的那些恩人 我身上的现金就三百二十块 给了凤娇姐三百 我就剩下零头二十块了 我坐上公交车 就往八十八号胡同赶去 最近这段时间 我花钱有点大手大脚了 我现在必须省着点花 既然我收留了凤娇姐 那凤娇姐肚子里的孩子 我也要管 以后孩子出生 需要钱的地方会更多 我不为她考虑 也得为孩子考虑 一想到这儿 我就浑身乏累 当我来到医道堂的时候 我看到医道堂的门是紧锁的 也不知道我师父他老人家去了哪里 我只好转身 向何师叔的红扇堂走去 何师叔 医道堂的门是锁着的 我师父他早上几点走的 我推开红扇堂的门 向坐在椅子上的何师叔吻了过去 医道堂已经锁门两天了 我也有两天没见到你师父了 他可能是出远门了吧 何师叔抬起头望着我说 哦 我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 我对何师叔说完这话 掏出手机给我师父打了过去 电话那头响了三声 就被师父接听了 师父 您现在在哪 我担忧地在电话里问向师父 我现在在火车上 马上就到地地了 你小子有什么事吗 师父在电话里问我 哦 没事 我现在啊 在何师叔这儿 何师叔说他两天没见到你了 我不放心 给您打个电话 我笑着对师父说 我带着樊青到SY拜访我一个朋友 哎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要下火车了 等我回去再跟你说吧 师父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挂掉了 你师父他上哪儿去了 何师叔见我放下手里的电话 他也是一脸担忧地问向我 我看得出来 他也有点不放心我师父 哦 我师父说他去SY拜访一个朋友去了 他马上就下火车了 等会儿就会回来 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 何师叔他彻底地放心了 大约到了十点钟 樊青跟师父没回来 游职培倒是先来了 他提着大包小包的水果 来到了何师叔的红山堂 哎呀 二哥 你也在啊 游职培望着坐在沙发上的 我笑着说 你这小子 大中午过来 是准备蹭饭的吧 我笑着望着游职培说 二哥 还是你了解我 游职培放下手里的水果笑着说 跟你小子说多少遍了 来我这儿什么都不要拿 你怎么就不听话呢 何师叔没好气地 数落着游职培 他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学生 花钱都要从家长手里要 看着我们花钱 他有些心疼 哎呀 其实这些也没花多少钱 只是徒弟的一点小心意 来师傅这儿 总不能两手空空吧 游职培腼腆地对何师叔说 啊 你现在是个学生 你花钱要跟父母要 等你将来自己赚钱了 你再给我买吧 师傅拉着个脸子 对游职培说 那好吧 我以后再也不买了 等我赚钱了 我再给您买 游职培点头对何师叔答应了 游职培也是打心里喜欢何师叔 哎呀 你们俩在这坐着啊 我到市场买菜去 留守 你师傅要是回来的话 你跟你师傅说 中午到我这来吃饭 何师叔站起身子 对我嘱咐的 哎 好了 何师叔 我走了 何师叔说完这话 推开红扇堂的门 就向外走去 最近这段时间里 一切过得还算顺等 自从那个百年女师下葬后 她的鬼魂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再就是我与那只狐妖的恩怨 也都化解了 以后也不用担忧那个狐妖 再来找我报仇了 哎 老大最近心情不错 看样子 他应该从佳琪姐的事件中走出来了 游职培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对我说 哪有那么容易走出来啊 你跟曾陆玩游戏的时候 老大呀 总是偷摸的翻出佳琪姐的相片看 我叹了一口气 对游职培说 哎呀 这年头好人不偿命啊 游职培感叹道 我跟游职培我们俩闲聊没几句 一个年约四十岁的妇女 推开红扇堂的门走了进来 这个妇女戏高个儿 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 将她的脸挡住了三分之一 脖子上挂着一条小拇指粗的项链 手腕上戴着一对价值不菲的翡翠玉琢 手里拿着一款限量版的LV手提包 一看她穿着打扮 就知道她是个土豪 您好请随便坐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对那个刚走进红扇堂的妇女说 那个妇女点点头坐在了我们对面的沙发上 请问你有什么麻烦事需要我们帮忙处理吗 我开口热情的对那个妇女说 何师叔她不在 我得帮她把这个女客户挽留住 油脂培那小子就闲扯淡性 像这样正儿八经的事指望不上她 我确实有点麻烦时找你们帮忙 我老公她好像在外面有外遇了 我想请你们去调查我老公 把那小三揪出来 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个妇女咬着牙一脸愤恨的说 阿姨 我们这是道堂 不是侦探社 我想你是找错地方了吗 油脂培在一旁插了一句 可是我一个朋友说了 这里有个何师傅他很厉害 我朋友家的孩子走失两天 就是这个何师傅帮忙找到的 所以我想求这个何师傅帮我这个忙 坐在我们对面那个土豪妇女 对我和油脂培说 我何师傅他出去买菜了 你要是不着急的话 就坐在这儿等一下 你要是着急的话呢 就留个电话给我 等我何师傅回来 我让他给您打电话 我望着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妇女说 那我还是留个电话吧 要是何师傅愿意接我这个活 就让他给我打电话 那个妇女说完这话 就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了一张纸条上 递给了我 然后站起身就离开了 我觉得我师傅他根本就不能接其他的话 你都多余让他留下电话号 油脂培对我说 事情也如油脂培说的那样 何师傅回来后 我将那妇女对我说的话 对何师傅说了一遍 然后把那个写有妇女电话号的纸条 给了何师傅 何师傅看都没看 就将那张纸条扔在了地上上楼做饭了 我将何师傅扔在地上那张纸条捡起来 准备扔进垃圾桶里 当我刚要把手里那张纸条扔进垃圾桶时 我又将手缩了回来 现在我手里只有一万多块钱 这点钱我自己省点花还算够 可我现在要养活凤娇姐以及那没出生的孩子的话 那就差远了 我得需要很多的钱 师傅 小师姑 他们虽然有钱 但是我又不能开口跟他们要 毕竟他们不欠我什么 所以我得自己去赚钱 于是我将那个妇女写给何师傅的电话号 揣进了自己的兜里 大约到了中午十一点半 师傅带着凡青回来了 他们俩有说有笑的将一道堂的门打开 走了进去 我推开红扇堂的门 就向对面的一道堂跑了过去 师傅 何师傅让您中午去他那吃饭 我紧跟在师傅的身后 对师傅大声的说 哎哟 你小子吓我一跳 你说话声音能不能小点 我又不是耳聋 师傅回过身 拍着自己的胸口 没好气的对我说 留手 你也把我给吓到了 凡青也是拍着胸口对我说 不好意思 刚刚看见你们俩有点激动 说话的语气都游得高了三分 我一脸尴尬的对师傅还有凡青说 凡青 你跟留守你们先去和老四那 我上楼换身衣服就过去 师傅说完这话就往二楼走去 走吧 我们到何师傅呢 我带着凡青就向对面的红扇堂走去 过了大约十多分钟 师傅他换了一身衣服 还拿上了两瓶上等的五粮液 就来到了红扇堂 江士博好 游直培看到我师傅走进来 他从沙发上站起来 很有礼貌的跟师傅问着好 你小子赶紧坐下吧 都是一家人 没有必要这么客气 师傅一脸微笑地摆着手 对游直培说 哎呀 来就来呗 拿什么东西 酒 我这里有 何师叔端着两盘菜 从楼上走下来 对师傅笑着说 别人送我的两瓶五粮液 不喝放在那也是浪费 师傅将手里的五粮液放在桌子上 笑着对何师叔说 哎呀 刚刚我给小师妹打电话 叫他来吃饭 他说他在外地回不来了 何师叔将手里的菜 放到桌子上 对师傅说 哼 他不回来 那我们几个人吃 师傅不客气地坐在凳子上 笑着说 看到何师叔跟师傅 这么和谐地相处 我这心里也是为他们俩高兴 他们二十年的恩怨也该化解了 中午这顿饭 何师叔做得很丰盛 鸡鸭鱼肉海鲜全都有 我们四个人没吃多少 几乎全让樊青自己给吃了 他吃得满嘴都是有 师傅跟何师叔他们俩一人喝了一瓶五粮液 留手啊 你小子是不是有心事啊 师傅见我吃饭的时候不说话 他一脸疑惑地问向我 没有 我没有心事 我抬起头摆着手对我师傅说 其实我刚刚吃饭的时候 一直在想着 到底要不要接那个抓小三的活 师傅他老人家看出来我有心事 他见我不愿意多说他也没有再多问下去 中午吃完饭后我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就离开了 我走出八十八号胡同掏出那张写着电话号的纸条看了一眼就把电话打了过去 喂 您好 听问您是 电话里响起那个妇女的声音 您好 我是红扇堂那个何师傅的师职 我想找您谈谈您今天说的那件事 我在电话里对那个妇女说 可以 这件事咱还是面谈比较好 你打车来一家六尾路红浪漫咖啡厅 我在那等你 那个妇女说完话后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我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便往那个红浪漫咖啡厅赶去 当我推开红浪漫咖啡厅的门的时候 我看见之前来红扇堂那个妇女就坐在靠北面窗户边的一个位置上 这间咖啡厅的生意不是那么好 除了那个妇女就再没有别的客人了 我静止地向那个妇女走了过去 坐在了她对面的椅子上 您好 我和师叔他没时间处理您的事 他把您的事交给我处理 如果肯用我的话 咱们就继续往下谈 您要是不肯用我的话 我现在就离开 我望着坐在我对面那个妇女说 那个妇女望着我没说话 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谈谈吧 那个妇女开口对我说 我点头答应 于是那个妇女就开始讲了起来 这个妇女姓黄 她的先生姓范 他们两口子刚结婚的时候 家里很穷 都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了 后来这两口子四处借钱 开了一家澡堂子 澡堂的买卖是越做越火 来洗澡的人完全可以用 络绎不绝这个成语来形容 后来两口子又开了一家洗浴中心 买卖还是那么火爆 这些年来 他们两口子在市里 开了三家洗浴中心 一家美容院 还有一个大型的连锁宾馆 家里的存款也达到了几千万 黄女士的老公范先生 最近很少在家过夜 而且电话还经常处于关机状态 所以黄女士就怀疑她老公 在外面有小三了 小兄弟 如果你能帮我把那小三揪出来 我愿意拿出四万块来谢你 如果我老公他是清白的 是我冤枉我老公的话 我愿意拿出两万块钱来谢你 如果这件事你没办妥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 黄女士继续对我说 好的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我点了一下头 对黄女士说 和黄女士互加了微信号 又留了电话号 就各自的离开了洪浪漫咖啡厅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黄女士通过微信 将范先生的相片 还有一些信息 全都发给了我 信息有范先生的电话 和范先生经常去的地方 以及范先生的车牌号等等 走出洪浪漫咖啡厅后 我有点后悔接了这个活 我觉得这件事 我根本就做不来 也没有时间去做 还是算了吧 反正也没钱合同 就算我不干黄女士的活 我也不用拿违约金 我对自己嘟囔着 就不再想了 原本我打算是想回学校的 结果我在半路就下车了 我打算去银行取点钱 到商场买几件 廉价的外套裤子穿 马上就到四月了 天气也越来越暖和 我总不能一直穿着棉服吧 走在步行街上 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那就是黄女士的老公范先生 范先生夹着包 站在步行街右侧 阿迪达斯店门口 四处张望着 他不时地看着手腕上的手表 也不知道他在等什么人 我拿出手机 就拍了一张范先生的相片 通过微信发给了黄女士 小伙子 你还真是厉害 这么快就让你找到他了 麻烦你跟紧他 黄女士立即发过一条微信消息给我 后面还带着一千元的转账 这一千块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接黄女士的转账 而是发了一条信息 问向黄女士 这一千块钱是给你的活动经费 不包含在你的报酬里面 看到黄女士这么说 我将那一千块钱 不客气地给收下了 我心想这个黄女士还真是大方啊 希望老天保佑 我一会儿就揪出那个小三 要是这样的话 四万块今天就到手了 我 我这么做 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 我自言自语地说 我仔细地想了想 这也没什么 帮那个黄女士抓小三 也是维护他们家庭的和睦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应该从一而终 哎 你说什么趣的呀 就在这个时候 沈月从背后拍了我肩膀一下 问我 哎呀 沈月 你吓我一跳 我转过头望着沈月没好气地说 跟在沈月旁边的 还有一个挺胖的女孩 应该是沈月的同学 刘首师兄 你胆子不是挺大的吗 什么时候变这么小 沈月像个大家闺秀 捂着嘴笑着对我说 哎 刚刚我正在想试 你这突然一下子 我能不害怕吗 我对沈月说完这话 就向黄女士的老公忘了过去 结果 那个范先生 他不见了 刘首师兄 你在这干嘛呢 沈月继续问向我 沈月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还有事 咱们回头聊 我对沈月说完这话 还没等他回话 我就急匆匆地离开了 一个好机会 就这样被我错过了 这个沈月 也真会赶个时间出现 我对他也是够了 沈月 一般的男人 看见你都会忍不住 多看你一眼 甚至想亲近亲近你 可是那个留守师兄 看见你 却有点无动于衷 他是不是一个同性恋呀 站在沈月旁边 那个胖女孩 向身边的沈月问过去 这一句话 如果让我听见的话 我肯定会当面 说他全家都是同性恋 他是不是同性恋 我不知道 但他跟别的男人 就是有些与众不同 他早晚有一天 是我的 沈月说这话的时候 他舌头不由地 舔了一下上嘴唇 我漫无目的地 在步行街寻找着 那个范先生 什么肯德基 麦当劳 毕圣课 快餐店 等等等等 我全都去了 还是没能找到 那个范先生的下落 此时 我的心情 有那么点小失落 我在肯德基店 坐着喝可乐的时候 黄涛的电话 打了过来 喂 老大 老二 你现在在哪 黄涛在电话里 焦急地问我 我现在在步行街的 肯德基店里呢 我如实地对黄涛说 你在那坐着等我 我马上过去接你 黄涛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则是一脸茫然地 看着我手里的电话 黄涛这么急着找我 也不知道是有什么事 过了大约十分钟左右 黄涛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 他让我到步行街右面 出口找他 当我走出肯德基店门口的时候 我发现了那个范先生 在范先生身边 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 挽着范先生的胳膊 她应该就是黄女士 怀疑的那个小三 于是我掏出手机 对着范先生 还有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 拍了一张相片 就发给了黄女士 这一张相片 应该能够判 那个范先生的刑了 接下来 我就坐等着黄女士 给我钱了 四万块钱 得来的还真是不费功夫 我把相片发给黄女士后 就把手机揣进兜里 急冲冲的向步行街 右面出口走去 当我走到步行街 右面出口的时候 一辆黑色奔驰SUV 冲着我按了两下喇叭 望向那辆奔驰的时候 黄涛在车里向我招手 于是我拉开车门 就钻了进去 老大 你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坐在副驾驶上问黄涛 我爸在市领南郊区 买了一块地皮 准备盖别墅 今天挖掘作业 挖地基的时候 挖出六具 用烂草席裹着的尸体 六具尸体啊 全都为女性 每具尸体的胸口上 都贴有一道 黄色绸布画的符咒 这方面你是行家 所以我才着急 找你过去看看 黄涛一脸严肃的 对我说 听到黄涛的讲述后 我觉得这件事 有点诡异 我脑子里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僵尸 那你们报警了吗 我妄想黄涛 应该是报了 毕竟时空现场 有很多人都看到了 黄涛对我说 尸体上的符咒 接下来了吗 我继续问他 没有 我临走的时候 嘱咐过他们 不要接尸体上的符咒 黄涛一边开着车 一边摇着头 对我说 一切 只有到了现场才知道 我点着头 对黄涛说 黄涛点点头 再也没说什么 而是集中精神 开着车 向前行驶着 我无聊地拿出电话 翻看着我给黄女士 发的那张 范先生与年轻女子 在一起的相片 结果我发现 相片里只有范先生 而没有 那个年轻的女子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的心咯噔地跳了一下 这也太诡异了 老二 你怎么一脸惊慌失措的表情 黄涛转过头 看了我一眼 我没事 我抬起头 挤出一丝微笑 对黄涛说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尽管跟我说 钱的方面都不是问题 有什么事 别自己扛着 那样会让你很累的 黄涛大方地对我说 黄涛这一句话 对我说了很多遍 我要是有困难 一定会跟你说的 我笑着对黄涛说 哎呀 老二啊 原本你跟江薇薇的事 我不想管的 可是我有点忍不住 江薇薇这个姑娘 真的很不错 家庭条件好 性格也好 而且还是个正经的好姑娘 最关键的是 人家对你还有点意思 你小子啊 要钱没钱 要长相没长相 人家江薇薇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如果你跟江薇薇走到一起的话 你最起码可以少奋斗二十年 我希望你认真地考虑考虑这件事 黄涛一脸慎重地对我说 我心里知道 黄涛他说这话是为了我好 老大 咱们相处将近两年了 你应该比谁都了解我 我的家庭条件 导致我这个人的性格内向 还有一点自卑 我真不想别人在背后说 我是为了江薇薇家的钱 才跟他在一起的 这是其中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现在没有时间谈恋爱 也没有那个资本谈恋爱 我想在大学四年里 好好地拼搏一把 让知识改变我自己的命运 我一脸认真的对老大说 哎呀 现在是一个拼爹的社会 有一个有钱的爹 你可以少奋斗一辈子 即使你在这四年里 努力的拼搏也没有多大用 你毕业下来 也仅仅是一名教师 要是你家庭背景好的话 你可能会被分配到重点高中 或者好一点的中学去当老师 如果你家什么背景都没有的话 你最终只会被分配到 偏远的农村小学当老师 值得庆幸的是 我有一个有钱的爹 而你什么都没有 黄涛说的这番话虽然难听 但也是事实 我只是对他苦笑了一下 什么都没说 老二啊 我对你说这番话 不是向你炫耀我家有钱 我只是让你看清 这个社会有多么的现实 当然了 我也肯定不会让你到 偏远的农村小学当老师 等你毕业以后 就跟着我混 我保证让你在三年内 有车有房有存款 我黄涛说到哪儿 黄涛向我承诺 谢谢你了老大 我望向黄涛一脸感激的说 其实啊 我心里也想过这件事 如果我能分配到一个好点的学校的话 我就去当老师 事情如果像黄涛说的那样 我被分配到偏远农村当老师的话 那我就去跟黄涛混 毕竟我思想觉悟还没高到去偏远农村当老师 无私奉献的地步 过了大约十多分钟 黄涛开车带我来到了南郊区的一个施工现场 施工现场一个较矮的土坡上围满了人 有工地人 有当地看热闹的人 还有警察 以及穿着白大褂的法衣 当我走进那个土坡的时候 我看到了穿白大褂的那个法衣 正是我熟悉的那个驴法衣 哎哟 小伙子 你来了 驴法衣看见我 客气的打着招呼 啊 我笑着对驴法衣点了一下头 算是打招呼 今天出警的是刑警队的张队长 也是张局长的表弟 之前我们见过面 哎哟 小伙子 你还认识我吗 刑警队的张队长走到我面前 笑着对我说 当然记得了 您是张队长 我点着头笑着说 哎 你快看看 这里是什么情况 张队长指着他身后对我说 被挖出来的那六具尸体 被警察用白布给盖上了 哎 尸体的死亡时间应该在一百年前 尸体也保存得很好 除了一具女尸的腿部有些腐烂 其余那些女尸啊 没有一具腐烂的 刚刚我们已经打电话给文物局了 让他们过来看看 这六具尸体有没有考古的价值 如果没有的话 就拉到火灶场火候 吕法衣在一旁插了一句对我说 我没有说话 而是走向前蹲下身子 将地上盖着尸体的白布掀开 我所见到的这具女尸 看其年龄应该在二十一二岁 穿着一身破着洞的碎花旗袍 她的脸是青色的 嘴唇和眼圈是黑色的 这一具女尸眉头紧皱 死的时候应该很痛苦 我望向她胸口的时候 我看到了黄涛所说的 那道用黄绸布画的符咒 黄绸布画的符咒 是被缝在那六具女尸的衣服上的 我能感受到那道黄绸符咒 上面蕴含着我们道家珍奇 黄绸布上所画的咒语 我没见过 俘虏大全上也没有记载 我可以肯定的是 这道符咒它不是镇尸服 我有些好奇 百年之前的尸体 被破草席包裹着身子 埋在这个小土坡上 为什么尸体没有符了 驴法医 你能给我一副手套吗 我抬起眼望向驴法医 哎哟 当然可以了 驴法医很痛快地 就拿出了一副 一次性的白色胶皮手套递给了我 我戴上手套 就将我身前那具女尸的嘴巴 小心翼翼地扒开 虽然我可以肯定 女尸身上的符咒 不是镇尸服 但我不能保证这女尸 她不是僵尸 我扒开她的嘴 检查了一下 没有发现僵尸特有的僵尸牙 为了确保安全 我每具尸体都检查了一遍 这六具尸体死亡的年龄 在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六岁之间 他们的嘴里都没有僵尸特有的僵尸牙 所以我能确定这六具女尸不是僵尸 哎 老二 这是什么情况 黄涛上前一步 眉头紧锁地问向我 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我得打个电话 问问我师父 我对黄涛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打给了我师父 啊 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 师父接听我的电话 不耐烦地问我 我想啊 师父他一定是在斗地主 师父 我的那个同学黄涛 您还记得吗 我在电话里对师父说 我又不是老年痴呆 我当然记得了 有事说事 没事挂了 我斗地主呢 没时间跟你扯淡 师父在电话里 没好气地对我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我师父 他应该是疏斗了 啊 是这样的 我同学家黄涛的工地里 挖出来六具女尸 这六具女尸死亡的时候 年龄在十七八岁 到二十五六岁之间 从他们身上的穿着打扮看 他们应该死了一百多年了 除了一具尸体的腿部 有些腐烂 其余的那五具女尸 没有一丝腐烂 每具女尸的胸口上 还贴有一道 黄绸布画的符筹 我对师父 简单地叙述道 嗯 他胸口上贴的是 镇尸符的话 那你赶紧让你同学 买两桶汽油 交到尸体上立即活化 师父在电话里 对我嘱咐道 师父 他们胸口上的符筹 不是镇尸符 符筹大全上也没有记载 具体是什么符筹 我也不清楚 我扒开那六具尸体的嘴 看了一下 他们嘴里也没有僵尸牙 他们应该不是僵尸 我不明白 所以就打电话问您了 我对师父描述着 嗯 你把地址告诉我 我现在过去看看 师父在电话里问我 哦 这里是南郊区 您打着车 沿着江边走 大约十分钟就能看到 现场有挖掘机 还有很多围观的群状 我在电话里 向师父描述着地址 嗯 我马上就赶过去 千万不要让其他人接触尸体 更不要接他们胸口上的符筹 师父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挂断 往这里赶了 老大 这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师父他老人家很快就过来了 他应该懂 我对身边的黄涛说 哎呀 麻烦你了老二 黄涛客气地对我说 咱们兄弟之间 没必要这么客气 哎呀 死了一百年的尸体啊 即便是被人杀害的 那凶手也都已经死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带着兄弟们撤了 刑警队的张队长 说完这话 就组织手下撤走 吕哥 我们回去吧 张队长走到吕法医的面前问 哎 你们回去吧 我留在这看会儿 吕法医一脸严肃地对张队长说 吕法医跟常人一样 也有一颗好奇的心 他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 所以他想留下来 等我师父来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自从吕法医接触我师父以后 他相信了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 是科学无法解释的 他也从无神主义者 变成了相信这世间 是有牛鬼蛇神存在的人 过了大约半个小时 我师父的老人家穿着一身道袍 头戴一顶混圆帽 手提着他那口老实皮箱 出现在我的面前 留手 把白布都掀开看看 师父走到我身边 指着地上盖白布的六具尸体 对我说 好的师父 我对师父应了一身口 就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 全部掀开 师父皱着眉头 看着那六具女尸胸口的符咒 没有说话 师父 您看他们胸口上的符咒 是什么符啊 我只知道六具女尸胸口上的符咒 问向师父 这符咒 名为镇魂符 人死了以后 魂魄不会立即从体内分离出来 只要将这镇魂符贴在刚死的人身上 可以压制住死者的魂魄 从他的体内分离出去 按理说人死了 就应该让魂魄正常的离开体内 得到解脱 让魂魄进入六道 转世投胎 镇魂符一般都是 使在正常人的身上 安抚心魂不宁之人 看着六具尸体上的镇魂符 应该不是正派人所为 应该是有意压着 这六具尸体的魂魄 不让他们出来 师父眯着眼睛 盯着六具女尸身上的镇魂符 对我解释道 师父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一脸不解的问向师父 我们道家人有着助人为乐的秉性 既然这件事让我们遇见了 那我们就不会袖手旁观 你上前将他们胸口处的镇魂符借下来 他们的魂魄就得到解脱了 师父指着六具女尸身上的镇魂符 对我说 好的 我对师父点了一下头 就向那六具女尸走了过去 师父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反正他老人家不会害我 我走到那六具女尸的身边 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的 将他们胸口处的镇魂符 接了下来 当我接掉他们胸口的符咒时 他们的尸体 先是散发着白色的雾气 不到两分钟 那六具尸体 瞬间变成了六具干尸 周围的人看得是目瞪口袋 包括我 黄涛 法医老吕 师父 则是表现得很淡定 尸体在哪里 在哪里 就在六具女尸 刚变成干尸 文物局的人来了 来的这个人 我也见过 他就是在我们学校后面 挖掘徐达木的刘教授 刘教授看到我和师父 瞬间愣住了 哎呦 上次的事啊 多谢你们了 刘教授走到我面前 拱着手 对我和师父道谢 不必谢 那件事 是我们应该做的 师父一脸微笑的 对刘教授说 刘教授 那六具尸体就在那 只是普通百年的老师 并没有什么考古价值 我指着地上的六具干尸 对刘教授说 刘教授顺着我指的方向 向那六具干尸看了过去 哎呀 这确实没什么考古价值 可以进行祸化处理 看来是白跑一趟了 哎 我还有事要去忙 我先走了啊 刘教授扔下这么一句话 就离开了 他是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哎呀 江道掌啊 这尸体的水分 怎么蒸发的这么快啊 不到两分钟 就变成了干尸啊 吕法医走到师父的身边 向师父询问道 我只知道 这个在情理之中 但是让我解释的话 我真的是解释不明白啊 师父摇着头 对吕法医说 吕法医听师父这么说 再没问什么 而是一脸疑惑的 望着地上的那六具尸体 真是的 屁大点的事 也叫我过来 师父他老人家 没好气的 对我说完这话 就向路边走去 我站在原地 感到有些尴尬 六少 你师父他姓啥来着 黄涛摸着后脑勺问我 我师父 他姓江 我对黄涛说 哎 江叔 这个地方不好打车 我开车送您回去吧 黄涛迈着大步 追上我师父恭敬的说 而我也是紧紧的 跟在黄涛的身后 嗯 好吧 谢谢你了 小伙子 师父转头 夸奖着黄涛 哎呦 江叔 您说这话就太客气了 要说谢谢的 应该是我 黄涛陪着一副笑脸 对师父说 师父则是笑着点点头 没再说什么 于是黄涛载着我 还有师父 向八十八号 胡同赶去 江叔 刚才您去的那个地方 是我们家开发的 您觉得 那地方风水怎么样啊 黄涛一边开着车 一边问向师父 从我们道家风水艺术上看 嗯 你们家开发那块地方 属于上家的财运之地 门前靠江 有着神龙飞天 飞黄腾达之意 水又代表着财 门前长流水 寓意着财源滚滚来 如果门前有一滩死水的话 那就等着破财吧 师父扶了一下胡须 不由的对黄涛多说两句 师父啊 这也就是看黄涛顺眼 才跟他说 他要是看黄涛不顺眼的话 他一句都不会说 我太了解我师父了 哎 我爸买那块地的时候 找了个算命先生看过 算命先生说那里的位置不错 我爸就买了 江叔 你也是个高人 黄涛对师父奉称着 哦 哈哈 那 那个算命先生 还看出点别的没 我师父笑着问向黄涛 那个算命先生就说那块地好 然后我爸就买了 其他的没说呀 黄涛摇着头对师父说 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今天挖出六具尸体的那个小土坡呀 在百年前应该是一片乱葬岗 接下来的几天里你们可能会挖到不少死人骨头 师父接着对黄涛说 黄涛听到这儿的时候有些心慌 慢慢地把车靠在路边停了下来 江叔 那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黄涛一脸惊恐地望向师父 黄涛听到自己家买的一块地在乱葬岗上 心里有些不得劲 嗯 也不会出什么大事 顶多就是个闹鬼 师父一脸平淡地对黄涛说 在师父眼里 这件事很平淡 但在黄涛眼里这可是件大事 一个闹鬼的小区 谁会去那买房子 开发一个小区 几千万 甚至上亿 一旦没有入住的话 那钱可就打水漂了 江叔 麻烦您在这儿等会儿 我给我爸叫来跟您谈谈吧 黄涛皱着眉头对我师父说 嗯 好吧 正好我现在很闲 师父点头答应 于是黄涛推开车门走下去 掏出电话就给他爸打了过去 爸 你在哪儿 黄涛沉重地在电话里问他爸 平时跟我们相处跟孩子似的 但是黄涛办起正事来 却显得十分的成熟稳重 我这里有点事 你马上过来一趟 黄涛用命令的口吻对他老爸说 我不管你手上有多大的事情 你必须放下来过来一趟 这里有很重要的事等你解决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在江边断桥处 给你十分钟时间 黄涛说完这话就把电话给挂了 嗯 这小子可不是一般人呢 他身上的财气还有官器很重 他要是生在古代 一定是个王侯将相 师父眯着眼睛打量着黄涛 难难的说 诶 师父 那您打量打量我 您看我身上有没有财命和官命啊 我一本正经的问向师父 哼 你小子就一个吃屎的命 师父转过头 没好气的看了我一眼 听了师父的话 我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这也就是我师父敢这么说我 这要是换成别人这么说我的话 我肯定会打他个满脸桃花开 师父 您这么说话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一脸汗颜的对师父说 哎哟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你现在很有钱吗 师父瞪着两个眼珠子问我 哎 对 您说什么都对 我叹了一口气 无奈的对师父说 黄涛上了车以后 就开始询问我师父 一些关于风水上的问题 我师父则是耐着性子 一一的对黄涛解答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我师父他老人家性格这么好 他可从来没耐心这么对我 听他们俩说话 我也增长了不少风水知识 中国人对阴宅和阳宅的风水 看得很重 尤其对阴宅更加重视 阳宅要看风水 阴宅也要讲究风水 古人认为将祖先安葬在绝佳的风水 福地必能带给子孙后代吉祥如意 反之如果风水不好 后人轻则诸史不顺 重则厄运不断 家庭破裂 阳宅与阴宅风水 各影响人比例 为三比七 死者下葬后 真气会与学气结合 形成生气 通过阴阳交流程的途径 在冥冥中有影响左右在世亲人的气 阴阳两气呼出来就成为风 升上天就成为云 降下来就成了雨 在地下流行的就成为生气 生气在地下流行 生发时就能养育万物 人是腹经母血的结合体 所以也是阴阳两气的结晶体 每个活着的人都有阴阳两气 死后肉体消失 阴阳两气却没有消失 活着的人 气凝聚在骨 人死骨未灭 所以人死气还活 所以下葬者要找一个有生气的阴宅 让生气和不死的阴阳两气相结合 来保护在世亲人 这些都是师父刚刚所说的 银宅风水 讲究大自然的格局配合 讲究成龙之气 以龙行气脉的聚焦点为学 配得俯首 昭暗以及山水之护兰 而得天地之灵气 任何一点均非造作而可得 均为天地自然生成之物 龙山向水之配合绝妙 就需要地师具有高深的礼器知识 一度之差 满盘皆非 何天时 何地运 何山水 而方能做出富贵之音宅 最后 就是以天地人三者之配合 则以吉祥之客 方能做到尽善尽美 银葬某发 甚至三元不败富贵永久 你家 应该是从你爸开始发家的 那样看来 你爷爷的坟地 应该埋在一个富贵龙穴之地 师父滔滔不绝地 对黄涛说 我爷爷的坟地 是我二爷爷采的学 听我爸说 我二爷爷是个风水先生 懂点一经八卦 和看阴阳两宅风水 之前我还不相信这些呢 今天听您老说的这番话 我是信了 黄涛一脸佩服地对师父说 师父 您能不能帮我采个富贵龙穴之地 我会把我爷爷牵出来 安葬在富贵龙穴之地 要是我以后有了钱 我一定好吃好喝地供着你 不会忘记你 我挺起身子 一脸激动地跟师父说 师父呢 他没好气地 甩给我一个大白眼 给人采鹰宅 可不是个好活啊 采到富贵龙穴或者帝王穴 是要遭受天前的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你那二爷爷 给你爷爷采完穴 不出三年必死 师父望着黄涛 哎呦 江叔 您还真是厉害 就在我爷爷下葬后的两天 我二爷爷遭车祸 被撞成了植物人 二爷爷在家躺了两年半后就去世了 黄涛点着头对师父说 黄涛现在是越来越佩服我师父了 他觉得我师父的老人家就是一神人 更特别的是啊 就算找到好的学位 由于圆运和年命的关系 找到了还不一定马上就能用 可能还要等上十年 甚至几十年以后 才能使用的也不一定 本来少之又少的龙真穴呀 这样下来的话就更少了 很多人都不懂得这个道理 以为风水宝地有的是 试问啊 如果到处都有富贵龙穴的话 那岂不人人富贵了 现实告诉我们 真龙真穴只会越来越少 而且这个是无法再生的 是用一个少一个 师父接着对我们说 听了师父的这些话后 我和黄涛一下子懂了不少 之前我们寝室的四个人 都是无神主义者 我们只相信科学 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而现在的我们都变成了小神棍 毕竟有些事情是我们亲身经历过 也不得不相信 过了大约十分钟左右 黄涛的爸爸开着一辆劳斯莱斯 停在了黄涛的车前 黄涛父亲满头大汗地下了车 钻进我们的车里 小兔崽子 我刚刚在陪咱们市长谈城市规划 你把我急匆匆地叫到这儿 有什么事 黄涛父亲上了我们的车 拉着个脸子问向黄涛 黄涛父亲跟黄涛啊 长得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 他们俩唯一有差别的地方就是个头 黄涛父亲个子在一米七左右 而黄涛的个子将近一米九 爸 今天南郊区那块地里挖出来六具尸体 而且每具尸体的胸口都有一道符肘 那六具尸体为百年女尸 而且还没腐烂 黄涛将今天的事完完整整地讲给了他的父亲听 包括我师父之前跟黄涛说的话 黄涛也全部告诉了他父亲了 哎哟 哎哟 我知道这位先生该怎么称呼啊 黄涛的父亲恭敬地问向师父 嗯 在下姓江 你可以称呼我为江先生 或者是江道长 师父笑着对黄涛的父亲说 哎呀 江先生 你说我们家买的那块地之前是一片乱葬岗 我在那里建小区的话会闹鬼 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呀 黄涛的父亲一脸慎重地问向师父 凡是做房地产这行的商人好像都很迷信 解决办法是有啊 但是很麻烦 师父皱着眉头对黄涛的父亲说 哎哟 江先生 什么解决办法 您说来我听听 黄涛父亲对这件事很重视 刚刚听到黄涛的叙述 他心里也是一惊 那地方百年前是一片乱葬岗 埋在那里的除了穷苦老百姓 就是一些冤死之人 你得想办法将他们安抚好才行 现在我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将他们的尸骨挖出来 迁到别的地方 然后再开谈做法 将他们的鬼魂之躯引到新的阴宅就可以了 师父细心的对黄涛的父亲讲述着 哎呀 江先生 我就是一个生意人 虽然不懂这些 但是我相信你说的话 这件事您来帮我办吧 只要您帮我办妥这件事 我愿意拿出一百万来筹谢你 黄涛的父亲开口就是一百万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大方 这件事我可以帮你解决 钱 我一分不要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师父说这话的时候 向我望了过来 哎 江先生 你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而且不违背我的原则 什么要求都行 黄涛的父亲望着我师父 一脸严肃的说 我的要求就是啊 如果我这徒弟将来过得很落魄 我希望你们能拉他一把 给他一口饭吃 师父转过头望向黄涛的父亲 也是一脸严肃的说 我则是一脸疑惑的望着师父 不明白他这是要干嘛 江叔 这件事就算您不提 我也不会看着我兄弟落魄的 将来 我有吃 有住 就有他吃得住 我黄涛虽然年纪小 但我说话一言九鼎 自马难追 黄涛拍着自己的胸脯 对我师父保证 哎 我儿子今天说的话 就代表我说的 黄涛的父亲 看着自己的儿子 一脸娇 骄傲的对师父说 嗯 那成 就按我说的做 等你们什么时候将那个乱葬岗的尸骨全部清理出来 你们就去我那找我 然后我给你们做处理后续工作 师父认真地回着黄涛还有黄涛父亲的话 我坐在一边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而且我这心里还有点堵的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下午四点半 黄涛将我和师父送到了八十八号胡同就开着车离开了 原本我是想回学校的 可是我还想多陪陪我师父 你小子不回学校 你跟我回来干嘛呀 师父走进一道堂将身上的道袍拖下来问我 师父 黄涛父亲给您一百万 您干嘛不赚 为什么提出那样的要求啊 我一脸不解地问向师父 哎呀 你这小子 没啥本事 脾气还倔强 光靠你学到的知识 很难改变你的命运 我怕我死了以后啊 你小子会饿死 所以我得提前给你找好出路 师父拿起桌子上的茶杯 喝了一口凉茶对我说 不知道为什么师父说完这句话 我特想哭 师父 樊涛他哪儿去了 我打量着一道堂四处 没有发现樊涛的身影 那货 中午在你和师叔那儿吃完饭就没回来 他的心呢 都在有时直送你和师叔的水果上的 今天他要不把那水果吃进肚子里 是不会回来的 师父对我一脸无奈地笑道 听了师父的话 我也是醉了 这时间也不早了 你也早点回去吧 师父对我说完这话 就打开电脑开始斗起了地主 啊 那我走了 师父 我对师父点了一下头后 就想一到堂外走去 原本我想去和师叔那儿坐坐 仔细想想还是算了吧 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去和师叔那儿聊会儿天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了 我还是等下个星期再到和师叔那儿坐吧 我倒了两趟公交车回到了学校 回到寝室 没有看到油脂培和增路 估计这哥俩又去泡网吧了 今天对我来说还真是充实的一天 我躺在床上掏出手机 看着我给黄女士发的最后一张相片 我当时明明看到那个范先生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走在一起 而且还给照了下来 结果相片里只有范先生的身影 没有那个年轻女子的 我觉得这件事很是奇怪 当我仔细的观察相片里的范先生的时候 我发现范先生的眼圈有些发黑 就好像几天没睡好觉似的 此时我怀疑 那个跟范先生在一起的年轻女子 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当然 我对我的这个想法不是很确定 在这相片里 只能看到范先生的眼圈有点黑 如果我站在他面前 用天眼看他印堂发黑的话 那范先生肯定是壮鬼了 同时我也在考虑着 要不要将这件事告诉黄女士 就在我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想要睡着的时候 我们寝室里刮起了阵阵阴风 我躺在床上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夏婉婷 是你吗 我从床上坐起来望着空荡荡的寝室 夏婉婷 别闹了好不好 我知道是你 赶紧出来吧 我见夏婉婷不回我的话 我继续对着空荡荡的寝室喊着 安公 就在这一时 我屋子里传来一句陌生女人的声音 你不是夏婉婷 你是谁 我一脸紧张地从床上站起来 从兜里掏出一张五雷符咒 紧紧地攥在手里 今天多谢恩公大救之恩 就在这一时 一个身穿粉色碎花旗袍的女鬼 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个女鬼细高个 瓜子脸 柳叶弯眉下面长着一双媚眼 高鼻梁 樱桃小嘴的下面 长了一颗美人质 这个女鬼给我的感觉 就是她身上的红尘气很重 我们好像不认识吧 我疑惑地望着这个女鬼 今天若不是恩公将我胸前的一块黄布接掉 恐怕我这辈子都会困在那个躯壳之中无法出来 当女鬼说完这话的时候 我又仔细地打量了她一下 她确实跟今天下午那六具女尸其中一具长得很像 刚刚我还觉得她有几分面熟 举手之劳 何足挂齿 这是我应该做的 你不必谢我 我收起手里的符咒 对我身前那个女鬼说 此时那个女鬼突然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则是一脸纳闷地看着她 不明白刚刚还好的她怎么说哭就哭啊 哎 姑娘 你这是哭什么呀 我上前一步 我是哭我的命好惨 女鬼抽气地对我说 哎 那你倒来我听听 我望着那个女鬼 虽然我这个人不八卦 但是我很喜欢听别人的故事 在我十岁的那年 我的父亲死了 我的母亲扔下我 还有一个三岁弟弟赶嫁 女鬼一边哭泣着 一边给我讲述着 她那可怜的身世 这个女鬼姓邱 叫邱平 十岁那年 她的父亲得了一场重感冒 因为没钱治病 一个月后去世了 她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子 她父亲的去世 是原本不富裕的家庭 变得更是雪上加霜 完全是吃了上顿 没下顿 邱平的母亲 将邱平还有邱平的弟弟哄睡后 就拿着早已经收拾好的包袱 偷偷地走了 后来邱平的姑姑 收养了邱平的弟弟 而邱平则是被她的姑姑 卖到了青楼妓院打杂 毕竟那个年代是一个男尊女卑的年代 人的思想传统老旧 大家认为生个儿子就能给家里添一个劳动力 而生女儿就是给别人家养的 所以那个年代的人根本就不拿女人当人看 那个年代 穷人家生出来的女儿不是送到富人家当丫鬟 就是给地主家孩子做铜养席 稍微大点的长得俊俏的女孩 则是给地主当小妾 还有不少女孩像邱平这样被卖到妓院里 到了十二岁那年 我开始接客 我姑姑她两块大洋 把我卖到了妓院 而我第一次接活给我们妓院劳宝 赚了二十块大洋 我还白白给她干了两年的活 十岁到十二岁 我一天只吃一碗西饭 一个馒头 对于增长身体的我来说 这些吃的根本就不够 我经常饿晕 老宝她以为我是在庄园偷懒 而话不说伤来对我就是一顿毒打 最重的一次 我被剧院老宝子打断了一条腿 要不是我们剧院头派的姐姐为我求情的话 老宝那天会把我给打死 我从十二岁接客 一直接到十八岁 遇见一个有钱的地主看上我 并为我赎了身 赎身的代价 就是给人家做小妾 虽然地主的年岁已高 但我也很满足了 只要脱离了妓院 就算是跳出了刀山火海 原本我以为 以后会过着有吃有喝 不被糟蹋的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 就在我二十岁那年 给我熟身的那个地主突然死了 地主还没有下葬 我们家大太太和二太太 他们俩私下偷偷的商议 又将我卖到了剧院 那时候我肚子里还怀着地主三个月的孩子 后来被狠心的老宝 用药给我的孩子打掉了 从那以后 我就落下了饼根 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 我的相腹疼得厉害 浑身直冒冷汗 即便是这样 狠心的老宝还是让我劫刻 直到一年后 我冰死在妓院里 老宝怕我死后的魂魄会缠着他 就找到是用黄绸布画符 缝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的魂魄无法从身体里分离出去 他不仅是这样对我 还同样对待我那些死去的小姐妹 我为机缘赚了很多钱 死后连一副棺材都没有 二兄破草戏将我身子一卷 却扔到了乱葬岗上 当女鬼邱平说到这儿的时候 我内心的愤怒之火 一下子就燃烧了起来 随之我的内心又恢复了瓶颈 看到她 让我想到了 年前被我放走的那个女鬼 苏小曼 他们俩的遭遇差不多 只不过一个是可怜 一个是可恨 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一百年了 想必那个狠心的老宝 已经变成了一堆白骨 就让那一切都烟消云散吧 这个时间也不是你的了 你还是下地府 安心的去投胎吧 希望你来时投到一个好人家 不会再遭受苦难 我叹了一口粗气 对那可怜的女鬼邱平说 我现在能输的就只有这些了 恩公 我不想投胎了 我要留在这个时间 等你百年以后和你结姻亲 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好人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就喜欢上你了 邱平说这话的时候 是低着头的 他有那么一丢丢的羞涩 而我听了邱平的话后 则是一脸蒙圈的表情 不是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 邱平 你还是赶紧下地府投胎 你可别等着我了 我摆着双手哭丧着脸 对邱平说 恩公 你不用说了 咱们就这样定了 外面来人了 等我有时间再来找你 还没等我回复邱平 他的身子化为一道青烟 就从我的寝室里 消失不见了 留下我一脸蒙圈地 坐在床上 我不明白 这女鬼跟我玩的是什么套路 我救她 她反而还赖上我了 一个夏婉婷 让我都有点应付不过来了 这又多了个秋平 我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二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油脂培跟曾璐 从外面走进来 问我 我回来有一段时间了 我面无表情地 对油脂培还有曾璐说 此时我的脑子里 一直在想着 刚刚女鬼邱平 最后对我说的那些话 二哥 你拉着个脸子 露出一副不高兴的表情 谁要欺负你了 曾璐坐在我的身边问我 啊 我有露出一副 不高兴的表情吗 我抬起头 问曾璐 还有油脂培 有 这两个家伙 一同跟我说 啊 我回来的时候 我掉了二十块钱 所以心里有点不高兴 我挤出一丝微笑 对着哥儿俩说 我可不敢跟他们哥儿俩实话实说 他们哥儿俩要是知道 有女鬼看上我 一定会打趣我 我太了解他们两个了 多大个事啊 我给你五十 你别不高兴了 油脂培说完这话 就从兜里掏出钱包 抽出五十扔在了我的床上 油脂培他家 虽然没有黄涛家有钱 但是他也没把钱看得很重 当然我也不是那种见钱眼开之人 我将油脂培扔给我的五十块钱 又扔到了油脂培的床上 油脂培跟曾路这哥儿俩回到寝室 又玩起了游戏 也不知道这个破游戏有什么好玩的 让这哥儿俩这么痴迷 女朋友找上门 他们都不管了 我躺在床上 陷入了纠结之中 我一是想着 要不要跟黄女士说她老公的事 另一个是在想女鬼秋萍的事 如果她以后经常来缠着我的话 我该怎么办 要是让我对她下手的话 我还真做不到 这个时候 我突然想起了夏婉婷 夏婉婷 你在哪儿啊 我都想你了 我在心里轻轻地呼喊着 晚上我饭也没吃 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从早上起来 我就一直没有闲过 忙碌了一整天 让我感到身心疲惫 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前方是一片 伸手不见五指的白雾 我一边用手摸索着 一边向前走着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我眼前的白雾突然消散不见了 映入眼前的是一片坟场 我看到小石姑站在前面 看着一块墓碑 不停地抽气着 我慢慢地走上去 询问着小石姑为什么要哭泣 小石姑没有回我的话 他指着前方树立的一块石碑给我看 我看到石碑上刻着八个大字 毛山道士 江节之墓 当我看到这儿的时候 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了下来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四点 我梦中流出来的泪水 将我的枕头都打湿了一遍 我拿起电话走出寝室 就给师父的老人家打了过去 电话响了大约五六声 才被师父接听 小兔崽子 你要作死啊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师父在电话那头 不耐烦地对我吼着 听到师父说话的声音 我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我的眼泪就落了下来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掉眼泪 小兔崽子 你在那头笑什么呢 师父在电话里听到了我的笑声 没笑什么 就是想您了 给您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 我擦下了眼角处的泪水 对师父说 有问候人大早上四五点打电话的吗 你小子这是问候我还是骚扰我 你这是存心想要整我吧 小王八蛋你给我等着 下次来 我让你见识见识 我是怎么收拾你的 师父没好气地对我说完这话 就把电话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当我要开寝室门进去的时候 我发现我们寝室的门是锁着的 我明明记得我刚刚出来的时候 寝室的门没有被我反锁 这就让我有些疑惑了 我轻轻地敲着我们寝室的门 曾鹿给我开一下门 我一边敲着门 一边轻声地对寝室里的曾鹿喊着 我不敢喊得太大声 我怕影响周围寝室同学们的休息 结果不管我怎么敲 怎么喊 寝室里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见寝室里没有反应 穿着拖鞋 缓缓地往楼下走去 我打算到王叔的寝室睡会儿 可当我刚走到楼梯口时 我发现邱平披头散发地 站在我前方望着我笑 望着他那发青的脸 我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 我不是害怕 而是感觉浑身发冷 恩公 你这是要去哪儿 邱平双脚离地向我飘了过来 邱平 刚刚是不是你 将我们寝室的门给翻锁上了 我一脸严肃地质问邱平 恩公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邱平装作一脸无辜地对我说 他不承认 我就没有再问下去的必要了 我心想我还真是倒霉 我先是被夏婉婷缠 然后被那个吕芳缠 后来被那个穿绣花鞋的女鬼缠 这一次呢又被这个女鬼邱平缠 我觉得我的命比这个邱平还要惨 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到一股无力感涌上我的心头 唉 邱平啊 有句话叫人鬼殊途 咱们俩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你也别缠着我了 我看你身上也没有怨气 你何必在这世间做孤魂野鬼呢 我劝你 还是到地府找鬼差 安排你转世投胎吧 我语重心长地对邱平说 安公 你也不用多说了 我心理主义已定 等你百年之后 我要与你结姻婚 永不分离 邱平一脸固执地对我说 听到邱平说的这番话 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了 他这就是在放赖 对他 我是打也不得 骂也不得 随你的便 懒得搭理你 我对邱平说完这话后 我就从他身边绕过去 向一楼王叔的寝室走去 王叔 开门哪 我敲着王叔寝室的门 对着里面喊道 谁呀 大早上扰人轻吗 缺不缺德呀 王叔不耐烦地 在寝室里嘟弄着 听到王叔这么说 我这心里是十分的不好意思 哎呀我 留守啊 你这大早上不睡觉 来敲我的门干嘛 王叔拉开曲室的门 看到是我 他打着哈欠问我 王叔 咱们进去再说吧 我走进王叔的寝室 随手就将门给带上 秋平则是站在一楼大厅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 你别告诉我啊 你来这么早 是要找我聊天 王叔指着墙上的挂钟 问我 此时是早上四点十五分 哎 别提了王叔 我刚才走的走了啊 给我二叔打电话 寝室的门被我一个不小心 随手给带上了 我敲门喊我寝室的兄弟 给我开门 结果他们睡的就跟猪似的 没有一个给我开门的 哎 于是 我就来麻烦您了 我一脸不好意思的 对王叔说 嘿嘿嘿 好吧好吧 那 你到我的床睡会儿吧 我去把宿舍门打开 然后清扫一下楼梯卫生 王叔指着他的床 对我说完这个话 就走了出去 望着王叔的背影 我感到内心有些愧疚 我躺在王叔的床上 有些睡不着觉 我回想着这些年遇见的人 我发现我身边 关心我的人有很多 寝室那三个兄弟 江薇薇 师父 小师姑 何师叔 还有这个王叔 如果我将来有能力的话 我一定会报答他们 想着想着 我就睡着了 直到早上七点 王叔把我叫醒 谢谢您了 王叔 我上楼去了 我从王叔的床上爬起来 对王叔道了一声谢 就往我们寝室跑去 哎哟 毛毛躁躁的 你慢点跑 别摔倒了 王叔在我的身后 对我喊着 哎呀 二哥呀 你这大早上跑哪儿去了 曾璐揉着轻松的双眼 望着我从外面回来问我 啊 早上四点多 我到走廊打了个电话 结果把门反锁了 于是 我就跑到王叔的寝室 睡了一会儿 我一脸无奈的 对曾璐说 哎 二哥 你可真笨 你怎么不敲门 喊我俩给你开门呢 油脂陪从床上爬起来 插了一句 我在外面敲了 有五分钟的门 也喊了你们俩很多声 你们俩睡得就跟猪似的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也不好意思再敲下去了 要是把隔壁同学吵醒了 那就不好了 于是 我就去王叔寝室睡了 我一边穿着衣服 一边对那哥俩说 哎 是吗 油脂陪挠着头 不好意思的说 而我 则是没再说什么 毕竟这件事不能怪人家哥俩 毛病是出在我身上 要怪的话 就只能怪我自己 黄涛昨天晚上 没有回来睡觉 他应该是忙他们家的事 看到黄涛慢慢的将于家旗那件事放下 我对他的担忧之心也放了下来 于家旗的死让黄涛转变不小 黄涛变得比以前更加上进了 这也许才是真正的化悲痛为力量 早上我们三个在食堂简单的吃了点饭 就往教学楼走去 路上 曾陆跟游之陪有说有笑的谈着昨天的游戏 我呢 则是满脑子想的都是黄女士交给我的那件事 我一直在纠结着要不要将范先生的事说给他听呢 怎么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啊 走到班级门口 姜薇薇将我拦住 然后问我 想点事情 我顿住身子抬起头 挤出一丝微笑 对姜薇薇说 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吗 姜薇薇一脸认真的 继续问向我 没有 我摇着头对姜薇薇应了一声 就向教室里走去 姜薇薇则是一脸疑惑的看着我的背影 我对待姜薇薇的态度是不冷也不热 我要是对她太热情的话 我怕她会误会 我也挺难的 小伙子 有消息吗 就在我即将要上课的时候 黄女士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没有消息 但是我发现了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我将这条信息给黄女士发了过去 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这件事在微信上不好说 咱们俩还是约个时间见面说吧 我想了一会将这条信息发给了黄女士 好 中午一点 我在红浪暖咖啡厅等你 黄女士将时间还有地点发给了我 中午一点 我没有时间 你看下午五点 可以吗 我将时间改了一下发给黄女士 毕竟我们下午还有课程 这个学期我请的假太多了 我要是再请假的话 那就太不像话了 好 那就下午五点 红浪暖咖啡厅 黄女士对我回完这个消息后 我就将手机放进了兜里 诶 二哥 你这是跟谁约会呢 下午五点 红浪漫咖啡厅 还挺有情调的 游直培看到了我跟黄女士的聊天记录 她在一旁露出一副猥琐的笑 打去拙 约你妹 我没好气的对游直培说 师父说过 我们学道之人性情一定要温顺 不能随便动怒 应当把心放宽 而你的性情却是越来越暴躁了 这可不太好啊 游直培还对我朗朗的教育了起来 遇见你这样的贱人 就算是好老爷们 也得让你给气拉了尿的 跟你也不需要好好说话 我瞪了游直培一眼 没好气的说 哎呀 你们哥俩这大早上抄抄啥呀 黄涛走到我和游直培面前问我 老大 你应该能想到二哥跟老四吵着啥 曾璐在一旁捂着嘴对黄涛笑着说 老四 肯定是你小子嘴贱 惹你二哥生气了 是不是 黄涛笑着问游直培 哎 老大 我这次还真没嘴贱 我就是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 游直培咧着嘴笑着对黄涛说 看着游直培那一脸见笑 我有点忍不住要抽他两个大嘴巴子 这个游直培简直太可恨了 一上午的课很快就结束了 自从黄涛当了班长以后 他对自己的约束是越来越严格了 上课不玩手机也不睡觉了 他还不允许游直培跟增禄睡觉 弄得那哥俩是叫苦连天 中午回到寝室 游直培跟增禄没玩游戏 而是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我刚要躺在床上休息 黄涛就坐到了我的床上 看样子 他应该是有事要跟我说 老二 你师父的老人家还真是神人呢 事情跟你师父说的一样 昨天的那个地方确实是个乱葬杠 刚刚我吃饭的时候 施工现场来了一个电话 昨天那个小土坡上 挖出了不少的尸骨 还有不少烂棺材 黄涛一脸慎重的对我说 这件事啊 你就按我师父说的做吧 将那些人的尸骨收集起来 然后啊 再找个好点的地方 给他们埋了 我对黄涛嘱咐道 嗯 我怕挖掘机工作的时候 伤到那些尸骨 现在我故人用铁锹慢慢的挖掘 以确保尸骨的完整 黄涛接着对我说 就这样 我跟黄涛你一言我一语的 我们一直聊到下午上课才停止 自从黄涛昨天与师父交谈后 他对我们这行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下午放学后 我跟黄涛他们打了一个招呼 就向校门口走去 尤之培跟曾璐一脸见笑的 在我身后指指点点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也没时间搭理他们 随那哥俩说吧 嘴长在他们的脸上 等我有机会了 我一定会好好地收拾收拾这个油脂培 他就太不像话了 留手 你这是要去哪儿 江薇薇在我的身后喊住了我 我要出去办点事 那你几点能办完事啊 今天晚上我想请你吃饭 江薇薇加快脚步 到我的面前询问我 这个我也不是太清楚 吃饭的事咱们改天再说吧 我就先不跟你说了 我要赶时间 咱们回聊 我对江薇薇说完这话 加快脚步就向学校外跑去 江薇薇站在原地 一脸不高兴地看着我离开 江薇薇 留手他没钱也没事 他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喜欢的 谢峰从后面走到江薇薇的身边 冷笑着说 他现在虽然没钱没事 不代表他以后没钱没事 我看中的是留手的人品 江薇薇瞅了谢峰一眼 没好气地说 我们班级里除了一个爱慕谢峰的女孩喜欢她 其余的人没有不讨厌谢峰的 尤其是我们寝室的四个人 江薇薇 我个人认为 无论是我的家庭条件 还是我的学习成绩 以及我的长相等各个方面都要比留手优秀得多 你应该考虑考虑我 我们俩在一起才是真正的郎才女貌 而留手她就是一个乞丐 谢峰趾高气扬地对江薇薇说 你确实是各个方面都比留手优秀 可你最重要的是 你的人品太差 仗着你爸爸是学校校长 你在学校育养跋扈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你别以为我江薇薇是个傻子 你对咱们班的几个女生做过什么 我都知道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江薇薇就算看上一个要饭的 也不会看上你 江薇薇扔下这么一句狠话 就离开了 江薇薇 早晚有一天 我会将你站为己有 咱们等着瞧 谢峰眯着眼睛 一脸气愤地望着江薇薇的背影 走出学校已经是四点五十了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 就向洪浪漫咖啡厅赶去 去的路上 我一直想着该怎么跟黄女士说她老公的事 当我来到洪浪漫咖啡厅的时候 还差一分钟到屋顶 我看到那个黄女士依然是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 坐在昨天我们见面的那个位置上喝着咖啡 小伙子 你还真准时 黄女士指着自己手腕处的名表对我说 不好意思 让您久等了 我坐在黄女士的对面的椅子上 不好意思地说 没事 我也是刚来没多久 咱们开始说正事吧 黄女士望着我 严肃地说 我昨天给你发的最后一张相片 你看见没有 我慎重地问黄女士 看到了 那张相片我打亮了很久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 黄女士摇着头对我说 你再把我发给你的相片拿出来看看 好 黄女士拿出手机 翻出我昨天给她的那张相片就看了起来 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啊 黄女士打亮了那张相片 有五分钟左右抬起头问我 昨天我拍这张相片的时候 范先生是跟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走在一起 当我回头再看这张相片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我就看到了范先生 而没看到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子 我对黄女士实话实说 你说的这个我不是很懂 什么意思 黄女士一脸疑惑地问我 你再仔细看看我发给你的相片 你会看到你老公的眼圈发黑 我继续对黄女士阐述着 我没有急着对黄女士说 那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是鬼 你还别说 我这两天确实发现她眼圈发黑 就好像几天没睡好觉似的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带她去医院检查 医生也说没毛病 黄女士一脸惊叹地对我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老公范先生应该是被鬼缠身了 没看到你老公 我也不太敢肯定 我一脸认真的对黄女士说 当黄女士听到我说的这番话后 她惊得是嘴巴大张 小伙子 有些话不是随便乱说的 黄女士黑着脸对我说 黄女士心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 那就是我可能是个骗子 用她老公被鬼缠身的说法 骗他们家的钱 如果你不信我的话 那我就没办法了 我对我说的每句话都可以负责 我摊开双手 对黄女士说 黄女士见我说话态度诚恳 又不像是一个骗子 那这件事我该怎么办 黄女士一脸沉重地问我 我必须亲自见你老公一面 才能看出来 你老公他是不是被鬼给缠身了 现在没见到他人 我说的再多也都是猜疑 我一脸平淡地回复黄女士 小伙子 我来安排你和我老公见面 咱们之前的事 我希望你不要和我老公说 要是让他知道我派人跟踪他的话 黄女士表情严肃地嘱咐我 你放心吧 就算你不嘱咐我 我也不会跟她说那件事的 我笑着跟黄女士保证 那好 那就先这样了 我美容院那边还有点事要去忙 你等我电话吧 黄女士站起身对我说 我一般都是下午四点半以后有时间 再就是星期天有时间 你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段找我 我也站起身子对黄女士说 好 我知道了 黄女士点着头对我说 于是我跟黄女士走出红浪漫咖啡厅 就分道扬镳 各自离开 我们俩谈话的时间还没有超过十分钟 刚跟黄女士从红浪漫咖啡厅走出来 我就看见了一个熟人 她就是曾经给我和夏婉婷配明婚的老吴 老吴她也看见了我 小伙子 咱们这还真是缘分呢 老吴背着手看着我冷笑着 这年头还真是好人不偿命 坏人活千年 没想到你还活着 我一脸没好气的对老吴说 一想到老吴曾经对我做的事 我就有点气不打一处来 哟哟小伙子 你说这话未免也太难听了吧 老吴皮笑肉不笑的对我说 看着他那样 我真想上去给他两个大耳光子 我懒得搭理你这种小人 再见 再见 我对老吴说完这话 就选择快步离开了 哼 冤家路宅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老吴在我的身后冷哼着 我身子顿了一下 然后头也不回的 向我们学校的方向走去 师父曾经跟我说过 这个老吴不是个好东西 像这样的人还是少惹他为妙 一旦他在背后给我使绊子 那就是让人防不胜防了 星期三中午 我在学校食堂吃完饭 黄女士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让我下午五点钟 到他们家宾馆见面 他会安排我跟他的老公 范先生见面 黄女士还将他们家宾馆的地址 发给了我 好的 我一定到 我给黄女士回了一句 就将手机放下 继续吃饭 回寝室的路上 黄涛跟尤之培 还有曾璐他们三个 有说有笑的走在前头 而我则是低着头 跟在他们后面 想着黄女士的事情 秋平 她时不时的会出现在我面前 想找我说话 而我则是选择 无视的 每次看见她 我都会绕着她走 我觉得只要我一直这么对她 她早晚会有一天厌倦我而离开的 对付她也只有这种办法了 要是用我们到家符咒对付她 就太不尽人情了 毕竟人家没做过丧天害礼的坏事 也没有伤害到我 放学以后 我急匆匆的从教室里 向教学楼外跑去 老大 你有没有发现我二哥他最近有些奇怪啊 他总是拿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好像有心事啊 曾璐望着我远离的背影 问他身边的黄涛 哎呀 我们不要去管他了 随他去吧 黄涛说完这话后 就带着曾璐还有油脂培向外走去 黄涛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因为谢峰蹲在教室门口 正在系携带 好狗不挡路 曾璐站在黄涛身边 对着蹲在他面前的谢峰 没好气的说 曾璐 你说谁是狗吗 谢峰站起来红着脸 愤怒的质问曾璐 嘿 这年头有找吃找喝的 没想到还有找骂的 真是有点意思 曾璐一脸冷笑的对谢峰说 曾璐说的这句话 曾经是谢峰说他的 曾璐 你给我等着 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 谢峰对曾璐说完这句话 转过身就离开了 你可吓死我了 我会等着你的 曾璐对谢峰的背影大声的喊着 给谢峰起得浑身发抖 要是杀人不犯法的话 他现在肯定会拿刀捅了曾璐 好了 老三 没必要跟他这种人一般见识 黄涛在一旁插了一句 我们哥四个跟谢峰之间的仇恨 是越拉越深 我跑到学校门口 拦了一辆出租车 就向黄女士家的宾馆赶去 当我走进黄女士家宾馆的时候 我看到黄女士还有她老公范先生 坐在一楼的大厅正在聊着天 来了 黄女士见我走进来 热情地站起来对我招着手 我对黄女士点点头 就向他们的身边走去 小伙子请坐 黄女士指着他们对面的沙发 他客气地对我说 我对黄女士点了一下头 就不客气地坐在了他们对面的沙发上 从我走进宾馆的那一刻 范先生就一直在盯着我看 小伙子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 范先生开口问我 当范先生问我这话的时候 坐在他旁边的黄女士的脸上 有些难看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啊 我是没见过范先生您 我笑着对范先生说 老公 这个小兄弟我跟你说过 你别看他年轻 可是个很了不起的道士 黄女士指着我 跟他的老公介绍着 小兄弟 贵心啊 范先生笑着看向我 我姓刘 人刀刘 我的名字叫刘手 手是守护的手 我在向范先生介绍自己的同时 我也在打量着范先生 范先生不但眼圈发黑 额头处的印堂 还有有些发黑 除了头上那盏阳火燃烧的有些正常 他双肩上的那两盏阳火已经变成了蜡烛般大小的火苗 随时都有熄灭的可能 这是典型被鬼馋的症状 小兄弟 我老公最近身体乏累 晚上睡觉也睡不沉 经常起夜 你说他这是怎么了 黄女士在一旁对我使了一个眼神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老公他最近应该是被鬼缠身了 我一脸慎重的对黄女士还有范先生说 啊 简直是无稽之谈 这年头哪有什么鬼 小伙子 你这是想来骗钱的吧 你想骗钱就直说 没必要扯那些没用的 这是五百块钱 拿着钱赶紧给我滚 否则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范先生掏出钱包 抽出五百块 扔到我面前的茶几上 没好气的对我下了逐客令 他这个样子像是在打发要饭的 范先生 我郑重其事的告诉你 我不是骗子 也不是要饭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 再见 说完这话 我抬起屁股就向宾馆外走去 小王八蛋 骗钱骗到老子身上来了 你以为老子是白痴啊 范先生没好气的冲着我喊着 而我则是不去理会那个范先生 老范 人是我请来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跟人家说话 黄女士对范先生说完这话后 就站起身子向我撵了出去 小伙子 真是对不起 我老公那个人没文化 脾气还不好 说话有点冲 你可别放在心上 黄女士从宾馆里撵出来 一脸抱歉的对我说 刚刚的事啊 我没放在心上 既然她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待在那儿也没有什么意思 我笑着对黄女士说 范先生当时那么说我 我心里确实挺生气的 可回头想想 这也没什么值得生气的 毕竟干我们这行的骗子多 大家有权利 选择不相信我 小伙子 你刚刚对我老公说的那些话 都是真的吗 他真的是被鬼缠身了 黄女士一脸迷惑地问向我 你老公 他确实是被鬼缠身 因为你只是凡人 所以你只能看到他的眼圈发黑 而看不到他被鬼缠的别的症状 你也会慢慢地发现 鬼缠身的人会出现精神不佳 不爱吃饭 浑身乏累 这些都是轻的 严重的 会直接卧病在床 如果不及时解决你老公 被鬼缠身的问题 你的老公很有可能会性命不保 我一脸认真的对黄女士说 在黄女士听到我说的这番话时 她吓得两腿一转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那该怎么办呀 黄女士一脸惊恐地问向我 她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现在你老公 她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 即使我说的再多也没用啊 我一脸苦笑地对黄女士说 这个问题确实很麻烦 我老公那个人 她就是太倔强了 黄女士一脸为难地对我说 这样吧黄女士 我有办法让你老公相信我说的话 这个星期天你只要将你老公约出来就可以了 剩下的事我来做 我笑着对黄女士做出了安排 好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黄女士点着头对我说 转眼又是一个星期天 我感觉最近这段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如今是四月份了 外面的天气已经开始回暖 我今天早上六点就起床了 我打算吃完饭去我那房子看看凤娇姐 她一个人住在我那儿 我这心里有点不放心 我这人哪 就是闲吃萝卜 但操心 小石姑给我买的那套房子钥匙 有三把 一把我给了凤娇姐 另一把在我小石姑那儿 我手里还有一把 我吃完早饭 顺带着买了一份早餐 准备给凤娇姐吃 当我打开我们家门的那一刻 我以为我自己走错地方了 门口摆放着四五双女人的鞋 有高跟鞋 靴子的 鞋的旁边 放着两双穿过的黑丝袜 屋子里的沙发上堆满了衣服 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全是烟透 茶几的下面放置着十几个空啤酒瓶子 地面上有面包渣 饼干渣等一些食物的渣渣 我发现厨房的冰箱门没关 看到这一切的我 火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我好心的让凤娇姐到我这住 她却把我这房子弄得是一塌糊涂 我推开洞面卧室的门就走了进去 我发现卧室的床上躺着两个我不认识的女人 他们俩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赶紧退出去把门给关上了 刘少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当我退出东边卧室的时候 凤娇姐穿着内衣内裤 从旁边的屋子里走出来 揉着惺忪的双眼问我 你 你能不能先进去 把衣服穿上再出来 我指着她一脸不高兴地说 这又是什么呀 反正我也没光着 你是我弟弟又不是外人 凤娇姐打了一个哈欠 对我说完这话就向厕所走去 凤娇姐从厕所里走出来 从卧室里套了一件宽大的白色衬衫 又走了出来 这里是你家 你也别站着 赶紧坐呀 凤娇姐指着沙发对我说 要不是凤娇姐说这是我家 我都差点忘记 这已经是我家了 那沙发上全都是衣服 我坐哪儿啊 我指着沙发上的衣服 板着脸对凤娇姐说 看到沙发上堆的那些衣服 我这心里就堵得慌 那我收拾一下 凤娇姐对我说完这话后 她走到沙发旁边 将沙发上的衣服挪到一边 留出了一个人的位置 六叔弟弟你过来坐吧 凤娇姐指着那个空位置让我坐 我看到沙发上堆满的衣服 钉字裤 胸罩 丝袜 我是一点想要做的心都没有 我还是站着吧 哦对了 东屋卧室里的那两个人是谁啊 我指着东屋卧室 问向凤娇姐 没好气的说 凤娇姐听到我的问话 她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我那两个小姐妹是FC人 她们一直在这边租房子住 昨天房租到期 她俩还没钱 也没地方去 我就让她们两个搬过来 在我这凑合住两天 等她们找到房子之后 会马上搬走的 凤娇姐红着脸跟我解释着 凤娇姐 当初你住我这 咱们俩约法三张过 你看你哪条眉违背啊 茶几上烟灰缸全是烟头 地上全是啤酒瓶子 还有这地板 你几天没擦了 这衣服堆了一沙发 你还带着两个女人来我这住 这是我的房子 你有经过我允许了吧 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我一脸愤怒的质问这凤娇姐 她真的是有点过了 刚开始的几天 我天天都有收拾屋子卫生 后来我就寻思 天天收拾家太累了 就想了一个星期收拾一次 所以这家就造成这样了 沙发上的衣服 是我那两条姐妹的 茶几上烟灰缸里的烟头 也是他们抽的 地上的啤酒瓶子 也是他们俩喝的 我跟他们说了 这不是我家 是我弟弟家 我弟弟不让在这房子里抽烟 他俩不听说 还说我这个人变得小心眼了 凤娇姐一脸委屈的对我说 下个星期我还会过来看她 如果让我再看到 我的家还是这样的邋遢 你还收留人的话 那就对不起了 你必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给我走人 做人得互相体谅 不能太过分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招 我有事先走了 茶几上方便袋里 是我给你买的早餐 还有给你的三百块钱 省着点话 我对凤娇姐说完这话 转身就向外面走 这个家我是越呆 心里越堵 如果让小尸姑看到这一切的话 小尸姑嘴上不说 但是她的心里肯定不会高兴 凤娇姐一脸内疚地望着我离去 看着脏乱的屋子 她心里也有点多 她也觉得自己做的有点太过分了 毕竟这是我的心房 把心房造成这样 谁看了心里都不是个滋味 走到楼下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慢慢地吐了出来 我试着将自己的心态放正 不去想楼上的场景 刚刚我跟凤娇姐的对话 一直压着我心中的怒火 毕竟是我二叔的亲姑娘 俗话说不看僧面 看佛面 就算不看她的面子 也要看我二叔的面子 一想到我凤娇姐肚子里 那没出生的孩子 我就糟心 要是这件事让我二叔知道了 我二叔肯定会上火的 走出小区 我坐上公交车 就像八十八号胡同赶去 昨天中午 我在学校吃饭的时候 黄女士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让我中午到他家宾馆 去找他和他老公 我得先找我师父 跟他要两片柳树叶 给那个范先生开天眼 不让他亲眼看见 他是不会相信我说的话 范先生那人 我第一眼就看出 他的脾气很倔 倔得 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你给我站在门口 别动 我刚推开一道堂的门 要走进去 师父坐在椅子上 一脸愤怒的 对我喊着 刘少 你打大霉了 樊青在一旁捂着嘴 笑着说 哎 师父 我 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我站在一道堂门口 一脸懵逼的 看着师父 你仔细的想想 你做错了什么啊 想清楚了 再跟我说话 师父对我说完这话后 又开始 逗起了地主 我站在原地 想着自己 到底哪做错 我想了大约二十分钟 也没想明白 望向樊青 对他使了个眼神 让他提醒我一下 我到底是做错什么了 樊青 则是指着他手里的电话 然后又指向师父 通过樊青这个动作 让我想起了 之前早上 四点给师父 打电话的那件事 啊 师父 事情是这样的 上次那么早 给你打电话 是因为我晚上 做了一个噩梦 在我梦里 你受伤了 然后我不放心 就给您打了个电话 哎 在电话里 听到您没事 我也就放心了 我不是故意 打扰您休息的 这 这是可以原谅的 我红着脸 不好意思的 跟师父解释着 我不敢跟师父说 我做梦 给他做死了 只能说 他是受伤了 哼 这次我就先原谅你 要是再有下次的话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快去 给我泡壶茶 我渴了 师父指着他面前的空茶杯 对我说 哎 好的师父 我这就去给您泡茶 我对师父说完这话 就去给师父 烧水泡茶 梵青 一个星期没看见我 有没有想我 我一边给师父泡茶 一边问坐在沙发上 玩手机的梵青 梵青正在用手机玩斗地主 估计啊 是我师父他老人家教的 我师父这个老家伙 就没教梵青点好的 没想 梵青抬起头笑着对我说 听了梵青说的这两个字 我的脸是又红又丈 这个梵青 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我逗你玩的 我可想你了 梵青见我脸色不好 马上改口笑着对我说 哼 你这家伙我是看出来了 谁给你好吃的 你就是想着谁 我故意装嘴没好气的 对梵青说 还真是这样的 我这点想姜薇薇了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找她 梵青一脸认真地问我 我看啊 你是想人家姜薇薇家里的那些好吃的吧 我笑着问向梵青 我承认我有这个想法 但我也想太人了 梵青有点不好意思地挠着头对我说 哎 师傅 茶泡好了 我提着茶壶给师傅倒了一杯 你最近跟夏婉婷又在一起了 师傅皱着眉头打亮了我一番 哎 自从上次夏婉婷帮我打跑那个狐妖后 我就一直没见过她 也不知道她跑哪去了 我叹了一口粗气 对师傅说 我看你印堂有些发黑呀 你这应该是被鬼馋的症状 师傅指着我的印堂处对我说 这一点我还真没发现 我还真没发现 心急过分 好 好 你这要实际上 绝诶 心急过分 真没发现 我 zwe不能当 一天 你这个 我 你 我 我 感谢观看